我本想直播模仿明星传名 网友竟劝我扮演神明 不料竟意外获得神明能力 不仅能带天打雷 行云不语 而且还能掐绝念法掌控雷电 甚至连世间仅存的麒麟锐兽也主动认主 我本是一个在校大学生 由于生来面向严肃 气质威严 室友劝我去网红复制人赛道斩露头角 只因现在网络流行先人指路越发离谱 超强先天圣体的到来 直接拉开了诸神之战的帷幕 脚踩缝纫机无迁 酷爱肘肌的劳大 还有文艺复兴三人组 霍金 纽顿 爱因斯坦 物理不一定能让他们复活 但是礼物可以 就连大型纪录片运用结尾麦克阿瑟 1964年退出了生物圈 但在这两年也被整活 然后活跃于娱乐圈 看着几位在不断积攒露骨碎片 越来越多的人也准备加入奋义碑庚 据说拿破仑 爱迪生 路易十六已经在筹备中 新的圣碑之战就要打响了 以你的气质完全可以去参战 说不准有网友能先人指路一波 到时候绝对能活 室友将掏指了指我道 我一副若有思索的样子 从小 我的长相就比同龄人要成熟 经常被误会成长者或者老师 也许没准还真行 秉承着听人劝吃饱饭的原则 我开启直播 将摄像头对准了自己 并将直播间取名 新人直播 请先人指路 欢迎各位来到我的直播间 正当我第一次直播 对着镜头 还有点不知所措的时候 直播间竟然已经进来了十几个人了 弹幕轻易色飘着 主播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 这还用指路 直接演我们单位的领导我都信 绝了 真是绝了 我怎么有种看见了我们笑懂的感觉 主播这长相局里局气的 不去演个这听 那局的 都亏了这张脸了 刷完评论 我有些无语起来 大家再仔细地看看 难道我就不像什么名人明星吗 这 我劝主播不要强人所难 明星没有 或许去市委转一圈更直接一些 主播的气质好像道观里的那些神像 难不成主播跨越名人明星 直接半神 一直盯着评论区的我 看着逐渐离谱的评论区 都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好了 然而就在此时 一个声音 却突然钻进了我的脑海 检测到宿主收到半神剑影 被仙人指路 系统正在开启 见状 意识到什么的我 双眼瞪得更大了 难道说 是童子 下一秒 熟悉的机械音再度响起 系统全名 仙人指路神明扮演系统 只要主人收到与半眼神明 相关的任何建议 都会被收录到系统中 完成建议 随着半眼度提升 即可获得相应奖励 我迅速整理了一下思绪 对着镜头开口说道 谢谢大家积极提出的意见 大家可以更具体一些 比如半眼哪个神仙啊 具体应该怎么打扮 还请大家先人指路 主播包听劝的 有了我这番话 评论区的网友更带劲了 卧槽 主播这是来真的 绝了 这是角色半眼类主播中 第一个半神的吧 我倒觉得主播真的可以试试半眼神 长相和神态都太像了 简直是可以和专业半神者 抢饭碗的程度 主播我想起来你像哪尊神啊 刚刚那一笑 我好像是看见了雷祖本人 真的超级像 不信你们看 图片点剧屁局 这也太像了吧 我投雷祖一票 加一加一加一 不知是什么时候 因为评论热度的上升 直播间进来的网友越来越多 而我也在网友提议的同时 再次听到了系统的声音 半眼神明 雷祖 难度 终 半眼条件 未知 半眼完成度 0% 完成奖励 未获得任何奖励 我顿时眼前一亮 比起第一条收录的建议 这条明显更具体 并且也为我接下来的半眼 指明了一个方向 我一直盯着评论区里那张雷祖的照片 这还是第一次看见雷祖的神像 跨坐在麒麟之上 金面三目 右手提金鞭 左手捏雷神觉 虚发巨张 气象生动 仔细观摩雷祖的面目 大气的脖子脸 五官周正威严 没想到我与雷祖 竟有几分相似 想到了这 我便已经有了抉择 与此同时 直播间的名字也被我修改成了 半眼雷祖 欢迎各位仙人继续指路 很快 直播间的网友们直接炸开了锅 卧槽 主播这也太听劝了吧 说让演啥就演啥 真假的呀 随着我这番操作 直播间的人气也在迅速飙升 除了调侃的话语之外 却也充斥起了一些怀疑的声音 雷祖是所有雷神的掌管者 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扮演雷祖 劝主播不要亵渎神灵 扮神都是要提前问神同不同意的 小心作俭自负 捞不着好 也不怕触怒了神 紧接着系统收入的建议面板 便有了相应的更新 扮演神明 雷祖 难度 中 扮演条件 未知 扮演完成度 0% 收到扮演建议 不要亵渎神灵 询问雷祖是否同意 完成奖励 未获得任何奖励 一直盯着评论区的我 看见这些评论 并没有表现出什么负面情绪 好的坏的评论全都照单全受 只是对于系统收入的建议 我却觉得有些离谱 怎么什么建议都收啊 谢谢这位谁有提出的建议 你放心 我会在扮演之前去询问神明意见 届时也会开启直播 让大家看到寝室的过程 绝对不会亵渎神灵 随着我同意寝室神明 网友们便也没有再多说 然后还给我提出了装造方面的建议 甚至还收获了一个网名叫兔子咩的装鸯 愿意来给我做装容 看到各显神通的水友们 再看着系统中收入的新建议 我灰心一笑 看着已经颇为热闹的评论区 第一天直播的效果 简直是出乎预料的好 我心满意足地关掉了直播 与此同时 上铺的两人飞快地凑到我身边 皆是一脸震惊到 神明 在全体龙国人民的心里都有一定的地位 虽说这种超脱世俗的概念 距离大家的生活很遥远 并且也没有人亲眼见过神经 更不能证明神是否真的存在 但是大部分人的心灵 都对神有着敬畏之心 大家轻易不会提起这些 更不会随意谈论这些 所以在面对我说要扮演神的时候 两个人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专业的扮神者 在扮神之前 都要提前请示所扮演神明的同意 如果神明不同意的话 就绝对不能扮演 不然扮演者很有可能会承受神怒火 给自己或者家人带来灾难 江涛有些担心地劝说道 南哥 不然咱们先请示一下神的意见 别出什么幺蛾子之类的事情 这样扮演起来 咱们也能放心一些 我没有犹豫 可以 明天就去找个道观问问 听到我答应了提议 两人眉心间的穿字 这才松懈下来 第二天三人起了的大早 便启程前往了燕海市深山中的一座大观 到了山脚下 刚刚下了车 我便打开了自己的直播间 对着自己的粉丝解释道 我现在正在燕海市的玄兰观所在的山脚下 昨日有不少的水友提示我 要尊重神明的旨意 所以主播今天就先来请示一下雷德 问问他老人家是否同意 主播你来真的 第一次关注这么听劝的主播 乳线都通了 我会全程关注主播的问声过程 还请主播不要搞小动作糊弄我们 在互动的过程中 不多会就抵达了玄兰观 道长明白其来意之后 带领我们三人进到道馆中 接下来 镜头将一直对准我和我手上的脚杯 大家可以共同见证制圣杯的结果 随后我跟随道长所说 一步一步地行动了起来 光脚绕了三圈之后 跪在了雷祖神像的面前 往生道 林南 生辰 将生辰地址与所请示的内容说明后 随即将手中脚杯制出 声音坚定地道 请雷祖给予指示 啪哒 啪哒 接连两声清脆的落地声 王成宇也将手机镜头对准了地面的杯角 直播画面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杯角一平一凹 呈现一阴一阳之势 此时一旁的道长 看到这一结果 都不禁惊讶道 竟是圣杯 神明同意了询问者的请求 文言 王成宇惊喜道 那岂不是说 雷祖同意林南扮演他了 然而道长却摇了摇头解释道 道长上前提示道 施主 雷祖已经同意你的请求 施主可以进行扮演 还请施主多多了解雷祖的知识 尽量还原雷祖的神态与性格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然而得知能够扮演雷祖 王成宇第一时间举着手机激动地凑了过来 蓝歌牛叉 江涛也给林南竖了个大拇指 卧槽 主播牛逼了 直播间也沸腾了起来 各位仙人们 明天中午12点我将准时开启直播 在关掉直播后我思索片刻 流量一多 肯定就会有人眼红 难保不会有人在直播的时候调词 给他扣上什么也不懂的帽子 随即刚回到宿舍的我 又在度娘上学习起雷祖的相关资料 雷祖又名九天应援雷声普化天尊 居住在神雷玉府之中 他的面前有着36个雷鼓 这36面鼓代表着雷部36个雷斯 雷祖的面貌 是一个威严的男子 手持打神驱魔鞭 两眼之间额头之上有着第三只天眼 这天眼可看破世间因果命数和善恶中间 第二天还在睡梦中的我被一道电话吵醒 喂 我马上到校门口了 等会儿见 刚准备骂骂咧咧的我 瞬间清醒起来 想起昨天约了那位叫兔子咪的庄娘 今天在学校碰面给我卤装来着 我揉了揉头 连忙下床往校门口跑去 木男 这里 林南的抖音昵称就是木男 所以兔子咪也就习惯这样叫我 兔子咪比我高两届 是林去工商大学的学姐 身高腿长 长了一副郁节脸 一身紧身的运动背心于短裤 推着一个行李箱朝我走来 卢庄就卢庄 你带行李箱干嘛 哈哈 什么行李箱啊 这是化妆箱 给你卢庄用的 在它三下五除二的操作之后 我准时开启了直播 为了能够让直播间的网友们 更直观地看出扮演是否相似 身后还挂了一幅雷祖的神像 看着这一幕 直播间的评论区直接炸了 卧槽 这也太像了吧 我承认之前是我说话太大声了 看着直播间礼物滚动的速度 我心里也满是激动 就在此时 熟悉的机械音再次响起 恭喜主人成功扮演一次雷祖 扮演完成度增加3% 恭喜主人扮演雷祖的完成度突破3% 获得奖励 九天园林祈雨阵 在听到了奖励的内容后 我直接愣在当场 九天园林祈雨阵 乃雷祖曾使用的诸多阵法之一 相传 人间曾遭遇过几次大的旱灾 旱灾持续时间之长 导致了许多人因此而亡 灾难实在无法 众神只得到神骁欲倾服 请雷祖亲自降落 每到这种大旱灾之际 雷祖都会使用此阵 此阵配合着雷祖的深厚神力 多次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 心中的震撼久久不能停止 在没有等到奖励获取条件的时候 我曾一度认为 系统给出的奖励 不外乎是什么金银财宝 或者跟扮演有关的道具之类的 我从没想过 系统的奖励竟然是神明的阵法 看来这个系统 比想象中的更加厉害 有这个阵法 便可以化阵求雨 简直与代行神明智能并无二者 如果能将完成度提升到10% 20% 甚至是更高 是不是还能获得其他厉害的阵法呢 就在我还在思考之时 网友直接就在评论区里败起来了 雷祖显灵了 请保佑俺们瓦家村年年风调雨顺 雷祖大人 给南省下一场雨吧 都十几二十天没有雨了 当我正准备开口之际 一些网友发现了不对劲 主播没有法器 主播 你这还是准备工作不够到位啊 雷祖的法器雌雄双边和五雷令牌呢 就在评论区刷新了这条评论之后 系统的提示音也适时出现 收到建议 法器雌雄双边和五雷令牌 看着评论区里一排双手合十的表情包 林南顿时有些哭笑不得起来 虽说他现在 确实可以利用刚刚获得的阵法进行求雨 但是他不能保证 由他画出来的阵法 是否能够发挥应有的效果 万一阵法画了雨却没想 那岂不是很甘大 而且 他总不能主动跟当地的气象部门抢活干嘛 想到这我随即开口劝说道 虽说主播跟雷祖长得确实有点像 但是大家可别把我真当成雷祖 我就是个角色扮演类的主播而已 而且就算是秋雨 按照地界划分 第一应该先找当地的气象局 就算是气象局没啥办法 要拜也应该先拜当地的行语神仙啊 雷祖是管个大雷神的 并不是专门行语的 还请大家不要再继续拜我 哈哈哈哈 堂堂掌控风云雷电雨的雷祖 却让大家找气象部门 哈哈哈哈哈哈绝了 我的礼物保不住了 见评论区的走向不太对 林南无奈的同时 只得马上将话题引上了正轨 大家给的建议我已经收到了 争取在下次直播的时候 把法器也一并给大家还原出来 三个小时的时间很快过去 眼见着已经到了11点多了 林南照例感谢了一波送礼物的网友 并且预告下一次直播 会将法器准备齐全之后 点击了下播 地旁的王成宇看到林南的直播数据后 已经目瞪口呆说不出话了 江涛也有些不敢置信的问道 老林 收益是不是有这数啊 边说着 江涛边伸出手 比了一个一 然而林南却摇了摇头 不止 卧槽 还不止 饶势稳重的江涛 此时也与王成宇变成了一副样子 目瞪口呆的棱在了原地 发了呀 以后不用去食堂了 天天下馆子 三人开心的摇了起来 兴奋之后我躺在床上 想起了系统奖励的那个九天园林齐雨震 我一个凡人 能用得了这个阵法吗 不然 找个时间试试 心里起了常识的念头之后 我是怎么也甩不掉这个想法了 一晚上都在辗转反侧 第二天一早 天刚刚亮的时候 我便已经睁开了眼睛 直直地盯着天花板 思考着阵法的事情 心里实在是痒痒 看到睡得正香的两个室友摇了摇头 算了 反正也睡不着 不如趁着现在大家都没起 去找个地儿试试这阵法 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宿舍门 找了个空地 随手拿起纤细的树枝 闭上了眼睛 回想起了九天园林齐雨震的全貌之后 这才用手里的树枝 专注地在沙土之上描绘了起来 道家的阵法都是以八卦启示 我首先画出了 便是阴阳八卦之图 随后沿着八卦的外围 画出了一根根长短不一的线条 并逐渐描绘出了一幅玄妙的阵法图 绘制一气合成 没有一丝的停顿 等到我停笔之时 才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太原号是雷火惊 结音巨阳手雷城 此乃雷祖之名 敢有巨者最不清 低沉的嗓音 念着配合阵法的咒语 灵难右手抬至胸前 双指剑指阵法 急急如律令 最后一步已然完成 大功告成的我 紧盯着刚蒙蒙亮的天空 想要观察是否有要下雨的迹象 然而 一分钟过去了 五分钟过去了 十五分钟过去了 而心中期待的雨水 确实一直都没有降下来 是什么原因呢 难道是等的时间还不够久 不死心的我 又在此处等了十五分钟 然而结果却是一样的 别说是阴天了 太阳都快要照到脸上了 意识到阵法无效的我 失望地朝宿舍走去 难道是阵法和咒语的 哪个步骤出错了 思来想去 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走回了宿舍 仍旧是没有想明白 问题究竟出在哪 干脆不想啊 直接倒头就睡 在睁眼已经是下午 下楼拿到在某宝上 定的法器之后 准时地开启了直播 沉声道 法器已置办齐全 大家稍等 随即从前方的桌面上 拿起了五雷令牌 并将其挂在了腰间 雌雄双边也被他拿在了手中 乍一看 就像是那坐在 神兽麒麟之上的 雷祖清零了一本 如此景象 让那些劝说 不要败了的网友们 都有些恍惚了 要不是主播屁股底下 坐着的真的是椅子 我还真以为是雷祖清零了 主播 你跟身后的神像 就差个神兽麒麟了 耳边忽然又响起了 那熟悉的声音 恭喜主人再次扮演雷祖 并完成建议 了解雷祖知识 还原神态与性格 法器雌雄双边和五雷令牌 扮演完成度增加2% 恭喜主人扮演雷祖的完成度 突破5% 获得奖励 一甲子法力 听到奖励内容 琳南不由的一愣 随即便恍然大悟 原来之前阵法 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不是阵法化的不对 或者是咒语不对 而是没有法力 法力有点类似于 游戏里的蓝条 按照现在的换算单位来看 一甲子相当于60年 也就是说 如果自己将这一甲子法力用完 是不是就无法再继续施展 已有的法术 了解清楚了奖励的情况后 他又将注意力放回在了手机上 评论区里拜他求语的人 是怎么劝也劝不动 所幸林南也就不劝了 而在知道了法力属于消耗品之后 林南便认为 为了以防万一 总该多储备些法力才是 于是林南靠近镜头开口了 大家觉得 我的扮演还有没有什么 可以进步的地方 主播 是不是可以在室外 给我们来一次表演呢 说的也是 如果可以的话 主播是不是可以自己 做一个麒麟道具呢 与此同时 检测主人收到多条建议 现已收录到建议栏中 收到建议 雷祖下反 行走人间 难度 极低 完成奖励 5%扮演完成度 收到建议 九天应援雷声普化天尊 收服做其末麒麟 难度 极高 完成奖励 10%扮演完成度 看完之后 林南便考虑起了 光线好的空地就行 只是大家说的 这个做其麒麟 实在是有些难度啊 这玩意现实生活中又没有 见林南皱眉的样子 评论区纷纷出谋画策起来 其实也可以试着 找找附近景区之类的地方 是不是有麒麟实相 或者说 主播可以看看 某宝是不是有成品脉 是啊 大小无所谓 回来咱们自己涂一涂颜色 整个霸气一些就行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 又到了11点 关于做其麒麟 我会按照大家的建议 试着找一找 试一试 下次的直播大家可以等我通知 今天就直播到这里了 各位仙人们下回再见 与直播间的网友们道别后 这时江涛提醒到 导师下达通知了 明天上午7点钟开始军训 由于他们还是大一的新生 不得已开始苦逼的军训生活 在第六天的军训结束后 林南刚开启直播 和谁又打招呼 却听到了一阵急促的口哨声 听到哨声的三人同时脸色一遍 这几天的军训 已经让他们形成了条件反射 卧槽 紧急集合 王承宇一个剑步冲到窗边 朝着楼下看去 真的是教官 文言 江涛一脸担忧地看着的林南 集合哨想 咱们得在五分钟之内下去 根本来不及换衣服 我们俩倒是没什么 穿的还算是正常的T恤短裤 老林 你这一身可怎么办了 林南无奈地看着自己这一身雷祖的扮想 来不及找出最好的解决办法 连跟网友们说明情况的时间都没有 拿着手机朝着楼下狂奔 是负不是货 是货躲不过 五分钟后所有的新生们 平平地朝着三班所在的队列看去 只不过学生们只敢偷偷摸摸地看 完全不敢开口议论 他们生怕教官看见 抓他们的典型 林南三人更是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见到张勇教官 朝着三人的方向走过来 只得在心中祈祷 希望不要被教官抓成典型 我可不想穿着这身衣服 在操场上做俯卧撑 况且我连直播都没来得及关 难道真要在直播间的网友们面前 来一发雷祖现场做俯卧撑 不行 绝对不行 这简直有损雷祖颜面 果不其然 张勇走到了林南的身前便站定下来 在林南紧张的注目下 张勇好奇地上下打量了一番 这一身特别的装扮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这位学生曾在他来到学校的第一天 就被他误认为了导师 而眼前服装造型完备的林南 就好像是从那神话中走出来的人似的 早就听说他是个网红 还直播半神 他还以为就是个搞乐子 没想到半相还真的挺像那么回事 于是张勇开口问道 林南是吧 我条件反射的就想回答 话一出口自然是收不回了 我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恐怕是躲不过当众挨法了 然而 面前的张勇却微微一愣后 顿时缓和了严肃的脸 表情柔和地说道 像 太像了 真厉害 大家不用紧张 咱们现在集合不是为了进行夜间训练的 而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在紧张的军训过程中放松一下 并且可以趁着这个时间互相认识 张勇教官的话 让学生们瞬间解除了封印 然后教官大手一挥喊道 解散去操场 而张勇则与林南三人走在一起 并且目光中带着些好奇的问道 雷祖是哪一个神明啊 见张勇不是心事问罪的 林南也是松了口气 九天应援雷声普化天尊 雷部的最高天神 掌管复杂的雷神组织 教官 如果不是正式军训的话 我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开直播吗 文言张勇一愣 随后便笑道 行啊 为什么不行 今晚不用拘谨 又不是训练 随便你播 话音落下 很快 所有的新生们 在各自教官们的带领下到了操场 并以每个班级为单位 围坐了一圈 教官们责战学生们的正中央 张勇扫了一眼三班学生们年轻的面庞 开口主持道 今天晚上 咱们就是为了互相熟悉 给大家放松的 所有人都可以暂时忘了军训 尽情地彰显自己的个性和特长 今天的第一环节就是 所有人来一遍详细地自我介绍 然后表演一个才艺 让大家能够记住 好了 咱们就从班长李泽文开始 李泽文大家都数了 便微笑大方地开了口 我叫李泽文 今年二十岁 来自海西省 我的才艺不多 就给大家唱首歌吧 这下有了班长的打样 大家都开始活络起来 下一位 王成宇文声站了起来 大家好 我叫王成宇 就是咱们烟海诗人 我也给大家跳个舞吧 江涛作为在场最了解王成宇的人之一 第一时间质疑起来 就你 我咋了 就不允许胖子也有个灵活的身体吗 但是王成宇也只能倔强到这 接下来的才艺表演 可以用惨不忍赌这四个字来形容 圆滚滚的身子 做出各种奇怪的动作 给同学们都笑岔起了 绝了 这就是传说中灵活的胖子吗 哈哈哈 王成宇挠了挠头坐了下来 按照顺序 下一个人就是林南了 看到还坐在地上的林南 先前还哄笑一团的新生们 止住了笑声 期待地看着他 也不知是不是他们心中的错觉 许多人都觉得 看着林南这张威严的脸 怎么会生出一种 想要顶礼膜拜的感觉呢 林南将手中的手机递给胖子 然后才在大家的注视下站了起来 大家好 我叫林南 来自东山省蓝岛市 平日里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趣 不然 我也给大家唱首歌 然而本来好说话的同学们 却纷纷摆手说道 唱什么歌呀 就是就是 那不适合你 你都扮演雷神了 唱歌多不像样子 看到大家不买账 林南很无奈 女生们则在人群里嘻嘻地笑 林南只好询问大家有什么提议 谁承想这帮孙子真不当然 就连林南的摄友都跟着一起起哄 想让林南露两手 我们知道你现在在直播扮演雷祖 雷祖不就是雷神吗 林南 你给我们现场求个雨吧 就是说呀 正巧你今天还穿的扮演服 表演个雷祖求雨 我们就算你的才艺表演过关了 怎么样 天气太热了 下个雨凉爽一下吧 请大神不语 这提议一出 全班顿时兴奋起来 连班花都很感兴趣地瞪大了眼睛 就连其他班级的同学们 加入到了起哄的大军里来 南哥 你看直播间的评论区的网友们刷屏了 他们希望能看到你扮演九天应援雷声普化天尊行雨 打赏太多了 礼物都刷屏了 不然咱还是表演一个 随便意思一下 反正是表演 又不是真让你下雨 看着满屏都是行云不语的内容 系统的声音也适时响了起来 检测到主人收到建议 请九天应援雷声普化天尊之责 人前显尚 行云不语 难度高 完成奖励 8%扮演完成度 林南现在可以说是七虎难下了 如果只是大家起祸 林南还可以拒绝 但现在已经被系统收录成建议了 就不得不想办法完成了 只是他现在刚刚有了法力 而且还在扮演雷祖的过程中 这时候如果施法求雨 岂不是真的要将雨水求爱 不然这建议肯定是不作数的 而且系统给的实在太多了 这么高的完成度 又会获得什么厉害的奖励呢 光是想想 林南就已经觉得热血沸腾起来了 于是在众人期待的注视下 他终于点头答应了大家的提议 而他点头的同时 人群中也爆发出了一阵欢呼声 同学们自然也是不当真的 只是单纯为了玩闹 直播间的网友们 更是礼物一个接着一个 林南借着夕阳的余晖 找到了一处合适的好位置 整个操场以林南为中心 围了一个大大的圈 我见状也不矫情 拿起沾了朱砂的毛笔 在地面上一笔又一笔地描绘着 九天园林奇雨震 我去 这哥儿们牛啊 竟然还提前做了功课 连雷祖他老人家用的阵法都知道 难不成林南其实是个道士 看起来也不像啊 当我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之时 额头已经渗出了一些细密的汗中 此时 围观的众人都以为林南的囚雨已经结束 正准备鼓掌椅做鼓励呢 却听到了林南身边的王成宇开口问道 南哥 好了吗 然而林南却摇了摇头 一本正经地说道 没有 雨都没下呢 还有最后一步 听林南的话 围观的人愣了 不是 林南这是入戏了 不就是扮演一下雷祖行云不语吗 他还真的想把雨求下来 此时林南仿佛听不见周围的声音似的 抬起了头 认真的面庞上威严尽险 太原号是雷火精 结音巨阳手雷城 此乃雷祖之名 敢有巨者最不清 低沉的嗓音 念着配合阵法的咒语 林南方才一直放在胸前捏绝的右手 突然见指向了阵法的方向大喝道 以我之令和天地造化 三十六部雷将听令 林南方才一直放在胸前捏绝的右手 突然见指向了阵法的方向大喝道 以我之令和天地造化 三十六部雷将听令 橙红色的落日余晖 洒落在了林南的身上 伴随着林南念的口诀 他的衣摆上下翻飞 无方而动 旋即 指向阵法的双指朝着天空一指 然后迅速后撤 他的双手交叠 手指纠缠在一起 短短的几秒钟的时间里 手指灵活地转变了好几种形态 林南面色庄严 挽动手绝的样子 让周围的人在一瞬间产生了错觉 请觉得眼前的人 庞佛真是从画像里走出来的神仙似的 这让在现场围观的学生们 都下意识地朝着天空上方看了过去 然而 在抬头看过去的时候 大家看到的天空 仍是夕阳余晖的橙红色 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这时 大家这才忽然反应过来 看啥呀 就是表演求雨 怎么可能真的下雨啊 嗨嗨也是 这不是看着林南这一套整办 还真挺像那么回事的吗 是啊 怪不得人家能火 就这敬业钻研的样子 就不怪网友们 愿意吃他这一套 而林南直播间的网友们 也在他做完这些求语程序的时候 发出了满屏的赞叹 帅 太帅了 主播是真的还原出了 我心目中想象的 雷祖施法时的样子 雷公主我那句 实在是太牛了 我都能感受到 主播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那种浓浓的信念感 庞佛相信着下一秒 就会有雨水下来似的 不是我说 主播真的是下了功夫的 这个正法图内的八卦 画得与道观道长们 画得丝毫不差 就这份认真的劲 就值得我给主播刷一发礼物 收到一路向南送出的火箭 星号一 收到 哎 你们看 主播怎么还在看天呢 是啊 阵法画完 咒语也念完了 难道在看天上 要不要下雨吗 开什么玩笑 怎么可能真下雨 同学们也注意到了 林南的动作 纷纷开玩笑说道 林南 看你这认真的样子 是不是在看天上情况呢 你刚刚画的阵法 还有那五花八门的首诀 可真的太像那么回事了 是啊 现在啥情况 是不是一会真的会下雨啊 哈哈哈哈 听到了同学们的调侃声 林南这才收回了视线 虽说现在还没有下雨 但是她已经能感受到 空气中流动着的 那一丝湿润的凉风 林南知道 自己的确成功了 这让她心中难掩激动 压下情绪 见周围都是一脸笑着 看着自己的同学们 林南腰板挺直 严肃且一本正经地说道 那怎么可能呢 想想也知道 我这就是表演 同志们 咱们可都是大学生 要相信科学 看着林南一本正经的样子 大家笑得更大声了 倒不是林南在作怪 而是她并不能直言 稍后会下雨 不然 这事不好解释 自己也没必要去 刻意去显摆 得不偿失 哈哈 也不知道是谁 刚刚还在画阵法 念咒语呢 还让我们相信科学 林南 你可别太双标了啊 哈哈哈哈 操场上徐徐凉风吹来 吹动着一张张年轻的脸庞 将欢乐的声音 传到了整个操场 张勇 也笑着看向开玩笑的 一众学生们 开口说道 林南的才艺展现 已经结束 十分新颖 像是在看神秘的民俗仪式 倒是让我想起了南方的音歌战舞 让我也开了眼界了 好了 咱们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继续吓一个人 是 奇奇严肃地回答之后 便是学生们欢乐奔跑着的声音 刚刚林南的表演 虽然让大家觉得很新鲜 也带来了一定的惊讶 但是就像林南所说 这毕竟就是个表演 只是表演的很有艺术成分罢了 谁也没有把林南求雨的事情 往心里去 很快 三班的众人 又重新围成了一个圈 继续进行着自我介绍 和才艺表演 而林南 也在众人不再注意他的情况下 平平地抬头 看向天空 与刚才平静的星星点点 闪烁着的夜空相比 现在能看见的星星 也不过只有两颗最大的了 由此可见 云层正在聚集 雨水就快要来了 察觉到这一点 林南的表情 变得严肃起来 得找个理由先撤才行 不然真等雨水来了 那不是直接变成落汤鸡了 这身行头 可就用不了了 于是林南盯着手机 出神地思考着 报告 在这名同学 才艺展示环节结束之后 林南突如其来开口喊道 不仅周围的同学 被吓了一跳 就连张勇都没想到 这时竟然还有人会打报告 但转面一想 这说明了 学生们将军训的内容 记载了心里 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于是张勇温和道 林南 什么事 林南站了起来 然后才说道 叫官 请问 我可以回宿舍直播吗 这里的光线不太好 捕捉的画面不太清晰 张勇一愣 下意识地看了看周围 操场虽然有灯 但是也只是能让大家看清跑道 和一些健身器材而已 与直播需求的大量打光 确实不能比 但是这次的活动目点 是为了让新生们互相熟悉 让林南提前回去的话 难免别人会有意见 于是 张勇想了个折中的办法 对所有学生们说道 大家觉得行吗 王成宇和江涛对视一眼 他们俩没多想 认为林南就是为了直播 便第一个喊道 我们俩同意 有了两人的开口 其他的同学们 也不觉得为难 便纷纷点头 认同了这个请求 于是张勇便对林南道 既然同学们都同意了 我也就不留你了 回宿舍播去吧 谢谢教官和同学们 随后便朝着宿舍的方向走去 很快回到了宿舍 当他架好了手机 仔细观看直播间才发现 李悟和正在观看人数 又创了新高 于是林南连忙感谢道 谢谢大家对主播的支持 刚刚没有条件 没办法一一感谢 送礼物的仙人们 我现在往回翻 保证每个人的名字都念到 感谢小国子送的 见主播可以互动了 评论区又快速地刷了起来 刚刚户外求雨那一幕 真的很绝 竟然还知道用朱砂 我都怀疑 你是不是当过道士了 林南笑着答道 哈哈 道士肯定是没当过的 朱砂也是杜娘搜出来的 主打一个勤快爱搜索 那八卦总是你画的吧 很牛了 跟我见过的义母一样 主播学画画的 不是学画画的 不过小时候 曾学过一段时间的素 然而 林南话音还没落下 漆黑的夜色下 一阵刺眼的白光 骤然闪过 映照着如墨的夜色 也彭佛进入了白昼一般 轰隆隆 紧接着 一声巨响从窗外传了过来 响彻整个直播间 这声巨响 响彻了天际 甚至连直播间的网友们 都清清楚楚地听到了 卧槽 什么情况 主播你那边怎么了 是什么东西爆炸的声音吗 不对啊 主播不是在学校吗 这么大的爆炸声 难道是餐厅 主播 主播 怎么不说话了 网友们都被这一声巨响惊了一跳 见林南也不开口 直直地盯着窗外看 都纷纷担心起了他那边的情况 而林南 也在巨响 发出的第一时间里 便已经转头看向窗外了 其他人不知道这声巨响是怎么回事 但是作为 画阵施法者的他 又怎么会不明白呢 果不其然 在巨响发出的下一瞬间 林南看到了宿舍窗玻璃上 一滴接着一滴的雨水 正不断地滴落下来 真的下雨了 果然有了法力之后 就能够施展神明的能力了 看着天空中不断飘落的雨地 林南的心中非常激动 在得到系统前 谁又能想到 普通人竟然也可以拥有 神明才有的能力呢 在确认了雨水落下之后 他的注意力 这才放回了直播间 却没想到 短短的几十秒的时间里 评论区已经充满了 网友们担心的声音 见大家误会了 林南这才开口解释道 大家不要担心 刚刚不是爆炸声 只是比较大的雷声而已 他边说着边将手机镜头 朝向窗外 你们看 现在外面正在下雨 刚刚的巨响 就是下雨前的雷声 我擦 吓死我了 还以为是什么爆炸了 还好只是打雷 就是说啊 这声闷雷也太响了些 主播 你刚刚一直看着窗外 也不说话 我当时还以为是出现什么问题了 不对啊 主播刚才才在操场上求雨 现在就下雨了 这是不是也有些太巧了呀 难道说 主播当时真的被雷阻上身了 当直播间的网友们 意识到的事情 实在是有些太过于巧合之后 那些本就信神的人 更是纷纷发送着评论 又开始在评论区里拜上了 九天因缘雷声普化 天尊在上 请保佑我们村 风调雨顺 上香点GPG 天尊保佑 林南哭笑不得地看着评论区 想让网友们赶紧打住 每天一变 他这繁体肉身的 可受不了啊 恭喜主人完成建议 雷祖下凡行走人间 行九天因缘雷声普化天尊之责 人前险盛 航云不语 获得扮演完成度 8.5% 总完成度 14.1%扮演完成度 突破10% 获得奖励 紫霄神雷法 然而就在他要开口之时 系统提升的声音 却响了起来 紫霄神雷法 这难道是雷祖天尊 曾使用过的法术吗 法术的名字 听起来的炫酷霸气 林南的心中 也是一阵澎湃 我现在的体内 还有些法力 不知道能不能使用这个法术 之前在操场上 施展九天缘灵奇雨阵的时候 他能感觉得到 体内的法力 在瞬间被阵法抽去了大半 也就是说 一甲子法力 只能够施展一次 九天缘灵奇雨阵 如果要用第二次 就要补充法力了 消耗量相当的恐怖 林南只能感叹 神明的能力果然厉害 一甲子法力 竟也只能用一次而已 不过 想想也是 神仙修行 以会员为时间单位计算 一甲子的时间 不过谈指一瞬罢了 而这次获得紫霄神雷法 又不知能够消耗多少法力 林南也不敢轻易地尝试 只得将心中的好奇压了下来 这才连忙开口劝说道 大家可别再继续拜我了 我就是个角色扮演区的小小主播 经不起大家这一拜 大家如果真的想要求雷祖天尊 可以直接去到冠里 拜真神的神像啊 有了林南的一再劝说 评论区的拜神热潮 这才算是告了一个段落 另一边 操场上 方才的天际 宛若白昼一般 紧接着又爆发出了一声巨响 突如其来的异撞 让整个操场上 正在欢乐地举行着新生活动的大义新生们 梦了 不是 这是什么情况啊 刚刚那声巨响 难道是打雷 可是刚刚还有火烧云来着啊 没道理会突然下雨啊 如此情况 让大家下意识地看向了天空 原本呈红色云彩漫天的景象 已经被一片漆黑的夜空代替 就在大家抬头注视着天空 不敢置信地看着这突如其来的转变之时 又是一阵紫白色的电光 布满了整片天空 紧接着 便又是一声轰隆隆的巨响 哒哒哒 在大家惊诧的目光下 一滴一滴的雨水 从那漆黑的天幕中接连落下 学生们下意识地抹了一把脸上落下来的雨水 我去 既然真的下雨了 怎么会下雨呢 不会是陵南求雨的阵法 有效果了吧 说啥呢 他自己都说了 让我们相信科学 但是 这会不会有些太巧了呀 大家下意识地 朝着刚刚陵南用朱砂化的阵法看去 那个传说中的九天园林奇雨阵 还静静地躺在地面上 正在被接连滴下来的雨水 冲刷着 很快便不见本来精妙的样子 虽说灵南自己都说了 他就是扮演雷祖这个角色 并主动说 让他们要相信科学 但是 在他画完奇雨阵之后 不过才十几分钟的时间过去 天空中却真的开始飘起了雨 这是不是也太巧合了些 但是此时的雨水仍在下 虽说下得不大 但是一直在这里淋雨 肯定是不行的 张勇与负责其他班级的教官 互相对视了一眼 默契地一同说道 原地解散 所有人回宿舍躲雨 是 有了教官的命令 这帮新生们跑得比兔子还快 有外套的人 用外套套在头上遮雨 没有外套的 直接在雨水的洗礼下 朝着宿舍的方向狂奔 而教官却没有第一时间离开 反而站在原地 看着灵南化的阵法愣神 灵南十几分钟前 请驾回宿舍 说是为了直播光线 但现在却下起了雨 老张 看啥呢 快走啊 来了 听到战友的呼唤 张勇这才迈步离开了操场 王承宇和江涛到了宿舍的时候 已经被淋的全身都湿透了 头发都还在往下滴着水 咔哒 王承宇喘着粗气 将宿舍门给带上了 绝了南哥 你这雨球的也太是时候了 是啊 老林 你是怎么知道今晚会突然下雨的 两人自然不会真的相信 这场雨是灵南球来的 他们只认为 可能是灵南通过某种手段 得知了下雨的消息罢了 然而 灵南却装作一副不懂的样子 我不知道要下雨啊 两人一愣 王承宇边用毛巾擦着头发 一边不敢置信地说道 不可能啊 那你咋提前回来了呢 灵南指了指面前 仍在直播的手机 不是说了吗 回来直播的呀 两人一阵无语 难道真的是巧合吗 灵南的直播仍在继续 王承宇 江涛二人 先去卫生间 简单冲了一下凉 然后吉恩继续帮灵南 做起了为气魔麒麟上色的工作 关于系统收入的 九天英元雷声普化天尊 收服做起墨麒麟的这条建议 从字面意思上看 好像应该是收服正经的麒麟 才能做数 但是现如今 哪里还有麒麟的存在啊 也不知道 系统对于现在世界的了解如何 他知道 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生物了吗 实在无法 灵南只能用这种防止替代片 试图蒙混过关 但是他不能确定 用气魔麒麟 是否能够百分百完成这条建议 不过好在 网友们对于他的做法 还算是比较支持 这才让他有了动力 继续做下去 胖子 接下来是麒麟的双眼 你看看这张图片 王承宇看了看图片后 点头表示明白 黑白分明的眼睛 在整体的涂色上 算是最简单的部分 当两人涂完两只眼睛的时候 又到了与网友们说再见的时间了 灵南这才卸下了 伴坐雷祖时 那副庄重威严的样子 笑着对镜头摆了摆手 说道 各位仙人们 主播要下播了 咱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随后便关闭了直播间 平日里注意形象的灵南 此时也一屁股坐在了身后的椅子上 坐着葛幽滩的姿势 喃喃道 好累啊 军训过后的直播 真是要老命了 王承宇与江涛二人 也一概先前认真的样子 就这样 一屁股坐在了宿舍的地面上 谁说不是呢 这半天蹲得我脚都骂了 军训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江涛看了看窗外 有些担忧地说道 你们看外面的雨 还是没停 现在都十一点半了 不会明天 也要一直下吧 我有点担心 要是因为下雨 咱们明天没有进行军训的话 军训会不会有可能晚一天才结束啊 江涛的话一戳 直接给王承宇的脸色 都给下白了 那可不行 再多一天我都要死 其实也不用亏啊 明天能休息了 听着两人的对话 林南有些心虚地转向了窗户 没有接话 不过窗外的小雨 却是一直熙熙丽丽地飘着 一点也不见要停的样子 还好雨下得不大 就算持续一晚 也不会造成什么状况 林南也没有多想 聊了会天 三人便洗漱休息了 叮铃铃 啪 林南抬手将闹钟关闭 这才揉了揉双眼 盯着天花板出神 然而 他没有给自己过多放空的时间 不抓紧时间洗漱吃早饭的话 一上午的军训 都要饿肚子了 林南坐起来穿衣服 顺便看了看窗外的情况 还下呀 如此清醒 让他也有些泛起了嘀咕 昨晚话的 明明是持续一段时间的小雨 然后便会停雨的阵 可是怎么现在还没停呢 难得我理解的一段时间 与介绍中说明的一段时间 其实不太一样 不过看着雨水比昨晚小了不少 林南倒是也没将此事放在心上 此时 王承宇也睁开了双眼 他刚刚起床 就跟林南做了一样的动作 睁开眼看向了窗外 南哥 还下 今天是不是不用去了 姜涛的声音 从卫生间门口传来 想啥呢你 群里说正常军训 而且 今早有校长讲话 没有大事 谁都不能请假 啊 王承宇的表情 痛苦的 就像是被石头砸到了脚 眼睛 鼻子 嘴 全都不在原来的方位上 又要淋雨了 快速地洗漱完毕 去吃了个早饭 三人便来到了操场 此时的操场上 已经站着一列列整齐的方阵了 林南等人快速地来到了三班的队列 站好之后 不过几分钟的时间 操场上方的主席台 便走来了一对学校的领导们 领导们穿的西装革履 打着黑色的伞 走在稀稀利利的小雨下 为首的 是燕海大学的校长 郑志安 他身后跟着的 则是各系的系主任们 而负责主持这场早会的 正是工商管理系的系主任 王明祥 集合的时间七点整一道 王明祥便站在了立脉前 严肃地看了看现场的所有大一新生们 然后才开口说道 各位大一的同学们 早上好 我是工商管理系的系主任王明祥 今天的早会 由我来为大家主持 相信你们 都对大学生活 满怀着憧憬 而军训 正是大学生活的开始 各位同学 已经经历了一周的军训时间 在锻炼了自身体魄的同时 也锻炼了大家的心性 让每个班级 都更加具有了班级荣誉感 下面 有请郑志安校长 给大家做今日会议的主要内容介绍 大家掌声欢迎 啪啪啪 新生们很给面子的 给予了热烈的掌声 郑志安欣慰地看着操场上 一张张新鲜的面孔 各位同学们早上好 为了不耽误大家的军训时间 下面我就长话短说了 今天这个早会 除了动员大家的军训积极性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要告诉大家 在一周之后 我们的军训就会结束 而在军训结束前 将会有一场军训会演 需要大家做好准备 会演将以各班级为单位 评比出班级与系排名 班级的冠亚继军将会有特别的奖励 还请大家在军训期间积极训练 争取在最后的军训会演中 做出自己最好的表现 此时 所有人的注意力 几乎都在台上的校长身上 并没有人发现 林南正在翘无声息地 频频朝着天空中看去 原因无他 只因为他突然察觉到 空气中的温度 好像正在一点一点地降低 虽说降雨之后 温度确实会下降 但是不会是这种持续性的下降 就在他抬头查看天空情况的时候 却意外地发现了 天空中竟然存在着异象 怎么会这样 远端的天空云层分离 但是却比正在落雨的云层更加地厚重 这分明就是大雨即将来临的征兆 不过下大雨也不算什么大事 林南奇怪点并不在这 按理说 下大雨前空气会比较闷热 而现在的空气温度 却在持续地下降中 刚刚到操场的时候 还觉得体感温度十分舒适 现在穿着同样的衣服 却觉得有些冷了 这样奇怪的情况 林南根据求雨阵法的演算 最后只能想出一种解释的理由 雨落成冰 雨水化冰 这就是冰雹 但这不应该啊 昨天化的 明明就是旗雨战 怎么可能会出现 这样极端的冰雹天气呢 林南立刻回想起了 昨天化阵时的全过程 先是核心的八卦 阵图中的一笔一画 与脑海中的一模一样 不可能出现错误 而后便是每一卦外附上的 那些命令的绘制 先是前卦 三长 没错 再是砍卦 更卦 都没错啊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皱眉紧张的思索之际 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前几日的日头很毒 而且一直没有雨水落下 空气又干燥又热 烤得大家十分不舒服 还有几名同学 在军训时中暑晕倒 于是 他便想 趁着这次完成 旗雨建议的时候 让雨水多多滋润一下 炎热的空气 让大家军训时能舒服一些 所以在化这个 九天园林旗雨阵的时候 他意图 将驯挂多出一笔 想让雨水下得稍微大一些 但是却没有将对应水的砍卦 多加一笔 反而将这一笔 添在了昆卦之上 也因此 本来他只想将降雨量增大 却意外地变成了 雨水即将停止之时 云层的水滴会瞬间凝固 进而形成冰雹的情况 旗雨阵还得练啊 一笔错 便有万千变化 林而且根据云层厚度的情况来看 这场冰雹 还得持续一段时间 暂时不知道冰雹的大小 如果这冰雹不小的话 那么 他们这些站在操场上的人 不都得被这冰雹蛋子 给砸开瓢了 意识到了情况的严峻 林南的表情 愈发地严肃起来 不行 得找个办法 让现场的人先撤退才行 他可不想因为自己的失误 造成任何人的受伤 不然这因果 自己可背不起 可 我说的话 会有人信吗 林南有了一丝犹豫 但是转念一想 管他呢 如果不说 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自从半神之后 林南愈加信奉这些古老信仰 甚至因果报应的严重 于是林南回过神来 见校长正好停顿下来 立刻将手高高地举起 并且攒足了劲儿 气沉丹田地喊道 报告 林南生怕校长看不见他 所以 这一声喊得格外卖力 导致了整个操场 都回响着这声报告的回音 正站在话筒前的郑志安 也被突如其来的大喊声 给惊着了 这批新生里 竟然有如此积极的人吗 林南不知道的是 在他喊这声报告之前 郑志安的讲话 正巧结束了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让大家踊跃发言 将军训中的心得体会 分享给其他的同学们的环节 郑志安介绍完完之后 便在等待着学生们的自荐呢 没想到 还真的有人如此积极 喊声这么大 而与林南站在一起的 三班的同学们也梦了 在他们的印象里 林南不是个爱出风头的人啊 怎么会这么积极地要求 要上台演讲呢 王成宇更是目瞪口呆 他僵硬地转过头去 看着积极举手的林南 冒着被教官发现的风险 小声地问道 南哥 你知道 你自己在干什么吗 然而心中急切的林南 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 他只是盯着台上的校长 希望校长能注意到自己 点名让自己上去说话 郑志安十分欣慰地看着林南 开口说道 工商管理系的这位同学很好 不论是上课还是演讲 大家都该像他一样 勇于表现自己 这位同学 你上来吧 接下来的时间是你的了 林南一愣 勇于表现自己 是啥意思 我不是打断了校长的发言吗 怎么校长不仅不生气 还一脸欣慰地看着我呢 然而心中的迫切 让他没有细想这些事 林南连忙三步并做两步 一路小跑地上了主席台 郑志安微笑着将话筒递给了林南 并拍了拍他的肩膀 鼓励地说道 孩子 加油 我看好你 听着郑志安的话 林南更猛了 此时的他 已经意识到了 事情的发展 好像有些不太对头 不过他看着手里的话筒 突然眼前一亮 有了话筒 不就能直接提醒大家 赶紧躲避了吗 于是林南深呼吸了一口气 双手握着话筒 一脸认真严肃地说道 老师们同学们 我接下来要说的事情很重要 还请大家仔细听 再过不久 即将会有冰雹落下 咱们现在所处的操场 没有任何的遮蔽物 一旦冰雹落下 大家都有可能会受伤 我的话并不是玩笑 大家请立刻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去 躲避即将到来的冰雹天气 避免伤亡情况的发生 林南的这张 脸极具迷惑性 听了他的发言 大家竟然下意识地朝着天空看去 要不是的他 说出的话太过于离谱 大家就要马上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躲避险情去了 面对这里离谱的情况 学生们窃窃私语起来 我去这哥们这要牛的吗 借着要演讲的由头出风头 林南是怎么回事啊 他怎么在这么重要的场合 说这样的事情呢 是啊 再说雨都要停了 又怎么可能会下冰雹呢 站在林南身后的校长郑志安 欣慰的表情 更是急速转变为惊恶 转而又变换 成了不解和荒诞 三班的导师罗老师 看着校长不悦的表情 心中不由的一阵的忐忑 他有些后悔 刚刚怎么没有阻拦林南呢 平日里这孩子也不爱出风头啊 今天这是怎么了 看着林南义正词严的样子 系主任王明祥 连忙将话筒拿了过来 重新递给了郑志安 并且小声地对林南说道 你不是要演讲 是要说些子虚乌有的事情 为什么不与老师们提前商量呢 而且 这雨都已经变成毛毛雨了 一会雨都要停了 怎么可能下冰雹 三班的林南是吧 我知道 你平日里直播扮演神仙 这是勤工俭学的好事 学校不会管 也不想管 但是 你刚才当众宣扬险情 人这么多的情况下 非常容易造成恐慌 这件事情 老师不可能不管 随后王明祥看向了身后的郑志安 校长 您看 郑志安没想到 他叫上来的第一个学生 竟然就搞出了这么个乌龙事件来 这学生说 一会儿会下冰雹 雨都已经要停了 哪里有冰雹可下 再说了 天气预报部门 根本没有冰雹预警发出 他一个工商管理系的学生 难道还能比气象局还厉害 真是荒谬 但是郑志安又想到 他除了说了些荒谬的话之外 也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于是 秉持着早些开完会 好让学生们早些开始军训的原则 郑志安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地说道 给个警告 让他回去吧 以后别再出这样的洋相了 两人的小声交流 其实 林南都能听见 果然 这群领导根本不相信他说的话 这该如何是好 就在林南要想其他办法的时候 系主任王明祥 严肃地对他说道 校长念及 你没有做出什么离谱的事情来 不准备追究你的责任 但是 你可千万别再做出这样的事情了 林南自知拿不出证据 根本劝说不动各位校领导们 但是台上的校领导们 好歹有个散罩着 底下操场上的学生和老师们 可是没有一样东西能够遮挡的 冰雹一来 必然有人会受伤 那就得自己背因果 于是林南再次跟王明祥 以及郑志安郑重地说道 老师 不是我出洋相 而是的确有风险 冰雹真的下下来的话 操场上的老师同学们 都很有可能会受伤 校长郑志安 见他焦急的神态 同学你看天空中的雨水正在变小 明明就是即将停雨的趋势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地说会下冰雹呢 见校长终于听进去了 他说的话 林南意味深长地隐晦说道 因为我会夜观天象 夜观天象 听到了这个词的校领导们都愣了 同时有校领导似乎想起了什么 低声在几人耳边说了几句 却是在告知几人 昨天在新生里流传的一则 画阵图求雨的传闻 似乎就是这个林南 但对此 几个校领导都是微微摇头 显然是不幸的 王明详下意识地反驳道 林南 听说 你昨天表演求雨来着是吧 是因为这个缘故 才在这里胡闹的吗 林南自然不会承认 自己会求雨 只是淡定道 求雨这个不重要 但是 在刚刚集合的时候 室外温度明显还是舒适的 但是现在的温度 却让大家直打寒战 并且视线所及的范围内 云层也仍旧厚重 雨水积蓄空气骤然变冷 就会引发冰雹 现在的温度降低 就是冰雹即将到来的前兆 听到林南自己说出求雨这件事 并且还足以天气情况作为证明 下方列队的新生们纷纷沸腾起来 夜观天象 林南这是在承认 昨天的雨是他求的吗 这哥们儿 不是让咱相信科学吗 昨晚那真话的 确实很精妙 只是求雨导致冰雹 这确实有些太玄乎了 咱们就是个普通人 还能整得了这 他也没必要冒着被扣分 处分的风险 在校领导 都在他早会上 整这一处吧 昨晚的雨 就是个巧合罢了 只要懂一些气象上的东西 就可以根据天气情况 预测将来的一段时间 是否会下雨 是啊 咱们都是普通人 又不是神仙 怎么可能求雨得雨呢 这不重要啊 以防万一嘛 我觉得林南说的有道理 而且人家都说了 是夜观天象的原因 也没说是自己求雨的缘故 虽说同学们对林南说的情况 有些怀疑 觉得这就是个巧合 但是 他们又不敢赌 万一真的让林南又猜中了呢 搞不好这是个雨神 如果冰雹真的下下来了 他们也没个东西 挡着的 岂不是让冰雹蛋子 正中红星了 于是 学生们纷纷喊道 解散吧 逃命了 万一真下冰雹 大家都要被开调了 老师 快解散吧 你们不走 我们可走了 被林南这样磨棱两可的一下火 学生们纷纷吆喝着要解散 他们人多势众 可不惯着领导毛病 真走了 领导也没辙 一时间 主席台上的校领导们 一阵冒火 这些新生 就是想尽各种办法 逃避军训 这都快停雨了 怎么可能下冰雹啊 这林南同学 怎么平白无辜的造谣 然而校长郑志安 却很稳重 并不像其他领导一样 一味的 只知道质疑 他听进了林南的话 正在抬头 看着天空中的云层 好像确实挺厚的 并且冷空气 蔓延在他的身边 让他也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郑志安是不敢赌的 他是燕海大学的校长 这所学校的直接负责人 如果学生们出了什么意外 他也难辞其咎 更何况 这场早会 相较于学生们的安全来说 一点都不重要 他也没必要赌 于是郑志安抬手 制止了学生们的呼喊 对着话筒说道 今天的早会就到这里 各班级有序撤离 听了校长的话 学生人群中 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欢呼 顿时坐鸟兽散去 各跑各的 毫不逗留 校长万岁 看看 这就是校长的气度 只是先前还在质疑 林南的校领导们 脸色明显不太好看 校长 您怎么信了这孩子的话呀 就是说啊 他怎么可能 真的会画阵求雨 况且 冰雹这样的恶劣天气 都是有气象局预警的 气象局都没说话呢 他竟然在这大放厥词 校长 学生们就是想逃避军训 咱们这样做 不是正中了他们的下怀了吗 是啊 这些 啪 啪啪啪 然而 还不等这些校领导的话说完 硬物落地的声音 接连出现在了大家的耳朵里 并且还伴随着 许多人的痛呼声 哎呦 我草 什么东西啊 谁倒头啊 然而 当大家疑惑地 看向地面的时候 却看到了地面上已经躺了好几个 透明的圆形的物体 这个物体 就像是一个个刚从冰箱里 拿出来的大冰块一样 冰块要比鞍唇蛋大上不少 都快有一个小鸡蛋那么大了 随着天空中 一颗一颗的冰块 接连落下 大家已经明白了现在的情况 既然真的下冰雹了 林南说的 竟然应验了 张勇等教官们 第一个反应过来 在操场上大喊着 所有人解散 快找地方躲冰雹 听到教官们雄厚的喊声 主席台上的校领导们 也终于从震惊当中 回过来神来 王明祥一把拿过了 李婷婷手里的话筒 让他赶紧躲避 并对着话筒高声说道 解散 躲冰雹 注意自己的安全 拿衣服 或者其他东西护住头 整个操场之上 全都是学生老师们 惊诧的声音 混乱的人群在四处跑着 寻找着安全的地方 想要躲避突如其来的冰雹 我去 疼死了 快跑啊 朝着旁边的楼里跑 树下不安全 天哪 张明 你的投出血了 快去义务室 他骂的 我就说 该听林南的 这群狗领导 我要向教育局举报 四散的人群 由于冰雹的到来 显得像无头苍蝇似的乱窜 更有一些反应慢的人 已经被冰雹砸到 并且受了伤 正在躲避的校领导们的脸上 已经不见先前的不悦 充满着惊疑不定 竟然真的让他说中了 明明天气预报上显示 这一整个周 几乎都是晴天 他怎么可能比天气预报侧的还准 能预知冰雹的到来 不会真的是画阵球来的吧 开什么玩笑 还是说他有什么观天象之类的本事 混乱之中 大家都跑向了不同的地方 不过还好除了几名外伤的人之外 并没有人受重伤 因为在此之前 同学们已经跑了很多 这场冰雹持续的时间并不久 也就不到几分钟的时间 便又变成了雨水 室外的停车场里 老师们停着的私家车 也有不少没有逃得了冰雹的毒手的 校领导们一脸狼狈地坐在会议室中 看着主位上坐着的沉着脸 一言不发的校长 等待着校长开口发言 校长先是喝了一口面前杯子里的热水 这才觉得 被寒风吹得难受的身子 稍微暖和了些 而后郑志安皱着眉头 对在场的人说道 这场突如其来的天气情况 对咱们烟海市来说 也是近几年都罕见的一次极端天气了 好在时间短 造不成危害 先让个校区的人 把学生受伤的情况统计上来 并且一定要安排好受伤学生的治疗 关于损毁的东西 记录完全之后 也及时汇报 需要换新的 及时换新 维修的及时维修 郑志安作为一校之主 首先便将应对工作先安排好 而后才看了一圈校领导们 开口问道 现在知道沉默是惊了 要是早早地听了林南同学的话 现在也不会有人云伤亡的事情出现 当老师的 不能觉得自己所有的想法都是对的 学生的意见 有时候也是很重要的 在座的校领导们 都低头听着校长的批评 没有一个人敢反驳校长的话的 见状 校长才继续说道 好了 现在都说说 对于这场冰雹 你们有什么看法 文言 学校的各位领导们 也都回想起了 刚刚在操场上发生的事情 他们互相看了看 然后才开口说道 这次的冰雹下的 确实太突然了 在定下了这次早会的时候 我们就提前好几天 关注天气预报 但是一直都显示 今天是晴天 别说是冰雹了 连雨水都没有预报到 是啊 咱们学校的活动 一向都会提前做冲突的准备 以防意外发生 却没想到 这次竟然在做足了准备的情况下 还能发生今天这样的意外情况 校领导们都在说着这场意外 却没有人认为 这一切的发生 真的与林南有关 要说画阵求语什么的 他们肯定是不相信的 不过这个学生 应该确实有些本事在身上 确实多亏了他 要不是他的提醒 不可能将受伤情况 控制在各位数 这名学生 虽然扰乱了早会的进行 但倒真是办了件好事 在回来的路上 我听到有学生提起 他在网上直播扮演神仙 而且扮演的那位神仙 好像就是 掌管云与雷电之类 自然气象的雷祖天尊 老柳 你不会是想说 他也有那天尊的能力吧 柳主任摇了摇头道 我不是想说这个 只是想起了 我以前听说过的一句话 有些道长可以通过观天象 看出天气的状况 这位学生 是不是也可能 有这样的能力呢 画阵求语之后下雨了 今早又让他说中了下冰雹 你们说 难道这两次都只是巧合吗 这话让现场变得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在思索着 这两次的巧合 究竟是真的巧合 还是林南在察觉之后的故意为之 难道真跟老柳说的那样 这名学生会观天象 听了大家的话 郑志安将视线转向了王明祥 王主任 林南是你的学生 这个学生的情况 你了解吗 王明祥摇了摇头道 这一批新生刚到 我也没来及仔细观察 只知道他平日里都会开直播 是个小有名气的网红而已 不过现在冰雹停了 要不要把三班的导师罗老师叫过来 他应该比较了解 这个学生的情况 郑志安考虑了一会 点了点头 同意了王明祥的提议 行 林南这个学生 给我的感觉确实不一般 就将罗老师叫过来吧 随后 王明祥便一个电话 叫来了三班的导师罗老师 罗老师还是第一次参加 学校领导们全体出席的会议 并且 他还是在刚刚那场意外情况发生之后 被主任叫到了这里 所以 他显得有些紧张和拘谨 不过他也能够猜到 校长叫他来 应该就是为了林南的事情 郑志安折指末尾的座位说道 罗老师 坐吧 我想问你点事情 罗老师坐好 点头说道 校长您问吧 郑志安直接开口道 你对林南这个学生 关注得多吗 说说他平常的情况吧 果然 校长一开口 便是询问林南的情况 对此 罗老师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回忆着报道以来的点点滴滴 开口说道 林南不是个爱出风头的学生 并且 人也挺谦虚的 我一直对他印象不错 他平日里不经常外出 集体的活动 参加的也比较积极 除了天天直播 扮演神仙之外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罗老师说的这些 明显不是郑志安等人好奇的 所以 他继续问道 他报道后的日子里 就没有表现出来 什么异常的情况吗 比如说 经常会说一些玄乎的东西 或者预言天气之类的 仔细地回想了一番之后 罗老师摇了摇头 肯定地说道 没有 从没听他说过 倒是在昨晚的新生活动中 他话阵求雨后 还对同学们说 咱们大学生 应该相信科学 我看过他的直播 直播间里 有一些拜他的网友 都会被劝说去拜道观的神像 一些在直播间里求雨的人 林南也会推荐 让他找气象局 从没说过 自己有什么预测天气的能力 这孩子 虽然一直直播赚钱 但是却脚踏实地的 并不以此 搞些迷信玄学之说 实在是很不错 所以 我也没有想到 今天的早会上 他竟然会预测下冰雹 郑志安等校领导们 点了点头 这些品质 确实让他们也觉得 这个孩子不错 再加上冰雹前 冒着被老实训结果 也要将危险情况提醒到 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 只是华阵求雨这事 就连听了林南建议的郑志安也不信 而且 人家林南自己也说了 要相信科学 那可能林南真的会看天象 于是郑志安开口道 罗老师 你把林南叫过来吧 我有些事情 想亲自问问他 行 我这就让他过来 罗老师一个电话 打给了林南 让他直接到办公楼的大会议室来 注意安全 快点过来 好的老师 东东东进 林南推开了大会议室 却没想到 包括校长 系主任在内的所有校领导们 竟然都在会议室里等着自己呢 林南早在决定上台说出情况的时候 就已经做好了 会被老师找的准备 但是 他没想到 找他的并不是罗老师 也不是系主任王明祥 而是校长郑志安 看着一众校领导们 认真地打量着自己的样子 林南忍不住在心里泛起了嘀咕 难道校领导们真的相信 他说的会话证求雨了 那可不太妙啊 想不明白校长的用意 林南便先开口问好 老师们好 见林南一副有礼貌好学生的样子 再回想起罗老师的介绍 以及早会时 林南冒着被处罚的风险 提醒冰雹的事情 校长对他的印象相当不错 温和的点头说道 不要紧张 老师就是想问你几个问题 来这里坐吧 看林南坐下之后 郑志安便开口问道 林南同学 早会的时候 你为什么知道要下冰雹的呢 果然 是问他这件事的 不过林南当然不会将系统的事情说出来 如果曝光了他的能力 说不定还会被国家机关带去问话 以后的日子 必然不会平静 对于这个问题 林南也早就想好了的对策 老师 早晨我是因为 着急才那样说的 其实之所以会发现 即将要下冰雹 也只是一个意外 早晨刚到操场的时候 我觉得温度挺舒适的 但是随着会议 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 室外的温度 却变得越来越冷 而雨后出现这样的情况 本来就是不正常的 所以我才开始注意起来 天空中的情况 我发现远处天空的云层很厚 不像是要停雨的样子 而激云的云层 与冷空气碰撞 急速上洞 就会形成冰雹 当时的天气 就是冰雹来前的预兆 林南的话说得有理有据 让现场的校领导们 挑不出任何毛病来 这让先前觉得 林南有些信口开河的校领导们 也放下了对他的意见 看来这个学生 会说出那样离谱的话 只是因为情况紧急 口不择言了 只不过一个刚上大一的新生 而且又不是气象专业的 怎么会懂这些呢 于是 先前猜测过林南情况的刘主任 忍不住开口问道 林南 你说的确实合理 但是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知识的呢 林南沉着回答道 我之前看过气象类的科普 就是从科普中 记住了这方面的知识的 今天也是因为 气温持续下降 让我突然想起了这件事 这才发现了天空中的异象 从而猜测到了冰雹来袭的 如此一来 所有事情 就都有了合理的解释了 而林南的答案 也让郑志安了解到了 这名学生 不仅观察力强 学习能力也很强 并且 能将不同专业的知识 清晰缔集在脑子里 是个好学的好学生 于是郑志安欣慰地说道 学习到的内容 能够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这是最难的一点 你的学习能力 和运用能力都不错 你说的情况 我们也大概了解了 这次能够将人员受伤的情况 减小到最低 都是因为你的勇敢提议 我代替所有的大义新生们 向你表示感谢 随后郑志安站起身来 对着林南鞠了一躬 林南起身 校长 我这就是举手之劳 不必这样 郑志安笑道 你值得这声感谢 好了孩子 回去吧 好的 随后林南便与罗老师 一起走出了会议室 再回宿舍的路上 罗老师一直笑着看着林南 她的眼神里 也都是对于林南的欣赏 老师还不知道 你对气象也有些研究 林南尴尬地笑了笑 她对气象是很有研究 而且 是可以操纵气象的那种研究 呵呵 就是闲的时候乱看的 这次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 不用妄自菲薄 能用得上的东西 就不算是乱看的 经由此事 罗老师也记住了 班上这个不爱出风头 长得又十分有特点的同学 并且 她对于林南的印象非常好 林南可是在刚开学的时候 就给她这个导师长脸了 于是罗老师继续道 你这次的勇敢发言 没准还能得到校方的奖励呢 不过 现在校长他们 忙着善后的事情 奖励应该会后面再发放 这倒是让林南有些意外了 没想到举手之劳的事情 还能捞着奖励 两人聊了一阵后 林南便与罗老师分开 回到了男生宿舍 与此同时 烟海市气象局 突如其来的范围性冰雹 也让气象局的办公室 乱成了一团 这场降雨倒还好说 如今季节 的确会有突发性降雨 事后雷达也的确检查到了 但这冰雹 就有点无法理解了 并且气象雷达 还一直没有检测到 这让气象局头疼 因为 来自于市领导的电话 打个不停 不用接都指导 是来指责批评的 喂 领导 真不怪我们 我怀疑 我怀疑是老美 对我们使用气象武器了 烟海市气象局 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冰雹 办公室的电话 已经被打爆 毫无疑问 正是诸多市民的举报电话 以及上级部门的严厉批评 而气象局的负责人 对这场毫无征兆的冰雹 也是满脑子的问号 接着 就听电话那头 传来是领导的斥责声 这次冰雹天气 你们这么大的气象局 竟然没有发布任何预警 我不管是因为什么 今后要是再发生这样的事 你们知道后果 是是 气象局的负责人 擦着鹅脚的汗 连声答应道 领导 我们保证没有下次了 喂 领导 听着电话 那头传来的盲音 气象局的负责人 长吐了一口气 真是奇了怪了 怎么就会突然下起冰雹来呢 负责人仍是疑惑地念叨着 旋即 负责人在一片忙碌的办公室里 朝下属们开口道 赶紧地 把烟海市的气象专家请过来 召开一个座谈会 把情况调查清楚 今后像这种情况 绝不允许再发生 烟海市的这场冰雹来得快 去得也快 在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凉爽后 天气又再度炎热起来 烟海大学的军训 仍在正常进行着 也好在快要接近尾声 在准备迎接新生军训会演的前夕 新生们难得地享受着两天假期 新生速射练 林南三人刚刚结束一天的军训 呼 总算是能喘口气了 江涛坐在椅子上 翻看着手机道 搁几个 趁着这两天休息 打算去哪放松一下 打住 哪儿我都不去 王承宇已然像死猪一般 泪趴在了床上 听到江涛的声音 连头也舍不得抬一下 嘴里们嘟囔道 这连着军训快两周 我累得都快受脱象了 好不容易能休息两天 只想待在宿舍里躺诗 嗨 至于骂胖子 江涛划着手机 朝王承宇窜多道 我看咱们班群里 有好多女生说要熟悉环境的 都想去学校周围转悠转影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不打算趁机接触一下 王承宇文言 头只是稍微抬了一下 接着又趴在枕头上道 算了算了 还是宿舍的床舒服 老林呢 什么安排 见胖子实在窜多不动 江涛转头问向林南 而此时 林南自是思量着墨契林的事情 还想着 该如何磨庞 才能达成这一条件 在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 林南正在浏览着墨契林的画像 看得正入神 没注意到江涛凑了过来 还琢磨契林呢 还得是老林有正事啊 接着 就听江涛继续开口道 对了 老林 我之前去问了一下度娘 说是这墨契林的造型 跟凋零河路 好像差不多 正好咱们烟海市动物园 刚开设了新园区 这周末还有活动 咱要不趁着休息去看看 激发一下灵感 顺便休闲一下 听到江涛的提议 林南不经眼前一亮 他的建议不无道理 能在网络上找到的墨契林图片 都是存在于神话中 被后人臆想出来的形象 若想模仿 自然要从现实的角度出发 并且 往往这些存在于神话中的神兽 都能够在现实中找到原形 好比千古奇书《山海经》 书中描述的诸多奇珍异兽 就有许多在现代 可循的生物 如山海经中的野豚当康 与非洲大陆上存在的游猪 极其相似 而既载为露鼠的动物 又与霍家批相似 就连文窑这种长有翅膀的飞鱼 在现实中也存在 南海居民普遍称其为叶儿鱼 甚至还会将其当作钓鱼的饵料 故此有传闻说 《山海经》中所载的奇异生物 皆分布在世界各个大洲 只不过是被古人 以一种思路清奇的比喻方式 给拟人化地描述了出来 好比现在极其普遍的宠物鹦鹉 以《山海经》的描述方式便是 有鸟烟 奇壮如霄 与奇才能吐人言 由此看来 这动物园还真值得一去 到时候顺便再开个户外直播 要是能成功获取扮演职最好 哪怕不成 多半也能有所收获 想到这里 林南不禁点了点头 开口道 可以 咱们明天就去看看 顺便开个户外直播 看看网友还有什么提议 随着林南的话音落下 江涛顿食活泛起来 一边浏览着动物园的门票 优惠活动 一边朝着王成宇开口道 胖子 老林都发话了 咱们可是一个team 你总不能割了我俩吧 唉 成吧成吧 王成宇趴在床上答应道 周末有双人优惠活动 只要情侣或者亲子一同游玩 第二张票半价 胖子 你要不牺牲一下 明天来个女装 江涛使坏道 滚啊 谁跟你情侣 好好好 那咱就亲子票 好大 王成宇一脸无语 也懒得挣扎 抬眼看向林南道 你给我买双人票 那老林咋办 江涛则是一条眉毛 眼中含笑道 你刚才没听老林说吗 明天打算开场户外直播 那咱们的化妆师 还弄不到场 随着两名损友的打趣 林南却并未搭理 只是在网上给兔子 捏发去消息 约了明天的事业 并且很快便得到了 对方的肯定答复 旋即 林南在自己的抖音账号上 发布了户外直播的预告 沿海市动物园 位于偏市郊的位置 南边不远 还挨着一处自然风景区 地理位置算是偏僻 不过环境也要比市区好上许多 待到林南三人 赶到动物园 却看到门口 站着个戴墨镜的牛仔短裙女生 浑身散发着青春活力 肩上跨着个宽大的包 看那鼓鼓的化妆包便知 是兔子面已经到了 到底是大二的学姐 还是职业妆娘 稍微一打半 可比上在军训期的大一女生们 要养眼得多 哟 学姐来得挺早啊 江涛上前打着招呼 似是听闻了什么内情 视线若有若无地撇着林南 见兮兮道 听说学姐为了我们 连社团里的活动都推了 那当然 兔子面服了服墨镜 言笑道 毕竟跟你们一块所带来的成就感 可比给Coser出装造高太多了 更何况 我给社团出活动 都是打白宫 跟着你们 还能回点血 何乐不为啊 另外 在外面就别叫学姐了 喊我叶琴就行 叶琴介绍了两句 接着潮林南等人问道 对了 你们怎么突然决定 要来动物园开户外直播了 哦 理由啊 简单 王承宇表情淡然 开口道 我们来动物园找齐琳 齐 琳 听闻此言 叶琴一脸愕然 在动物园里找齐琳 我说 你们没搞错吧 叶琴一脸诧异地 在后面嘟囔着 而林南三人 却已经朝着动物园的门口而去 见此惊醒 叶琴紧随其后 走在最前面的王承宇 跟江涛 却已经被拦住 接着就见售票口的大爷 盯着两人 一脸胡一道 所以 你的意思是 他是你儿子 是啊 江涛肯定地点头 目光坚定地 像是要加入组织 一把搂住了王承宇的肩膀 斩钉截铁道 包轻生的 我俩长这么像 看不出来吗 那售票大爷 看着窗口外的两幅面孔 一个浓眉大眼 一个痘痘眼 身材更是天差地别 更何况 这两个人一看就是同龄人 骗鬼呢 不过 这售票大爷 似乎早已经司空见惯 倒也没有太在意 只是扫了一眼 接着 便随手扯了两张门票 递给二人道 口中还喃喃道 哎 这年头 还真是什么神人 都有 为了省点门票钱 至于的吗 两张 就在这时 一道庞佛带有 魔力的雌性声音响起 大爷随意地抬眼 在看清窗口 来人的样貌打扮后 那双浑浊的眼睛 瞬间亮了 双眼都瞪得老大 一脸惊讶地盯着来人 此刻 站在售票窗口前的 正是林南 眼下 林南还只是穿着 雷祖天尊的法衣金甲 脸上并未上妆 可尽管如此 这一身半相变 已经能叫人惊为天人 那大爷似乎都忘记了 是怎么卖出的票 只是下意识重复着动作 大神 这边请 谢谢 林南拿到了门票 到了声谢 便带着叶勤进了动物园 而受票口的大爷 却还像是没缓过神来 揉了揉眼睛 口中喃喃自语道 我的老天爷啊 刚才是见到神仙了 与此同时 动物园一处僻静的角落 妈妈 孩童稚嫩地哭声 在这角落 若有肆无地传出 未等被远处的路人所察觉 一道压低了嗓音的男人声响起 小孩别怕 你只要吃完这颗糖 叔叔就带你去找妈妈 好不好 随着这男人的声音响起 就在一处 被竹林遮挡的僻静角落当中 一个穿着黑色老旧风衣的男子 正一脸假笑地 蹲在一个小正态面前 那小男孩看上去 也不过才四五岁左右 粉嫩的小圆脸上 挂着两串晶莹的泪珠 似乎很不相信面前的男人 眼神中透露着怯生生的惧怕 也不愿意吃男人递过来的棒棒糖 男人健壮 还想尝试着将糖递到其嘴边 就在这时 男人的蓝牙耳机中 陡然传出一道低吼声 丧彪 你他妈完事没 别墨迹了 我瞧见有人朝你那边去了 听到耳机里传来的声音 这外号丧彪的男子 咬了咬牙 原本装出来的和蔼 顷刻间烟消云散 竟然被满脸的争鸣 与凶神恶煞所取代 马德 哄半天不听 那只能来硬的了 这样的伎俩可调不准 别又特么砸手脸 说着 丧彪不管三七二十一 猛地大步上前 用粗壮的胳膊 死死钳住了小男孩 并从口袋里 掏出一块毛巾 捂在了小男孩的口鼻处 嗯嗯嗯 那小男孩恐惧地挣扎着 可是弱小的身躯 却哪里能反抗 这么个成年男子 就在此时 不远处 一阵脚步声临近 在即将来到这处角落时 小男孩却也刚好没了动静 嗓标健壮 则是从他那宽大的风衣里 直接扯下一块灰布 撑开来 竟像是一张 毫不起眼的灰色毯子 直接将那小男孩 给裹了个岩石 并将其抱在怀里 一下踏步而出 彭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与交谈着走过来的路人 擦身而过 迅速往动物园门口处跑去 只留下那路过的两人 心头一记 倒也没当回事 难难道 我去 这儿还有个人呢 就是啊 这大哥什么毛病 突然窜出来 吓我一跳 另一边 灵难一行人 在进入动物园后 先是找了个长椅休息 为了户外直播的效果 顺便让叶琴 给自己化上了妆 而借着这个功夫 王成宇也将他们的目的 讲述出来 在听完后 叶琴这才了然地点了点头 原来 是想找食物借鉴呀 早说啊 我还以为 你们在说什么暗语呢 几人插科打混的功夫 叶琴已然将妆容给化好 在化上妆后 那眉心的天眼 栩栩如生 整个人的气质又提升不少 这时 一个圆滚滚的脑袋凑过来 仔细打量道 涛啊 不是我眼花吧 我咋感觉 老林这扮相 越来越逼真了 一旁的江涛文言 也不由得咋舌道 你还别说 我也这么觉得 死 会不会这扮演神明的差事 真有什么说法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 琴难却没开口 只是使了个眼色 示意他们直播开始 那二人便不再聊闲篇 熟练地开始了话术 毕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直播 这两人已然是直播间嘴涕 而琴难因为扮相的缘故 不会在直播间里说很多话 更多的是不怒自危 在跟直播间的网友们 简单互动过后 一行人便准备往里走 可就在这时 突然一阵脚步声 快速逼近 踏踏踏 只见一男子正怀抱着什么东西 步履匆匆地往出口这边走 不时还回过头去 朝着身后看上一眼 就在这个空档 这男子已经来到了 琴难等人进前 或许是王成宇的 占地面积太大 这男子刚好不偏不倚地撞了上去 甚至还被肚子弹回去两步 没长眼 那男子似乎下意识地想抱粗口 结果一扭头 当他瞧见一道身影 瞬间瞪大了双眼 我操 有些惊骇的声音响起 这男子所见的正是灵难 只见那一袭法衣的扮相 眉间的天眼 彭佛能看穿一切 所谓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更何况出现在面前的 是一尊鲜微赫赫的雷祖天尊 仅仅是一眼 便吓得这男子险些手里一颤 还真把他给唬住了 以为是天神下凡 直到他拼命眨眼 确认眼前是活生生的人 这才骂骂咧咧地继续离去 就在这男子匆匆而走的功夫 灵难的眉头却是一皱 嗯 自己方才没有看错的话 这男子怀中遮掩抱着的 分明是个孩子 可如果是家长 带着孩子来动物园 为何如此急切 而且那孩子 还像是睡着了似的 更为奇怪的是 这大夏天的 孩子的身上 竟还如此严实地 裹着一层毯子 灵难驻足在原地 微皱着眉头 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只因刚才恍惚中的所见 让他越想越觉得纳闷 也不知是为什么 那男人分明用灰色毛毯 几乎将那怀中之物 给整个包袱住 可灵难却在某个瞬间 清清楚楚地看到 在毯子下面 掩着一张阴闷热 而战红的小脸 分明是个上 身穿着浅蓝短袖的小男孩 再联想到那男子的举动 以及其他种种反常行径 不对 对 灵难越想越不对劲 在口中嘟囔了一句 而随着他的举动 周围的几人 也自然觉察到异样 毕竟 灵难才是直播的主角 一旁的两名损友 即便轮流拿着手机 镜头也都要对准他 见灵难停下脚步 此刻拿着直播手机的王成宇 意识将镜头转到灵难身上 而就在直播画面 再度呈现之时 在场三人 以及直播间的观众们 皆是看到了这样一幕 眼前这位身披神甲的 雷祖天尊 此刻正不怒自危 眉头微微皱起 一念间便是生杀与夺 额间的天眼 庞佛能看破世间万物 正在朝着一个方向注视着 这般神态样貌 当真有雷祖天尊 即将降下如海神威的即视感 于是 这直播间的观众们纷纷道 我去 主播这扮相也太神了 像是马上就要降下天罚似的 就是啊 难怪天门神能避邪呢 这人见了都怕啊 我哪怕是隔着手机屏幕 都捏了一把汗 就刚才几秒钟时间 好像把我这辈子做的坏事 全想起来了 尽管直播间的观众们 刷着弹幕 可林南突然的举动 还是令身旁两名损友 有些不明所以 并非是几人提前商量过的情节 不过 当王成宇看到直播间的节奏 大多都是些赞扬之词 再一看 林南还没动静 以为是对方有意而为之 嘿嘿 不声不响地 跟哥们搞这套事吧 你还别说 这效果还真不错 王成宇笑呵呵地嘟囔着 悄悄给林南竖了的大拇指 然而 一旁的江涛却是眉头一皱 他仔细端向着林南的神态 给出判断道 胖子 不太对劲 老林他 好像是真的在想些什么 于是 在几人的疑惑之下 叶琴见他一时没了动作 率先按大不住 低声问道 林南 你怎么了 随着叶琴的询问 林南也回过神来 但是并未回头 仍旧朝着那男子离去的方向注视 并将自己心头的疑惑 跟众人讲述了出来 刚才那个男人 为什么要把孩子捂得那么严实 天气这么热 闷话了吗 然而 当听到林南的这番话 在场的其他人 却都愣住了 嗨 孩子 什么孩子 王成宇等人 一脸的疑惑 彼此间交换着眼神 再确定对方 也是满头雾水后 朝着林南那闷道 你是说 刚才跑过去那位 林南闻声 听出他们语气中的疑惑 于是转头看向几人 观察着他们的表情 确认道 是啊 你们都没看见 旋即就见他们茫然点头 叶琴一时露出疑惑的表情 没啊 嗨 别说是我们了 直播间的网友也没看见啊 这会儿 王成宇关注着直播间的动静 朝林南说道 正如他所言 就连直播间数千名的观众 也只是瞧见了一个 被灰色毯子完全包覆的物体 没有一人看出 那男子怀中抱着的具体是什么 这倒是奇怪了 林南不禁心中纳闷 难道真是自己眼花了 哎呀老林 我看你就是多心了 别瞎琢磨啊 这青天白日的 能出啥事 王成宇正一手举着手机 一手不停给自己扇着风 因为这天气着实炎热 加上他体型偏胖的缘故 早已经汗流加倍 再加上这日头正盛 太阳炙烤着地面 轰出层层热浪 如此朗朗乾坤 倒是真会叫人放松警惕心 就连林南也险些被说动 再加上那男人早已不见踪影 他便将视线收了回来 准备继续往前走 必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掌鸣声陡然响起 从园区内的喇叭中 响起一道男子的声音 各位游客请注意 现播报一则紧急寻人广播 一名四岁半的小男孩 在猴子园区内 与母亲走丢了 身高一米左右 身穿浅蓝色短袖 凡有看到 或能提供线索者 请速来广播室 重复 这园区内突然响起的寻人广播 令在场的众人微微一愣 王成宇还没当回事 咋了咋舌道 有孩子走丢了呀 这动物园这么大 丢了个四五岁的小孩 确实不好找 然而 当听到这广播之后 林南更是疑症 表面格外的清晰 想起男子怀里 那个像是睡着的小孩 其上身穿着的 正是一件浅蓝颜色的短袖 煞事间 林南庞佛一下子醒悟了什么 与此同时 江涛跟叶晴 以及直播间的观众们 意识反应过来 毕竟林南前脚 刚说不太对劲 结果后脚 真就听到园区广播说 有人丢了孩子 世上会有这妖巧的事 这会儿 众人在回想 林南方才所言 难免生出些不好的联想 而江涛更是一脸凝重 真看到了 那孩子穿着的 是不是浅蓝色短袖 伴随着江涛的询问 现场的气氛 也凝重了几分 王成宇见气氛变得古怪 这才正色起来 盯紧了林南的反应 是 林南回忆着所见 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 而眼见于此 众人顿时一惊 我抄 真的假的 连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你都瞧见了 王成宇见状 都感觉自己的眼睛算百长了 怎么自己就啥也没瞧见呢 更何况 刚才那男子 还是先撞在他的肚子上 可他愣是没看到对方怀里 抱着的 究竟是不是孩子 此时直播间的观众们 同样是一脸猛逼 我靠 难不成 真是遇上人贩子了 园区内的广播 仍在循环播放着 寻找走失孩童的启示 不过 众人还是有些咬不准 毕竟方才就只有林南一人 声称瞧见了 那男人 怀里抱的是个男孩 得去追 这时 林南的声音响起 宛如民众一般 在众人的心头敲响 对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江涛率先反应过来 斩钉截铁道 先别管老林是怎么看到的 那人要真是人贩子 没准就是一辈子的事 说吧 江涛就准备动身 朝林南问道 老林 看到那人 最后往那边去了吗 林南指了个方向 当即示意道 我跟你去 得得 老林就别去了 你穿着这身 在动物园里跑 算怎么回事啊 江涛 也是热血上头 大脑转得飞快安排道 这样 你们先去广播室 再查查监控 我负责拦人 程程 那个 小心点哈 王成宇提醒道 几人迅速安排好分工 只见江涛一个伏地 下一秒 便宛如离弦之见 整个人冲刺了出去 而看到江涛行动 林南也没耽搁 走 喊了一声 便带着王成宇跟叶晴 快步往监控室而去 此时在直播间的观众们 也是头一次见识这种场面 有生之年 竟然能看到 主播团队协力抓捕人贩子 虽然他们尚不确定那人的身份 可园区的广播 还在不停地重复着 不可能有假 再加上林南这边 已经展开行动 已然营造出了一种紧迫感 更何况 他们也无比痛恨人贩子 因为那代表着 无数个原本和美的家庭 要面临骨肉分离的痛苦 无论是在什么地方 于是直播间里的观众也越来越多 皆是在议论纷纷 靠 那人不会真是人贩子吧 不管怎么样 拐卖儿童的都该吃花生米 不知道为啥 隔着屏幕都要燃起来了 与此同时 在动物园的广播室内 接着着傲 这么大的孩子 怎么可能凭空消失 一道急切的男子声音响起 再朝着园区的安保说着 这中年男人有些秃顶 满脸愁容 正是动物园的赵园长 在其身旁 还传了一名妇女的啜气之声 显然 是那丢了孩子的母亲 赵园长听着这哭声 也是焦急地 在广播室里来回踱步 只因着孩子走失 本身也不算什么太稀奇的事 结果 找了半天 竟然都没有任何这孩子的消息 甚至连看到 或者听到孩子哭声的知情者 都不曾出现一个 这就相当反常了 赵园长也不禁生出不好的猜想 心中祈祷 老天保佑 可千万别是掉到哪个园区里头 要真是这样 事情可就麻烦了 咚咚咚 就在园长心中焦急之际 这广播室的门被扣响 也是自发出寻人广播以来 头一次听到了动静 顿时 赵园长跟那哭泣的妇女对视一眼 眼底闪过一抹西击 赵园长立马上前两步 拉开了广播室的门 然而 在门打开的一瞬间 赵园长却愣住了 他愣愣地看着 站在门外神态威严 宛若真神下凡事的灵难 微张着嘴巴 神 神仙 这一瞬间 赵园长甚至都以为 是他方才的祈祷应验 并没有持续多久 园长 蝶误会 当王成瑜喘着粗气 说明了来意 赵园长心里没来由 竟然空落落的 只觉得 这神仙扮演得 未免太像了 不管是气质也好 还是举止也罢 只一眼看去 当真以为是祈祷显灵了呢 这要真是神仙可就好了 啥事都解决了 心中默默地寻思了一句 赵园长便立马将三人 让进了广播室 这么说 你们是来提供线索的 赵园长看着三人 心中生起满满的好奇 自打接到 孩童走失的汇报后 他们动物园 也是高度重视 让园区内的工作人员 开始四下地寻找孩子 结果却始终一无所获 而那么多工作人员 都没有找出任何踪迹 这三个人 又是如何找到 那走失孩童下落的 抱着这般念头 赵园长继续询问道 你们是在哪看到的孩子 为什么不直接把他带过来 而王成宇文生 先是看了一眼林南 对赵园长开口道 园长 其实不是我们都瞧见 是老林说 他看到了一个 浅蓝短袖的男孩 当时的情况 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 你查查监控就明白了 那夫人文厅 终于有孩子的消息了 自是无比交集 而赵园长 也立马调出监控 循着三人的描述查找 很快 便循着一处监控探头 看到了当时的情况 在监控视频中 只见一个身穿黑色风衣的男子 步履匆匆 似乎是没想到 前面有人体型这么大 一下分心撞了上去 接着又匆匆离去 而自始至终 男子的怀中都抱着一个灰色毛毯 赵园长眯着眼睛 仔仔细细端向着监控视频 可无论再怎么分辨 却也只能瞧出 那毛毯有凸起 的确像是裹着什么东西 可分明看不出里面的任何情形 看到这脸 赵园长的眉头 一下子皱了起来 他狐疑地看向林南 脑子里写满了问号 毕竟这视频画面里 也没有出现任何走势孩童的镜头啊 他又是怎么看出 这毯子底下 是个男孩的 而且在视频里 他还站在原地半天 一直注视着那男子的身影 还真像是发现了什么似的 更何况 赵园长打心眼里希望 这次只是单纯的孩童走失 届时 只要园区加大力度 尽快把孩子找到 就不是什么大事 可一旦上升到拐卖儿童 这事情可就严重了 无论是哪家动物园 但凡出现这种恶行事件 一旦孩子找不回来 那必然是毁灭性的打击 而就在赵园长 心怀最后一丝侥幸之时 却听身后骤然传来一道哭声 啊 那妇女已然贪坐在地上 放声大哭起来 庞佛他也透过那毛毯 看到了里面包着的 就是他的儿子 这一幕倒是把赵园长弄得一脸猛逼 心想 这究竟是咋看出来的 但碍于事态紧急 赵园长也没有耽搁 当即顺着线索查找监控 终于 在一处监控画面里 看到了那个黑色风衣男 不过仅仅是一个闪身 这男子就像是泥丘一般 钻入了一片监控盲区 也恰好在这时 监控显示 江涛的位置就在距离人犯的不远处 眼瞧着那黑衣男子 被监控探头捕捉到 却又很快消失在了盲区之内 好在 此刻江涛的位置显示 距离那男子并不算远 灵男见状 立即给江涛发去消息 江涛 那人就你前面 距离两个监控间隔的拐角位置 而随着灵男的话音落下 只见在监控画面中 江涛确认了目标式的 身影迅速奔跑着 还险些撞到过路的游客 一路不管不顾地追了过去 也就是十几秒钟的时间 江涛的身影 也一头扎进了监控盲区 看到这一幕 监控室的众人 以及直播间的观众 皆是满怀期待 这是 追上了 错不了 这前后才隔了十几秒 那人肯定来不及逃 肯定是被带住了 然而 就在众人稍稍松了口气 准备开香槟庆祝之时 下一秒 江涛的语音打来 声音显得无比傲慢 让他给跑了 随着江涛的这道声音响起 在场的众人皆是一正 行道 方才那黑衣男子 明明进去后 再也没见出来 甚至 后面监控里出来的 都是成双成对 连一个人的身影都没有 那黑衣男人 又是怎么跑掉的 而就在众人疑惑之际 只见在监控的盲区处 江涛的身影出现 并且 手里还拎着个黑色风衣 走了出来 正气呼呼地喘息着 朝着离他最近的监控探头示意 看到这一幕 众人立即反应过来 这黑衣男子 在短短的十几秒时间里 竟然换了件衣服 而且还神不知鬼不觉地 从这片盲区里走了出去 老林 这货肯定有同伙接应 否则不可能这么快就换完衣服 还跑得无影无踪 也无需江涛提醒 林男当即朝赵园长提醒道 看看刚才园区门口的监控 随着监控画面的播放 一个令人不愿相信的事实 呈现在眼前 只见两道身影 快步出了动员 并且迅速上了一辆面包车 其中一人 怀里抱着那个熟悉的灰色毛毯 正是换了衣服的男子 在两人上车后 这辆面包车便迅速发动 猛踩油门匆匆离去 看到眼前种种 众人皆是了然 这无疑是人贩子团伙作案 我靠 还真叫南哥给说中了 他们真是人贩子 此时 不单是王成宇 直播间的观众们 亦是惊叹不已 不过现在事态紧急 眼瞧着这帮人贩子 就要逃走 还有人想看看 这辆面包车的车牌号 可是这面包车的位置 隐藏得很好 想必是早就在躲避着摄像头 再加上烟海市的动物园 位置在偏市郊处 在其南边不远处 就是一片自然风景保护区 而一旦车子继续驶离 万一跑到那片风景区 又换车 届时 再想找到车上的人 可就难了 意识到这些 现场顿时被一股低沉的气氛 所笼罩 直播间的网友们 更是忍不住地爆开了粗口 马德 太狡猾了 这人贩子 真特娘的可恨 一定要把他们抓起来 该死 人贩子就应该死刑 妈的 气死我了 在监控室的几人同样沮丧 那南海母亲 哭得伤心欲绝 赵园长也明显捏着一把汗 还在不断保证安抚着情绪 咱们也经历了 接下来就等警察过来吧 看看 还有没有能帮上忙的地方 叶琴惋惜地说道 看着那位哭泣的母亲 心中隐隐作痛 姜涛 把她衣服拿过来 就在这时 林南的声音响起 朝着姜涛叮嘱道 此话一出 在场的众人愣了愣 似乎不太明白 林南这会儿 怎么还关注 那件丢弃的黑风衣 不过很快 王承宇便像是猜到了什么 帮腔道 对对 把那孙子的衣服拿过来 这可是正午 听闻此言 这几人包括直播间的观众 也以为林南的目的就是这个 然而 旁人都不知道的是 林南心中却有着别的打算 眼下这辆面包车正在驶离 朝着南边的风景圈儿去 趁着现在距离并不算远 或许 还有将其截停的机会 或许这雷法能争取的机会 只是如今这法力 不知还够不够 此刻在林南的脑海中 紫霄神雷法诀 已经开始涌现 三清力道 各自融合雷法 创雷部之余 也有了道教赫赫有名的三清神雷 雷部司法 一有五雷 二有三十六雷 三有七十二雷 这些雷法 借由原本的三清神雷而生 故而紫霄神雷 被誉为三大神雷之一 十大古雷之首 七十二重紫霄神雷 其威力便可灭仙世神 此雷法分为八个体系 以目正雷 禀火阳雷 鬼水阴雷 庚金杰雷 雾土鸣雷 诸邪神雷 陆神魔雷 生灭子雷 只要施展得当 雷法将不受万物所克 还能反克三界万物 一使雷霆 缺邪荡会于千里之外 当然 这是神仙亲自施展的情况下 林南当然没有这本事 但是 趁着这些人犯 还没有跑远 还没彻底隐匿起行踪之际 自己或许可以尝试 并将其给截停下来 这也是为什么 林南要提醒江涛 把那件黑风衣带回来 凭借着带有气息的衣物 林南便能够施展紫霄神雷诀 锁定到大致位置 呼 抱歉 我没追上 不多时候 江涛来到了广播室 看到男孩的母亲 充满歉意道 似乎不敢直视这位母亲的目光 紧忙转移话提道 对了 老林 你让我拿这衣服 回来做什么 林南看了一眼 没有开口 而是接过江涛手里的黑色风衣 心中尝试着默念法诀 九天谱画中 画形十方剑 笑风鞭雷霆 射服诸魔精 随着林南的心中默念 周身环绕起一道无形威风 吹得衣衫自动 林南并未理会 只因一股奇异的感觉 涌上心头 动 嗡 耳畔不知从何处 传来阵阵雷鼓温鸣之声 同时 林南只觉眼前被一层白雾所笼罩 这雾气看上去相当凝实 看不穿也冲不破 林南心中仍在默念着 紫霄神雷法诀 意识试图冲破这层白雾 吃啦 随着一阵噼里啪啦的闪电交织声 视野静抖然间清晰起来 当眼前一切跃入眼底 林南赫然发现自己的视野 正处云霄之上 下方便是微缩般的城市 以及繁茂的山林 并且比起高山丘陵 人类的繁华都市 显得极其渺小 当然 林南并非能保持这种玄妙状态 而仅仅是 默念着紫霄神雷法诀 试图看看 能否循着气息追踪到那人贩子 可是在这一刻 却宛若端坐在云颠之上 俯瞰人间的天庭神仙 而在这俯瞰的视角下 只见一辆如蚂蚁般大小的面包车 正在崎岖公路上急行着 果然 当视野中出现那辆急驰的面包车后 林南的意识便迅速抽离了回来 生怕会多浪费一丝一毫的灵气 而方才只是一个闪过的画面 也足以印证这雷法的奥妙 不过 现在光有着人贩子的衣物 似乎还不够 为了保险起见 林南迈不来到了那男孩的母亲身前 开口问道 你身上可带有孩子的贴身之物 那男孩的母亲文声 原本是为自己的孩子担忧不已 正在拂案痛哭 可当她抬眼看向林南后 见她的一副雷祖天尊扮相 端蒂是不怒自威 身上神价威风凛凛 眉间天眼 宛若炯炯有神 啊 有有 男孩的母亲 也不知自己是怎么想的 像是冰死的人 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鬼使神差地听从着林南的话 在自己的随身包里翻找 很快 男孩的母亲 从包里掏出一个神光棒 赫然是个奥特曼的玩具变身器 这个算吗 我家孩子可稀罕了 男孩母亲说着 似乎看到儿子喜爱的玩具 又想起了儿子的笑脸 顿时 又留下两行青泪 林南见状 先将这神光棒给接了过来 心中默念法觉之下 眼前闪过的画面 愈发清晰 果然又精准了不少 接下来要做的 便是 再尽可能地缩小误差 精准把控雷法的落点 将这辆逃窜的面包车 给接听在公路上 你孩子的生日 精确一些 林南最后询问道 20年9月13号 下午5点 男孩的母亲迅速回答着 显然是将时间记得相当毛骨 而林南之所以询问男孩生日 自然是为了算出他的生辰八字 这也是区役雷霆之前 要查清楚的最后一个步骤 为了扮演雷祖天尊 林南下的功夫可不少 也是想着 需要跟直播间的观众们互动 自然要尽可能懂得更多 何况是生辰八字这种基础的东西 自是要熟记于心 现如今 这便用上了 于是 林南很快就根据男孩母亲的回应 推算出了男孩的生辰八字 有了这个信息 再加上男孩跟人贩子 随身的两样东西在 足以确保雷法的正常施行 于是 在做好了准备后 林南轻吐了一口气 呼 双眸微闭 心中默念着紫霄神雷法诀 感受着那股奇妙 林南决定正式施法 与此同时 随着林南方才的举动 一旁的王成瑜等人 自然也注意到了 他们还在位没有及时拦住 那名人犯而沮丧 如今却将视线落在林南身上 在观察之下 他们的瞳孔微缩 投来好奇的目光 只见此时的林南 正双眸微闭 口中似是念念有词 而在其面前的 便是那件黑色风衣 以及一柄神光棒 并且 随着这林南嘴唇的轻微念动 其周身旁佛升起一缕清风 不断刮动着 其衣袖飘摇 更显得整个人仙气十足 还真有九天应援雷声 普化天尊显盛的即视感 于是 看到这一幕 王成瑜等人 也有些恶然 不禁小声道 南哥这是在干啥呢 不知道啊 江涛也是一脸的疑惑 跟王成瑜低声道 我刚才好像还听老林馆那家长 要了男孩的生日 现在可能 是想整点节目效果 此话一出 王成瑜当即否定道 别逗了 都这结果哑上了 南哥咋可能还有心思搞那些啊 正如王成瑜所言 他们知道林南的人品 不可能借着此事胡闹 可瞧着林南那双眸威闭 一副煞有介事的模样 倒是真让他们有些猛逼了 而此时的林南 正在暗中施展着紫霄神雷法诀 并且 因为目的 是为了截停那辆逃窜的面包车 并非要取人性命 那车上的男孩 安危意识关键 因此 林南更加谨小慎微 务必要精准把控距离 伴随着口诀的念诵 林南的额头 都开始冒出戏罕 终于 一切准备就绪 林南的手掌翻开朝上 指尖掐起了玄妙的法诀 笑风鞭雷霆 射服诸魔精 以目震雷 落 随着林南心念一动 便感到身体内 一阵灵气攒动 那一甲子的灵力 在先前行与阵法之时 用了一半 如今剩余的灵气 也随之耗费了三分之一 这还是林南吸取了教训 有意降低了雷法的威力 随着体内灵气 迅速抽离出一部分 林南感应着雷法玄妙 也知晓以雷法劫车一次 踏势难成 还需留有试错的空间 为了心念手艺 自始至终 林南的双眼都没有睁开 就在这时 周围的众人 也觉察有些异样 直播间的观众们 亦是在关注着 林南的一举一动 有眼见的网友注意到 林南手中的细微动作 在直播间里刷屏道 死 主播在干嘛 我没看错的话 他刚才手上是掐绝了吧 对对 我好像也看到了 虽然不太懂这些手绝 可我感觉 主播掐的手绝 看上去好玄妙啊 随着直播间观众们的热议 王成宇却愣了愣 看了一眼林南 疑问道 老林 你刚才背着我们做法了 而林南闻声 都忍不住轻咳了两声 险些被自己口水呛到 他自然不能直言 只是谎称 没 我只是想掐算一下 那孩子在哪 人贩子往哪边跑了 哦 原来是这样 听到林南的回应 直播间的观众们 得到了解释 也没有多想 至于他能不能算出来 观众们则是一轮纷纷 王成宇更是不宜有他 继续将镜头对准林南 可是 还没过几分钟的时间 王成宇突然感觉 自己的眼前一黑 什么都看不见了 原本这广播室的采光极佳 反差感就显得尤为强烈 并且 刚才还是炎热夏日晒着 地上的瓷砖地板 都亮得刺眼 可是现在 这广播室 竟然变得漆黑一片 在巨大的落差之下 几乎撑得上是伸手 不见五指 谁 谁把窗帘拉上了 王成宇纳闷地喊道 然而 并没有人出声回应他 不久后 一道手机屏幕的光芒亮起 照映出夜晴的面容 只见他错愕的视线盯着窗外 朝着王成宇等人 抬手指了指 你们看外面 不是拉了窗帘 是 天黑了 众人闻言一正 这才朝着窗外看去 却惊讶地发现 原本晴朗的天空 竟不知何时变得乌云密布 哎 这 天怎么突然阴朗 王成宇等人 猛逼不已 诧异地跑到窗边 确认着窗外的情形 而当他们抬头往上方一看 皆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 我靠 王成宇诧异地叫道 却还不忘 将手机举起 将镜头缓缓向上拉伸 对准了窗外的景象 随着广播室里的一阵骚动 夜晴几人 快步聚集到窗边 仰头看向窗外的景象 只见黑压压的云层 如汹涌的浪涛一般 正缓慢朝着上空聚集 噼里啪啦 在那如墨般的乌云当中 还有几条雷蛇 正在活跃跳动着 外头原本炙热的气温 也陡然降低了下来 一袭袭的冷风 从窗口灌入 让只穿着短袖的众人 感到寒冷 可是 他们却压根没有闲工夫在一起他 满脑子全都是疑问 这好端端的天气 怎么一下子又成了这副样子 而且这情形 旁人不知道 王成宇跟江涛 却感觉有些似曾相识 回想起先前在操场那次 也是原本的星空 被乌云遮蔽 而当时貌似是 我操 这天怎么又阴亡 于是 两人异口同声地喊道 王成宇跟江涛对视一眼 默契地回过头去 而此时林南仍站在原处 似乎对外面发生的异象 毫不关心 求求上神 帮我找回孩子吧 此时 那男孩的母亲 也不知是病急乱投医 还是什么原因 竟然开始虔诚地双手和时 朝着林南苦苦哀求 彼时 天际又是几道雷蛇攒动 散射出光芒 照应在林南的脸上 那闭合的双眸微动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俨然一副天尊显盛的模样 也怪不得那母亲 会击败林南 怎么回事 天又阴了 此时 烟海市气象局 再度乱成了一国洲 所有的工作人员 皆是脚步匆匆 不断相互传递着报告与文件 一个个也全都纳闷 怎么这会儿天又阴了 而且在此之前 气象局根本都没检测到会下雨 甚至未来的几天 都会是大晴天 这突如其来的阴天 又究竟是怎么出现的 在这些忙碌的身影中 要属气象局的夜局长 最为焦头烂额 他身为气象局负责人 先前因为一场 没有征兆的冰雹天气就 已经挨过骂了 并且还口口声声地 跟市领导表示 不会再出现那种情况 结果现在倒好 距离冰雹天气过去才没几天 这转头就又来了一次 而且还不仅仅是阴天 从时时云图上看 这次的基于 分明是雷暴等级的程度 此时 气象局的夜局长 也紧忙查看 那么气象雷达 没有提前侦测出来 夜局长 我们也那么啊 一名年轻下属说着 见夜局长看向自己 便紧忙调出云图 将近几分钟的云层变化 给呈现在了大屏幕上 局长您看 根据云图显示 就在两分钟前 这一大片区域的云层 突然开始朝着一个方向聚集 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 就在万米高空处 形成了充斥着超强电荷的雷击云 可是 咱们沿海市前几天刚下过冰雹 又下过雨 现在还会出现这种极端天气 压根就不正常啊 随着这名年轻科员的话音落下 其他工作人员 亦是无比纳闷 更是瞧着那屏幕之上的云图 看着上面云层汇聚的情形 皆是感到奇怪 甚至有些诡异 不禁议论道 死 我还从没见过这种云图 就好像四面八方的云 都在短时间内 朝着同一处聚集 是啊 而且速度这么快 得需要多大的锋利啊 一时间 气象局内的工作人员 皆是诧异不已 开始不停猜测着 呵呵 一帮没见过世面的小孩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就在这时 一道老者笑淫淫的声音 响起 寻声看去 只见是一名身穿制服 带着老花镜的胖老头 一副知识渊博的模样 徐专家 您说说看 叶局长看着此人 正是气象局请来的专家 接着 只见这老者起身 指着云图的情况 跟在场的科员们开口道 嗯 根据我初步推测 极有可能是冷暖空气对撞后 在短时间内形成的上升气流 牵动了周遭云层的快速移动 总的来说吧 这跟之前下的那场冰雹 可脱不开干系啊 随着徐专家笃定的讲述 气象局的一众科员 也觉得合理 似乎真是找到了解释 止不住地点头乘势 瞧着云层的聚集程度 真可谓是风雨欲来啊 当务之急 还是要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 好在这回提前观测到了云层汇聚 并不像冰雹来得那么突然 也是吸取了教训 早有一手准备 于是 夜局长当即开口 朝着下属们吩咐道 都听见了 抓紧时间 准备下达橙色暴雨预警 通告全市市民 这一次 咱们气象局要立大功 轰隆隆 烟海市 一条崎岖公路上 一辆面包车正在急速行驶着 而他们正前方的天空 早已经是黑压压一片 体积最大的一块乌云 更是层层叠叠地聚拢着 乍一看去 活像是一位身披黑甲的巨人 身体内攒动着狂舞的雷蛇 宛如神明一般 以冷漠的目光俯瞰着他们 奶奶爹 你们听这雷声响的 子子 这是要变天啊 面包车上 正在驾驶车子的 干授司机开口道 瞧这样 待会儿 这与是小不了 这时 坐在副驾驶的男子 似乎想到了什么 警惕道 雨天路面上有泥 容易留下痕迹 警察不会寻着找上来吧 放心吧 早就准备好了 那司机不以为然 拍着胸脯保证道 买家在等着呢 咱们再往前开一段 就能换车了 到时候把孩子一交 咱们手里头 就只剩钞票 找地方潇洒去露 收到这里 面包车内的三名人贩 还没心没肺地笑着 而先前那名 穿着黑风衣的男子 撇了一眼卷在毛毯里 仍在昏睡的男孩道 哎 可惜了 要是岁数再低些 卖的价钱还能更高 毕竟越小越不及事 下次可得注意了 然而 此时在面包车里的 三名人贩子 却未曾注意 就在他们前方 不远处的天空中 那团宛如黑甲巨人的乌云 手中不知何时 竟已然攥起了 一柄霹雳长矛 乌云缝隙中的树道雷蛇 意在迅速朝着 矛头一处汇聚 这些雷蛇凝聚之下 爆发出霹雳啪啦的响声 并且 逐渐形成了 一道粗壮的雷电 正聚集着万军之力的雷霆 只等待着面包车驶来 随着面包车的急速行驶 刚刚途进一个指示牌 上面写着 前方五公里处 到达自然风景保护区 而车上的人贩子看到指示 更是心中激动 因为距离脱身不远了 不禁开始畅想 将这男孩迈出去 拿到前后 再去哪里潇洒一阵 却丝毫没有意识到 这看似突如其来的阴天 在他们头顶 迅速堆叠起来的乌云 以及云层中 不断积蓄的雷霆之危 彼时 燕海市警局 也接到了拐卖儿童的报案 恰好行侦队长梁宇竹 距离目标位置最近 便由他率队 驱车朝着燕海市动物园赶去 而随着警方调取了一路的监控 很快锁定了 那辆可疑的面包车 这时 梁宇竹也发现 这火人贩子 正在往自然风景保护区的方向去 于是 警车在后面一路追赶着 看着人贩子的行踪 梁宇竹也意识到事态紧急 在判断后 朝着身后的警员们说道 看 这一块自然风景区的路线 相当复杂 他们一头想要扎进去 肯定是提前安排好了后路 做好了换车 以及乔装的打算 说完眼下形势的严峻情况的 接着 梁宇竹也提醒队员 留给他们的时间 很紧迫 根据报案人的描述 那名被拐走的男孩不哭不闹 是被人贩给裹在一张茅坛里面 若非同伴里有个人眼间 多半 还不会这么迅速地报案 由此可见 人贩肯定使用了麻醉类药品 这类物品的剂量不好把控 再加上被拐的儿童年幼 如果长时间处于被迷晕状态 极有可能对大脑 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随着梁宇竹的话音落下 同行的警员们也知道 这次案件的棘手程度 还远不止如此 此时 坐在警车上的警员 正看着天上堆叠的乌云 那一层曾宛如山栏叠杖的雷云 时不时地 还会传跳出越动的电舌 且随着距离越来越近 那如山一般的乌云 沉重压在头顶 直叫人喘不上气 越看越感觉 这就像是在目睹着末日一般的警官 如此景象 叫人自然而然地以为 用不了多久 此处必然会降下一场特大的雷雨 于是 在目睹着天边异象之际 车上的警员 也对这帮人贩子 恨得牙根痒痒 这帮人贩真可恨 根本就是把别人家孩子 当成换钱的工具 就不怕天打雷劈吗 他们为了能达成目的 完全不择手段 必须把他们绳之于法 眼看着暴风雨就要来了 那孩子才四岁多 真要是被带到山上 这孩子能不能撑过去啊 随着警员们的谈话声 梁雨竹视线盯着前方道 所以 我们务必要赶在 他们进入自然风景区前 将他们拦截住 否则 后面只会越来越麻烦 梁雨竹说罢 视线定格望向远方 方才警车也刚刚经过一个指示牌 而就在这视野所及之下 梁雨竹的眉头逐渐沉重 因为他定睛观桥那前方的云层 发现似乎有些非同寻常 在他的瞳孔当中 能清晰倒映出云层中 有一道硕大的雷电 此时正宛如长矛一般 积蓄着力量 似乎时刻都会爆发出雷霆之势 狠狠朝地面砸来 如此极端的天气 梁雨竹也是头一回见 心中不免听那被拐的孩子 平添了几分担忧 能感得及吗 遮天蔽日的乌云 将整片大地覆盖得宛如黑夜 其中最高大的乌云 彭佛一位身披黑甲的神明 手中紧紧攥着的霹雳长矛 正在不断地积蓄着雷电之危 正是梁雨竹方才的所见 而就在那辆人贩子驾驶的面包车 朝着前方行驶了一段距离后 那乌云似乎已然锁定了目标 刺啦啦啦 伴随着一阵刺耳的电流胶之声 只见云层中瞬间爆发出一道雷光 啸风鞭雷霆 射服珠魔晶 以目震雷 落 恍惚之中 在那万米高空的云层中 似乎传来一道飘渺至极的声音 紧接着 在上空凝聚了许久的霹雳长矛 终于在这一瞬间 传射而出 咔 一道偌大的雷电 笔直就朝着地面劈了下来 这一切发生的奇怪 仅仅是在电光火石之间 天空在这一刻 被一分为二 在如墨一般的天幕中 划开一道耀眼的光线 亮如白昼 如果有摄像机拍下这一幕 一定极其壮观 与网上常见的雷电照片 尤为相似 下一瞬 那犹如巨数般 分裂着枝叉的雷电 便重重砸在了地上 哄 啪 不偏不倚 精准地砸在了面包车的正前方 距离这辆面包车的车头 仅有五米间隔 可这辆车 还在急速行驶的过程当中 其距离的把控 已然精妙到一定程度 吃辣 雷电击打地面 似是能撕裂空间一般 发出刺耳的响动 直叫人头皮发麻 此时 这面包车上的人贩子 一个个都没反应过来 他们上一秒还在谈论着 这男孩能卖多少钱 下次挑选目标 需要再注意什么 可是他们嘴角的笑容 还没有压下去 眼前便皆被一道耀眼 白光所占据 尤其是在这原本阴沉昏暗 黑压压宛如夜幕的环境之下 眼前陡然闪过一道 如此明亮的雷光 一下子 车上这三名人犯的眼睛 便觉得刺痛难当 甚至忍不住想捂住眼睛 哀嚎出声 啊 我草 我的眼睛 妈的 怎么回事 面包车上 坐在驾驶位 以及副驾驶的男子 发出怒骂 因为他们两人的前方毫无遮挡 几乎是在雷电劈下的瞬间 便将整个数米粗细的巨树状雷电 给深深烙印在了眼底 故此 他们受到的影响更甚 险些进入了短暂的失明 不过开车的男子 仍是脚踩着油门 没有任何打算减速的意思 毕竟眼下他们距离自然风景区 仅有五公里的距离 即将要全身而退 除非万不得已 他们绝不可能轻易停下 而方才发生的一切 另车上的三人 还是一脸猛逼 反倒是坐在后排的那黑衣男子 似乎用余光看清了什么 脸上的表情 写满了震惊 来自天际的雷声响起 在距离车头紧紧五米处 轰然乍响 当耀眼的雷光闪过 原先那黑衣男子 只感觉耳畔还在不断嗡鸣 却也从余光里瞥见了什么 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于是 就在两名同伙搞不清楚状况时 只见他诧异地盯着前方 张大了嘴巴 近乎失声道 我靠 雷 刚才好像是打了个雷 然后 一到闪电 就劈在咱们车前头了 随着这男子的话音落下 车上的其余两名人犯皆是一正 啥 有这么离谱的事 剩余的两名人犯 虽是不清楚 刚才发生了什么 却也忍不住质疑道 丧彪 你特娘说什么疯话 这么大的地方 雷能不偏不倚地 劈在咱们前头 脑子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遭过雷劈呢 两人一边回对着 这会儿 视线也逐渐恢复过来 不过 对于丧彪所言 方才出现的那道强光 是一道雷电劈下 两人还觉得 有些天方夜谭 可没等他们细想 下一秒 后方便传来一连串的警笛声 听到这急促的警笛声响 面包车内的三名人犯 顿时脸色一白 紧忙回头一看 只见在这条路的尽头 那红蓝色的警示灯闪烁 在这阴沉沉的天气中 显得格外刺眼 马德 条子追过来了 看到这一幕 车上的人贩子 顿时惊慌失措 负责开车接应的司机 更是猛踩着油门 嘴里骂骂咧咧道 怎么回事 他们这次咋反应得这么快 说着 那副驾使负责钉烧的人犯 一时甩开了锅 恶狠狠地朝身后的男子骂道 丧彪 你怎么抓的孩子 是不是你在动手的时候暴露了 此时 听着身后呼啸的警笛声 丧彪也是两眼圆睁 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样子 朝着前方 两人开口道 这 这不可能啊 我可都是绕着监控走的 而且这一路上 也没被什么人给发现 动物园这么大 按理说 他们应该还在里头找啊 随着丧彪慌乱地解释 他一时在脑海中回忆着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貌似自从他进入动物园 再到引诱这小男孩 将其在监控的盲区里裹住 一路朝着外走 这期间都没露出马脚 他更是还低头 瞧了一眼同在后座的男孩 看样子仍旧在熟睡 且紧紧裹着的毛毯 没有露出任何端倪 可以肯定 哪怕是这男孩的亲妈来了 都认不出来 究竟是什么时候暴露的 而且 警察追来的速度这么快 一定是打从他们离开动物园 就已经接到报案 开始出动了 什么时候 丧彪不禁在心中喃喃道 就在回忆之际 他的脑海中 突然闪过一道身影 并且 当这道身影浮现在脑海之时 丧彪的心突然一记 庞佛 被一只无形的手 狠狠地攥了一下 即便是现在 仍旧感到有些后怕 丧彪记忆犹新地那道身影 身上穿着微风凛凛的 先一先假 眉宇之间 更是神意十足 在额间还有一眉 栩栩如生的眼睛 在一番回忆之下 也就只有他 在经过的时候 视线朝着自己怀里看 并且那眼神 似乎带着一种威严 都看得他心里发慌 难道 丧彪眉头眉脑地寻思着 这时突然一阵 推背感传来 正是那负责开车的同伙 又是一脚油门踩下 速度又提快了几分 紧接着 只听那负责开车的司机 心神似乎镇定下来道 行了行了 都慌鸡毛 咱早都安排好了 前面 就是自然风景区的入口 咱们只要进去 他们再想找 咱们可就费劲了 而且 你听这警笛声 离咱们可不近 都是差不多的车所 咱们都快到入口了 肯定能走得了 听到这同伴的话 丧彪跟副驾驶上的人犯 也稍微定了定心 的确 尽管后方有警笛声响 可那警示灯 还离得很远 不出意外 肯定是抓不到他们 于是 想到这脸 面包车上的人 泛松了一口气 驾驶员也猛踩了一脚油门 朝着前方入口 急驰而去 与此同时 在后方追赶的警员 一时察觉到了这一点 因为眼下 哪怕是离那辆面包车 最近的警车 也只是能堪堪瞧见 在远处的地平线上 时影实现一道车型 并且 那辆面包车的速度 并不算慢 明显还提了速 在这般情况下 车上的一名警员 不禁开口道 队长 前面应该就是 那辆面包车了吧 咱们虽然能看到 可是这距离 貌似不太理想啊 随着这名警员的担忧之声 梁宇竹一时知晓 现在的情形堪忧 这些人贩子 狡猾至极 他们之所以在得手后 便一路往这边开 肯定是这边还有后手 而一旦进入自然风景区 他们便会失去 这视野上的目标 风景区里面的路线 相当复杂 即便有监控 也无法确保万无一失 保不齐这些人贩 会不会换车 或者躲藏 以他的年纪 根本不能长时间 处在麻醉的状态下 这些人贩 仅仅将其当作换钱的工作 压根不把人当人 他们没准 就会为了不让这孩子打扰 给他下多大的伎俩 甚至 直接造成脑死亡 都有可能 因此 多耽误一秒钟 都意味着多一分危险 一旦抓不住这个机会 任由他们 逃进自然风景区 届时 谁也无法料想 这些人贩会做出什么事情 最后所造成的后果 很有可能就是一条鲜活的生命 想到这些 梁宇竹也是眉头紧锁 跟开车的警员道 尽一切可能 迅速拉近距离 争取在他们逃进风景区之前 把他们给拦下来 是 开车的警员当即应声 然而 即便是他猛踩着油门 已经开到了最快 却始终不见 与那辆面包车 有明显的接近 甚至 也不知是对方在逃命的缘故 车速就跟疯了一样 在警方急速追赶的情况下 奈何先前的差距过大 在警员们的注视下 也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那辆面包车 驶入了自然风景区 而风景区的道路蜿蜒 且似通八达 当面包车在道路的尽头 失去了踪影 车上的警员们 一个个皆是傲忙 糟了 他们已经开进去了 那孩子情况可危险 咱们要是能再快点 就在警员们有些懊悔之际 轰隆隆 天空中 又是一阵雷电交织之声响起 宛如肋骨阵阵 轰隆隆 沿海市 动物园广播市 那远处的雷声乍响 声音丝闷鼓一般 在迅速传响 此时 王承宇跟江涛等人 依旧守在窗边 看着这空中异响 血 这雷声可真不小啊 时不时的 王承宇还会被这远处的雷声 给震得心头一颤 使不住地择着舌 跟一旁的江涛 看热闹似的说着 就在这时 天边那团体机庞大 如巨人般的乌云 陡然间砸下一条雷电 那如树叉一般分裂的雷电枝条 以及璀璨的雷电光芒 在寝客间 刻印在了所有人的眼底 哎 您快看 王承宇一手握着直播手机 一手指着天边 眼底庞佛还残留着 那绚烂的雷电巨数 久久不散 王承宇还是头一回 瞧见如此清晰的雷电 并且似乎还带着些 叫人心迹的感觉 庞佛即便在远处注视 也能在恍惚间感受到 那雷电所加带的磅礴之威 各位 你们刚才都瞧见了吗 那么粗的一道雷啊 从云层里一下打出来 而且 那竖刹拉的老长 好像 直接都砸到地上了 王承宇兴奋地说着 一副末日来临般激动的心情 就在他激动的讲述之际 一旁的江涛 也正在缓缓抬起手机 拍着照片 毕竟是难得的景象 王承宇当即开口道 涛子 替我也拍几张呗 我这手机直播呢 江涛文胜 瞥了一眼对方 这才注意到 他脸上那兴奋的表情 不禁询问道 你这么激动干啥 嗨 你不知道吗 王承宇抛了个你懂的眼神 意味深长道 要是末日来了 往往都是 像我这种体型的胖子 最吃香 嘿嘿 说着 王承宇的脑海中 也不知浮现出什么画面 反问道 是吧 动画片里 不都这么演的吗 听闻此言 江涛似乎领悟了什么 眉头皱了皱 有些鄙夷道 你 以后可少看点那些 不能在上二频道播的吧 说吧 江涛又举起手机 拍了几张云层 涌动雷电的照片 不过 就在他举着手机的功夫 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 江涛不由得愣了愣 朝着一旁的王承宇问道 刚才打雷的位置 是什么方向 好像 是南边吧 王承宇回应道 结果也回忆起来 之前看过一眼地图 貌似在动物园的南边 是一片自然风景区 于是 他也愣了一下 跟江涛对视了一下眼神 哎 叶琴不是报案了吗 那群人贩子 有没有说往那边跑了 说吧 两人齐刷刷地 将视线转向叶琴 似乎想证实一个无端的念头 然而 叶琴却愣愣地望着窗外 朝两人一本正经道 啊 那边不是北吗 我记得 动物园的正门 就在那边啊 听闻此言 江涛跟王承宇 皆是无语宁耶 也算是知道了 这姐们的方向 敢差到什么地步 江涛无奈道 姐 动物园的正门 念朝的是东南 哎 算了 就算问出来也没用 剩下的事 咱们掺和不了 只能等警察处理了 江涛说罢 转回头去看向林南 却见林南依旧站在原地 双眸微闭 嘴唇微动 却不闻其声 死 南哥还算呢 见此惊醒 江涛不禁难难道 一旁的王承宇文胜 看了一眼在林南面前的男孩母亲 此刻 也已经不再嚎啕大哭 而是一边轻声流着泪 一边虔诚地祈祷 看到这一幕 王承宇将手机转了回来 低声道 这你就不懂了吧 有咱南哥在 对这母亲来说 也高低似的慰藉 你看现在这样 总比他自己闷头痛哭要强不是 随着王承宇的解释 江涛以及直播间的众人 也感觉有道理 毕竟现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能做的事情 也相当有限 没有一走了之 已经算是人至意尽了 然而 他们这会儿 以为林南只是做做样子 给这位丢失了孩子的母亲 一丝心理上的慰藉 却殊不知 林南仍在施展着紫霄神雷绝 并且在法觉的默念下 一时正死死盯着着那群人犯的位置 眼看着这些人犯逃进风景区 而后方追赶的警车已然失去目标 林南沉了口气 上次的雷法已经做出了尝试 对威力方面有了绝对把控 在确定可以不伤及到孩子的情况下 这次足以确保万无一失 于是手指快速做出动作 在指尖翻飞之下 迅速变换了执法 掐着另一道雷绝 心中念动道 丙火扬雷 落轰隆隆 随着林南的心中念诵之声 天边聚集起来的雷云再度发出嗡鸣 似有无穷无尽的磅礴之力 在云层中不断翻涌交织 仅仅是雷电汇聚间发出的异响 是地上生灵的心脏都为之振战 哎呀 怎么又 王承宇被吓得打了个哆嗦 口中难难道 呵呵 说了不用慌 你看他们能追上咱们吗 进了这片林子 咱们现在就算是一条腿迈上岸了 当车子急速驶入风景区 驾驶位上的人犯的一道 眼看着周围山林茂密 在经历几个七扭八歪的转弯后 早已瞧不见那闪烁的警示灯 就连刺耳的警笛声 貌似也被山林给阻拦在外 减小了几分 还真把他们给甩掉了 一时间 车上的三名人饭街 露出了张狂的笑容 然而 这般情况并未持续多久 轰隆隆 就在他们心情放松之际 只听天空中 再度响起了骇人的闷响 煞事间 声音如肋骨一般地 敲击在他们心头 尤其是丧彪 一下子全身汗毛都炸了起来 先前在恍惚间 他已经见识过 这雷声的不寻常 尤其是之前 那道离车头 近在咫尺的雷电劈落 早就 让他产生了心理阴影 这回又把心给提到了嗓子眼 当即伸手扶住了副驾驶的靠背 猛地将头撑到了前排座椅中间 这突如其来的动作 将前面两名人犯下了一跳 靠 你特娘的 不老老实实坐着 撑脖子瞅啥 在同伙的怒骂声下 丧彪却压根提不起火气 咽了口唾沫 努力仰头透过前车窗 望着天上的乌云 不 云层之上恍惚中又响起一道飘渺的声音 禀火扬雷 落 下一秒 自他们头顶的上空 再度凝聚出一道粗壮雷电 丧彪顿时双眼圆睁 云层中再度降下一道粗长的闪电 并且那道雷电 还在他的瞳孔中不断放大 刹那间 耀眼夺目的雷光 将这一方天地照彻无疑 更是将这车上的三名人犯 照射的脸色无比惨白 哄 啪啦 随着一阵爆裂的电流声音响起 一道足足有三米粗细的闪电 静止 落在面包车的车头 煞事间 赤裂磅礴的羊雷之威 击打在铁皮上 迸发出了耀眼的火花 哄啦啦 紧接着 无数雷蛇沿着车身急速窜爬 时叫人头皮发麻 而一切发生得太快 没等看到任何攒动的火焰 随着炙热的羊雷 一击轰下 便直接将这面包车的车头部分 给融成了岩浆一般的滚烫铁水 原本还在行驶的面包车 当即被声声截停在了原地 在剧烈的轰击之下 车前端重重下坠 车后端则是扬起了将近一米 因为在风景区内 时常要转弯 车速放慢了许多 可即便如此 在剧烈的颠簸之下 车上的三名人犯 也被撞得了头破血流 碰 碰 啪叉 随着车上三名人犯在重重的撞击之下 皆是近乎失去意识 驾驶位上的 更是一头对在了挡风玻璃上 连哀嚎声都发不出来 那道耀眼的雷光 一闪即逝 周围溢散着南门的烧焦气息 车头的铁水 仍在朝地面低落 而车头与地面 直径足足有三米的范围 皆是被轰出了焦黑的印记 在这道炳火扬危的轰击之下 自然风景区瞬间亮如白昼 那玉葱的山林 原本的翠绿也只剩下黑白 吱吱吱 无数飞鸟惊起 在天空中四散逃窜 不久之前 警车一路追赶着人犯 在看到面包车消失目标后 切而不舍地追进了风景区 正如他们之前所推断 这自然风景区之内的山林茂盛 道路四通八达 如同迷宫一般 刚一驶入风景区 就面临着两条岔路口 加上这地上瞧不出什么痕迹 无法确定那面包车的走向 一时间 车上的警员们有些懊恼 轰隆隆 啪叉 可就在这时 前方不远处的天际 陡然间落下一道粗壮的闪电 不 甚至不能称之为闪电 因为警车上的所有人 皆是听到了上空那害人的雷声 宛如雷鼓嗡鸣 只叫人心计 旋即朝上空看去 就瞧见一道粗壮的雷电 在云层中汇聚 再自如末般的云层中坠落时 能够清晰看到 其下落的走势 彭佛是一柄从天幕中 狠狠扎下来的长矛 璀璨的光芒 令警车上的众人 皆是能瞧得一清二楚 这道威力赫赫的雷电 瞬间将阴沉的天色 划开了一道口子 从高空一路劈到了地上 吃啦 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这道粗壮的雷电 便坠落在了前方不远处 未等警员们反应过来 便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剩下烙印在他们 瞳孔当中的光痕 久久不能散去 此时 警车上的众人满脸诧异 那负责开车的警员 正想要询问该往哪边去追 倒也不用询问了 因为 他们都清晰地听到 那道雷电 似乎劈到了什么物体 同时伴有车辆 在剧烈颠簸之下 所发出的碰撞之声 而他们是追着 人犯进入的警区 如此阴沉的天气 眼看着将要下起暴雨 这自然风景区里 还会有什么车辆停留 难道说 车上的警员们 脸上写满了的 难以置信 去看看 在梁宇竹的命令下 警车再度发动 直朝着那雷电降落的方位赶去 很快 警车便循着方位 来到了方才雷电批下的位置 没等靠近 车上的警员 就瞧见前方停着的一辆车 哎 队长 那辆车不是在那吗 顿时有警员认出这辆面包车 正是逃跑的人贩子驾驶的那辆 奇了怪了 他们怎么停在这儿了 抱着无尽的疑问 警员们抓紧时间赶到近处 然而 接下来的所见 险些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随着警车呼啸而至 透过车窗 前方那浓烈的烧焦味道传了过来 格外难闻 噱 怎么这么大一股胡味 带到警员纷纷下车 将这辆面包车给包围起来 这会儿也瞧见了车头的骇人景象 只见这面包车的前端 只能用惨不忍赌来形容 整个车头几乎都被融化 成了通红的铁水 只剩下一个硕大的空洞 且已经在地上 冷却成了一滩焦黑色的物质 而透过车头的空洞 能看到这辆车的启动装置 令在场的警员们诧异的是 就连发动机 都像是夏天曝晒过的蜡像 已经融化得不成样子 而从车头融化程度 以及烧焦的乌黑痕迹来看 造成这一切的 断然是方才披下的那道雷电 我的天 这些都是刚才那倒雷造成的 那倒雷竟然不偏不倚 直接砸在这车前头了 还有这种事 这得是什么概率啊 随着警员们的诧异之声 皆是对眼前发生的一切 感到匪夷所思 不过 在心中闪过惊讶之余 也没有忘记任务 先找被拐的儿童 在梁宇竹的提醒之下 警员们也早已经围住了面包车 却见车上的三名人犯 皆是被震得七荤八素 哗啦 这时 面包车的车门被拉开 从后座亮亮呛呛地 走出来一名男子 还未等周围的警员 上前制服 他便直接跪在了地上 脸上沾着血污 看着周围警员 眼中近视茫然 旋即 竟然双手合十 朝着天空 神志不清地叩拜道 我 我错了 再也不敢了 做坏事 真遭雷批啊 在将车上的人犯 悉数控制起来后 梁宇竹也迅速找到了 后车座上的男孩 打开了裹颈的毛毯 就瞧见了一张圆滚滚的脸 还处在昏睡当中 仔细检查了一下 确认男孩的身体安然无恙 梁宇竹松了口气 旋即在跟上级汇报过后 将情况告知给男孩的母亲 动物园广播室 伴随着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 先前报警的叶晴 快速接通来电 什么 孩子找到了 当叶晴的声音 在广播室内响起 在场的众人齐刷刷投来视线 找到了 太好了 孩子现在怎么样 那些人贩子呢 都已经绳之与法了吗 王成宇无比活跃到 也算是见证了一桩拐卖同案告破 请见 开下免提呗 让咱也高兴高兴 动物园的赵园长 也长出了一口气 而那名男孩的母亲 更是眼含热泪 当即上前两步 接过了手机连声道 感谢 感谢 警察同志 旋即 只听电话那头传来声音 不用谢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而且也不完全是我们的功劳 只能说是恶有恶报 这件事说起来 还真是有些巧合 电话那头的梁宇竹 将他们赶到时所发现的情况 以及那些人犯是如何状态 简单跟这位母亲讲述了一番 而随着梁宇竹的描述 在广播室内的众人 却纷纷愣住了 王成与几人面面相去 庞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彼此确认道 这位阿四儿说什么 天上掉下一道雷 不偏不已砸在人贩子车头上了 与此同时 直播间的观众们也梦了 脑海中瞬间闪过 刚才的直播画面中 林楠的一举一动 那掐绝念法的玄妙动作 再结合着电话那头警察的说辞 网友们忍不住看向 此刻仍在微微闭目 神色威严的林楠 煞世间 直播间也再度热闹起来 随着警方传递回来的消息 本意是想让孩子的母亲先放心 却不曾想 竟一旦激起千层浪 直播间的网友们 结合着警方的描述 以及他们看到的画面 难免将这两件事情给联系起来 这边是一身神明扮相 宛如雷祖天遵险圣 方才可是双眸威逼 一番掐绝念法的主播 而另一边 是那伙逃窜的人贩子 在即将逃离警方视线的时候 却被一道天降神雷 生生劈坏了车子 这说是巧合 未免太没有说服力了吧 要知道 即便是暴雨天气 雷劈坏车子的情况 也十分罕见 更何况 现在外面就只是阴天而已 尽管打了几次雷 可闪电劈下来的次数 甚至就连一滴雨点都没掉下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辆人贩子的车 竟然会被雷给劈坏 这看上去 可不像是偶然事件 却像是 那雷分明 就是朝着他们去的 于是 在得到警方的消息后 直播间瞬间炸开了锅 无数在直播间的观众们 纷纷在弹幕中刷频道 什么 那帮人贩子的车 让雷给劈了 我靠 真的假的呀 我长这么大 还没听说过 有犯罪团伙 是叫雷给劈落网的 而且你们不觉得 也未免太巧合了吗 是啊 太特么巧了 巧得都让人觉得玄乎 你们刚才都瞧见 主播手上掐着绝 嘴里还念着法词了吧 伴随着这些评论的抛出 直播间的网友们 皆是一润不休 没错 我刚才还觉得纳闷 主播说他 只是想帮着寻人 可人家算方位 不都是掐指一算吗 哪有掐剑觉得 就是啊 主播刚才翻的手绝 我看着 都感觉好玄妙 也压根不像是在装样子 好像真是有点说法 不仅如此 他前面还跟男孩的母亲 要了生辰八字 而且不说别的 你们就看主播的样子 就跟庙宇里的雷祖天 遵活过来了似的 这倒雷 该不会 这些真跟主播沾着点关系吧 随着直播间里 一阵网友们的激烈讨论 有赞同的声音 自然也有反对 当看到网友们纷纷怀疑 那倒突然降下的雷电 与林南有着什么联系时 却也有一部分网友 对此猜测嗤之以鼻 尽管他们也觉得 雷电截停一辆行驶的车 很难发生 击毁一辆逃窜中的车辆 更是极小概率事件 甚至绝对要比彩票中头奖 还要困难 可是 当看到这些言论 仍有一部分人觉得 是天方夜谭 甚至认为这些人 未免有些离谱 竟然连这种说法都能相信 于是 直播间里 涌现出了另一种声音 纷纷道 哈 你们的意思是说 截停人贩子的那道雷 是主播搞出来的 这怎么可能呢 卡奥斯主播 你们真当是神了 开什么玩 但当他们看到直播画面当中 林南的身影 又一次出现在镜头里 身着仙甲 身披彩衣 端地是鲜威赫赫 其微闭得双眼 以及眼眸微动的状态 俨然是一副 煞有介事的模样 一时间 就连质疑的网友 此刻心里也有些犯嘀咕 死 这主播是还在演 可这扮相也太像了 该不会真有什么说法吧 这些网友们 还保持着怀疑的态度 而王成宇 看着直播间传动的人气 同时 也目睹了网友们的种种猜测 心到这帮网友可真敢猜 竟然琢磨 那倒雷 是南哥将的 呼 也恰好在此时 林南长吐了一口气 心神逐渐从施展 紫霄神雷绝的状态中 抽离回来 看到林南终于有动静 并且 双眼也缓缓张开 王成宇也上前两步 将直播镜头对准林南 打句式地开口道 嘿嘿 南哥 你瞧 咱们直播间的网友多敢猜 现在好多人都在说 劈坏了面包车的那道雷 是你刚才施的法呢 然而 随着王成宇的这句话音 刚落下 下一秒所发生的事情 却令整个广播室 都陷入了沉默 只见 就在王成宇说笑的同时 却有数道光线 自其身后照应而来 那明晃晃的光线 自万米高空 透过窗户照应进室内 宛如一块 漠然间升起的光幕 将整个广播室 都映照得一片明亮 这些广播室里的人 早已经熟悉了 阴天时候的光线 此刻却陡然间如此明亮 不由得有些睁不开眼 怎么回事 谁把灯打开了 王成宇被光晃得难受 不禁用手捂住双眼 嘟囔道 广播室内的其他人 亦是同样没反应过来 不过很快 他们便察觉到了缘由 因为属于夏日久违的炎热 也在短时间内 涌入了广播室 阳光又一次烘烤着大地 原本遮挡的乌云 也正在散去 觉察到这一点后 叶琴指着外头的晴王道 你们看 太阳出来了 随着叶琴的话音落下 江涛跟王成宇 却是大眼瞪小眼 紧忙又快不来到窗边 当看到天上的一轮红日 以及周遭正在退去的乌云之时 王成宇跟江涛诧异道 不是 这天 怎么突然晴了 刚才还堆在天上的乌云呢 怎么忽然一下子都散了 在江涛的诧异声音中 王成宇一时举起手机 对准外面的天空 朋友们 你们也都看到了吧 刚才那么厚的乌云 忽然就散开了 靠 我还以为能下一场大雨呢 结果连一滴雨都没下 随着王成宇的话音落下 在场的众人 似乎在回忆着什么 脸色逐渐古怪起来 最后就不禁将注意力 落在了林南的身上 直播间的网友们 似乎也和他们一样的想法 此刻纷纷揣测道 死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貌似刚才天音下来的时候 就是主播再掐绝念法 现在主播一动身 天上的乌云 也一下子都散了 好家伙 雨神萧敬腾 都没你这么灵吧 随着天上的乌云散去 夏日再度烘烤着大地 而令在场的众人 感到惊叹的是 就在林南睁开双眼后 天色便恢复了晴朗 如此巧合的事情 着实令众人有些难以置信 于是 直播间的观众们 也纷纷刷起了弹幕 不是 这也太神了吧 怎么主播刚开始掐绝念咒 这天上就开始乌云密布 结果 等到主播睁眼 这一天竟然就放晴了 还能有这要巧合的事 主播该不会是真会点什么吧 现在都这样了吗 你们休闲好歹说一声啊 别到时候末日来了 你们一个个的 都遇见飞走了 主播之前还说 只是想算算人在哪个方位 这可倒好 眼睛一闭一睁 连天色都变了 还管这叫 只是算算人在哪 一时间 直播间的气氛无比火热 毕竟在诸多巧合的加持下 观众们虽然觉得不现实 不可能 但也难免不去多想 当然 也不乏有看热闹起哄的 皆是在评论区议论开来 随着网友们的猜疑声 林南也审视了一番自身 却发现 这次施展的紫霄神雷诀 所消耗的法力 着实不少 尽管已经谨小慎微 尽力把控制威力 可两道天雷砸下 将自己先前获得的 一甲子法力 几乎都抽干了 不过 好在这结果还算完美 至少自己真的凭借着 获得的法术 救下了一名 险些被拐走卖掉的儿童 对于林南来说 成就感还是有的 功德无量 而就在林南睁眼之后 面前便是那男孩的母亲 不知何时站到了自己面前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直到林南彻底回神 这位男孩的母亲 充满感激地连声道谢 多谢上线 多谢上线 要不是上线慈悲 我孩子恐怕就找不回来了 这男孩的母亲 越说越虔诚 就险些要跪倒在林南面前 倒不是他迷信 而是经历了这么一遭 大起大落后 眼前恰好有一位 扮相格外逼真的神明 让他生出一种 不得不幸的感觉 在林南的眼神示意下 江涛两步上前 将其扶住 劝慰了几句 见这位母亲 逐渐平复下来 林南比了个守绝 缓缓开口道 无须言谢 皆是辞子命述 且教他诞行善事 广积功德 日后必有福报 随着林南的声音响起 沉着稳中的嗓音 庞佛能叫人心神宁静 而且在直播间的画面看来 主播这一副 劝人向善的模样 还真是以假乱真 就连在场的叶青等人 也都在插内见 感到有些恍惚 庞佛在这里站着的 正是雷祖天尊 显灵将士一般 随后 竟然想到 后续可能会涉及到警方 来询问过程 进行笔录 于是先将直播给暂停 王成宇在跟观众们 讲了几句后 便迫不及待地 来到了林南身边 兴奋地说着 这次直播后 粉丝数量的攀升 意识好奇地询问道 南哥 你这也太神了 跟哥们透过敌 你是不是真会点门道 想什么呢 林南浅笑一声 拍了拍王成宇的肩膀道 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 巧合罢了 真有这要巧合的事 王成宇文言 纳闷地挠了挠后脑勺 有些狐疑地盯着林南 但这种事 的确没法求证 也的确有些匪夷所思 他道也是心大 当即转念一想 兴奋地一拍手 道 我去 那没准 就是老天爷赏饭吃啊 和雨神消腾一样 到了需要的场合 就是打雷下雨 面对这似乎 还挺合理的解释 其他人深表赞同地 点了点头 唯有林南一脸无语 道也没多说什么 与此同时 动物园的赵园长 也走上前来 他先前一直为了 此事提心吊胆 不仅仅是担心 那被拐走的孩子 也因为这动物园 正在举办 亲子主题活动 在此期间 倘若真出现了 孩子被拐走 还找不回来的情况 这件事造成的影响 不可谓不大 好在这次算是有惊无险 起码还能进行些 补救措施 而此刻赵园长 看着林南 也是心中有些好奇 本正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赵园长一脸笑意地上前道 几位同学 这次真是多谢你们了 不仅给我们 提供了人犯的线索 还及时报了警 让被拐走的孩子 得以找回 我身为园长 仅代表烟海市动物园 赠送你们本园的终身门票 说着 赵园长便找了支笔 准备在门票上写些什么 而听闻园长 要送他们每人终身免费的门票 王成宇顿时眼前一亮 想着这门票的价值 可是不菲 当即开口道 园长 请问 这门票能转卖吗 随着王成宇的话音落下 赵园长的表情一愣道 哦 呵呵 这位同学还挺幽默啊 然而 林南脑海中 也生出个打算 他来动物园的目的 就是想要看看这园区的动物 能否提升扮演度 于是 林南对赵园长开口道 园长 你们这里缺不缺志愿者 要是有机会的话 我们其实想去 喂喂林阳跟麋鹿 听闻林南所言 园长也自然没得说 当即点头印下 当然可以 我随时欢迎 那多谢园长了 随着两人的谈话 王成宇跟一旁的江涛和叶晴 交换了一下眼神 暗戳戳地竖了个大拇指 低声道 嘿嘿 瞧见没有 还得是南哥有正事啊 彼时 负责这起拐卖通案的梁宇竹 也已经调查完现场 正带人往回赶 这孩子的母亲 跟报案人都在动物园 得去找他们做个笔录 调查清楚 这群人贩子的作案手法 起码能让家长们 在今后多加防范 梁宇竹跟警员们说着 这辆警车也才驶出自然风景区没多久 原本的阴天也逐渐恢复情网 天上那堆叠的乌云已然散去 在日光的照射下 四周警务无比的清晰 就在警车行驶出自然风景区没一会儿 那驾驶位上的警员 似乎瞧见了远处地面上的异常 仔细确认了一下 当即朝梁宇竹会报道 等等 梁队长 您看前面 随着这名警员的话音落下 梁宇竹看向对方提示的方向 旋即 警车很快便停了下来 梁宇竹带着几名警员下了车 看着地上的一处痕迹 一脸惊讶 只见一块直径约四米的区域 地面呈现焦黑色 且四周 城部规则的扩散状 看到这一痕迹 梁宇竹以及一众警员 皆是一正 因为 那里分明 还有一道刚形成不久的雷击痕迹 而且 就在通往自然风景区的必经之路上 队长 这里怎么还有一处雷击 一名警员纳闷道 先前因为乌云蔽日 天色格外阴暗 再加上 他们正在全速追捕人犯 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发现 现在日头正盛 这道印痕 显得格外清晰 而雷电击打地面 本身就是小该帅事件 更何况是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 竟然连着劈下两道雷 并且都处在这火人犯逃离的路径上 因此 看着地上的这道痕迹 在场的警员们 难免有些诧异 再结合上先前的所见 哪怕是从警多年的老刑警 也是闻所未闻 不禁围着那印记议论道 竟然有两道雷 还都打在人犯逃窜的路径上 真是奇了怪了 我干了这么多年刑警 还没碰到过这么神的 难不成 还真有天前这回事 随着在场一众警员们的议论之声 梁宇竹看着地上的印记 同样是脑海中思索许久 也不禁觉得 这次追捕的人犯 车辆被雷劈坏 并不像是偶然事件 接着抬头看了一眼天上 原本黑压压的乌云已然散去 拍照 把位置记下来 留给政务科调查 那几个人犯还没清醒 先去找案件的知情者 做个笔录 随着梁宇竹的话音落下 这些警员也纷纷上了车 很快 警车便发动起来 再度朝着动物园的方向而去 什么 天晴了 没弄错吧 真的假的 彼时 烟海市气象局 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起因正是这变幻莫测的天气 原本气象局 从云图上观测到聚集起来的乌云 哪怕用肉眼关桥 都是一副要降下一场暴雨的景象 再加上因为之前那场 没有及时预警的冰雹 气象局已经被市局领导给批评过了 这次可算是长了个记性 在察觉到烟海市上空堆叠的雷击云层 足以形成暴雨之后 气象局便立即给市民们 下达了暴雨橙色预警 原以为这次总该万无一失 甚至是立大功 然而 令气象局的工作人员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在他们发布了预警后 预想中的暴雨 竟完全没有出现 而且 现实情况还跟专家的预测截然相反 天空中堆叠着黑压压的乌云 竟然在打了几道闪电后 自然而然地消退了 更是连一滴雨都有没下 这下 气象局的工作人员都猛了 这怎么可能 分明是积聚了那么厚的云层 不出意外 必然会降下暴雨 可是 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云层又快速消散了 就像是在故意戏耍他们一样 此时 气象局局长更是一脸的诧异 他正蹲守在云图前 死死盯着那云层的走向 眼看着那些云团 像是散开的沙子一般 随风朝四周散去 局长此时的面色都变得难看起来 止不住地问道 真的散了 还有没有任何凝聚回来的可能了 说着 气象局局长的语气 也显得急切了几分 也难怪他如此着急 自打坐上这局长的位置 还从未经历过 这一般诡异的天气 先是前几天 那场毫无征兆的冰雹 这会儿 又是聚拢起来的乌云 既然自行消散 简直颠覆了他们气象工作者的认知 可纵使局长的心中 一万个问号 这事实已经摆在眼前 叮铃铃 与此同时 气象局的电话铃声响起 局长盯着那电话上的号码显示 顿时心头一沉 也没敢耽搁 立即接起了电话 只听电话那头 传来熟悉的声音 正是使领导打来 第一句话就表明了来意 你们怎么回事 不是刚跟我保证过 不会再出乱责吗 这才过去多久 竟然又闹出了这么大的乌龙 听着电话 那头的领导训话 气象局局长也是欲哭无泪 只感觉这最近的天气 真是愈发邪乎了 即便是他们通过科技手段 提前侦测 也压根预测不准这天气 领导 您听我解释 气象局的局长 还想开口说些什么 不过 很快就被电话那头的声音 给压了下去 你别又跟我扯什么气象武器 你现在去给我看看 咱们的市民都在说什么 说你们不作为 说你们技术差 说你们谎暴军情 甚至抖音上都在说 我们市的气象局 是草台班子 直到那头的是领导训斥一通 方才结束了通话 此时 气象局的局长 脸色难看 不断在脑海中回忆着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旋即将视线 落在了专家组身上 朝着专家们开口道 说说吧 究竟是怎么个情况 徐专家 你不是说 这场雨一定会下吗 随着局长的话音落下 徐专家也不禁擦着冷汗 眼下他也想弄得清楚 为什么聚集起来的乌鱼 在打了几道雷之后 就莫名其妙地散开了 简直违背常理啊 而眼下即便是 他想强行解释 怕是也说不清楚了 徐专家不由的语色 心中意识画满了问号 这鬼天妾 还能再怪一点吗 动物园门口 警车已然赶到 抓捕归案的三名人犯 有两名因为剧烈的撞击 还没有清醒过来 梁宇竹便带着几名警员 以及那名清醒的人犯来到了现场 准备进一步地调查 很快 他们一行人便来到了广播室 在跟男孩的母亲 简单询问过情况后 便让他先去医院 陪同还在昏睡的孩子 而广播室里剩下的 便是动物园园长 以及林南一行 警察同志 这几位就是提供线索的人 动物园的赵园长 抬起手 朝着梁宇竹介绍道 随着两拨人的互相打量 梁宇竹的视线 在林南身上多看了两眼 似乎有些好奇 此时 王承宇盯着那后面 被送了饮手镯的人犯道 哎 南哥 这不就是撞我那小子吗 林南打亮一眼 发现此人 正是先前见过一面的黑衣男子 只不过 这名人犯的神情有些恍惚 还不停警惕着周围一切 整个人畏畏缩缩的模样 貌似是被雷给劈傻了 而在看到林南的身影后 这人犯也不知在想着什么 顿时双目圆睁 竟然扑通一声 朝着林南跪了下去 磕头颅捣算道 上 上先饶命 我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 上先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广播室内 在众目睽睽之下 这名人犯在看到林南的瞬间 竟一头扎在地上 开始磕头 光光光 血 怎么了 这是 一上来就拜年 这会什么毛病 听着地板传来沉闷的声响 江涛等人不禁嘟囔道 鉴于这人犯的身份 众人心中无比厌弃 没有半分同情 甚至还想上去补两脚 即便这人犯磕的头破血流 大家也只会心疼广播室的地砖 此时 叶琴听清了人犯口中念叨的话 转头看了一眼林南 她好像 是把林南当成神仙了 随着叶琴的此话一出 众人 也不宜有她 毕竟这名人犯的举动 大家都有目共睹 只是不太清楚 这人犯看上去 怎么神叨叨的 好像被吓得精神失常似的 而旁人不知情 林南心里却是清楚 毕竟之前施展的两道天雷 威力着实不容小觑 加上接连两道雷落下 且落点都与他们近在咫尺 比彩票中头奖的概率都低 即便是无神论者 心里也得犯着嘀咕 这些人犯本 就是做贼心虚 在精神恍惚间 又瞧见如此扮相的雷祖天尊 心里的那根弦 自然就崩了 林南瞥了一眼 正在磕头的人犯 目光中闪过一抹青梦 哎呀 可不是吗 一旁的王成宇玩笑道 就南哥现在这打扮 谁见了不得拜一拜啊 与此同时 有两名警员 上前将其给拽了起来 不过 这人犯嘴里仍旧念念有词 一副被吓傻的模样 哼 坐着笔录的梁宇竹 头也不抬得沉声道 打从把他抓起来 就是这样 也不知道是精神真出问题了 还是故意装出来的 听到梁宇竹的这番话 众人又朝他打量了一眼 看着他那满头的冷汗 以及颤颤巍巍巍战斗 站不住的样子 若非有警员在一旁拽着 肯定还会一头栽下 磕头如捣蒜 宛如被吓丢了魂的行尸走肉一般 这要真是在装疯卖傻 估计都能拿个影帝了 此时梁宇竹止不住的皱眉 他之所以带着人犯过来 本意是想让他来指人现场 以及说明诱拐过程 可是 瞧他现在的精神状态 尤其是在遇到林楠之后 向右受到什么刺激 情绪变得极其不稳定 警方健壮 也只好暂时作罢 打算通过动物园的监控 进行案件回溯 在此之前 梁宇竹还是先给林楠等人做了笔录 只当他们是一群 把搞直播当成爱好的热心大学生 也没人能联想到 刚才的阴天 以及击毁面包车的雷电 都跟眼前的林楠 有着直接的关系 感谢你们的配合 在进行了简单的询问后 梁宇竹对林楠等人开口道 将来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能还得麻烦你们 嗨 不麻烦 不麻烦 警察姐姐 王成宇也是很少瞧见女警察 何况 还长得这么漂亮 那张肥嘟嘟的胖脸堆着笑 极尽殷勤道 配合调查嘛 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要不留个联系方式 这边情况 我基本都了解 王成宇掏出手机 露出个二维码 却并未等来好友验证 反而对视上了梁宇竹 那双冰冷的眼神 他打了个哆嗦 视线看向别处转移话 提到 南哥 咱出来的时候 锁宿舍门了吗 不如就让几位警官先忙 咱赶紧回吧 说吧 王成宇那绿豆大小的眼睛 圆溜溜地转动了几下 林楠健壮 跟江涛对视了一眼 摇头失笑 旋即便在赵园长的送别下 一行人动身离开了园区 而梁宇竹 则是片刻未听 带着警员去查看监控 梁警官 这边请 早猜到你们会来调查 我提前就把监控给 准备好了 赵园长热情地 配合着警方调查 将与拐卖案相关的监控 悉数调出 你们看 这几段 就是跟案件有关的监控视频 一边说着 赵园长一边带着梁宇竹 在查看监控 似乎想起了什么 园长在看到一段画面时感慨到 要说起来 这事儿 还多亏了林南 哦 就是那个扮演神明的主播学生 要不是他眼尖 我们真不一定意识得这么早 说不定还在满园区的找呢 林南 梁宇竹念叨了一句名字 同时脑海中也浮现出了那道身影 不过倒也没多想 接着 梁宇竹跟警员们 也通过监控画面 逐渐看到事情的经过 而随着视频播放 其他警员不禁吸了口气 脸上逐渐露出奇怪的表情 死 有点东西啊 这个林南 他是怎么发现不对劲的 只见在监控视频中 那名人犯不小心撞到王成宇 却仍是遮掩着怀中的孩子 没有显出任何端倪 并且其手法 看着相当老练 裹起来的毯子 从外观上 压根瞧不出任何人形 可偏偏在场的警员 看到了监控李林南当时的反应 那一副雷祖天尊的打扮 目光赫赫地盯着人犯 分明像是他的视线 毫无遮拦 亲眼目睹了人犯怀里 遮掩的男孩似的 警员们不禁感到疑惑 毕竟正常人应该不会联想到 这毛毯里面会裹着个孩子吧 可是这林南是如何发现的 而且 还一直盯着这人犯离去的背影 只不过 通过这一点 也不足以说明什么 更何况警方的调查目标 是这几名人犯的犯罪过程 随着监控播放 看到林南一行人 前往广播室后 梁宇竹也能大体猜到 后面发生了什么 正是几人的一番交流 确定了碰见人犯 然后夜情报警 接着就是警方的一路追赶 直到瞧见天际 有两道粗壮落雷劈下 可是 很快随着监控的播放 梁宇竹跟在场的警员 都将视线落在了林南的身上 眼看着他在广播室里的种种行径 更是目睹了林南逐渐微避双眸 手上开始掐绝念法 而比较离谱的是外面的天色 跟林南的举动极其同步 竟然真就逐渐阴沉下来 随着警员们目睹了这些 不禁感到有些诧异 一直到最后 视频画面里的乌云散尽 梁宇竹看着朝林南 不停道谢的南海母亲 若有所思的南南道 南道 这些真的都是巧合 忽可算回来了 三人回到宿舍 王成宇便一头栽倒在了床铺上 想不到逛一趟动物园 竟会发生这档子事 再一复盘 王成宇忍不住嘟囔道 子子 越想越神 你说那雷 怎么就能批得那么准 竟然直接就把那火人贩子的车 给批坏了 南哥 这事儿真跟你没关系 此时 林南跟江涛也坐了下来 开口道 别瞎琢磨 相信科学 就是 干拐卖孩子 这种丧尽良心的勾当 这帮人贩子 遭天谴 也是应该的 江涛也在一旁开口道 这倒也是 王成宇择了择舌 也不再说话 滴滴滴 聊了没两句 三人的手机 这会儿都响了起来 林南掏出手机一看 发现是班级群里导员发来的通知 at全体成员 明天 就是军训会演 军训最后一天了 把精气神都拿出来等会演结束 同学们可以着手筹备 即将到来的宿舍文化节 看了一眼群里发下的通知 这军训会演 是早就定下的 不过王成宇 看着第二条消息 跟林南等人嘟囔道 宿舍文化节 是啥 一旁的江涛 显然做过功课 跟两人解释起来 就是让大一新生 装饰装饰请示 贴贴壁纸什么的 最后再让院里老师逛一圈 评选出几个优秀宿舍 讲了一点不值钱的小玩意 能加学分吗 王成宇听罢 极为现实地问道 江涛没说话 只是耸肩摇了摇头 啊 那没意思 有这闲功夫 不如刷刷视频 说着话 王成宇便打开了斗音 准备刷刷美女视频 结果看了一眼消息 目光顿时被那未读的 九九家所吸引 嗯 我抄 我好像火了 王成宇惊喜地喊了一嗓子 把林南两人喊得一愣 不过很快 当王成宇点开消息 简单扫了一眼 接着语气激动地 朝林南开口道 啊不对 是南哥火了 在两人的疑惑目光下 王成宇紧忙提醒道 我截图分享到群里了 你们也快去看 林南旋即 也打开斗音 这才明白王成宇的意思 只见在斗音上 由于今天的直播内容 那雷电接听人犯的消息 已经在网络上传播开来 并且 因为林南在那场直播中的种种表现 引起了粉丝们的热议 即便林南已经表明 自己当时掐的首决 只是想帮着算算方位 但是架不住网友们的揣测 以及爱看热闹的心思 更是有不少会剪辑的粉丝 利用手头素材 制作出了混简视频 其中最火的一条视频 已经有了上万的点赞数 视频内容大致 就是林南在直播间 掐绝念法的画面 那数个玄妙无比的首决一出 看得人眼花缭乱 后半段再配合上 一些纪录片当中的雷电素材 这两者结合在一起 倒是真有几分雷祖天尊显灵 降下雷电天谴的极势感 再加上 国人本就对这种玄学极为感兴趣 最终导致这条视频 成为了一个小包的话题 许多不知道事情 原委的网友也纷纷跟风 拍摄着掐绝引雷的剪辑视频 眼下这一话题 已经有两千多人参与了挑战 要知道 这还仅仅是一天的时间 在同期新增的话题里面 这般热度已经相当之高 我去 这么多网友在跟风拍视频啊 而且 我刚去看了一眼咱们的粉丝数量 这一下子 又涨了不少 宿舍里回荡着王成宇的激动声音 从话题里随便挑了几个点赞多的视频点开 看到还真有不少粉丝 在视频里照葫芦画瓢的掐着手绝 而且有几个年轻人 学得还算有模有样 看样子是竹针学习过 可看着斗音上的盛况 林南却皱了皱眉头 尽管知道这子霄神雷法绝 需要手绝跟法门一同使用 寻常人只分析个手绝 也是无济于事 何况当时的手机镜头 并非一直对着林南 旁人无法完全借鉴 可即便如此 凡事都有代价 这种能够引动神类的法绝 威力与代价 亦是成正比 哪怕是林南自己小心去施展 都耗费了半个甲子的法力 若是任由网友们乱学 但凡笔划出个十之一二 恐怕也会有损耗 而对于没有法力的普通人来说 没有法力消耗 随意笔划出这些手绝 就很有可能会伤身折服 更有甚者 还会损耗寿命 一想到这里 看着网络上那些跟风笔划手绝的网友 林南眉头皱得更紧 南哥咱们直播间这回 可是小伙了一步啊 可你这反应 好像跟我想的不一样 王成宇注意到了林南的表情 疑惑道 林南闻言 没有直接说明情况 只是安排道 这桩不用卸了 咱们等晚上再开场直播 顺便发个声明 啊 啥声明 听到林南说要再开直播的安排 王成宇二人打起精神 竖着耳朵聆听 就是跟粉丝们提醒一下 这手绝不建议 他们自己胡乱模仿 否则 轻则会被折服忌过 重则还有可能损身折兽 林南说罢 却见王成宇跟江涛 大眼瞪小眼 一副没听懂的模样 嗯 通俗点来讲就是 这手绝一旦使出来 有蓝浩蓝 没蓝烧血 随着林南的话音落下 这回王成宇二人 顿时恍然大悟 也并没有多想 只当是林南要借着这个机会 再搞些节目效果 而王成宇的眼睛 滴溜着转了几圈 似乎是琢磨过味来 顿时折服道 我操 还得是你啊南哥 整得跟真事儿似的 这声明一发出去 咱们直播间的热度 估计还能涨一大件 随着王成宇的话音落下 三人开始筹备起了晚上的直播 很快 时间便来到了晚上 还是在老样子 三人准时开启了直播间 林南仍是雷祖天尊的扮相 手持着法器 一身神香地端坐在镜头前 或许是出于之前的热度 直播间很快便涌进了一批观众 时时在线人数 更是蹭蹭地往上涨 随着直播间的开启 时时在线人数迅速上涨 涌进来的观众 有些是直播间的老粉 甚至林南等人 都有些眼熟ID 还有通过热点话题 首次进入直播间的路人网友 此时弹幕上踊跃着各种发言 一些先前提过建议的老粉 由衷地替林南开心道 主播 你这回可是真火了 看到网上那些剪辑视频了吗 那一手掐绝赵雷 也太帅了吧 何止啊 我甚至都怀疑 那条视频压根都不是剪辑 主播 你赶紧给我老实交代 当时人犯的车被雷劈 是不是你背着我们施法了 随着一些老粉们的兴奋与调侃声 首次进入直播间的路人网友 逐渐理清了事情原委 他们多数是因为 看到网上突然冒出一些视频 内容千篇一律 都是一些人在镜头前面 用手比比滑滑 做出几个自以为很帅的动作 再在视频的后半段 放上各种狂拽酷炫的雷电特效 晃得人睁不开眼 起初因为兴起 在看到这些视频的时候 还能看得过眼 可是 随着跟风的人越来越多 视频的质量参差不齐 甚至还有不少小学生 都参与进来 配合着五毛钱的雷电特效 手上比划着动作 嘴角露出邪魅一笑 看到网友们 脚趾都能扣出三十一听 这跟风视频看得多了 难免引起路人的反感 正所谓众口难调 在理解了那些视频的起因后 这些路人网友 带着一些不跃道 好家伙 我说 最近怎么老是刷到这种视频 十个里头 恨不得有九个 感情是从主播这起的头 主播的那个剪辑视频 我也看过了 无非 就是扮相逼真一些 压根说明不了什么 难不成在镜头前面 比划几个手势 就能照雷击毁人贩子的车 这么玄乎的事 也真有人信 伴随着直播间弹幕翻滚 不少深入了解过的网友 也忍不住反驳道 我去 你们是不知道 主播有多神 我跟主播是同一所学校的 听说他之前在操场上 话阵求雨 结果没过几分钟 真就下气雨来了 我对此印象很深刻 因为 我当时刚好就在外面 直接就被浇成了落汤鸡 而且第二天 还突然下了冰雹 我一直感冒到今天才好 随着这位校友的评论 却还有许多 路人网友不相信 在弹幕中 对此嗤之以鼻 质疑道 兄弟 主播给你多少钱一条 别藏着掖着的 有饭一起掐啊 此时 林南三人 也在看着直播弹幕 当看到这位校友的言论 林南三人 却丝毫不怀疑 其真实性 毕竟他们当中 有两人是见证者 而林南更是始作俑者 只是 王成宇和江涛 都曾亲眼目睹过 林南画阵求雨的全过程 此刻看着这位校友的评论 心里不禁 再度泛起了嘀咕 是啊 先是这画阵求雨 林南说是碰巧 然后是掐绝念法 听林南说 是要寻孩子方位 结果呢 那投人贩子的车 直接就被雷给劈了 这世上 能有这么多巧合 一时间 两人心里不禁有些怀疑地 看向了前方端座的林南 而直播间的人数越来越多 弹幕中的讨论愈发激烈 见时机差不多 林南于是朝两人示意 向直播间的网友们 发表声明提醒 王成宇二人见状 也暂时不拒胡思乱想 当即 站在林南两侧 有模有样地拱手施力道 诸位师兄 欢迎来到直播间 今晚之所以选择开直播 其实也有一事说明 随着两人的说话声音 以及林南那一副 不怒自威的雷祖天尊伴相 在直播间的网友们 无疑不竖其耳朵聆听 哪怕是之前那些抱有怨气的路人 也对即将宣布的事情 充满了好奇 随着直播间弹幕的一阵沉寂 王成宇跟江涛两人 互相帮腔 说出了之前林南叫给他们的话 诸位师兄 我等已经明确过了 主播当时所用的手绝 并不建议各位师兄 在私下里磨庞 毕竟这些手绝 涉及到一些玄妙 我们也要持有 最起码的敬畏之心 如若随意磨庞 再不小心比划出一二 轻则会被折服忌过 重则还有可能损身折兽 两人的声音 在这直播间里回荡起来 伴随着他们话音落下 直播间的观众不禁一愣 就连老粉也没想到 主播他们要说的事情 竟然是这个 那些跟风拍过视频的粉丝 此刻更是犯嘀咕 啥玩意 自己私下里练着手绝 还有可能折服折兽 不会吧 真的假的 你们可别吓唬我 我之前为了拍视频 跟着学了好几遍呢 反倒是一些路人 仍是对这个说法 感到嗤之以鼻 就在王成宇二人的话音落下后 他们当即嘲笑道 好家伙 一个搞扮演的直播间 至于还搞得这么玄乎吗 随便做几个手势 就有可能好阳寿 这么能吹啊 这种作秀的我见多了 不过像主播这么能扯的 我还是头一次见 一时见 许多网友开始在弹幕中揣测 觉得主播是在威严耸听 然而 这些网友哪里会知道 灵难心中的顾虑 这紫霄神雷法诀 一经施展 引动的可是天雷 必然会惊动雷部众神 寻常人随意掐捏手绝 体内却无法力攻击 必然会自损身体 而且 若被视为对神明不敬 便总归要付出些什么 对神仙而言 或许仅仅仅是略施成见 可对于寻常人 这小小惩罚 也许就代表着十几年的寿源 也不知是真相灵难担心的那样 还是出于心理作用 再提醒了一番后 直播间里 还真冒出来了不少网友 表示他们遇到了些怪事 死 好像还真有什么说法 我只是按照主播的样子 掐了几个手绝 之后就总感觉头晕 天哪 我好像也是 一时间 随着这些网友的分享 直播间再度热闹起来 随着直播间 弹幕一阵弹幕翻滚 也有不少评论出现 声称 按照主播掐动的手绝 有模有样的学习并施展后 身体出现了不适 更有甚者 已经感觉头晕目眩 恼人生疼 似是两天两夜 没合眼一般 瞧着这些评论 林南的眉头 不由的一蹴 若是一个两个 在掐完手绝后出现不适 或许还能归结为巧合 可现在呢 直播间里冒出来近百号人 都表示自己身体出现了异常 精神唯拟不振 这绝非是巧合使然 自己所担心的事情 似乎已经在悄然发生了 好在发现得及时 自己早早地给出了提醒 不至于造成什么太大损伤 于是 看到直播间里议论纷纷 林南不禁暗暗松了一口气 想来以后 也不会有人轻易 再不信邪地去尝试 若真有 那就是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非要做死的话 林南也没什么法子 不过 随着直播间的弹幕滚动 还有一部分观众 对着说法 将信将疑 打岔调侃道 啥玩意儿 掐几个手绝 就能产生这么大的副作用 你们确定不是主播的手绝太复杂 照着练 练到滴血糖了 当者言论一出 引来了诸多路人观众的赞同 好家伙 果然还是要相信科学 我就说 这主播只能算是运气好 那么多巧合 全叫他赶上了 主播要真有本事 怎么不让他给沙漠下长雨啊 看他还灵不灵 瞧着直播间里的言论 王成宇跟江涛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他们哪里知道林南的手段 只当这些言论一出 都是对直播间相当不利的节奏 要是真叫观众们 这么叫真下去 将来他们还怎么 在扮演区里混 想到这些 王成宇跟江涛对视了一眼 心中暗暗嘀咕道 死 这种事 不是心知肚明就好了吗 非得揪出个所以然 可言瞅着直播间 逐渐被带起负面节奏 险些面临着口碑崩盘 就在两人一筹莫展之际 一道沉稳的声音 缓缓响起 那声音无比冷静且沉稳 如上仙口语 以宣告世人一般 徐徐道 雷尊宝告有言 手举金光如意 宣说玉书宝金 不顺化作微臣 发号极如烽火 以清静夕儿红大院 以智慧而扶朱魔 总司五雷 运行三件 群生父 万灵师 大圣大慈 至皇至道 九天因缘雷声 普化天尊 伴随着这道声音响起 王承宇跟江涛的表情 顿时一正 接着齐刷刷 朝林南看去 却见他此刻面不改色 仍是法相庄严 不怒自威的模样 不出意外 这正是林南提前做的功课 乃是雷尊宝告 这段告词前面 还有一长段 林南只诵读了其中一部分 玄机解释道 所谓群生父 万灵师 群生 即众生 万灵 则一指一切生灵 雷尊发大愿叫化世人 又起哀怜之心夺化万灵 既为父 亦为师 故有此名 而凡事皆有定数 授法也绝非是工人消遣 肆意玩弄的工具 旨在为生灵谋福指 若真有生灵处于疾苦 雷祖天尊子会怀以悲悯之心 以授法造福之 随着林南的话音落下 顿时 直播间陷入了短暂的安静 似乎是直播间的观众们 也都听得有些出神 何况林南这般装扮 以及那徐徐到处时的声音与神态 无疑不叫人下意识的心声敬畏 还是王成宇跟江涛二人 最先回过神来 也是受到了一波冲击 忍不住把手伸到背后 朝着林南比出个大拇指 低声感叹道 南哥牛掰 你听听这小词 整得一套一套的 这下总能堵住这些带节奏的嘴了吧 在一时出气的感叹之余 两人心里也有些犯嘀咕 毕竟林南方才解释得很清楚 就是在正面回应那些起哄带节奏 嚷嚷着让林南去给沙漠降雨的 而林南话里的意思就是 施法可以 但不能随随便便施展 必须遇到真正的生灵疾苦 方才能以慈悲度化的心念 去驱使竖法 可是 林南的这一段话 虽然暂时将直播间的节奏 给压了下去 却又让他们面临着另一个问题 死 南哥这回 可算是把话放出去了 以后万一真有人来求咱们办事 那可咋办 到时候 咱帮还是不 不对 就算咱想帮 只怕也无能无力吧 随着王成宇的担忧之声 江涛暗暗使了个眼色道 胖子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咱先把今天的节奏给应付过去 现在最要紧的是 转移一下注意力 可别真让观众现场求个什么 你看 评论区里现在都开始跟风刷球暴富了 眼瞧着直播间 真有人开始请愿 像是将直播间 给当成了许愿池 两人就怕这会儿 冒出个什么世界和平之类的大心愿 于是 尽一切可能转移话题 王成宇的脑筋一转 打了个哈哈道 说的没错哈 受罚可并非轻易施展的 而且每次施展都有代价 况且 就算能让诸位权重彩票 到最后瓜分下来 每人最多 也就能拿到个两块三块的不是 与其求先问博 不如脚踏实地 我们也是这样想 所以 各位朋友 能否再给我们提些建议 随着王成宇的三两句话 还真生生地将话题给带了过去 旋即 一些老粉开始跟他们提起建议 说法可谓是五花八门 而在这些建议当中 其中一条评论 引起了林南的注意 死 主播的扮相已经很逼真了 几乎没什么可挑剔的 只是这背景总看着有点别扭 这后面一看就是宿舍啊 跟主播的扮相有点违和 要不你们考虑换个背景 咱不说先攻吧 好歹整个山林茅屋 啥的也行啊 随着这条评论出现 林南的耳畔响起一道声音 检测主人收到网友建议 现已收录到建议栏中 收到建议 更换背景 雷祖神福 难度 适中 完成奖励 6%扮演完成度 当前未完成建议 1.收服做其末其林 2.更换背景 雷祖神福 随着林南的心念移动 收录后尚未达成的建议 便一目了然 这收服做其一事 上次因为遇到人犯 只能暂时搁置 眼下能够尽快达成的建议 也就是更换直播间背景了 这雷祖神福 全称为神霄玉亲福 乃是雷祖天尊的居所 将来等直播 积攒到足够资金 倒是可以考虑 弄个专门的场地直播 不过 现在条件不算充裕 还是一切从简 不如就在宿舍里做些文章 算是最方便稳妥的办法了 想到这里 林南心中做出了决定 各位师兄 时间也不早了 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儿 我们下次再见 随着江涛跟王成宇的拱手失礼 后者上前将直播关闭 退出了直播间面后 两人双双松了口气 胡可算完事了 我嘴皮子都要磨碎了 刚才看到好多网友在底下许愿 都快把咱们直播间 当成许愿池了 可不嘛 也不知道这界网友都是怎么想的 要是真有那么灵 我也跟南哥许愿了 说着 王成宇的眼珠子一转 玩笑似的 朝林南道 你说是吧 南哥 小弟也想求报复啊 此刻 林南从座位上起身 正准备换衣服 听见声音 转头瞧见王成宇 那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林南嘴角一笑 旋即直接拿起手机 手指一番操作后 只听王成宇兜里的手机一阵 响起了提示声 爹 V信收款到账 听到这提示音 王成宇顿时一阵 掏出手机一看 看到那一串数字 那绿豆大小的眼睛 当即瞪得老大 兴奋到 我抄 感情还真灵啊 而没等王成宇高兴多久 江涛的手机意识一阵 同样收到了转账 老林 你这是 随着江涛的询问 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收这钱 不过很快 林南的声音便传来 语气笑道 辛苦费 以后每场直播都会有 也不用跟我客气 这都是你们应得的 随着林南的话音落下 王成宇跟江涛二人 也不扭捏 王成宇更是喜笑颜开 畅想着未来的美好前景道 可以可以 再跟着南哥直播一段时间 这大一的学费 都要赚回来了 而江涛见林南坚持 也点头道 其实观众大都是冲着你来的 我们俩就是耍耍嘴皮子功夫 不过 也是你的好意 那这钱 我们就先收着了 林南应了一声 卸着脸上的妆容 继续开口道 行了 跟你们说个正事 我准备把咱们宿舍改造一下 旋即 林南将今晚观众提出的建议 以及自己目前的想法 跟两个人简单地说了一下 而王成宇跟江涛两人 刚刚收了红包 加上本就对这直播仪式 很有干劲 自然是没有怨言 给出了极为正面的回馈 没问题南哥 这是好事啊 咱们把直播背景弄出来 直播间的人气肯定还能往上涨 说到这儿 王成宇似乎想到什么 稍微露出思索状 只不过 南哥你说的神骁欲轻浮 那可是仙人居所 规模肯定不小 咱们这宿舍 才屁大点地方 得咋弄才能像样一点 随着王成宇的顾虑声 为等林南开口 江涛便率先提议道 直播背景吗 又不是非要依 依的还原 只要网上买个类似的背景墙纸 就差不多 哎 有道理啊 王成宇似乎才反应过来 扫射一圈宿舍道 正好 再过段时间 就是宿舍文化节 咱们干脆一起弄了 给这宿舍的壁纸 都换成仙功 咋样 在三人的一番商量 集思广义之下 直播背景的更换思路 逐渐清晰 更是开始精益求精 王成宇时不时地 冒出个主意道 要不 在整个加湿器 那玩意会喷雾 跟仙功那种云雾缭绕的效果 应该差不多吧 对了 还得再整点绿植 这一晚上 三人就在筹备 如何安排直播背景 以及不断网购 各种所需道具中度过 第二天一早 沿海大学的操场上 这届刚刚结束军训的大一新盛 便早早地集合战队 准备参加军训最后的会演 过程倒也没什么特别的 无非就是让结束完军训的新生 依次在检阅台前走几个方阵 好彰显一下 这段时间的训练成果 让校领导看看 新生们的精神面貌 不过 学校也不知道 从哪里弄来了十几龙的白鸽 在会演开始后 便打开笼子 让这些白鸽飞了出去 在操场上空铺成一片 场面倒也相当壮观 而带到各院系的新生们 依次踏过方阵 在校领导 以及教官的面前走了一圈 接下来便是常规的校领导讲话 林南站在方队里 一时百无聊赖 心里还琢磨着 买下的道具 今天能否到 哎 南哥 就在这时 身旁的王成宇 发出疑惑声音 旋即朝着林南 小声招呼几句 怎么 林南闻声 朝着对方看了一眼 却见王成宇 正私底下伸手 指着方阵正对着的检阅台 不停地示意着 你看 那台上最右边站着的是谁 林南闻声 这才朝着王成宇所示意的位置看去 却见那最右边 果然站着一大一小两道身影 其中小的那个 是个四五岁左右的小男孩 而男孩身后 则是一名妇女 那样貌根身形 让林南一眼 就认了出来 正是之前在动物园碰见的 被拐走的小男孩 以及那位母亲 是他们 怎么 看到小男孩跟他的母亲 不知何时站在了台上 林南顿时愣了愣 而一旁的王成宇跟江涛 也是和林南差不多的反应 三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 似乎是都猜到了什么 嗨嗨 各位同学们好 与此同时 随着操场影响传出的动静 校长郑志安开始发言 不过 与众人想象之中的发言 有所不同 只听校长郑志安 视线 落在工商管理系的方阵位置 脸上挂着微笑道 下面 我要先请一位同学到台前来 工商管理系三班的林南同学 请你上来 而随着操场上喇叭声的传响 同一方阵里的几十道目光 齐刷刷地看向林南 嗯 我没听错吧 校长刚才说啥 随着操场上那辉红的广播声音 将校长的话 送到所有新生耳中 其余新生 还在四处张望 不知道校长喊话的林南是谁 可是 跟林南身处在同一方阵的新生 却是纷纷将视线投向林南 那一双双目光中 充满了疑惑与好奇 不清楚校长 为何这会儿让林南上去 不过随着校长的话音落下 以及看到了 简约台边上等待的那对母子 林南三人交换了一下眼神 猜到了事情的原委 旋即 林南也没有扭念 酷步踏出了方阵 朝着检阅台上走去 而当林南的身影 缓缓地出现在众人面前 已然有一部分新生 将林南给认了出来 纷纷议论道 哎 这不是上次开会的时候 说要下冰雹那个们吗 对对 我想起来了 原来他就是林南 校长怎么这会儿把他叫上去 这是要干什么 难道还是因为上次的事情 伴随着新生们的议论之声 林南也已然迈步 来到了检阅台 面对着底下的无数新生 神色淡然 甚至还颇具威严 而校长郑志安 则是脸上堆满笑容 一副春风拂面的模样 对林南的态度 也表现得极为亲切 一边欣慰地拍了拍林南肩膀 一边对台下新生们解释道 同学们 是这样 我刚刚接到消息 昨天 在我们烟海市动物园 发生了一起拐卖儿童的恶行事件 随着校长此话一出 台下的新生们 还有些摸不清头脑 忍不住议论纷纷 郑志安健壮 则是笑了笑 转头看向林南 继续道 好在当时林南同学 跟他的几位朋友 就在现场 并且发挥了优良传统 迅速发现了人犯的行动 并且在第一时间报了警 成功地让警方追捕到了人犯 让这对母子得以团聚 随着校长郑志安的这番话音落下 在台下的新生们 这才反应过来 一个个的表情 皆有些诧异 方才明白 校长将林南喊上台的目的 竟然是因为这件事 而且还不单是普通的建议勇为 听校长的这番介绍 分明是作为线索提供者 协助警方抓住了一伙人犯 这含金量不可谓不高啊 我去 这哥们 竟然协助警方 抓住了一伙人犯子 这也太牛了吧 妥妥的建议勇为啊 而且还被校领导知道 这哥们以后 在学校里可出名了啊 但是这一点 估计就能给家不少学分呢 羡慕啊 这种事 咋不让我给赶上呢 你赶上 你赶上有什么用 真以为随便找个人 就能对付人犯子 当听到校长所描述的情况 台下的新生们 无不朝着林南头去艳羡的目光 此时 林南站在检阅台前 听着身旁校长笑呵呵道 林南同学 你那两个朋友呢 好像也是咱们学校的 这位母亲 当时就记住了你的名字 现在把他们 也一块喊上来吧 王成宇 姜涛 林南点头 旋即在话筒中 喊出两人的名字 朝他们招了招手 而被换到名字的两人 则是愣了愣 神色有些不自然 看得出来 面对这么多人 着实有些紧张 深吸一口气后 这才出列 朝着检阅台走去 小胖子王成宇 那张圆滚滚的脸 像是被烧红了一般 也没了平时那股犯件的样 倒是姜涛懂得把握机会 抓住在新生面前露脸的机会 站在林南身旁后 腰板也挺得笔直 身上暗暗发着力 那长期锻炼的肌肉 都快要从军驯服底下爆出来了 随着两人到齐 校长也退后一步 朝着那头等待的母子 笑着点了点头 后者也早已等待许久 只见那母亲带着儿子 三两步走上前来 哎呀 谢谢 真是谢谢 要不是您 我儿子恐怕都不知道 被那群该死的人贩子 给卖到哪儿去了 那位母亲面对林南一个劲的感谢 并从手里 举起一个卷起来的锦旗 继续道 这是我找人做的锦旗 必须要送到您手上 请您一定要收下 瞧着这位母亲手中的锦旗 林南也是未曾想到 还有这一处 连忙开口道 这 您费心了 我真的没做什么 见林南有些推辞 那母亲却是眼眶泛红 锦盲道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我都了解过了 要不是那天披下来的那道雷 那火人贩子 说不定带着我家孩子 就往哪边就跑了 而且我还记得 当时您 听到这位母亲的话查 似乎是想要说 当时自己施展紫霄神泪绝的情形 林南见状 当即倾咳了两声 打断了这母亲的话音道 嗨嗨 那都是巧合 咱们还是要相信科学的 不要教坏了您的小孩子 与此同时 那推到一旁的校长也开口道 林南同学 你就别推辞了 这锦旗 也是一片心意 趁着机会给大家展示展示 随着校长的话音落下 林南只好接下锦旗 递给了江涛跟王成宇 两人一同将锦旗展开 然而 当瞧见这锦旗上的内容 林南却有些哭笑不得 只见这锦旗上最显眼的 是八个烫金大字 为祖显灵 普化众生 果不其然 当看到这锦旗上的内容后 不单是林南 台下的一众新生们 也皆是一正 为祖显灵 好家伙 这前脚刚说 要相信科学 结果锦旗上 却是这么个内容 一时间 这些新生们 也纷纷感到好奇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雷族显灵 跟林南又有什么关系 此时 郑志安以及学校领导们 也都没想到 锦旗会是这个内容 他们得知 有人要送锦旗 便自然而然地以为 会是助人为乐之类的话 所以并未提前查看 这会儿 箭台下的新生们 议论纷纷 校长郑志安也紧忙到 各位同学不要误会 当时林南同学 正在进行户外直播 扮演的就是雷祖天尊 想必是在助人为乐的同时 给予了这位母亲 一些精神层面的慰藉 所以 才会收到这面锦旗 不过这种精神 还是很值得同学们学习 要继续发扬我校的优秀传统 在外面也要时刻牢记 伴随着校长的一戏话 还真将话锋给扭转回来 接着校长便开始发烈 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 终于 在一番讲话后 这场军训会演圆满结束 林南三人 也带着锦旗下了台 回到对联 不久 在宣布解散后 似乎有人查到了 这件事的相关报道 顿时 跟林南同班的一名女生 看着手机惊讶叫出声 哇 我查到了 呀 随着一名梳着马尾的女生 突然发出喊声 周围聚拢的同学们 纷纷朝他头去好奇的目光 我找到这个案子的报道了 这名梳着马尾的女生喊道 看着手机的双眼 却越瞪越大 怎么了 当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林南他究竟干啥了 还被人家特意找上门来送锦旗 在同学们的询问声中 这名女生 朝众人讲述了警方发布的消息 在诵读的时候 她的语气 却也显得诧异 报道上说 那火人犯朝 封锦区逃跑 在即将逃离的时候 他们的车子 被雷给劈了 这女生在讲述完之后 眼神中透露着惊讶 而其余的同学们 亦是和她差不多的反应 有些瞠目结舌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啥 人贩子的车 让雷给劈了 你确定没看错 这不是什么营销号的报道吗 那女生举起手机 示意着发布新闻的账号 而周围聚拢的同学 也亲眼目睹了发布的媒体 那赫然是烟海市公安的官方账号 而且像这种警方的案情陈述 哪里有媒体胆敢造假 并且 由于这起案件的巧合性 引起了诸多网友的关注 天降神类 在警方追赶的过程中 批坏犯罪分子的车辆 实在太有戏剧性了 不免吸引了众多媒体 纷纷将内容复制粘贴 在各自的新闻账号上发布了出去 已经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 所以 压根由不得他们怀疑 这起事件的真实性 而围惧在林南身边的同学们 此刻也纷纷面露惊诧 继而 转头朝着林南看去 他们都曾瞧见过 林南之前直播时扮演的雷祖 亦是亲身经历过林南的那次话证求雨 险些把操场上的他们 给交成了落汤机 同学们这会儿 也才醒悟过来 那位母亲给林南送的锦旗 上面的内容 为什么会是 雷祖显灵 普化众生 感情 他是真把林南看作 是雷祖上身了 可是 要说不是刻意为之 这事也未免过于巧合 甚至 就连那日的天气 他们都觉得有些玄乎 因为之前分明是万里无云 可是却突然间毫无征兆地 聚拢起了遮天蔽日的乌云 并且 当时连气象局都下达了紧急通知 发出了橙色暴雨预警 可结果呢 等了半天 那么阴的天阙愣逝 连个雨滴都没掉下来 而且 天也很快就晴了 庞佛那场阴天 是人有意 而为之 就是为了打下几道雷而已 而偏偏就是那几道雷 还精准地击中了人犯开的车 真有志要巧的事 电视剧里都不敢这么演吧 于是 在场的同学们 看向林南的目光 不禁充满了探究之色 也不知他们每个人心里 都在想些什么 一时间 竟陷入了沉默 嘿嘿 怎么样 牛不牛 直到王承宇的声音突然响起 打破了沉寂 似乎瞧出了同学们的惊讶 一脸见兮兮的侃侃而谈道 这事儿 我全程在场 简直神的不能再神 当时我就瞧见 男歌手掐法绝 然后刷的一下 天就黑了 紧接着电闪雷鸣 哎呦 那景象就跟末日来了似的 伴随着王承宇的煞有介事 周围的同学们都听呆了 尤其是同班的女生 已然有许多两眼闪光 吃惊地捂住嘴巴 胖子 瞧着正在吹牛的王承宇使了个眼色 开口道 别听他瞎说 只是巧合罢了 听到林南的声音 王承宇尬笑着轻壳两声道 对对对 如有雷劈 纯属巧合 各位同学还是要相信科学啊 可这一幕 叫旁人见了 反倒有些欲盖弥彰的急事感 不禁让一众同学侧目 愈发觉得 林南真有几分神秘莫测 滴滴滴 就在这时 林南的手机传来一阵铃声 正是他们之前买下的快递到了 瞧着那一堆的曲剑马 着实不少 林南于世道 行了 咱们买的东西到了 先跟我去取快递 好嘞 王承宇一边答应着 一边故意朗声道 待会怎么取啊 南哥 今天还遇见吗 林南文言都不禁合手 也行 周围的大学生们 却是清澈的眼神中 透露着崇拜 也不知是玩笑调侃 还是真的信以为真 哇 我没听错吧 他竟然还会遇见 真的假的 几名同班的女生 眼泛桃花地盯着林南 心中的仰慕之情 无以复加 看到这一幕 江涛一时雨色 颇感羡慕 瞧见林南 已经脉步动身 于是也挽着袖子 跟了上去 只剩下那群同学 还望着林南的背影 议论纷纷 虽然不可能真的认为 他会遇见降雷 但也觉得 林南或许真如那些道士一样 懂点玄学 要再往上一点 看看歪没歪 好 停 304寝室内 林南三人忙碌了一下午 终于将买来的东西 悉数安置妥当 三人同时输了口气 呼 大功告成 这会儿再一瞧 宿舍内部 几乎焕然一新 只见四周墙壁 都替换上了 仙宫模样的壁纸 诸多悬空与九霄的楼阁 沐浴在金色光芒之下 还有五彩云泥环绕 置身于此 宛如身处在天宫 我的天 这打眼一看 还真像是在仙剑 江涛打量着四周 也不禁满意道 要不是这壁纸上的云泥 不会流动 我差点都信了 嘿嘿 还没完事儿呢 王成宇说着 打开了地上的两台加湿器 以及准备好的 落日氛围灯 那鼓鼓喷出的雾气 被氛围灯加以映照 缓缓流动生腾 当真有金色云泥的即视感 再配合上后面的壁纸 气氛可谓是直接拉满 不错 林南眼神流转 嘴角扬起一抹笑一道 准备开工 两个小时之后 直播间准时开启 伴随着提示音响起 无数粉丝看到了直播提醒 可当他们按照 往常一样点开直播间 却都让眼前景象给看傻了 瞬间忍不住瞪大双眼 卧槽 主播经费在燃烧 随着直播间的开启 进入的观众 在看到第一眼时 便被惊讶住了 只见 此时木南的直播间 已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直播画面中 金色云雾缭绕 后方是朦胧的仙宫楼宇 在云泥中若隐若现 流动的雾气 阴云缭绕 给人一种 后面仙宫也在飘动的错觉 而此时主播身穿仙甲 衣美飘然 仙气十足的端座 在正中央 一副不怒自威的模样 这一幕 庞佛真的是在 雷祖仙宫之中直播一般 见此惊醒 弹幕中炸开了锅 我去 这是给我干哪儿来了 这是仙剑吗 主播位列仙班啊 场景细看之下 虽然有点假 但架不住主播这扮相太像了 恍惚中 竟然好似真的在直播神话一样 炫酷 吊打扮演 类同行所有直播间了 看着滚动的弹幕 王成瑜脸上露出笑容 跟观众们解释了一番 刚提的建议 这么快就给安排上了 主播是真听劝啊 瞧这背景 再加上这氛围 子泽 真不错 随着直播间里观众们的 一轮之声 一时间弹幕滚动着好评 与此同时 林南的耳畔响起一道声音 恭喜主人达成建议 更换背景 雷祖神福 难度 适中 获得6%扮演完成度 当前扮演完成度 达到20% 奖励百年法力 获得归原春雷印 听到这声音 林南的心中一喜 果然没有白费功夫 只不过 系统 这次给予的奖励 让林南提起了兴趣 除了100年法力之外 竟还有一门术法出现 林南的心念一动 这归原春雷印的解释 便出现在脑海 九天因缘雷声 普化天尊 主生杀枯荣 善恶赏伐 行云不语 斩妖伏魔 号令雷霆 而司长生杀枯荣 则为普化群生 龟原春雷印 可掌生灵荣窟 被施印者 可焕发上古血脉 亦或颓尾衰败 听罢这龟原春雷印的解释 林南兴有所悟 也就是说 此法印 能够让生灵得以焕发潜能 据说现如今的许多动物 皆有上古一流的神兽血脉 只不过在今年累月下 这些血脉 已经极其微弱 若有机会 倒是可以试试 这龟原春雷印 能否重现上古神兽的风采 而且 之前收服默契林坐骑的建议 具有上古血脉一存的生物 从而让麒麟这种神兽再现出来 想到这里 林南已然有所决定 而就在林南心中 暗暗思量之际 直播也还在继续 彼时 观众们在经过短暂的诧异后 也感叹着主播这识听劝 于是又踊跃地 在直播间中给出建议 那想法可谓是五花八门 这画面里 云雾缭绕 要是主播能在直播过程中 腾云驾雾 肯定更有视觉冲击力 据传雷祖天尊坐下 有诸多雷步 三十六雷弓 这要是能多请出来 站成一排 排面直接拉满 林南的脑海中 却是接连响起数道声音 检测到多条建议 建议以收录 收录建议 腾云驾雾 雷祖显射 难度高 奖励15% 扮演完成度 收录建议 诸将听令 雷步列阵 难度极高 奖励16% 扮演完成度 瞧着观众们 在直播过程中提出的建议 林南也不禁佩服粉丝们的想象力 甚至还有人 让林南打造天庭 念见玉皇大帝 甚至雷劈灵山 看得林南嘴角抽搐 雷劈灵山 这是不想让我活啊 就在这时 一条跟这些建议 形成强烈反差的弹幕 跃入眼帘 第一时间 吸引了林南的注意力 仔细读了一番 这赫然是一个请愿的弹幕 而且话里话外 也显得极为恳切 听说这个主播会下雨 主播 我们这地方 干旱很久了 来长雨呗 我也是看了新闻来的 我老家奶奶的地 今年都汗死了 主播下个雨 大仙 不行你试试 随着这几条弹幕的出现 直播间里的其他观众 却是一愣 不禁玩笑起来 好家伙 竟然还有在直播间求雨的 哥们 不是我说 求雨应该去龙王庙啊 你该不会是真把主播 当神仙了吧 随着粉丝们的调侃 直播间充满了欢快的气氛 然而这名观众接下来的话 却令直播间的其余人 纷纷揭没下来 只见这老哥字里行间 都充斥着辛酸与无奈 继续说道 都是过了 什么法子 都是过了 可是没有用啊 俺们南娇 已经快一个多月没下雨了 地都汗得不成样 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老天爷是要把人 往死路上逼啊 眼看着这老哥如气如素 方才还在调侃玩笑的观众 皆是沉默 南娇 江涛看到这位观众 提到的地点 似是回忆起了什么 低声道 我之前刷到过视频 说是南娇式的干旱 确实很严重 有三百多万亩的农田 因重汗无法播种 而且因为很久没下过雨 地表几乎保持在 4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 可见情况确实不太好 随着江涛的话音落下 就连王成雨 也一改之前的笑脸 不禁则舌 叫人有些心酸 确实挺不容易 毕竟农民 都是靠天吃饭 这天要是不下雨 可不就连饭都吃不上 可是 真到咱们直播间求雨 咱能有啥办法 就在这直播间的气氛微妙 逐渐被一股低沉气压 所笼罩之际 一道沉稳 且带有雌性的声音响起 正是林南缓缓开口 安抚道 无上照天心大道 夏季优名群苦 只要虔诚请愿 自会有所收获 随着林南的话音落下 在两旁的王成雨 跟江涛 以及直播间的观众 并不意外 也只是都当作主播 在给予对方精神上的慰藉 并没有多想 而看着涌入直播间求雨的人 逐渐增多 似乎真的在寄托着 缥缈的希望 其余观众不禁唏嘘不已 在直播了一段时间后 直播间的气氛 还是难以活跃起来 待到直播结束 王成雨跟江涛两人 还是有些唏嘘的 哎 毕竟咱们这种类型的直播间 加上南哥这么神色 就跟庙里的神像活了似的 将来肯定少不了像这种 真遇到了难事来请愿的 其实他们也知道 这玩意做不得数 都是迷信 但就和求神拜佛一样 图个心理慰藉罢了 是啊 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我读了书 知晓这世上并无鬼神 但当我看到病床上的他 竟也生出一种常跪哭求 神仙保佑的绝望 可咱们就算想帮 也无能为力啊 还是尽快调整好心态吧 别再轻易被影响到了 两人无奈的对话声 传入林南耳中 但他却并没有回应 此刻正在网上翻找着资料 搜索了那位观众提到的南娇士 映入眼帘的 便是如今正在经历的汉情 不过 随着林南的翻阅 很快又一则消息映入眼帘 这南娇士在古时被称为陆毅 且当地还流传着黑鹿献宝的传说 黑鹿 林南嘟囔了一句 双眼逐渐闪过一抹光彩 当林南在网上搜索南娇士 跳出来的相关词条当中 出现了黑鹿这个字眼 不由得 让他联想到了雷祖天尊的坐骑 莫其林 于是又紧忙顺着线索查找 很快找出了一些词条科普与报道 黑鹿又被称为水鹿 因其喜爱在水边觅食 时常到水中浸泡 善游泳而得名 看到这一内容 林南不由得心中一喜 只因这黑鹿不单是外貌相似 就连习性也与头生双脚 可引雷雨的莫其林极为相同 这难道仅仅是偶然 抑或着 黑鹿跟莫其林 本就存在着莫大的关联 甚至其身上 或许就残存着莫其林的遗留血脉 想到这里 林南顿时在心中打起主意 不过 就在他思量之间 视线又被接下来的报道所吸引 如今南郊式的干旱严重 河床水位不断下降 导致黑鹿的生存环境也在迅速恶化 若是让这场干旱再持续下去 只怕 会对南郊式的这一物种 造成一定的打击 如今南郊式面临的严重干旱 本就让林南心有所感 今日还看到不少该地区的观众 前程其语 更何况 在南郊还存在着黑鹿这种生物 这两者之间 无论出于什么目的 林南都必须要走上一走 看来 是得走一趟了 林南自顾自地说了一句 心中也已经打定了主意 与此同时 一旁的王成宇 还在跟江涛附着盘 连连砸舌道 涛啊 咱以后还是得注意一下 可不能受到那些请愿的影响 你发现没 后来咱俩的心情一差 连带着直播间的气氛 也活跃不起来 说着说着 王成宇还不忘TU一下林南 转头道 你说是不 南哥 今天是发现问题了 等明天直播的时候 你可得提醒我俩注意 林南想着 即将出发去南郊一趟 但考虑到目前出去 还得跟导员请假等事宜 再加上本身的目的也不简单 除了要寻找这南郊市的黑路之外 便是要施展阵法 给南郊市将一场雨 且不说在军训刚刚结束 三人一同请假 被批准的概率有多大 单是林南要施展阵法其余 身旁也不方便有人跟着 于是 考量在三后 林南便徐徐开口道 明天 可能暂时先不直播了 如果开的话 我可能就自己播一会儿 当林南的话音落下 王成宇的表情一愣 疑惑道 啊 为啥呀南哥 是不是我俩 今天没带好直播间的节奏 你打算不带我俩了 一旁的江涛 倒是没想那么多 已然瞧出了林南有事 因为林南在说话的功夫 已经在收拾东西 并且 将旅行包拿了出来 再往包里 拾到装扮的衣物 以及法器 想多了 听到王成宇的声音 林南拍了拍对方的肩膀道 那老林 你这是 江涛好奇地问道 打算出趟门 啊 这大晚上的要去哪啊 南郊市 林南没有跟两人 藏着掖着的必要 因为原本林南打算去南郊 就是想看看 能否完成收服墨契林的建议 若是事情顺利的话 或许还会顺便开场直播 所以 并不需要刻意对两人隐瞒 啥 南郊 随着林南的话音落下 只见王成宇和江涛两人 顿时一正 互相对视了一眼 不禁朝着林南询问道 南哥 你怎么突然要去南郊啊 难道 是因为今晚有观众 在咱们直播间求雨 可是他求归求 咱也实在没办法呀 你没必要大老远跑一趟吧 你总不能真会下雨吧 就在两人疑惑的声音下 林南收拾的举动未停 你们先看看这个 说着 林南将自己的手机 递给了两人 那明晃晃的屏幕之上 赫然是南郊市 有关黑路的报道 看到这上面的种种 王成宇和江涛 不禁对视了一眼 老林 你该不会 为了这个去的吧 嗯 想去碰碰运气罢了 林南没有否认 继续道 而且我去了 说不定还能给直播间 掌掌热度 这句话有些意味深长 可王成宇二人 并没有领悟其中的深意 只当林南要去寻这黑路 是要完成之前观众提出的建议 而且 两人也看到了 手机上的黑路照片 不得不说 这黑路的种种描述 的确颇有起灵象 比动物园里的迷路之类 要神势得多 这两天 就当是给你们放个假 也不用跟我折腾一腾 说吧 林南已经将要带的东西 给塞进了旅行包里 紧接着 又随便找了个理由 跟班主任罗老师 请了几天假 或许是因为 林南刚刚当着校领导的面 被人送了锦旗 让工商管理系三班 也长了脸 导员老罗正在信头上 对林南的请求 表现得极为宽松 甚至都没仔细追问 直接就答应了下来 而顺利请完了假 林南便在网上 看取南郊的机票 现在并非开学计 跟旅游忘记 飞机票好买得很 刚好在凌晨一点 那段时间 有一架飞机 还有特价票在售 林南看了看时间 现在打车出发去机场 时间刚好来得及 一旁的王成宇 也开口询问道 南哥 你这么快就把东西 给收拾好了 打算啥时候出发啊 就今晚吧 这就走 宿舍这边就麻烦你们了 说吧 林南背上旅行包 头也不回地出了寝室 只留下屋里的江涛 跟王成宇二人 看着那消失的背影 不禁感叹 好家伙 说走就走 这就要去南郊了 南哥这直行列 嘖嘖 有点强得可怕呀 林南提前打了辆车 却没注意 叫来的是拼车 而跟自己一同上车的 是同样等在校门口的 一名女生 由于坐在副驾驶 这一路上 跟后座的女生 并未有任何交谈 不过两人的目的地相同 都是在机场下了车 顺利地拿到了登机牌 林南便想着 先过安检 可等到了安检口 那机场的安检员 似乎有些诧异 试一道 先生 您这包里的东西 能打开看一下吗 先生 您包里的东西 可以拿出来看看吗 通常情况下 我们是不会翻包检查的 可是 您背包里的情况 沿海机场 安检口 安检人员有些面露难色 时不时还会皱眉 盯着显示器 似乎想要努力辨认出什么 可以 一听需要检查 林南也丝毫不拖沓 跟安检人员应了一声 接着 便拉开了自己的旅行包 哗啦啦啦 随着一阵月耳的碰撞声 旅行包里面的数件法器 被林南拿了出来 陈列在了安检台上 那位安检人员 原本盯着显示屏 还想辨认里头的物件 但看着逐渐被铺满的安检台 他脸上的表情 也变得惊讶与好奇 只见在林南的一番举动下 安检台上出现了诸多法器 诸如五雷令牌 朱砂罐子 画镇用的毛笔 阴阳双边 种种道具法器 美轮美奂 打眼一看 给人感觉极为专业又玄妙 那安检人一时间有些无言 接着 视线飘到旅行包里面 发现那里 似乎还有一件衣服 悬丝的光泽中 隐隐泛着金色的反光 显然也绝非俗乌 与此同时 后面排队等待安检的乘客 听到前方的响动 也不免纷纷投来视线 第一眼看到 那五雷令牌等物件 便足以令众人瞠目 而当那朱砂罐子 以及前端 还粘着朱砂的毛笔 映入眼帘 这些排队过安检的乘客 一时间也不禁开始诧异出声 血 这位带的都是傻啊 别说 貌似都很专业的样子 还有那只占了朱砂的毛笔 看上去好像真会点什么似的 伴随着乘客们的议论 更是有人猜测到 难道 是被请去做法式的道士 就在这猜测的声音中 先前那名碰巧跟林楠 坐着同一辆车到机场的女生 同样望着林楠的方向 当她亲眼目睹 那安检台上的法器 莫名感到有些眼熟后 这女生在仔细打量林楠的面容 也不禁微微瞪大了双眼 嘴角扬起一抹激动的笑意 哦 都是些法器 林楠朝着那安检员解释道 见那安检员 在打量过台面上的物件后 视线朝着背包之内看来 一幅好奇的模样 里面的东西还要看吗 林楠询问了一句 哦 不用了 安检人员摆了摆手 见林楠不怒自威 再搭配那法器 怀疑这是一尊道教的道长 且辈分恐怕还不叠 不然怎么能有这般威严 他礼貌又尊敬地 冲着林楠说道 道长 抱歉对您造成的困扰 您可以过去了 不久后 林楠来到后机厅 看着距离登机时间 还有不到半个小时 于是先找了个位置坐下 一想到这趟去南郊的目的 若是要降雨 则势必要施展九天元零七域阵 而像南郊市这种情况 整个南省都处在干旱之中 因此 想要施展阵法 还得找个风水极佳的位置 方才能有显着的成效 至于黑鹿 他们生性洗水 也不知道这一种群的情况如何 是否已经因为南省的干旱而迁徙 到时候就只能找找 他们大致出现的山头 去碰运气了 心里琢磨着 林楠也开始在地图上 查找合适施阵法的地点 彼时 手机还弹出来一条消息 是从宿舍群里发出来的 只见王成宇 见兮兮的在群里说道 没有南哥的第一个夜晚 想他 林楠看着这腻歪的语气 脑海中浮现的 满是那张圆滚滚的脸 顿感无语 木楠 就在这时 林楠只听身前响起一道声音 抬眼一看 还有些眼熟 正是之前碰巧一起 拼车到机场的女生 而令林楠好奇的是 对方竟喊出了自己的网名 呀 还真是你啊 见林楠抬头 这女生的脸上 露出笑容道 我是你直播间的粉丝 最近一直都在看你直播 不过 我看到的 基本都是你扮演雷祖的样子 还没怎么见过素颜 直到刚才看到你 从包里掏出那些法器 我才感认 听到这名女生的所言 林楠方才了然 玄机脸上露出和煦的微笑 跟这位直播间的粉丝开口道 感谢支持 诶 主播大大 你也要去南郊 嗯 去办点事 一番简短的交谈之后 林楠了解到 对方是一名正在实习的记者 这次去到南郊 一是回老家 二则是想要报道南省的汉情 为家乡出一份力 很快 广播中响起飞机的登机提醒 这趟航班也终于启程 这一路上倒是很平淡 飞机穿过云端 跨过河山 待到飞机落地 林楠跟那位粉丝到了身边 此时 正是凌晨三点左右 眼看着即将天亮 林楠便在机场门口 打了辆车直奔目的地 在飞机上的时候 林楠也没有闲着 照着提前下载好的地图搜索 最终林楠选定了一处地点 那是一处名为明露山的地方 从地图上 风水极佳 正是适合进行起雨的位置 而且 这片山头也有黑路较为频繁活动的记载 刚好能够顺便去看看 能否碰上这运气 至于选择趁这夜里前去 则是为了起雨一事 这南省的汉情不小 自林楠落地 走出机场便能觉察 即便是夜里 空气也很是闷热 而现在日头尚未升起 天地间的水气 相比白天要湿冷一些 也是最适宜施展 九天元林祈雨镇的时辰 在一番行驶后 林楠被送到了目的地附近 又徒步走了一段距离 终于来到了明露山的山脚 抬眼四下观桥 远处大山如墨 隐匿在夜色当中 天空繁星点缀 星光斑驳 洒落山间 此地风水 却如地图上所示 山头乘风起之势 山脚则蕴扬水气 且承接北斗腥味 确实是个不错的风水宝地 而这一次 林楠打算施展的 九天元林祈雨镇的方式 与之前有所不同 毕竟对于南省的汉情而言 单单是一场降雨 着实有些微不足道 而要想祈雨的效果更甚 还需摆个稍大些的阵法 林楠眼下实地考察过后 心中下了个决定 便是要以这座明露山为阵眼 映照星空 这次林楠想要大规模地施展 九天元林祈雨镇 自然不会像之前那样 在地上画个阵法足矣 而是要借助山势地形 汲取自然之力 作为阵眼 从而令祈雨镇的威力 得到大幅增强 也只有如此 才能解难交试 乃至整个南省的燃眉之急 不过 抬眼望着明露山的山头 林楠不禁自语道 这山上 还有路吗 嘟囔了一句 便沿着崎岖的山路 朝山上走去 尽管再来的时候 除了手机之外 自己的身上 并没有携带什么照明设备 好在夜空中 没有云朵遮挡 也称得上月朗星熙 哪怕没有手电光照 也足以看清前方的路 就在往山上走的路途中 林楠对这片土地的干旱 了解得愈发清晰 因为自己没走一步 脚下的土地就会军裂 扬起尘埃 脚底踩到的枯枝落叶 更是会发出脆响 似乎早已被炙烤的 不含任何水分 哪怕是不折的松柏 其枕叶的顶端 都染上了一层枯黄 凌晨三点 本应是一片清凉 可在上山的过程中 林楠额头 还是硬生生地 热出了一层细汗 咔嚓 就在林楠将近 走到半山腰时 突然听到一阵树叶碎裂声 起初 他还以为是自己脚下 踩到枯叶所发出 但那声音 貌似离自己并不算近 于是 再一次突然停下脚步 那声响仍从远处林中传来 林楠当即确认 在这尚未天明的时分 山林中有什么东西 就在距离自己 不足百米之外的树林中 而且从这声音 一路追寻着自己而来 不过 碍于山林的视线阻碍 林楠也只能听见 有东西 踏过树叶的响洞 压根桥不见具体 好在并未觉察出危险 也就没有过于理会 一路来到了山顶处 头上便是晴朗的夜空 看不见一丝乌云 林楠视线眺望向前方 入眼是成片的凉田与城镇 在这本该生意盎然的事件 那大片的农田 竟看不见多少绿意 看到眼前这一幕 林楠的心中有些恶然 之前在网上看到的报道 还是太过保守了 更何况许多人看到的 就只是报道上面 那几串冰冷的数字 只有在青眼目睹后 方才能见识到 汉秦的可怕之处 万母良田入眼 竟是一片枯黄 眼下林楠也没有耽搁 稍微缓了一下心神 便开始查看起周遭方位 且早在上山的过程中 林楠便在脑海中 构建着阵法的大致走向 如今已经有了细致的规划 而自己要以这整座明路山 作为奇雨阵的阵眼 与之前自然不甚相同 仔细确认方位 以及八卦走向后 林楠再度迈开脚步 先是以朱砂在身后五米处 点了一个圆点 旋即便沿着这座明路山的山顶 用毛笔沾着朱砂 开始画阵 林楠一笔一画 都小心翼翼 每一条朱砂笔画的长短 都十分考究 以这枚朱砂圆点为中心处 画出了一个硕大的 太极八卦阵法 而朱砂圆点 就处在两只阴阳鱼 其中那只阴鱼的眼部 不偏不倚 正是这名路山的山体轴心所在 紧接着 林楠又沿着这基础的法阵拓宽 在这座山头之上 画下了一个十米有余的 九天园林奇雨大阵 做完这一切 已经是足足两个小时过去 当天边已然泛起雨堵白时 林楠也早已换上了装束 旋即沉了口气 掐起手绝 口中念动到 太元号施雷火精 结音巨阳手雷成 此乃雷祖之名 敢有巨者最不清 刷的一下 原本端在胸前的手 顿时比作剑指 朝震法鹤道 以我之令 和天地造化 三十六部雷降听令 当林楠的话音落下 其身上的仙甲 都在烈烈作响 与此同时 林楠感觉到 自己身上的法力 正在迅速飞逝 甚至一下子 便被抽走了大半 就在林楠诧异着 自身法力流逝的速度之际 紧接着 一道扑面的钢峰 自那阴余的眼部 逾越而出 在短短瞬间 便让林楠法力 当察觉到这一点 林楠不禁如释重负 扳得松了一口气 而这正是 借以自然之力作为阵眼 施展阵法的好处 否则 单凭林楠自身的法力 纵使掏空了一百年的法力 也难以 真的对南省汉情 有多少改善 如今看来 这座山头的自然之力 已经被自己顺利引了出来 成为了 其余阵法的阵眼 速速速 与此同时 山上刮起了一阵凉风 将林楠原本的疲惫 一扫而空 林楠抬眼 望向远处天际 看着云端扶起 树道如烟般的阴云 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汇聚着 成了 林楠暗倒一声 就在此时 那枯叶被踏碎的翠像 再度出现 且从声音上不难判断 二者之间的距离 已经十分接近 林楠转过头 朝着那声音的来处看去 就在她的注视之下 只见一道黑棕色的身影 逐渐从树林当中露出头来 前辈 咱们这是要去哪啊 南郊市 一辆正在行驶的采访车上 那名跟林楠偶遇的 实习记者询问道 坐在驾驶位的摄像师 则是回应道 田间地头 拍点素材 拍素材 实习记者一脸的兴奋 朝着摄影师追问道 那怎么没带着其他记者 难道 我可以上镜了 实习记者似乎在畅想着什么 兴奋道 反观那名摄影师 却是一脸的无所谓 打消了他的美梦 嗨 不用露脸 光拍景 就是带你跑跑现场 熟悉熟悉 另外 这些田地干旱的新闻 都不知道报道多少遍了 咱们拍的素材 估计也用不上 早拍早完事 说着 这辆车继续往田间行驶 一路来到了农田 摄影师扛着摄像机下了车 在路边将镜头对准那些枯黄的田地 开始了拍摄 那名实习记者 还是初次亲眼瞧见 这干旱的景象 不仅有些失神地四下张望 就在他张望之时 发现田地里有几道身影 看其穿着打扮 皆是农民 他于是走上前去 只听这位老伯再不住地叹气 一副范畴的模样 大爷 您怎么一大早地就来地里了 那老伯 听到有人问话 一边回应着 一边抬头 朝声音来出看去 是啊 想趁着这会儿 天还凉快一些翻翻地 细打量 却见问话的是个不认识的小姑娘 同时这老伯也才看到 另一边正扛着摄像机的男子 哎呀 你们是记者 这老伯顿时反应过来 还未等实习记者做出反应 这老伯便开始 朝着他大吐苦水道 记者朋友 你是不知道啊 今年这天实在太汗了 我们之前种的苗都汗死了 根本都活不成啊 听着老伯的速哭 主要实习记者 也是心中酸楚 毕竟南娇也是他的老家 看到老乡们在受苦 他的心里也不是滋味 可是 什么办法 都是过了 这老天就是不下雨 又能怎么办 难道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田地里的和苗 都逐渐干枯死吗 要是再播表中 恐怕真的要活活饿 老伯叹息 然而话还没说完 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 陡然传来 引得几人纷纷一愣 停下了交谈 轰隆隆 似乎 在声音响起的瞬间 南娇的万物生灵 皆是愣住了 那实习记者 还没有反应过来 他面前的老伯 便已经抬眼望天 并且当那双浑浊的眼睛 把视线死死定格在天边 老伯亲眼目睹着 阴云正在他的瞳孔中 不断聚拢 隐约间 还有几道雷电 在云层之中炸开 要得他睁不开眼 但老伯依旧瞪着眼睛 激动的神情 早已无法掩盖 苍老的面庞 一直在颤抖 隐约已有泪水 浑浊了老毛 哎呀 老天保佑 老天保佑啊 同一时刻 在南郊市的居民们 皆是听到了 这沉闷的雷声 有人蹦下了床 有人窜到了窗边 有人驻足 人们都纷纷抬眼 朝着天空张望 激动并亢奋 这南郊市 已经持续多日的高温 没有下过一滴雨了 如今竟然听到 几声沉闷的雷声 难免不叫人欣喜若狂 持续的干旱 或许也会因为 这场雨的降下 有所缓解 一时间 尽管还是清晨时分 可这雷声一响 南郊市 乃至南省的诸多居民 无疑不抬头望天 盯着天际正在聚拢的阴雨 心中掀起了 前所未有的兴奋 原本打算拍一拍 田间的情形 就收工的摄影师 在听到雷声后 先是一愣 接着 他立马跑到了 实习记者的身旁 插一道 听见打雷了吗 这是要下雨啊 好家伙 这可叫你给赶上了 再确认 天际正在飞快聚集乌云 并且 云层正在朝他们这边移动时 这名摄影师 似乎想到了什么 心中无比兴奋 因为现在新闻上多报道的 都是干旱天气 所造成的影响环境 大家都在翘首以盼着 到来的第一场雨 届时肯定会抢占头条 现在机会就摆在他们面前 他们就身处在农田里 只要当下按洞开机键 便能将这南郊市下的第一场 雨给记录下来 时间不等人 摄影师只得将目光 锁定在这名实习记者身上 可是 这实习记者 却像是愣住了一般 他站在原地 盯着上空的阴云 脸色除了惊讶以外 还有一丝丝的古怪 不是说 已经长期干旱了吗 怎么这会儿 突然毫无征兆的阴天了 而且 他觉得自己脑海中 似乎闪过了什么东西 好像是一道人影 可是 没来得及他细想 那摄影师便提醒道 发什么愣吗 你不是一直想上镜吗 这回可算 让你撞上大运了 赶紧的 开拍 轰隆隆 随着山上的风势预射 空气中泛起阵阵凉意 明露山的上空 逐渐阴云密布 日头还未等升起 便被迅速汇聚的乌云 给死死遮挡在了后面 远处隐隐传了 肋骨一般的雷鸣之声 种种一切 无疑是在表明 九天元灵起雨阵起了效果 空气中原本的闷热感 也逐渐消散 不出多时 便会下起雨来 林南似乎能感知得到 在自己视线范围之内的那些民众 都在因为这场 即将到来的雨水 而欢呼雀跃 不过 此刻的林南 并没有心思去理会那些 她的视线正紧紧 盯着那片枯黄的丛林 同时 呼吸也在尽量保持平稳 生怕一个大喘气 就会惊扰道方 才从林子里 显出身形的生物 可事实证明 林南还是太谨慎了 天际再度传来几道沉闷的雷声 直叫人震聋发聩 若是寻常生物 听到如此大的响动 多半会被吓得惊慌逃窜 可是这道身影 却丝毫不见畏惧 甚至反倒是雷声越胜 她越是敢挺身踏出丛林 咔嚓 随着这生物的体子 踩在枯枝落叶上 声响格外耳熟 林南此刻得以确定 原来之前一直在不远处 跟着自己的东西 就是她 随着从林子中 缓缓走出来的身影 定定地站在不远处 林南这才瞧见 这生物的全貌 她大致样貌 与路相近 不过体型明显 要比普通的路状是许多 身长大约有两米五左右 半人多高 头上的双脚 硕大且锋利 形状宛如从云层中 折下的灰色闪电 其背部的毛发呈黑色 其余部分则为暗棕色 眼窝处漆黑如墨 这些特征堆加在一起 令林南不禁心头一喜 正是自己寻找的黑路 此时的林南虽然内心激动 表面却不敢表现出喜悦之色 担心自己任何多余的举动 会将这头黑路给惊跑 于是 林南站在原地 看着那一双圆溜溜的眼睛 正在打量着自己 不 更准确地说 她只是在朝着自己这边看 而林南身处的位置 正是九天元林奇雨镇的阵法所在 不出意外的 这眼处仍旧涌动着磅礴的自然之力 瞧见这一幕 林南不禁暗暗感叹道 这黑路倒是真有灵性 莫非是嗅出了 这奇雨镇引动的水气 林南在心中猜测着 想来是自己施展的奇雨镇 吸引来了大量水气 而黑路又名水路 天性洗水 想不到自己施法的本意 是想要让南交师的汉情得以缓解 竟然会误打误撞地 吸引来了一头黑路 随着林南与这头黑路的对视 后者似乎逐渐降低了警惕 也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吸引着 朝着林南缓缓迈步走了过来 林南就这样站在原地 安静等待着 直到这只黑路凑到近前 先是小心地尝试了几个动作 确认自己的举动并不会吓跑这头黑路 哪怕是站到近前 这头黑路也没有后退的举动 林南于是逐渐大胆起来 开始在近处打量着对方 一番观察之下 林南逐渐有了新的发现 这头黑路的体格虽然看上去大 实则状态并不算好 多半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汉情 使得黑路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 让一向在水边觅食的黑路 其经常去的水域逐渐干涸 没有地方觅食跟饮水 再加上这头黑路 为了填肚子吃了许多缺水的植物 变得愈发的干渴虚弱 否则 他也不会被九天猿林奇雨镇给吸引过来 现此庆幸 林南心中不禁有些感慨 也庆幸是自己动作及时 哪怕再晚来一天 或许都碰不到这头黑路 眼看着这头黑路垂头打脑 再单个一会儿 怕是要连站都站不稳了 林南于是上前一步 抬手抚摸着黑路毛茸茸的脑门 黑路果然没有躲闪 也不知是为了节省力气 还是虚弱的不想动弹 焕发生计 这道法印或许能起到作用 林南第一时间想到了自己刚获得的法术 口中嘟囔了一句 接着庞佛是在征求意见一般 跟这头黑路对视起来 而后者则是瞪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 目光清澈且愚蠢地看着林南 在一人一路的对视之下 这黑路毕竟需要微微仰头 坚持了一会儿后 竟然将头给低了一下 林南健壮 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只当他是答应了 放心 不会让你吃亏的 林南跟着投机具灵性的黑路 安慰了一句 玄机手上掐出法绝 随着一阵叫人眼花缭乱的手绝笔触 林南的周身环绕起一阵清风 吹得其身上的仙甲都在轻微晃动 且庞佛夹带着无穷生机 三天欲远 紧消正行 发生号令 上应烈心 林南一边笔触手绝 一边在口中朗声念诵着 而随着他的举动 那股清风愈发强烈 吹拂之处 林南脚下的枯草 都庞佛翠绿了几分 啪啦啦 就在这风势欲裂之间 一道霹雳声 向自林南手中传出 倘若仔细观瞧 便能发现林南的手指尖 似乎闪动着跳跃的雷光 太夷帝君 照入真灵 雷霆为影 咸入真行 而伴随着林南的最后一句法绝念出 原本划着手绝的右手 也已经做成了法印状 最终 掐成的法印 便打在了这头黑路的额头上 归原春雷印 落成 足以激发生灵身体潜能 令上骨参与血脉 可以重现的雷霆 正在这头黑路的体内 飞快篡动着 这执掌枯荣的雷霆 并不伤人 仅仅是能让其感到一阵酥麻 只见这头黑路的全身一阵颤抖 四肢体子强撑着身体 而打入其身体的归原春雷印 如同春雷引动风雨 在不断洗涤 重塑着黑路的身体 焕发着其体内每一颗细胞的活力 近乎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这只黑路的气势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改原本那副 微米虚弱的样子 身子逐渐挺了起来 那一对狭长的鹿角 似乎也生长出来了几分 就连其身上的毛发 都变得油亮不少 从其背部的黑色毛发开始 原本是暗棕色的毛发 也隐隐有变黑的趋势 很快 这头黑路 似乎逐渐适应了过来 开始抖落身上的尘土 随着尘埃速速散落 这会儿 林南在仔细 观瞧这头黑路 都不经则舌 可是跟刚才所见的灰毛土路 简直判若两样 那高挺的路头 顶着一对霹雳般的长脚 彰显着一抹高傲之态 身体也撞射了许多 剑兽的四肢 庞佛有着惊人的爆发力 哟呃 随着一道极为空灵的 露鸣之声响起 这头黑路 也重新焕发活力 似乎有始不完的力气 开始撒开蹄子 肆意奔跑了起来 而尽管这头黑路的体型剑兽 可是跑起来 却丝毫不笨拙 甚至宛如提下生风一般 在踏地的瞬间 便犹如黑影在飞奔 这速度 都快能赶得上一辆 正在急行的汽车了 而就在这头黑路 畅快奔跑之时 灵南意识觉察到 自己跟他之间 似乎多了一层玄妙的感应 彭佛能以心念与之交流一般 而在黑路撒欢风跑之际 灵南也能隐隐感受到 对方的兴奋与喜悦 想必是我施展的 龟原春雷印的原因 就在灵南猜测之际 这头黑路 似乎也感受到了灵南的想法 在飞快地奔走了一阵后 便乖巧地回到了灵南身边 看着近在咫尺的黑路 那神态 已经颇具上古一封 恍惚之间 还真有几分默契林的即视感 当然 论血脉 还差得远 也根本没有任何神兽应有的实力 但如果他能在灵南的引导下 不断进化 也就是时常给他手动激发一下血脉潜能 未来也并非不能化成神兽 但这需要灵南定期以法印出手 消耗法力会很多 还需要经久不断 常年累月 相当于是持续培养一个宠兽了 不知道现在这样 能否算是达成建议 灵南脑海中浮现出了 收服默契林的建议 不禁琢磨到 伸手抚摸着黑路的脑门 想来自己猜测 也不会有结果 他便决定 干脆拍个照片 让粉丝们看一看 便能得出印证 也算是留个纪念吧 灵南一边说着 一边开始架设起了手机 毕竟眼下身在南郊室 这黑路还是珍惜的野生动物 也不似寻常的宠物 能够带回去 不然一看就很行 很快 灵南架好了手机 调整一番角度后 便心面移动 让黑路浮在了身旁 他则是一手持着法鞭 一手拖着五雷吃令牌 表情不怒自威 再配合上后方天际 那窜动着雷霆闪电的乌云 作为背景 这一幕画面 简直与雷祖天 尊根莫其林的神像 一般无二 此处应有网图啊 在拍摄完后 就连灵南自己看着照片 都不禁有些折舌 旋即 灵南也没有耽搁 直接将这照片 给发布到了网上 更是在直播用的 抖音账号上 发布了一篇图文 山中偶遇 随手一拍 雷祖墨其林 幻语落人间 恭喜主人 雷祖坐骑 收服墨其林 建议初步达成 获得5%半眼完成度 随着图文的发布 灵南耳畔响起一道声音 听闻此言 雷南愣了一下 又输了一口气 看来自己的判断没有错 尽管建议并未完全达成 但也算有所收获 这还是系统第一次 给予初步完成的概念 之前并没有 想必是和任务条件挂钩的 而收服其林这个建议 全部完成的话 是10%的半眼度奖励 如今初步完成 则给了5% 果然 普通的走兽打扮一番 连初步完成都算不上 只有激活一定血脉才可以 旋即 雷南将视线 落在这头黑鹿的身上 龟原春雷印 已经在其身上落成 并且还在不断激发着 其体内血脉 只是 不知道还要花费多久 才能彻底唤醒 自己虽然请了假 可也不能留在这里私等 只能等过段 再来南郊市 或许会看到显着成果 哒哒 就在雷南思索之时 几滴雨水 滴落在雷南脸上 紧接着 便是成片的雨水坠落下来 速度相当之快 下雨了 感受着逐渐湿润的空气 以及阵阵凉风袭来 听着雨滴 拍打在枯萎的山林当中 发出速速的声响 万亩缺水的凉田 也饥渴地感受着这场甘霖 土地催生出嫩芽 看着这一切 雷南的脸上露出一抹轻松 此次旅途 也算不需此行了 回头望向身旁的黑鹿 打算跟他做个道别 彼时 南郊的一片农田当中 哎呀 下雨 下雨嘞 老天爷开眼了 无数对这场雨渴望已久的农民 纷纷跑到了田间地头 无法掩盖住他们的兴奋与喜悦 开始虔诚地扣谢上仓 而随着大雨落下 先前那位实习记者 正平复着激动心情 整理了被雨水打湿后 贴在脸上的刘海 看到摄影师比了个手势后 他深吸一口气 在镜头前开口道 观众朋友们好 在经过长达三十余天的高温天气后 南郊市终于迎来了一场降雨 我的身后 就是本地农田的情况 这场降雨 将有效缓解南省的汉情 让农民得以在世界内顺利播种 本台记者杨文 发来报道 实习记者杨文紧绷着神经 拿出了尽可能专业的姿态 在念完最后一句话后 还举着话筒将在胸前 直到瞧见摄影师高高竖起的大拇指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却还如梦似幻地站在原地 想不到自己一个实习生 竟然这么快就上了镜 而且拍摄的还是如此 受瞩目的时事性新闻 紧接着 那名摄影师也兴奋道 可以 完美 想不到 你一个实习生 表现得还挺专业啊 那摄影师难言喜色 上前紧忙示意道 别傻愣着了 抓紧时间回抬点 咱们这回 肯定是最先拍到素材的 说着 两人便急匆匆回到车上 在车子行驶的过程中 杨文看着车窗外 不少农民 纷纷跑出家门 迎接这场久违的甘铃 每个人的脸上 都洋溢着喜悦 彭佛得到了心生一般 心中充满期待 看着车窗外的一幕幕 杨文在激动之余 脑海中却不禁浮现出了一道身影 正是在来时路上碰到的林南 这南省已经多日 没有下过雨 而他碰到林南抵达南郊市 这才没过去多久 便下起了雨来 未免也太巧了吧 再结合着之前一些 捕风捉影的消息 杨文若有所思地琢磨着 这时 一阵提示音传来 那是斗音平台 推送的更新提醒 当看到发布内容的账号 杨文顿时打起精神 点开一看 正是木南的账号 发布了一篇图文 图片当中的主播 还是一席仙甲 鲜威赫赫的模样 引人注意的是 在其身旁 还扶着一头威风凛凛的黑鹿 这图文看上去 刚发布没一会儿 杨文看着主播身后的背景 貌似是在一座山头上拍摄的 或许是出于视角的原因 只见天上的乌云 几乎压在头顶 云层中 几道交织的雷电 也被定格 而那一尊神仙与神兽 就占卧在天幕下 凝视远方 神态威严 宛若末日时下凡旧事 此等画面 有着昂贵特效 都无法实现出来的 压迫感与真实感 果不其然 这条图文 似乎才发布没一会儿 底下 也已经有不少网友 在点赞评论 并且 在前置的几条评论当中 还有一条配了图 应该是这位网友 特地去送来的图片 那上面赫然是 雷祖天尊与莫其林的画像 看着这画像 在对比主播 拍摄发布的照片 简直像是从画像上 抠出来似的 一番对比下来 评论区里 皆是网友们的热议 血 主播扮演的真相 这回连坐骑都找来了 这取景太妙了 天色和人物相得硬章 再配上主角的气质 绝了 我还真以为神仙下凡了呢 不过 主播你身边的这头鹿 看着咋好像 和寻常的鹿不太一样 我怎么感觉它的体型 比寻常的鹿要 大上好几圈啊 在这条图文的评论区 不少网友对这头鹿 感到好奇 似乎能感觉到 这头鹿的与众不同 可又说不上来具体 也有对生物 比较了解的网友 辨认出了这头黑鹿的品种 不禁疑惑道 等等 这好像是水鹿吧 能长成这么大体型的 也相当少见啊 而且 这种鹿是偏南方的物种 在你们东山省也有吗 随着网友的议论 逐渐发现 事情貌似有些不对劲 粉丝们大多都知道 主播是东山省的人 并且在烟海上学 可是 也没听说过 水鹿这一种群 在东山省也有分布啊 怎么会让主播给碰到 而且文案里说是 主播爬山的时候偶遇 逐渐意识到了什么 当即查看着图文发布的IP地址 却发现 这地址 哪里还是东山省啊 赫然是南省 看到这一幕 网友们不由得纳闷道 我去 主播不是在烟海上学吗 这定位 怎么干到南省去了 就是啊 而且 我记得 昨晚主播不是还在宿舍直播来着 就在网友们一时诧异 有些摸不清头脑之际 突然出现的一条最新评论 吸引了一众网友的目光 等等 你们看到热搜词条了吗 一直受旱灾严重的南省 今天突然降雨了 随着这条评论的出现 评论区顿时又炸开了锅 什么 啥时候的事 不是说旱情严重 还得持续一段时间吗 那名看过消息的网友 当即回复 就在刚刚 现在各大媒体都在发快讯呢 眼见于此 诸多网友纷纷前去查看 也无需刻意搜索 南省降雨的词条 在热搜上极其醒目 点击热搜词条一看 便跳出了诸多相关的搜索 上面皆是媒体发布的图文 视频里配着 不知从哪里找来的降雨素材 再结合着节奏慷慨激昂的BGM 都是内容近乎相同的新闻快讯 我去 还真下雨了 真不容易啊 南省的汉情 可算是有缓了 眼看着新闻快讯 网友们纷纷发表感叹 但一些林南直播间的粉丝 却不禁在这会儿 产生了很多联想 一想到刚刚主播发布的图文 那 IP地址也在南省 而主播身在南省 一直干汉的南省 就迎来了降雨 刷着林南图文视频里的各种评论 坐在车上的杨文 这会儿也不禁响入飞飞 片刻后 还是忍不住敲击屏幕 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是真的 我之前还碰见主播了 他现在就在南郊 得到了这一肯定后 网友们一时间议论纷纷 啊 还真是啊 主播是什么时候跑到南省来的 而且偏偏又这要巧 他人在南省 这边就下气雨来了 更是有直播间的粉丝 回想着昨晚的情况 提醒到 你们再回想一下 昨晚直播的时候 刚好有一些老哥 给南省求雨啊 随着这条评论一出 网友们不禁倍感诧异 一时间 评论区里 涌现出了大胆的猜想 有网友惊叹道 要照这么说 这长雨 该不会是主播师的法吧 南郊市 长途大巴站 林南正坐在后车室内的座椅上 早已换回了装扮 这次返程并没有选择飞机 而是买了一张回烟海的车票 毕竟这长雨的程度 林南最事知晓 自己施展的九天园林奇雨震 比上次规模更甚 况且 还有明露山 作为自然阵眼加持 估计这场雨会接连下个一两天 飞机一时半会起飞不了 而乘坐长途大巴回烟海 预计有七八个小时的路程 正好自己凌晨一直在山头画阵 整晚都没合眼 这会儿也已经困得不行 不过 在坐上大巴车之后 林南瞧见车窗外的路人 脸上结实充满喜色 甚至在街头巷尾 还有不少人特意穿着短袖出来看雨 想必是干旱太久的缘故 这场雨 无疑给南省的居民带来了西季 很快 大巴车开上了高速 随着大巴车的行驶 林南一靠着车窗 听着稀里里的雨声睡了过去 哗啦 哗啦 明露山上 那只黑鹿在久违的雨水中 肆意玩乐 他像得贪玩的孩童 不停用蹄子 踩着地上逐渐积蓄起来的水坑 看着四溅的雨水 黑鹿的脸上露出充满灵性的表情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而在一番嬉戏过后 黑鹿喷出温热鼻息 似乎是想要分享他的喜悦 可是 当黑鹿回头一望 那位身穿仙甲 给他极为清静与熟悉之感的人类 却已经不见了踪影 想到那人类留给他的提醒 黑溜溜的瞳孔中 竟然闪过一抹落寞 不出片刻 幽幽露鸣之声 自山头上响起 格外的幽长空灵 穿透雨幕 回荡于群山中 紧接着便听提声乍起 如那雨声一般 不绝于耳 随后 便见一道黑色的身影 自山顶急驰而下 正寻着空气中 还未彻底消失的痕迹 如疾风一般 在大雨中飞奔而去 傍晚时分 沿海大学304宿舍 涛子 你看热搜了没 简直是天助我眼 王承宇正举着手机 一脸兴奋地跟江涛谈论着 就在这时 门口一阵脚步声响起 接着寝室门被推开 从外面走进来一道身影 我去 看到来人 端着手机的王承宇 表情一僵 有些差一道 南哥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刚从南郊市回来的林南 随手将背上的旅行包摘下 听到王承宇的声音 有些疲惫地点了点头 屋内的两人健壮 则是一脸好奇地围拢了上来 王承宇的态度 明显更加兴奋 朝着林南询问道 南哥 怎么回事 你知道南郊下雨了不 嗯 当然知道 林南收拾着东西 随口应了一声 去的时候正好碰上了 王承宇则是黑黑一笑 愈发兴奋道 嘿 你说巧不巧 南省好久都没下过雨了 偏偏南哥一去 这雨就下起来了 这就好像 随着王承宇的话音停顿 对方还故意拉了个长音 林南正在收拾的动作 也停滞了一下 眉头微微一紧 然而就在下一秒 只听王承宇继续道 就好像 是连老天爷都在帮咱们似的 林南闻声 心中顿感无语 刚才听他的语气 还以为是这胖子看出不对劲 猜到了什么 感情是自己想多了 林南摇了摇头 继续收拾着旅行包 紧接着 王承宇似乎又想到了什么消息 分享预报蓬道 对了 南哥你看 王承宇一边说着 一边翻动手机 将相关内容 呈现在林南的眼前 林南随意扫了一眼 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些热门评论 以及网友们的私信留言 现在南省降雨的事 在网上都传开了 从早上到现在 咱们的粉丝数量 几乎翻了个翻 甚至还有不少粉丝 看到你的IP地址 说你是雨神附体呢 走到哪 乃就下雨 说到这儿 王承宇由衷地感叹道 南哥 你究竟是怎么突发奇想 要去南郊找莫契林呢 现在回过头来一看 这点子真是神了呀 这波热度属实 让你给蹭上了 听罢王承宇 宛如机关枪式地讲话 林南打了个哈哈道 可能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应付了几句 林南也将随身带去的东西 简单收拾完毕 而这一路上 周车劳顿 在大巴车上也睡不安稳 在放松下来后 一股困意便再度袭来 林南索性躺回到了床铺上 朝着王承宇二人道 累了兄弟们 我先补个觉 而瞧见林南这副模样 王承宇跟江涛对视了一眼 两个人都是一愣 不禁疑惑地喃喃道 老林 你咋累成这样 昨晚到南郊都干啥了 爬山 林南最后吐出两个字 便被子蒙头睡了过去 屋内剩余的两人一听 又是四目相对 王承宇缓缓竖了个大拇指 称赞道 则 夜里爬山 真是呀 此时的林南 在迷迷糊糊中 似乎是做了个梦 梦里的自己 彭佛化作了一阵风 两侧的山林 正在飞速闪过 与此同时 在南省通往东山省的 河山高速上 一辆私家车正在行驶 车上坐着的是一家三口 开车的男子 正在与副驾驶上的妻子 说着话 后排的宝宝专座上 则是一个 还在哑哑学雨的男鹰 男鹰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好奇打亮着车窗外 飞速闪过的画面 清澈的目光中 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 好奇与未知 稀里里的雨水还在落下 车窗外的景色 也正在迅速倒退 随着男鹰的张望 原本并不算安分的视线 竟逐渐锁定到一处 这个年纪的孩童 注意力并不算集中 可偏偏男鹰的目光 再也没有朝别处挪动半分 似乎在飞速倒退更迭的景物之中 有什么东西 令男鹰倍感兴起 罗 呃 很快 男鹰发出了一道 独属于婴孩的银铃般笑声 并且在咯咯直笑的同时 也开始在后座嬉闹道 巴巴修修队 修修 主驾驶上的男子闻声 一脸慈爱地重复道 他并没有多想 只当是男鹰瞧见车窗外的风景 一时所发出的好奇而已 不过 随着男子不痛不痒的回应 那男鹰似乎没有得到想要的回馈 又在后座不安分地扭动 并且还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 似乎有些急切 这孩子 今天是怎么了 副驾驶上的母亲疑惑道 转回头朝后排男鹰看去 只见男鹰的小脸一动不动 目光仍紧紧跟随着车窗外的某一处 那双胖呼呼的小手 也正在不停朝车窗外指着 男鹰的母亲见状 不禁皱了皱眉 朝着男鹰手指的方向看去 然而 当这位母亲的视线 在车窗外的羽目中 仔细检索一番后 却陡然看到了异样 他的表情也瞬间一正 嘴巴下意识地张开 同样抬起手 朝侧前方指去 还忙不迭换道 老 老公 你快看 快看啊 怎么了 前边山上 是不是有一道黑影 怎么可能 开车的男子下意识地回应道 可当顺着妻子手指的方向一看 却也忍不住愣了一下 表情错愕的同时 也诧异地瞪大了双眼 若非此刻握着方向盘 他都想狠狠揉一揉自己的眼睛 就在侧前方的山道之上 的确有一道黑影 如一道疾风一般 正在沿着高速公路一侧的山路急驰 每一次跨越 都能移动出数米远的距离 我去 那是啥啊 驾驶位上的男子 不禁失声 瞪着眼睛 仔细地打亮了一番 只见那黑影 距离他们的位置 说远也不远 大概在三百米左右 而且 那道黑影的大小 跟一辆私家车相旁 在雨水的拍打下 其周身 还泛着一层薄薄的水雾 头上 还顶着一对长脚 看上去威风凛凛 然而 就是这般体格的生物 竟然能始终保持在 他们视线的前方 显然是其速度 能与正在行驶的车辆 并驾齐驱 甚至 看着那黑影 似乎在逐渐缩小 貌似比车辆 还要快上几分 这好像 是一只鹿 男子在脑海中 将其外貌对上了号 可是看着那黑影 急迟的速度 却又忍不住连连摇头 不对 路能跑这么快的吗 此时 在河山高速上行驶的车辆 有近乎半数 都碰见了这道黑影 并且随着天色逐渐阴暗 高速路上行驶的车辆 开始亮起车灯 借着灯光 也有不少人看清了 这黑影的真容 只见在模糊的照应下 映入眼帘的 赫然是一头体型剑朔的黑路 尽管其体型一看就不小 可一动一行 却犹如风雷撤电 极为轻快迅捷 并且 这头黑路的行踪 也丝毫不死板 时而在高速路右侧的山道上 急速跃进 时而竟会一跃来到高速路上 甚至还会跟过往行驶的车辆 来个并驾齐驱 像是在玩闹着 跟对方比拼着速度一般 而尽管这情形看似危险 却并未发生任何事故 这头黑路 似是极具灵性 从未在高速路上逆行 也并未与任何一辆车 贴得距离太近 可饶是如此 高速路上的人 也都险些看傻了 更是有许多人 开始给相关部门拨打电话 喂 林业局吗 我看到有一头路上高速了 林业局的电话 很快被接通 那头的工作人员 听闻是高速路上 出现了路这种大型野生动物 顿时打起了精神 语气有些急促道 请问具体位置在哪里 那头路有没有受伤 现在有没有引起交通事故 都没有 没有 这意外的回答 令林业局的工作人员 顿时一乐 像是这种野生动物 跑到路上的情况 并不罕见 而林业局在接到情况的时候 要么就是野生动物 已经被车撞到 受伤了 要么就是 车辆为了避让 或是驾驶员受到惊吓 竟然引发了车祸 可是 听闻对方的回复 以上的情况 竟都没有发生 这怎么可能 这可是在高速路上 车流量大且车速极快 一头野生的路出现 多半是会慌忙逃窜 引发车祸呀 林业局那边的工作人员 脑海中 完全无法设想出具体情形 只能胡乱地猜测 难不成 这只路是头卡在护栏上了 可是 随着电话那头给出的回应 这工作人员 算是彻底梦了 都没有 因为这头路 跑得比高速路上的车都快 而且 就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功夫 都快追不上他了 听闻此言 那头的工作人员 彻底梦了 你们还在追他 还追不上 看对方似乎才反应过来 拨打电话的男子表示理解 毕竟这事 的确有些不可思议 他急忙给予着肯定答复 是的 看他出现的方向 估计是从南省那边来的 现在已经上了山河高速 大概率 是往东山省的方向去了 听完电话那头传来的情况 林业局的工作人员 早已大脑当机 这到底是啥情况 听这意思 是从南省高速 跑上去了一头路 然后还一路跑进了东山省 速度还比高速路上的车子都快 此刻 工作人员的心里 画满了问号 一头路的速度 能有这么快 而且 他干嘛要跑这么远 难道是要迁徙不成 带着满心的疑问 这名工作人员当即询问道 情况我大概知道了 马上就会去跟有关部门协调 你能否再跟我们详细描述一下 这头路的特征 高速路上的男子 看着前方 那道逐渐缩小的身影 对其描述道 嗯 是一头黑色的路 体型可不小 跑起来就跟一阵风似的 随着男子的描述声音落下 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 面色顿时一正 嘴里不由得难难道 难省 黑色皮毛 死 难道 似乎想到了什么 这工作人员 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旋即撂下电话 匆匆跑去 敲响了野生洞植物保护科室的门 李科长 不好了 随着办公室传来的声音 这名工作人员 快步开门闯了进去 将刚才接到电话的情况 迅速跟李科长汇报了一遍 听完这名工作人员的讲述 李科长脸色微变 也一屁股从椅子上坐了起来 咱们南省的珍稀动物水路 在高速上狂奔 赶紧的 看看他现在 跑到哪里了 随着李科长的话音落下 整个科室瞬间忙碌起来 喂 你们什么时候派人来 前面就是收费站 说不定能拦一下呢 高速路上 给林业局打电话的男人 听着电话那头 传来一阵盲音 嘴里嘟闹了两句 直到林业局 已经紧急去处理了 这才将注意力 重新放在前方那头黑路上 正如他所言 前方不远处 就是高速收费站 在收费站口 已经有车子排起了队 这男子也是在高速上太久 有些麻木 下意识地以为 那头黑路也会跟着停下 结果 就在这些司机的注视之下 却见那头黑路 片刻未停 直接一个月起 从护栏上空跳过 旋即沿着右前方的山坡 在半山腰 划出了一道完美的弧线 直接绕过了高速收费站 又回到路上 继续朝着前方飞奔而去 而此刻不少车子 都缓停在了高速路的收费口 先前打电话的男子 望着已经消失在前方的黑路 不禁感叹道 靠 还是这玩意牛掰啊 过高速都不用收费 毫无疑问 这黑路 正是先前因为好奇查看阵法 被林南种下 归圆春雷印的那只一种路 他从南郊市跑出来 便寻着林南经过的地方 一路追了过来 随着这头黑路 在高速路上的狂奔 也有不少人在车上拍摄视频 镜头捕捉到这头黑路迅捷的身影 并将视频给发布到了网上 一时间 引起了小范围的热度 吃瓜群众们在网络上展开热议 噱 这高速上 咋还冒出来这么一头路 而且 看着体型可不小啊 比我在动物园看过的都要大 哇 他竟然直接绕过了收费站 有点帅啊 这是路吗 怎么不太像啊 在这些围观的网友当中 也刚好有几名看过林南直播的水友 尽管这水路是一个大物种 大部分水路 基本都长得差不多 可是当看到视频里出现的这道黑影 那见状的轮廓跟外形 威武的气质 与奔雷之姿 显然很少有水路 能有这般模样 一时间 不禁令他们 心中生出猜测 死 这貌似跟我看过的一个主播 他碰见的 那只有点像 不仅是体型 而且还都是差不多的毛发颜色 只不过 主播早上碰到的那头 好像没有这只威风吧 随着几名水友的疑惑 还是有点拿不定 毕竟他们早上看到的那只 跟主播合照的黑鹿 好像跟这只还有些差别 却又说不出个具体 这些围观群众 哪里会知道 这头黑鹿 因为体内的雷印 正在不断激发着血脉潜能 尽管只是短短的一天时间 气势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水友们也注意到另一件事情 在网络上惊疑不定地询问 等等 你们说 这头鹿是在往哪跑 很快 时间给出了他们答案 就在晚上七点左右 当天色逐渐黑下来之后 这头黑鹿 已然从高速下来 进入了烟海市区 而在他来到市区后 没有了高速路上 那些飞速行驶的车流 这头黑鹿 竟然也很有灵性地 将步伐慢了下来 像是个充满好奇的孩子 一边寻着林南的气息 一边慢悠悠地 在街道上走着 看着 我去 这是从哪跑出来的路啊 而市区里 还有不少来往的市民 当看到这头剑瘦的黑鹿 顿时投来诧异的目光 尤其是市民们 眼看着这头黑鹿 那剑状的四体 跟寻常的鹿 有很大差别 以及其头顶上 那一对形状 似霹雳一般的锋利鹿角 一副威风凛凛的模样 不禁叫人望而生畏 路人们虽然好奇 但也纷纷退避三射 不敢距离太近 只能隔着很远 逃出手机拍摄着 跟身边人讨论 是从动物园跑出来的吗 不可能 动物园里 哪有这种体型的鹿 八成是野生的 我长这么大 还没见过体型这么大的呢 我长这么大 还没见过鹿呢 真是稀奇了 赶紧打电话吧 不过像这种情况 应该叫警察 还是找消防啊 在过往路人们的目光注视之下 这头黑鹿 却似乎有些享受这种感觉 察觉到周围人类 对它投来的各种震惊 畏惧的视线 这头黑鹿 竟然又昂首挺凶了几分 耀武扬威的漫步于城市之中 好似巡视凡间的神兽一般 哼吃 就在这时 黑鹿从鼻尖喷出一道温热的鼻息 接着又抽动了两下鼻子 在认真嗅着什么味道 很快 它似乎是嗅出了什么 顿时兴奋起来 发出了一道空灵悦耳的鹿鸣声 旋即扬起四体 飞快地朝着一个方向急速而去 哎呦 跑了跑了 过往旁观的路人们 看到这一幕 还不忘举着手机一顿抓拍 然后激动地发个朋友圈 同时 也有人看着这头黑鹿离去的方向 好奇喃喃道 它这是要往哪儿跑 再往前面 好像是烟海大学了吧 正如方才路人所言 这头黑鹿 显然是嗅到了陵南的气息 发现距离陵南已经越来越近 于是便撒了欢似地朝那方向追去 在它的一番急事之下 很快便来到了烟海大学的校门口 看着眼前 这座奇怪的建筑大门 黑鹿有些好奇地驻足观察 此刻 校门口的保安亭外 两名学校保安 刚门班吃完晚饭 正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 而进出校门的自动感 也还落着 无人进出 一片安逸 王哥 我这人就喜欢助人为乐 前天晚上 我碰到一对回来晚的侵略 男生非说校门关了开不了 当时正好是我值班 一下就把门给按开了 我当时还跟那男生说呢 无论多晚 学校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嘿嘿 给那小男生脸 都给气虑了 你当初跟我来入职的时候 我跟你说啥来着 当保安真得见 少走三十年弯路 这所学校有我守护 没毛病吧 然而 就在校内的两名保安谈笑之际 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提声 且飞快 朝他们靠近 令两名保安顿时停止了交流 一脸疑惑地举目看去 啪啪啪 这声音来得奇怪 甚至都没等他们来得及反应 紧接着便是搜的一下 一道黑影高高地从校门外跃起 直接跃过了自动杆 碰 随着沉重的提声砸在地面 似乎掀起了一阵无形的刚风 刮得这两名保安脸颊生疼 而这两名保安 皆是表情猛逼地看向前方 那道黑影 一时间竟还有些茫然 什么情况 刚才过去个什么晚宴 站在保安亭里 看着远处那对锋利的鹿角 以及一人多高的体型 这两名保安面面相去 哪里见识过这般景象 可那道黑影 在越过栏杆后 却是没有片刻停留 继续扬起前提 沿着宽敞的校内道路 只朝着宿舍楼方向而去 这两名保安 在原地待置了一会儿 终于回过神来 顿时脸色惊变 大叫一声 坏事了 便从保安亭里 拎着防暴叉 快步追了上去 他们是为保安 自然要保护校内学生的安全 虽然平日里挺闲 但真遇到了事也得上 两人一边追 一边拿出对降机 疯狂摇人 这会儿是晚上八点左右 学校操场还没有熄灯 不少的学生 刚刚完成夜跑 准备返回宿舍 却在楼底下 看到了他们永生难忘的一幕 只见在宿舍楼下的空地上 一头高大剑瘦的黑鹿 就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 仰头看着楼中的灯火 在月光下 它身上的皮毛 反射着流光般的色彩 好似一头锐瘦 时而发出一声悠悠露宁 随晚风飘远 宛如幻月 这怎么有头鹿 这鹿长得真壮实 是什么长大的 虽然有些差异 不过这头黑鹿威猛的外形 以及威风凛凛的模样 瞬间引来了 无数男大学生的好奇与好感 甚至还有一些胆子大的跃跃欲试 想要凑上前去 而烟海大学的男女生宿舍楼 离得并不远 更何况这宿舍楼下 本就聚集着许多社团 趁着晚上这段时间展开活动 很多女大学生也看到了 在男生宿舍楼下的这头黑鹿 于是带着好奇 纷纷小心聚拢上来 甚至在这些围观者中 还有几名林男的同学 而这黑鹿 也并未表现出任何的攻击性 仍旧是在楼下等待着什么 安安静静 很是乖巧 但是 当一些胆大的男生 想要靠近之时 他的目光才会一片 透出一抹非常拟人的威吓 也仅仅是这冷冷的一扫 那射人心魄的气势 便竟显无虞 吓得周围男生胆颤 不敢上前 危险危险 闪开 快点闪开 就在这时 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学校的保安队 终于赶了过来 眼见有一些胆大的学生 竟然想要靠近 校内的保安 顿时双目圆瞪 训吃到 都离他远点 不要命了 可是这黑路 稍微有些动作 哪怕只是扬一下蹄子 保安们便也脖子一缩 紧忙后退 并不敢直接上前 只能先疏散 围拢在近处的同学 一时间 宿舍楼下 开始逐渐喧闹起来 有人拍照 有人赶路 有人吹口哨 甚至还有爱心女生投食 为这日复一日的 平淡大学日常 增添了一份别样的惊喜 也就是 在这吵嚷声中 林南也从睡梦中惊醒 迷糊地揉了揉眼 有些头疼 怎么回事 这么吵 楼下又有人表白了 林南被楼下传来的 喧闹声吵醒 疑惑地嘟囔了一句 便从床上爬了起来 朝着阳台方向一看 只见通往阳台的门 大厂四开 楼下的喧闹声 从此处传进屋里 清晰可闻 王成宇跟江涛两人 正站在阳台上 盯着楼下的什么东西 入神关看的同时 嘴里还不停诧异地念叨着 看到这一幕 林南皱着眉头 朝阳台上的两人走去 踏了 随着林南发出的声音 阳台上的二人听见声响 齐刷刷将头转了过来 哟 南哥 你醒了 见林南下了床 王成宇脸上诧异的神色 还未消退 忙不迭地冲他招手 出声呼唤道 醒得正是时候 我刚想不去喊你呢 一旁的江涛意识点头 主动上前拉了林南一把 怎么了 见二人这般急切 林南疑惑不解地询问道 两步来到阳台 只听楼下的喧哗声音 愈发清晰 紧接着 王成宇给林南让了个位置 三人一同站在阳台上 王成宇的体型 让并排的队形 显得十分拥挤 南哥 咱们宿舍楼下来了的大家伙 你快瞧瞧 认不认识 王成宇一边说着 一边艰难地抬起一只手 朝楼下指去 而站在阳台上 只要稍一垂头 就能看清下方一切 可是 当林南瞥见楼下的一幕时 瞳孔 也不禁瞪大了几分 原因无他 正是自己朝楼下看的这一眼 竟直接跟一双 有黑的眼睛对视上了 而后者在看到林南时 还显得很是雀跃 发出了一阵欢快的露鸣声 这 林南一时正住 诧一出声道 胖子 我这是在哪 南哥 你不是睡猛了吧 当然 是在学校里啊 听到对方的回答 林南麻木地点了点头 可是 他却实在无法解释 自己眼中看到的情形 此时此刻 就在宿舍楼底下 赫然站着一头黑鹿 而通过其外貌 与独特的气质 林南一眼便能判断出 这正是先前 自己在南郊遇见的那只 其身上落下的雷印 亦是与自己 有着强烈的感应 可林南的心中 不禁画满了问号 这只鹿 不是在南省吗 从南郊市到烟海市 更是要横跨整个东山上 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就在林南露出 诧异的表情之际 王成宇见状 朝他询问道 南哥 怎么样 瞅着眼熟不 是不是你在南郊碰见的那头 嗯 林南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仍是倍感疑惑 甚至忍不住 想要揉揉自己的眼睛 确认自己并非是眼花 反倒是一旁的王成宇 像是得到了什么结果 朝着江涛兴奋道 哈哈 涛子 我说什么来着 他就是上高速 被拍到的那头路 这回没跑了 高速 林南听得有些云里雾里 朝王成宇询问道 哦对 南哥你回来 就睡了 肯定还不知道吧 下午的时候 网上有许多网友发视频 说是河山高速上 有一头路 还被人起了个外号 叫高速路 莫 你看 王成宇一边说着 一边从手机上翻找出来相关内容 林南接过手机 简单扫了一眼 看到了网络上发布的那些视频 正是在自己睡觉的那段时间 网友们拍到一头黑路 在高速上风一般的奔跑 并且速度之快 就连许多私家车都跟不上 而其中一条热度最高的视频 收集了许多网友们的视频素材 并挑选高清画面 混减到一起 还配上了一段BGM 只见视频画面中 这头路在沿着高速路奔跑着 背景音乐 恰是想起 那远山呼唤我 曾千百次路过 半山腰摘几朵 这悠扬的音乐 配合上黑路坚定向前奔跑的身影 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林南看到这些视频 不禁有些发忙 自己回来时乘坐的大巴 看着这视频中的风景 难免觉得有些眼熟 不正是自己途经过的吗 同时 林南也瞧见 这视频底下 有不少网友评论 基本都是在猜测 到底是什么 在吸引着她 看到这些内容 林南不禁又朝着楼下的那头黑路看去 感情 这黑路一路跑了这么远 硬是跟过来了 林南惊讶之余 也有些欣喜 自己给这头鹿种下了雷翼 还想等着其激发上股血脉 再去寻她 不曾想 这头鹿竟然因为雷翼与自己的联系 一路追来了烟海 倒是在无形中 替自己省去了许多麻烦 此时 林南与楼下的这头黑路对视 感受着其眼底的喜悦 也瞧见了底下那些危惧的学生 以及对这头黑路万般警惕的保安 还在试图采取措施驱赶 于是招呼两人下楼 而随着林南的话音落下 王承宇的眼睛低溜一转 提议道 南哥 我瞧着路八城是冲你来的呀 这下面 还有好多人在拍照呢 热度总不能都叫别人给蹭去吧 咱要不也干脆开着直播 下去瞧瞧去 林南闻声 也没时间多想 随口答应了一嘴 便往楼下走 与此同时 宿舍楼下聚拢的学生越来越多 尽管校内保安队几番劝阻 但压根架不住大学生们的热情 更何况如此体型硕大 威风凛凛的黑鹿 也是难得一见 而在这些看热闹的人群中 有不少林南的同学 斑花王月也被设有窜夺着 在不远处驻足观望 这头鹿 我怎么感觉在哪儿见过 看着站在楼下的这头黑鹿 王月总觉得有点眼熟 口中嘟囔道 而底下 围着的这帮男生 也像是失了志一般 毕竟周围 有这么多女同学看着 一个个的 都想要表现自己 有几个胆大的 想要上去摸摸这条路 彰显自己的勇气 更有甚者 看到这头鹿出现在楼下 还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一名男生于是大步上前 嘴里还不停地嘟嘟囔囔 勉强能听出 他嘴里说着什么训兽诗 亦能觉醒之类的字眼 那两名保安连拉带转 都架不住这位的决心 只见他坚定站在这头鹿的跟前 煞有介事地 举起一只手 吟唱起了令人倍感熟悉的咒语 小鹿乖 别怕别怕 坏人已经被赶跑了 周围学生们目睹这一幕 顿感无语 甚至嗤之以鼻 不过 令人感到诧异的是 在这咒语的吟唱声中 这头黑路径 真的挪动了脚步 缓缓朝前走去 见此惊醒 周围的学生们 不禁议论纷纷道 不是吧 还真动了 问雅的咒语 真有这么顶用 这位吟唱着咒语的男生 脸上更是止不住的欣喜 彭佛这头黑路 迈出的这几步 让他看到了未来的曙光 而自己 即将要迎娶白富美 走上人生巅峰 嗨嗨 就在这男生欣喜若狂 畅想未来之际 突然从他身后 响起一阵倾壳声 紧接着 一道雌性的声音响起 同学 麻烦让一下 你谁啊 别多事 我马上要收服他了 这男生头也不回 决然地说道 眼瞧着这头路越走越近 他的眼神中 充斥着狂热 可就在下一秒 这头黑路的脑袋 突然一扭 一拱 哎哎 只见那一对狭长的鹿角 直接就将给硬生生 他对到了旁边 然后视线定格在前方 一动不动地望着面前的人 口中发出欢快露鸣 见此惊醒 周围聚拢的学生们 这才了然 感情刚才这头路 之所以动起来 压根不是因为什么咒语 而是瞧见了他身后的人 谁啊 林南 看到那道熟悉身影 王月下意识地换出了名字 周围的学生们文声 纷纷侧目 哦 他就是林南啊 可不是吗 上回在新生军训会演上 林锦奇的那位 不过 这头路怎么见了他 就跟变了一副模样似的 此刻站在这头黑路面前的 正是刚下楼的林南 也正如众人所言 当黑路瞧见林南 彭佛瞬间便没了 原本的威风凛凛 成了个撒娇的孩童 还一副得意的模样 似是在请求夸奖一般 这般女人化的情形 让在场的学生们 倍感诧异 而王月看着这一幕 脑海中突然想起了什么 开口道 啊 我想起来了 这头路 好像就是跟林南拍过照的那头呀 此时 王成宇也拿着手机 气喘吁吁地追了出来 他早已经开启了直播 将眼下发生的一幕幕 收入到尽头 一边喘着欠 一边跟直播间的网友 简单解释了一下情况 眼瞧着林南与这头路 再度同框 直播间的网友们也梦了 原来他就是之前 跟主播合照那只 在高速路上被拍到的 合着也是他 随着直播间的弹幕滚动 网友皆是感到不可思议 好奇之心顿时被点燃 这头路 竟然硬生生地沿着高速 从南郊市追到了烟海 一时间弹幕开始了激烈的议论 我去 这南郊市跟烟海市 离得有800多公里吧 他大老远地跑过来 难道就是为了找主播 这头路 竟是从南郊 沿着高速一路跑到的烟海市 这中间可足足800多公里啊 而且 他来到烟海 难道就是为了找主播 意识到这一点 直播间的观众 都有些错愕 同学 危险 快离他远点 就在这时 一道急促的声音传来 众人转头看去 就见保安正虎视眈眈地想上前来 这保安见林南毫无防备地 站在黑路面前 且他还在朝着林南靠近 那一对狭长锋利的鹿角 与林南仅有咫尺的距离 保安队长 已经快要急得心里冒火 生怕学生出什么事情 到时候 可得自己担责 于是 一狠心一跺脚 当即就要上前去把林南拉回来 同学 往后退 保安快步上前 想要把赵延安给扯回来 但他刚有所举动 便听一道空灵的露鸣之声 默然响起 在这宿舍楼之间激荡 接着 只见一道庞大黑影 迅速朝前一跃 生生地拦在了 那保安队长跟林南之间 妈呀 那保安队长眼前一黑 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吓得直喊娘 旋即忙不迭地往后退 险些一屁股 瘫坐在了地上 等回过神来再一看 只见那头硕大的黑路 此刻竟挡在了林南的身前 郑威垂着头 鼻尖喷出一道温热的鼻息 狭长的鹿角 如两道雷霆 直直地对准了地上的那名保安 谋中满是威严与愤怒 好似一副警告的模样 凶性显露无疑 若非认得这是鹿 说它是一头发怒的虎报 都有人信 看到这一幕 周围的学生们 也不禁浑身一脸 急忙后退 同时也满目惊奇 这头鹿自打进入校园 并未表现出任何攻击意图 甚至学生们近距离的围观 这头鹿 也仅仅是表现出不耐烦 这也导致 学生们下意识地以为 这头鹿性情温序 压根不会伤人 可是 刚才这头鹿突然窜出了一下 着实把在场的众人给吓到了 也是真切地瞧见 这头鹿的速度之快 简直是奔雷撤电 再看他头上那一对骇人的鹿角 幻想一番 要是被这玩意儿给顶一下 必然会被扎个透心凉 这攻击力 完全不亚于猛兽啊 想到这里 方才许多想要靠近这头黑鹿的男生 脊背都冒出了一层后怕的冷汗 他娘的 幸好刚才没过去 装逼不成 再被顶一下 小命可就没了 这路发起怒懒 怎么比狮子老虎还吓人 围观同学们窃窃私语 有些心惊胆战的 不敢再靠近 而此时 作为场中心焦点的林南 也不禁择了择舌 欲发觉得 这路同灵性 懂人性 有些非凡 且透过对方体内种下的雷印 林南发现 自己与其有一种冥冥中的感应 怪不得自己下午在宿舍补教的时候 会在朦胧中 做出似风一般飞奔的梦 或许 那压根就不是梦境 而是这头鹿 当时确确实实在路上奔跑 且被自己感应到了 也正是出于 这种隐约间的感应 让林南能知晓对方的一些想法 这头鹿方才突然地举动 其目的确实是想要保护自己 别看他现在体型健硕 那是因为龟云春雷印的血脉激发 让其具备了 朝灵兽方向成长的资质 这头鹿的实际年龄 也不过才六七岁 刚才他只是看到 有人要上来拉自己 并不知道保安是出于什么目的 因此 才会一时心急 直接挡在了自己和保安的中间 多少有点类似玉兽小说里 受宠的意思了 说实话 林南是越看这路 越喜爱 谁不想有个自己的超凡宠物 不但能当作企 还能当伙伴 关键时刻 还能当保镖 简直绝了 不过此刻 感受到周围学生们 夹杂着些许畏惧的目光 林南也知道 不能再让这路受惊 毕竟他还没成年 虽然通人性 但心智还不成熟 林南缓步走到了黑路的跟前 可随着他的举动 围观的学生们 还难免替他感到害怕 甚至 王月在不远处看着 都忍不住捏紧了衣角 在心里替林南担忧 毕竟这投入刚才的表现 可把他们给吓得不轻 何况 他现在还微垂着头 将那一对害人路脚前身 逼试着那名保安 虽然看似是在保护林南 但这毕竟是动物 大家也不敢确定 他是否会突然凶性爆发 抱起伤人 不过在众人惊魂未定的目光下 林南却淡定自若 闲听信步地走到跟前 朝着黑路的脑袋探出手去 就在众人心都要悬到嗓子眼的时候 林南的掌心 已然缓缓落在了 这黑路的脑门上 吃啦 一道近乎弱不可闻 肉眼难见的雷电交织之声 在林南掌心 落出响起 正是先前在这头路脑门种下的 龟源春雷印 此刻再度与林南产生了共鸣 随着他的抚摸 其体内被激发的上股血脉 正如雨后春笋般 焕发着生机 这头黑路顿时 露出欣喜与享受的神情 而看到这一人一路如此清静的举动 在场的学生们都瞪大了眼睛 有些傻眼了 什么情况 这头路之前 分明是不允许任何人近身抚摸他 而且很凶的样子 怎么碰到林南 就跟完全换了一副模样似的 竟然就这么任由他摸头 也瞧不出任何不耐烦 甚至看上去还很享受 就在一众学生们 险些被眼前一幕惊掉下巴之际 林南那带有威严的声音 徐徐传来 神兽夏凡 不可随意伤人 切记 林南知道 现在正在开播 自然不能放弃扮演的机会 出口 就是中二爆棚的话语 但却切实地符合他当前扮演的神明角色 这路 不正是夏凡的神兽吗 而随着他的话音响起 虽是对这头黑路说的 可是那声音 却彷录带有魔力 再加上林南此刻的举动 在寻寻善诱的威严中 亦是流露出清静之色 此情此景 看得众人为之恍惚 庞佛真的是神明在对座下的神兽 加以规劝 不过 这头黑路能听得懂吗 而且在不久之前 也有个试图跟黑路对话的 那哥们被鹿角强行推走 还险些摔了个亮枪的画面 众人记忆犹新 林南这一番举动 又能有什么 可就在众人猜测之际 下一幕所发生的情况 却跟先前截然不同 只见这头鹿 真像是听懂了似的 立马就将头抬了起来 一对黑溜溜的眼睛 也再度朝着林南看去 就在众人错愕的目光中 这体型健硕的黑路 竟像是个撒娇的孩子 主动把脑袋凑上去 用那毛茸茸的脸颊 在林南的脸上蹭 当目睹这一幕 场上瞬间鸦雀无声 就连那保安队长 都是满脸的错愕 拍了拍屁股上的土 心里止不住地说道 不是 合着你们是一家的 这路刚才跟自己耍的那骨子很劲呢 现在可倒好 成乖宝宝了 方才被黑路抬脚推走的男生 也是眼红的要命 师生道 不是 凭啥他行 我不行啊 与此同时 刚才的一幕幕 也被王成宇手里 正在直播的手机 给收录进了镜头 正所谓当局者迷 这些直播间的观众 好歹还隔着屏幕 没有现场的学生们那么害怕 因此 他们也早就看出了一些端倪 纷纷在直播间刷起弹幕 死 我怎么感觉 这头黑路 是在护着主播啊 我靠 还真别说 我也有这种感觉 你们想啊 这头鹿 刚才有那么多人想要靠近他 他都一点事都没有 可偏偏在保安 要去拉扯主播的时候 他一下子就发飙了 随着这一发现 再一想到 这头高速公路 不仅800公里追踪 如今更是在保护着主播 直播间顿时又炸开了锅 什么情况 难道 他刚才的举动 是在护主 而且看他们的举动 还如此亲密 难不成是要掩人录情未了 主播那晚在南郊 到底对他干啥了 不过 这头鹿可长着脚呢 摆明是公的呀 我抄 那更刺激了 随着直播间 一番不着调的一轮 话题越扯越邪惑 这时 一阵车辆的引擎声响起 在距离人群稍远处停下 旋即车门被关上 有一群人走了过来 从后方传出声音道 麻烦让一让 都别在这儿看了 散了吧 随着人群后方的声响 众人议论声稍有停歇 林南等人寻声看去 只见聚拢的人群 让出了一条通路 十几名男子巴着人蹲走了进来 他们分别穿着两种颜色的制服 其中六人 身穿橙黄色制服 戴着头盔 从装扮上看 无疑是烟海市的消防员 而剩余的来人 林南看到了 他们制服上的字样 赫然是林业菊的来人 这些人应该提前了解过情况 很是小心谨慎 生怕车身会经到这头黑路 才会在远处停下 不过 当他们越过人群 看到前方情形时 却是一阵 不是说 有头野生路闯进校园吗 看这样子 怎么像是情况 已经被解决了似的 那几位林业菊的来人 望着这头威风凛凛的黑路 其中一名身穿林业菊制服的中年男子 应该是这拨人的领导 不禁难以置信的南南道 果然是水落 他还真是从南省跑过来的 站在其身旁的一名科员 笃定的小声回应道 科长千真万确 而且是二级珍惜啊 南省那边都急坏了 听闻此言 这为首的科长 也轻咳两声 旋即走上前来 目光环视一圈后 视线定格在林南身上 开口介绍道 你好 我们是烟海市林业菊的 街道有野生动物闯入市区的情况 过来实施救助 这科长也瞧出了 林南跟黑路很是熟络的样子 不禁询问道 你们俩 认识 顿了一下 他又好奇问道 听说这头鹿 是从南省一路跑过来的 这件事跟你有关吗 对 林南并未否认 毕竟这黑路的行迹太过明显 稍微一调查 就能查到自己 也刚才难交回来 识口否认 只会引起更多猜忌 可随着林南肯定的答复 在场的众人 仍是感到诧异 好家伙 感情这头鹿 还真是奔着他来的 可听到林南给出的肯定答复 林业菊几人 反而难以置信 不过从目前 掌握的情况来看 这头鹿的行踪 的确可疑 一名科员忍不住询问道 难道他跑这么远的路 就是为了来这找你 理由是什么啊 随着科员的话音落下 众人也纷纷打起精神 心头营绕着同样的疑问 似乎打算正面回应 也都想听林南会做和回答 寻仇 下一秒 林南面不改色地脱口出 我上山的时候 不小心踩到一处草坪 或许她是记恨 我踩了她的食物 所以才会追我这么远 林南目光坚定 表情严肃地说道 总不能说 被自己拐来的吧 这可不行 可随着这番话音落下 在场的众人都愣住了 寻仇 这个理由 着实是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而林南脸上 是一副煞有介事的模样 可偏偏 这头黑鹿 还在不停 将脸凑过去 跟他撒着娇 哪里有半点深仇大恨的样子 也不单是在场的学生们 就连直播间的网友们文言 也全都蹦不住了 煞事间 评论区也炸开了锅 啥玩意儿 寻仇 啥路这么记仇啊 值得跑八百多公里 一路追杀到这儿 好家伙 跟我哥这儿千里走单旗呢 主播 你要不要听听看 你在说什么 瞧他给你这副亲密的模样 都快把球贴贴这三个字 写脸上了 你说他是来寻仇的 谁信啊 此时 林业局的人也愣了愣 看着那头黑鹿的反应 不由得嘴角抽搐 不过 眼下事实已经发生 那科长提醒下属道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尽快将这头鹿处理得当 不过 在想到处理办法时 众人又犯了难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 是要把他送回聚集地 可他能这么远跑过来 难保不会有第二次 万一前脚刚送回去 后脚他又跑上高速怎么办 高科长 有一就有二啊 这路要是让咱们给送回去了 将来万一再跟高速上跑一趟 可咋办 正如科员所忌惮的 眼下 他们都知道 这头鹿 是自己从南省跑来的烟海 万幸这次在高速上 没闹出什么事故 可要是再来一遭 结果会是如何 谁也不敢保证 显然林业局的科长 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要是由他们把路送回去 将来再出这档子事 跟他们可有脱不开的干系 想到这儿 高科长一时犯起了难 也是心里纳闷 这头鹿 为什么千里迢迢 非要跑到烟海来 难道真的是因为这个林南 旋即 高科长走到一旁 打了个电话 与南省那边的林业局 进行了一番沟通 在十几分钟后 双方这才拿定了主意 科长挂断电话 对几人说道 行了 已经协商过了 暂时先把他给放到 咱们管辖的自然保护区里 看看情况再说 把他带走吧 随着科长下达的指令 相关人员纷纷开始行动 尝试着走上前来 想要将这头黑鹿带离 在近距离的观察下 这些科员们 瞧见这头黑鹿的身姿 仍是忍不住在心中咋舌 然而 当他们试图引导这只黑鹿 离开这里之时 却发现 这头鹿的脚下 像是生了根 无论他们使出什么办法 它都像做小山一般 坚定不移地站在林南身边 根本不愿离开 呼 走你 后面的加把劲 推啊 经过数次尝试后 这些科员 已经累得满头大汗 再低头一看 这头鹿的脚下 愣是分毫没动地方 只得将目光转向林业局的科长 投去寝室的眼神 高科长 这怎么办 根本不动啊 此时 高科长一时止不住地撑起 诧异着头鹿 为何如此倔强 可是又不能将他放在这里不管 现在怎么办 打麻醉真 可瞧着头鹿的体型 怎么也有两百公斤 他们又没带起重设备 怎么搬到车上 这可真是 太怪了 高科长眉头皱得 都快要凝成一股声 在众人犯难之际 林南也目睹了眼下情形 心里坐着考量 这头黑鹿能来寻自己 林南打心里还是惊喜的 可林南也知道 不可能让他一直待在校园里 不管是他 还是学生们 都容易出现危险 而且 若是让这黑鹿留在城市里 也断然会失去其应有的自由 不适合他的血脉进化 死来想去 似乎还是林业局给出的方案 最为适用 不如就先将他安置在 烟海的自然保护区里 这样最起码能保证 黑鹿的生存环境 不会跟之前有多大差别 而山林中的自然气息 对促进黑鹿的血脉激发 也有好处 并且 距离也不算远 隔三差五的 还能见上一见 在打定了主意后 剩下的 便是该如何让这头鹿 跟林业局的人走 当林南眼角的余光 瞥向正举着手机直播的 王成语时 一个念头很快生成 在脑海中检索了一番 好在之前做的功课不少 仅仅是眨眼间的书里 林南便已然开始了动作 先是轻咳了两声 旋即缓缓开口念诵道 明明摇摇 天地记住 文照极致 凤诏即行 伴随着林南那 充满威严的声音 响起 在场的众人皆是一阵 也自然听出了 这声音的来处 于是纷纷朝林南看了过来 这一看不要紧 在场的众人 都不禁有些发乱 只见林南此刻 已然双眸微闭 口中念念有词 不说 手上还不断翻出玄妙手绝 此情此景 俨然是一副 正在掐绝念法的模样 哎 你们看 林南他在干什么呢 随着一名女生的诧异出声 在场围观的学生们 也开始议论纷纷 我去 他这好像是在 诗法 你们听见他刚才念的是什么了吧 好像很晦涩的样子 明明都是文字 怎么加在一块 我反倒听不太懂了 我知道 那些真正的法觉 听上去确实很难理解 就跟他现在念的一模一样 随着众人的一番议论 事情却还没完 只见林南的手绝变化 最终呈现出剑指状 似是法觉的 施展到了关键时刻 林南的声音 也陡然提高了一些 亦和我心 亦使雷铃 且随其行 不得为令 当最后一个字的声音落下 林南手成剑指 在黑路的眉心处点了一下 随着林南的举动停下 周围的林夜局众人 皆是纳闷地看着 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然而也不用他们过多的疑惑 仅仅是下一秒 便听他踏踏 几道清脆的提声响起 这头原本不愿意挪动位置的黑路 竟赫然开始行动起来 还悠悠地朝着林南叫了两声 那声音中庞佛夹杂着一丝不舍 不过 明显也对林夜局的众人 不再那么抗拒 且配合着林夜局科员们的引导 开始 有了离去的迹象 看到黑路如此清晰地转变 林夜局的科员们也梦了 什么情况 瞧着投入的意思 是准备要跟咱们走了 这也太神了吧 林夜局的众人都没想到 林南方才掐绝念法的举动效果 竟如此显着 这多少有些不可思议 并且 众人也看到了 这黑路充满灵性的举动 依依不舍似的 一双黑溜溜的眼睛 在不停朝林南回眸 种种情形 落入围观人群眼中 不得不说 还真像是一位仙人 在施展法掘 驱使其坐下神兽 与此同时 在目睹了这些后 直播间的网友们 也为之沸腾 但目如雪花般闪过屏幕 这投入的表情 也太有灵性了 我还是头一次在动物脸上 看出这么明显的依依不舍 照这么一看 还真不像是凡落 简直就是灵兽啊 主播扮演地位 再次加以我 甚至都怀疑 这投入 不会真能精化成神兽吧 直播间的热议不断 现场围观同学们 自然也是如此 不过林业菊的高科长健壮 已然回过神来 又打量了两眼灵难 他心底多少有些佩服 觉得这可能是个高人 不然怎会生得如此威严 一举一动 都带着气势 再加上方才本事 简直闻所未闻 高科长趁着下属们在忙碌时 主动上前客气地说道 看你跟这投入相当熟悉 给我们留个联系方式吧 要是将来有什么情况 也方便能告知到你 这高科长也是老江湖 一是看出林丹有本事 二是看出 这投入对林丹的态度不一般 想着万一出什么状况 还能尽快联系到林丹 好 林丹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 给对方留了个电话 便将视线落回到了那头黑路上 眼瞧着他一步三回头 依依不舍地 跟着林业菊的车辆离开 林丹笑了笑 朝他去了驱手 示意他尽快上路 好在一人一路 心意相通 倒也知道 并非林丹抛弃了自己 而是让自己先行回去 日后还可再去看望 故此 这路便最终也是离开了 而一同前来的消防员 件事情 算是圆满解决 也上车驶离 带到他们走后 王成与和江涛两人 跟直播间的观众们道别 随即便凑上前来 南哥 刚才是咋回事 怎么你比划了几个手势 就让这头鹿 乖乖听话地走了呀 此时的林丹 还看着那头黑路 他消失在自己视线当中 这才回过头来 而看到王成与 一副好奇的模样 林南不禁笑着摇了摇头 刚才哪是施展了什么法术啊 只因这黑路 本就有雷印在身 在一定程度上 能做到心意相通 方才也不过是做做样子 整点节目效果罢了 不然怎么是扮演主播 只不过 饶是如此 林南也是安慰了 这头鹿好半天 并且承诺 可以时常相见 这黑路才愿意暂时离去 想到这里 林南也半真半假地开口道 其实也没什么 这头黑路应该是因为 当时的干旱原因 在南省落了单 把我当成了同伴 而水路嗅觉异常灵敏 能循着气味追过来 也不意外 至于他 为什么会真的听话 在说到这儿的时候 眼瞧着王成与 迫切想要知晓的表情 林南顿了顿 洋装高深莫测地说道 显然扶窝顶 结发受长生 这句话听说过吧 你俩自己误吧 随着林南的话音落下 王成与和江涛面面相去 最后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 掉 不明觉厉 我觉得老林是在吹牛逼 你说呢 不 我觉得 他可能真有点东西 就在两人争论之时 周围看热闹的学生们 已经陆续散去 不过 随着一阵脚步声传来 远处却匆匆跑来一道身影 林南跟王成与等人一看 却不经一正 因为来者正是导员罗老师 罗老师 您怎么来了 江涛赶忙打招呼 而对方显然是赶来的匆忙 还不停喘的粗气 开口道 呼 我听说你们宿舍楼有突发情况 还惊动了消防 不太放心 所以过来看看 罗老师正说着 下一秒 他的视线定格在林南的身上 林南 罗老师疑惑道 你不是请假离校了吗 这么快就回来了 罗老师 事情有点复杂 林南笑着点了点头 回应道 一时间 我竟不知道 该怎么跟你解释 不过 没等林南多说些什么 王成与一脸兴奋 像是不吐不快似的 道 老师 情况我都了解 是这么回事 王成与现学现卖 将林南刚才临时想到的说辞 又跟罗老师讲述了一遍 见有人主动替自己解释 林南倒也乐得清闲 不过 罗老师显然有些狐疑 这都仙人府顶啊 下一步不得开谈讲到了 林南倒是没关系 他们的聊天 反正明眼人都知道 是自己下吹逼的 也就江涛这小子能信 旋即用心感应着 黑鹿身上落下的雷印 在一番探查下 林南觉察到 那头黑鹿 距离自然保护区 越来越近 另一边 林业局的高科长 带着黑鹿 一路来到了自然保护区 并且轻车熟路地 来到一处防火护灵站点 似乎是听到了外面车声 从值班室内 走出了一老一哨 两名护灵员 老鹿 带到车子停下 高科长跟那年纪稍长的 护灵员招呼了一声 呵呵呵 高科长 护灵员老鹿迎合着 一边快步走了过来 很快他们也瞧见了 在车旁站着的那头黑鹿 纵使在电话中 提前了解到一些情况 可当亲眼地见 这头黑鹿见瘦的体型 以及那一对狭长锋利的鹿角 就连资深护灵员老鹿 也不禁惊叹 毕竟 他寻了大半被子铃 还从来没见过体型 能长这么大的鹿 师父 这就是那头鹿啊 而站在老鹿身旁的 那名年纪较小的护灵员 看上去似乎 刚大学毕业没多久 当瞧见这头 威风凛凛的黑鹿 便一下子挪不开视线 此时的护灵员老鹿 则跟高科上 进行着交接工作 在高科长的一番叮咛嘱咐下 护灵员老鹿拍着胸脯道 放心吧高科长 只要这头鹿进到林子里 我一定尽心尽力地多照看 得到了护灵员老鹿的沉默 高科长也算是松了口气 不过就在交接完后 护灵员老鹿的脸上 却浮现出一抹纠结 似乎有什么话 被卡在嗓子眼里 犹豫着要不要说 在沉默了几秒后 护灵员老鹿 还是决定开口道 高科长 我还有一件事 得跟上面汇报一下 嗯 什么事 高科长健壮 也是替对方打消着疑虑 疑惑道 护灵员老鹿文胜 这才开口道 最近一段时间 我老是在林子里 发现一些奇怪的痕迹 看上去 应该是什么人留下来的 可是 这些出现脚步痕迹的位置 基本都在贴了 警告牌的山林深处 怎么看 也不像是普通游客的所谓 哦 高科长文言 眉头皱了皱 可也不清楚具体 只得记在了心中 答应道 老鹿 你说的情况 我会叫人注意 也得麻烦你们 这段时间多费心 看看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一场 护灵员老鹿点了点头 也不再说什么 旋即 便看向了面前的这只黑鹿 刚准备对其羽翼引导 让它去到山林里 却不曾想 这头黑鹿的表现 却是显露出 极具灵性的模样 似乎是瞧见了 如此聪裕的山林 这头黑鹿 发出了一道空灵的叫声 很是满意的样子 甚至 还对着几人赞扬地点了点头 那意思庞佛在表明 凡人们 便在一众人呆滞的目光下 迈开四题 撒花似的 一头扎进了山林之中 他刚才 是在夸赞咱们 真是神了 那样子可太高傲了 像是把咱们 给当成了蒲丛寺的 真有意思 哈哈 这路通灵性啊 不一般 真不一般 我看山这么多年 从没见过如此神异的鹿 说它是头锐兽我都信 随着这头黑鹿身形消失 树丛中的妈撒之声 迅速远离 在场的众人 却迟迟回不过神来 只因这一番接触下来 他们郁佳觉得 这头鹿非比寻常 也不禁联想到 让他不远千里 来奔陷的陵南 此等灵性的鹿 能够跟他那么亲近 想必这人也有些能耐 观望了许久 当确认这头黑鹿 进入山林后 高科长稍稍松了口气 对护林员老言道 行了 大概就是这么的情况 这段时间 先放林子里观察观察 辛苦你多盯一盯 有事随时汇报 我们就先走了 放心放心 护林员老言点头应道 旋即 林业局的客员们 上车离开 明晃晃的车灯 逐渐消失在道路尽头 而偌大的山林中 仅有这一间护林员值班室 还亮着灯 那白赤灯的灯罩外面 几只飞蛾与其余的小飞虫 正不停翻飞舞动 夜色笼罩之下 护林员老言 裹了裹披着的衣服 跟一旁的小马开口道 刚才高科长的话 都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师傅 护林员小马点了点头 嗯 老言脸上露出满意表情 继续道 你是我带的徒弟 也该多锻炼锻炼 这任务以后 就交给你了 每天上山巡灵防火的同时 你要尽可能找到 那头鹿的踪迹 记录下来 然后整理汇报 啊 护林员小马文言 顿时发出了一道长探 旋即 他的视线 飘向那头黑鹿消失的位置 看着幽静深邃的密林 以及后方那成片的自然保护区 这偌大的山林 光是找一头鹿都费劲 更别提 还要每天追踪 记录其踪迹 谈何容易 而听到小马诧异的声音 护林员老言嘖了吓舌 这我没道 啊什么啊 可是 少废话 咱俩谁是师傅 护林员老言 抛下一计绝杀 接着便背着手 朝着值班士走去 只剩下小马留在原地 磅仿霜霜打了的茄子 颤了两久 这才悠悠地叹了口气 垂头打脑地跟了上去 吱吱吱 郭噪的缠鸣声 在这密林中交织着 与此同时 茂盛的灌木 从发出息吸索索的声响 随着几根树枝被踩折 月光透过斑驳树影的照影之下 几道鬼鬼祟祟的身影 出现在山林当中 他们一路躲避着监控 并且 选择在最偏的一处位置 进入保护区 随着一番摸索前进 这几道身影 逐渐显露出全貌 这是三名男子 身上都穿着冲锋衣 背着登山包 手中还持着镜弩 腰间挂着装有弩剑的剑袋 而为首的一人 背上赫然还背着一把猎枪 再细细一看 这三人背上的登山包底部 也正在伸出血字 显然 他们是有备而来的一群偷猎者 哥哥 就在这时 三人的前方不远处 突然传来一阵鸣叫声 听到这动静 三人顿时逆行前纵 以及其轻微的动作 朝前方接近着 待到前进了一段距离 只见不远处的一片草地上 孤零零站着一只飞禽 其头颅呈红褐色 颈部还着一圈洁白羽毛 在月色照耀下 全身的羽毛都泛着一层光泽 而当瞧见这只飞禽 这三人顿时眼神交互 其中一名较为年轻的男子 也是立马抽出一根弩剑 搭上了弦 将十字弩的准星 对准了这只飞禽 so 下一秒 只听一道弩剑的破空声响起 在这寂静的夜色中 宛如催命的浮露 那只飞禽 甚至来不及做出什么反应 便被这射出的弩剑 给扎了个透心凉 栽倒了下去 而看到箭矢命中目标 三人小步地跑了过去 拎起了地上 已经重伤的飞禽 将弩剑拔下回收 看着这只飞禽 其中一人似乎有些嫌弃道 咋又是这 什么时候能上点大货啊 而随着这名偷猎者的嫌弃声 在嘴里嘟嘟囔囔 那为首地背着猎枪的中年男子 搜得一下掏出匕首 锋利的寒光 在月光下明晃晃的 显得格外刺眼 而看到他手持匕首 刚才还在心中愤愤不平的男子 则是咽了一口唾沫 连忙垂下头去 紧接着 那为首的男子 冷冷扫了他一眼 上去将这只飞禽夺到手中 随着刺啦一声响 男子熟练地 将飞禽的脑袋割下 随手丢在了一边 将还在鼓鼓流血的飞禽 递给对方 沉声开口道 急什么 为首的男子 又朝另外一人询问道 已经踩过几次点了 有瞧出什么来吗 那一人闻言 当即回应道 毛哥 你就放心吧 这山上肯定有大蟒 说着 这男子又跟两人解释道 前几天 这里劈下来了两道雷 却愣是一滴雨都没下 附近的传言都说开了 说这是有修为的蟒蛇 要度雷劫 而咱们只要能在山上 找到一条像样的大蟒 那可就发大财了 把他拆把拆把卖了 这辈子也足够吃喝不愁 正如这名偷猎者所言 他们此番前来 除了奔着珍惜动物之外 还抱着一个目的 便是要在山上 寻找一条蟒蛇 或许一条蟒蛇 对于偷猎者而言 并不算太值钱 可一旦给其赋予上特殊的价值 比如说这条蟒蛇 曾引动过雷劫 那么 就将会是价值连城 当然 这都是吹牛逼的 他们自然也知道 不可能真有蟒蛇杜劫 但有了这个说法 就能卖上好价钱 至于这所谓的雷劫 也确实玄乎 他们最近听了不少传说 至今也闹不清那两道雷 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带着如此目的 这三名偷猎者 又继续行动 他们的行踪并不固定 就这么一路 往山上找 天色也逐渐擦亮 眼瞧着周围的山林 在出生的日头下 变得愈发翠绿 其中一名偷猎者 四下打亮着周围 像是担心会遇上什么似的 朝为首的那名男子 询问道 毛哥 这片林子里 还有护林员 不能叫咱们 给碰上吧 而为首的那名男子 听闻此言 眼中却泛出一抹凶光道 怕什么 咱们有枪 谁要是赶不长眼的 挡老子财路 老子就为他磕枪咋尝尝 速速速 就在为首的偷猎者 放着狠话之时 前方树从中 却传来一阵 稀稀苏苏的异响 似乎是有什么东西 正在他们前方 不远处活动 并且从声音方位推断 那东西 似乎正在朝着他们靠近 徐剑此轻心 这三名偷猎者 顿时提起警惕 一下子肩口不严 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 他们猜测着 会不会是这片 自然保护剧的护林员 可是听那声音 再不断变换位置 速度极其之快 压根不像是护林员 在林中奔跑 所能发出来的 莫非是什么野兽 带着心中猜测 两名手持弓弩的偷猎者 心中微微一喜 纷纷搭上弩剑 在这里 遇到护林员 可比野兽可怕多了 野兽可打不过 全副武装的偷猎者 但是护林员 却能通风报信 那为首的男子 也从后背摘下了猎枪 聆听着前方传来的圣秘 此刻正距离他们 越来越近 甚至 就连前方的树丛 也开始剧烈摇晃起来 而就在三名偷猎者 屏息灵神 摆好阵架 准备应对之时 刷 下一秒 一道庞大的黑影 从林中一跃而出 这 当看到这道黑影的瞬间 这三名偷猎者的表情 瞬间都僵了 近乎是同时瞪大了双眼 庞佛都忘记了呼吸 实现那突然窜出的生物 头顶赫然长着一对狭长的双脚 形似闪电霹雳 而其背部的黑色毛发 在尘光照耀下 竟呈现出一抹五彩斑斓 如此庞大的身影 自林中急速窜出 更是高高的 跃起数米之高 庞佛要登天而去 那看着就沉重的剑朔身躯 竟然生生地从三人头顶掠了过去 三名偷猎者 只敢到头顶上方 掀起一股刚风 直刮得得他们面颊生疼 眼睛都快要睁不开 反观那道黑影 似乎没有注意到 这边近乎冒出来三个人 十分具有 灵性地瞥了一眼 便又朝着自然风景区的外围跑去 而此时三名偷猎贼 却齐刷刷地盯着那黑影消失的方向 一名偷猎者 回忆着刚才的所见 刚才呢 是鹿吗 正如这名偷猎者所见 方才从山林中跃出的黑影 自然就是 被灵夜局放归到自然保护区里的黑鹿 由于灵男在其身上打下的归原春雷印 在上古一寸的血脉激发下 这头黑鹿正不断朝神兽 莫其林靠拢 而根据典籍所载 雷祖天尊座下的莫其林 神通广大 不仅可以双脚引动雷霆 呼风唤雨 亦是能够口吐人言 如此 这头黑鹿也已经极具灵智 能与灵男心念相通 只是不知要依靠雷印 彻底激发血脉 还需要多久 而这黑鹿 昨日与灵男分别时 已经能够理解灵男安慰的话语 听到了灵男说他们离得不远 可以随时相见 于是 黑鹿刚刚在山里熟悉了一下环境 便打算回去找灵男 恰恰是黑鹿也寻了一处偏僻的方位 想要下山往灵男的方向赶去 却正好遇到了这伙盗猎贼 而此时 因为黑鹿的陡然出现 令这三名盗猎贼倍感惊诧 身为偷猎者 他们常年混迹在山林中 在这过程中 自然也见识过各种各样的山中野路 可纵使见多识广 他们也从未见过如此特殊的路 竟然平地一个飞跃 便能离得约三四米左右高的度 更何况 这头鹿的体型还如此之大 怎么看也不像是轻便的样子 可偏偏事实就发生在眼前 他们刚才都看了个一清二楚 一时间 三名盗猎贼仍是面面相去 忍不住惊叹道 刚才那真的是头鹿吗 我怎么感觉 他在走的时候 还回头瞪了咱们一眼 随着这句话响起 三人回想起刚才那头鹿 转回头瞥向他们的目光 还真不像是普通的林中野路 倒分明像是个人的目光 想到这里 先前那射出弩箭的偷猎者 不禁道西一口凉气道 死 我从老一辈那里听说 山神有时候会化作林中的动物 来惩罚对山中生灵不尽之人 刚才那头鹿 该不会就是 而一旁的偷猎者闻声 也当即迎合道 我说什么来着 这地方肯定邪性 现在看来 那天披的两道雷 或许真不是巧合啊 就在两名狩猎者 越说越邪乎之时 为首的大毛哥 却是催了口唾沫 扯什么蛋 赶紧给我找 还什么山神 老子下次见了他 照样给他崩了 几人不敢再多言 自知作为偷猎者 如果真有山神 那自己肯定造报应 好在方才也不过是玩笑话 都没人再放在心上 随后继续往山中走去 呼 要命啊 可算是跑完了 烟海大学 在清晨的阳光下 大一的新生们 刚刚结束晨跑 王承宇正插着腰 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 还止不住地抱怨道 哎 也真是见了鬼了 你说咱们好不容易上午没课 还得早起出来晨跑 这样的日子 还得过多久啊 听到王承宇的抱怨 江涛似乎提前打听到了什么 开口道 也不会很久 我不是想进体育部吗 也跟体育部的学长联系过 说是大一新生晨跑 得跑完一学期呢 江涛说着 言语中 似乎还带着些对晨跑时间短的感慨 反观一旁的王承宇 却是突闻噩耗 两个绿豆大小的眼睛 瞪得溜圆 啥 得跑一个学期 王承宇失声呐喊道 脸上是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 最终在两人的安抚下 勉强接受了这个事实 紧接着 王承宇好奇地朝江涛询问道 体育部 你说你没事进那玩意儿干啥 有那闲功夫 还不如在寝室躺着 或者跟南哥开开直播呢 是吗 江涛文胜 嘴角扬起一抹微笑 意味深长道 可一旦加入了体育部 就能监督别的新生晨跑啊 要是哪天轮到我监督 碰上谁身体不舒服 跟我请个假 不就能在边上站着休息了 我抄 随着江涛的话音落下 王承宇顿时一正 方才还对其加入体育部的事情 嗤之以鼻 可是一转眼 王承宇的态度 便有了180度大转弯 感情不单 林南是自己的一世父母 这位也是靠山啊 想到此处 王承宇当即改口 抱拳拱手道 义父 孩儿刚才话有些重了 几人插科打混了一番 江涛转过头来 朝林南询问道 话说 老林呢 有没有想过 去参加的什么部门或社团 而听到江涛的询问 林南愣了愣 之前倒也确实没考虑过 不过 以自己扮演神明的角度 或许选择COS社团 是最合适的吧 当然 也只是这么一想 一想到夜情 加入社团 还要跟着跑各种活动 自己可没时间 而且 好歹是扮演神明 怎么着 也得稍微保持一下逼格 不然影响了雷族老人家的威名 想了想 林南还是摇了摇头道 平时开直播就够忙了 加上还得上课 暂时没打算 三人一边闲聊着 一边往回走 在途经餐厅的时候 想着这一趟晨跑下来 回去躺床上 一时半会儿也睡不着 于是 王承宇便提议 先去餐厅吃个早饭 甜甜肚子 三人一拍集合 到了餐厅 林南随便撤几个包子 王承宇则是豆腐脑配着炸鸡腿 吃得不亦乐乎 林南也正琢磨着 接下来可以实现 哪一条收入的建议 慈了 就在这时 林南的脑海中 彭佛有道雷电 一闪而过 煞世间 一股熟悉的感觉 涌上心头 林南不禁一愣 旋即心念稍加感知 在确认了情况后 林南先是摇了摇头 脸上却挂着微笑 竟然这么快就回来了 林南口中嘟囔了一句 啊 而身旁的二人听到了声音 纷纷朝林南询问道 南哥你说啥 什么回来了 没什么 林南随口应了一声 接着开口道 我先回去换衣服 待会儿准备直播 说吧林南便起身 准备先回宿舍去换衣服 一旁的王承宇和江涛 瞧见林南 这就要走 江涛也二话不说 直接站起了身 看到这一幕 王承宇也只能匆忙 吸溜一口豆腐脑 紧忙卖不到 得得 一块儿啊 三人回到宿舍 王承宇还有些不明 所以 纳闷道 南哥 到底怎么了 咱好端端地吃着饭 你怎么突然要打到回府 回来直播 而听到王承宇的询问 林南并未解释太多 只是笑了笑道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恰在这时 宿舍楼下一阵阵喧哗声 再度传来 听到这有些熟悉的声音 王承宇跟江涛两人愣了愣 一时面面相去 什么情况 带到林南 换上扮演雷祖天尊的衣服 一番收拾完毕后下楼 便瞧见那头黑鹿 依旧站在昨天 他站过的地方 似乎就是在静静 等待着林南的到来 哎 此时王承宇和江涛 也跟着林南的脚步下了楼 当看到楼下 这只黑鹿 王承宇的双眼瞪打 惊讶到 这是昨天的那只黑鹿 死 他不是 已经被林业菊给送走了吗 咋又回来了 正如王承宇所震惊的 过往的其他同学 亦是看着这头黑鹿 当然 还有身穿仙甲 站在这只黑鹿面前的林南 哟哟 一阵空灵的鹿鸣声响起 黑鹿似乎也对林南此刻的装扮 而感到敬畏 竟然罕见地露出乖巧姿态 扶手蹭了蹭林南 好似在表达自己的崇敬 林南摸了摸黑鹿毛茸茸的脑袋 被身后的王承宇道 不用想那么多 反正他的确回来了 随着林南的话音落下 王承宇也似乎误到了什么 连连点头道 哦我说 你咋那么急着回来 胆情是得到馅了 说来也是 南哥 有这机会 咱也得抓紧好好利用一下 正好能搞点直播效果 给粉丝们看看 这头颅又跑回来了 听到王承宇的提议 林南却是笑着摇了摇头 太保守了 你说 要是我骑上他 这直播效果会怎么样 而随着林南的话音落下 王承宇和江涛 皆是一正 似乎都不敢相信他们听到的 更是骑刷刷地 转头看向林南 止不住开口确认道 南哥 你刚才 说什么 你该不会真想骑上他吧 这会不会有点太危险了 可微不危险 清楚不过 看着眼前这头 威风凛凛的黑鹿 若是能将其当作作棋 恐怕也没有哪个人能够拒绝 于是 就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林南缓缓上前 站到了黑鹿的身侧 而这头黑鹿 则表现得相当乖巧 似乎正在等待着林南的举动 他双腿跪下 如老牛般俯下身来 真如雷祖作棋 一般听话 引得其他人目瞪口呆 林南在黑鹿的背上 抚摸了两下 感受着那毛糊糊的质感 随后深吸了一口气 月山上 王成宇也正忙不迭地开启直播 将这幅画面 收录在镜头当中 而刚刚进入直播间的网友 就正好瞧见黑鹿贵符 雷祖一院上的场景 再一看这幅画面 这黑鹿高昂着头颅 威风凛凛的模样 坐在棋背上的主播 则是一袭仙甲 手上还托着法器 竟然与雷祖天 遵旗着黑鹿的神像 有七八分的神思 赤 坐在黑鹿背上的林南 发出指令 便听清脆的四提塌的声响起 这黑鹿已然在这林南 在宽阔的校园里奔跑起来 瞧见这一幕 王成宇满脸苦涩 紧忙追了两步 口中还不停地对网友们科普道 相传雷祖天尊的坐骑 乃是一头墨七零 一动一行 便可轻风撤电 以双脚引动雷霆 而眼见这只黑鹿载着主播 如风一般急驰 直播间的网友们 看得一愣一愣的 弹幕也瞬间炸开了锅 我靠 主播还真骑上了 这也太像了吧 要是碰上不知道的 恐怕真以为是雷祖天 遵旗着坐骑显灵 只可惜 现在还是在地上跑 要是主播能骑着路踏在云上 效果肯定更扎炼 开什么玩笑 这头鹿少说 也得有二百多公斤 要想上天 恐怕薇亚都得给拽舌了吧 不过 主播这感觉 还真像雷祖下凡 能不能干脆降级到神来 把小日子的岛国给劈沉了 伴随着直播间 网友们的热议 林南的耳畔不断响起声音 检测到多条建议 建议以收录 收录建议 驾路腾云 雷祖险射 难度极高 奖励16% 扮演完成度 收录建议 天罚神类 批尘倒国 难度极高 奖励17% 扮演完成度 随着黑路载着林南 在学校的道路上挤持 耳畔便不时传来系统收录建议的提醒 显然 自己欺承黑路的情形 给直播间的网友们 带去了不小的震撼 也别说网友们了 就连林南自己 心情也难免有些激动 毕竟这种感觉相当奇妙 跟自行车那些 可都没法比 更何况是经过雷影改造的 更是非同一般 于是 林南也暂时顾不上去 细看那些新收录的建议 只听着耳畔掠过狂风 肆意感受着眼下的风驰电掣 与此同时 燕海大学的林英大道上 在道路两侧的位置 陈列着诸多帐篷 将原本宽敞的道路 给占得有些庸促 而各个帐篷底下都铺着桌子 还有学生在守着 有些帐篷的侧方 还会立个广告牌 写着某某社团招新的字样 正是大一新生军训完毕后 学校里面的各大社团 开始招新 这些社团与学生会等部门不同 更偏向于兴趣爱好 像学生会等部门 一般会由上一届的学长学姐 去走访新生宿舍 进行招新 往往就会有一些新生们 被他们的情真意切所打动 去到部门面试 一旦进入面试环节 那么恭喜 角色互换 这些去到各宿舍招新的学长学姐 在面试时都会一改神态 面无表情地质问出那一句 你为什么要来我们部门 似乎全然忘了 之前在新生宿舍介绍招新 生怕没有新生力量加入时的卑微 而相比于学生会 需要面试 这些社团则是不同 基本上都是现场收纳新社员 并且 只要有想加入的新生 社团一般都会热情欢迎 原因很简单 社团在那新时会 收取入社费 对于那些有兴趣爱好的新生来说 只需要交个几块钱的社团经费 就能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往往不会吝啬 不过另外 还有许多新生 只是因为一时兴起 往往在交过入团经费的钱之后 也懒得去参加活动 每两天 就把这事给忘了 因此 每到这个时候 各个社团都会千方百计的纳心 套路就跟健身房半年卡 一般无二 不过 凡事也有例外 在路口的一个帐篷底下 也是整个林英大道最好的位置 本是新生聚集最多的地方 却爆发出了一阵争论之声 不是 凭啥人家都能记 偏偏我禁不了啊 说话之人 头上戴着一圈假猴毛 腰间围着个虎皮躯 手拿伸缩板金箍棒 赫然是孙悟空的打扮 却跟对面的人争论的面红耳赤 而在他对面的 则是几个身穿COS服的学生 显然 这帐篷属于 燕海大学的COS社团 而这种社团 作为二次元聚集地 自然吸引了许多新生的注意 只不过 这帐篷底下的学生 看着前方来报名的猴哥 目光有些鄙夷 同学 奉劝你一句 圈子不同 别应容 坐在桌子后头的炭治郎 瞥了一眼 摇头道 你要不先看看 你COS的是啥 跟哪个公园里 表演顶尖似的 真是要想加入我们也可以 我劝你再回去 重新扮演个孙悟空吧 听到这人的话 猴哥皱着眉头 虽然自己身上的行头 是简陋了一些 可是该有的一样不差啊 我这不算吗 还差什么 于是 猴哥疑惑地询问出声 结果对方的几人 似乎早已有了共识 那站在炭治郎身后的迷豆子 也开口说道 别搞笑了 我们说的孙悟空 是超级赛亚人 你 听到这句话 猴哥顿时被气得有些哑口无言 抬手朝着前方的几人指了指 声音气愤道 好好 感情就非得扮成小日子的角色 才行是吧 谁定的规矩 而随着猴哥的话音响起 卡奥斯射的几人 起声笑了笑 没办法 谁让咱这逼格 在这摆着呢 就是 都什么年代了 还卡奥斯神仙 多土娃哥们 眼瞧着面前这几个人脸上 露出嘲讽的笑容 猴哥 尽管心中生起怒气 却也无可奈何 他踏踏 就在这时 打从众人的侧方 响起了一阵提声 那声音清脆悦耳 却是先前从未在现实中听见过 只存在于电视里的声响 众人情不自禁地 循着声音看去 但当看清声音来处后 原本的表情皆是一变 纷纷瞪大了双眼 就在众人惊恶的目光下 只见在那条道路的尽头 正是通往宿舍楼的方向 竟出现了一道高大身影 再仔细一看 那赫然是一头体型剑朔 威风凛凛的黑落 这还没完 除了这头黑落 更令他们感到诧异的是 这头鹿的背上 竟驼着一个人 随着这一幕出现 顿时有一些知情者开口道 雪 你们快看 这不是昨晚的那头鹿吗 不是被带走了吗 咋又回来了 我去 在他的背上 是不是还有个人 倒也无需提醒 在场的其他学生 皆是瞧见了黑落身上的人影 待到稍稍离近些许 众人便发现 那人的装扮不似寻常 只见其身上 穿着悬色仙甲 身披形似于你的长带 手中所持的法器 上书着五雷斥令 而如此黑落 有着墨其林的即逝感 再加上这五雷令牌 也足以轻易叫人认出来 清晨时分 空气中还有些弥漫的招物 在阳光照应下 这道骑乘着黑落的身影 似是踏舞而出 显得仙气十足 如此一幕 俨然一副雷足险盛的模样 在场的一众学生们 此刻纷纷瞠目不已 一个个眼神 都像是定格一般 死死地朝着 那骑着黑落的身影看去 脑袋也随着他的奔跑 偏转 而这头黑落 急尺如电 速度相当之快 那原本还有些距离的提升 在请客间便靠得很近 随着距离的拉近 在场的学生们 更是看得清楚 就连那一身油亮皮毛 都清晰可见 而坐在路背上的身影 更是一副不怒自威的模样 煞世间 在场的学生们都沉默了 尤其是COS社的同学们 更是目瞪口呆 突然没来由地 生出一股难以言喻的自卑感 忍不住低头 看了看自己的行头装扮 又看看那雷祖七零 竟从心中 生出顶礼膜拜之感 直到一旁 响起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 将他们从出神中唤醒 瞧见没 这是猴哥 我在天庭的老乡 威风布 当年我当毕马温 他当雷神 你们这些日本小卡拉米 为何见神不败 黑鹿在这陵南 与这些学生擦身而过 逐渐远去 这学生们 似乎还没有轻易缓过神来 口中师生发出感叹道 我去 这是碰上真的了 什么情况 该不会 是碰上真神仙了吧 我的天 我还从来没见过这种路 光看那四题的粗细 我甚至都怀疑 那是神话传说中的麒麟了 随着林南骑乘着黑鹿 自学校里奔跑了一圈 这些目睹的学生们 此刻皆是瞠目接舌 甚至 视线都不由自主地 追随着林南的身影 久久不愿意回过神来 可是那黑鹿的速度奇快 如闪电般 一闪即逝 很快便在众人眨眼的功夫 疏忽一下 消失在了道路尽头 先前被COS社团 所嫌弃的猴哥 此刻觉得扬眉吐气 堂堂本地上神 家喻户晓的猴哥 竟然被一群外国动漫人物 给嫌弃 现在好了吧 见识到本地神的气势了吧 虽然说 自己没有那种气势 但COS的形象 好歹是同一系统里的 故此也予有容颜吗 猴哥 转头看向那对面的探志狼 只见这些COSER 也都是一副 惊讶到合不拢嘴的表情 且脸色有些复杂 有的 甚至已经开始脱衣服 显然 被刚才一幕冲击到了 陡然觉得 COS这些外国动漫人物 有点掉价 这玩意没有对比 其实就还好 一旦有了明显对比 且感受到天差地别后 这种心理落差 让人十分难受 猴哥的心中 顿感一阵暗爽 刚才是谁说 COS小日子的动漫角色 逼格才高的 现在怎么样 这回见识到 神仙啥样了吧 要说震撼 还得是来自 东方的神秘力量 你们就好好学吧 猴哥 狐假虎卫一番后 昂首挺凶的走了 突然觉得索然无畏 这COS社团不如也罢 除非是刚才那雷祖 建个天庭社团 自己加入 才符合猴哥形象嘛 不过话说回来 刚才那哥们 可真牛扒 简直就像 是从神像里面 直接跑出来似的 烟海市 自然风景保护区内 翠绿的山林之间 昆虫与鸟类的提鸣之声 悠长传响 处处可闻 时至清晨 薄雾升起 林中的空气清新 分外清新 身为护林员的小马 正在巡视着山林 到底在哪里 小马一边在嘴里嘟囔着 一边还弯着腰 缓慢往前走 不停垂头观察地上蛛丝马迹 似乎想要找到些什么 身为护林员 每天的工作 便是化身为人肉听诊器 以脚步去丈量山林 检查保护区内的每一处草木 并且 还要去提防各种因素 可能导致的山林火灾 而除了这些日常的工作之外 小马还多了一个任务 便是要在山林中 寻找出那头黑鹿的行踪 并依据这些踪迹 整理调查并会爆出 这黑鹿在保护区之内的活动 可是 当小马接到这任务 准备完成之时 他却发现这件事 比想象中还要困难 尽管知晓 想要在偌大的山林中 寻找一头鹿有多困难 不过好在 昨晚这头鹿 是当着他们的面 进入的保护区 所以 早上一睁眼 小马便直接沿着骑 踏入山林之处 一路追踪而去 可是小马很快便发现 在沿着走了一段后 这头鹿的踪迹 便开始难以寻找 像是在故意隐匿行踪一般 行踪也格外飘忽不定 小马一路追寻 在找了许久后 方才再度看到一串提印 呼 总算找到了 他松了口气 便掏出卫星电话 准备在地图上标记地点 然而 当看到此刻 自己所处的地图方位时 小马愣了愣 他似乎突然发现了什么 表情有些诧异 接着视线盯着地图上 那已经寻找到的几个点位 并且在目光注视下 将这几个点用线条 给串联起来 当这一线条被划出后 映入小马眼中的 赫然是一条弧线 而此时小马的所在 距离保护区的边缘 只有几里地远 这预示着什么 昨晚放入山林的那头黑路 再进入保护区后 并未往保护区的腹地前进 而是路线呈曲线状 进到林子里 溜达了一圈 接着就开始往山林边缘的方位跑去 眼下 小马看着这条地图上 划出来的曲线 若是按照其走势 将其再延长 从可推断的行迹上来看 那头黑落 现在恐怕早就已经离开了保护区 这 不会吧 觉察到这一点 小马顿时神情都有些呆滞 那头落 真跑出去了 还说要观察呢 真要是走了 还观察个毛啊 小马心里顿时有了些不太妙的预感 正准备到保护区边缘处 看得究竟 却在这时 便听嗖的一声 远处突然传来一道 箭矢的破空声 罗呀 罗呀 紧接着 便听到一阵刺耳的飞禽提鸣之声 想动 小马先是一正 不过很快 那飞禽在最后发出一声鸣叫后 便再也没了动静 小马 也趁着这个功夫回过神来 不对劲 旋即迈动脚步 朝着那声音来处而去 他小心翼翼地朝前方探寻 再穿过一片灌木丛后 便能远远地瞧见 前方竟站着几个人 其中有两人持着弓母 而为首一人 正拎着一只脖尖鼓鼓流血的飞禽 赫然是方才提叫的那只 看到他们身上的装备 以及那为首之人背着的猎枪 小马顿时心脏狂跳 小心翼翼地躲在一棵树后 直到看着那三人在交谈着什么 又往山林更深处迈步后 他这才敢大口喘息两下 紧忙掏出了卫星电话 喂 师 师傅 随着电话被接通 小马喉间有些干涩 沙哑道 我在林子里碰见一伙人 好像 是盗猎贼 此时 正在山上另一头的护林员老爷 顿时面色一灵 联想到自己前两天 在林子里看到过的踪迹 他心中隐隐有了猜测 又跟小马询问了一下目前情况 当即便明白过来 这绝对是偷猎贼无疑了 老爷不宜有他 紧忙嘱咐道 徒弟 这伙人可什么都做得出来 你赶紧先找个地方藏好了 千万别暴露 我这就赶过去 说吧 老爷便匆匆朝着山林那边赶去 挂了电话 躲在树后的小马 望着那三人离去的方向 想着这密林当中 一旦丢失他们的踪迹 便再难寻找 更何况 若是师父从那边过来 两者在意相遇 只怕会出什么意外 想到这些 小马最终还是鼓足了勇气 尽量平稳着呼吸 远远地跟了上去 呼 爽 林南坐在黑鹿的背上 感受着耳边掠过的狂风 由衷地发出感叹 此时 黑鹿也撒开了花 在校园中肆意奔走了许久 只是这校园虽然看着大 可明显不足以任由黑鹿尽情驰骋 再加上这来来往往 总是有学生在路上行走 黑鹿仍记得林南的教诲 不可商人 所以还不得不降低速度 而在校园中奔跑了几圈下来 黑鹿也逐渐有些按捺不住 想要带着林南去更广阔的天地 玩上一遭 而因为雷影的存在 林南亦能读懂黑鹿的心中所想 于是 见黑鹿的速度逐渐放缓下来 还不时晃悠着路角撒娇 像是个渴望出去玩的孩子 林南嘴角扬起一抹笑意 有些无奈地低下身躯 伸手摸了摸黑鹿的额头 问道 怎么 想出去玩 随着林南的话音落下 只听着黑鹿当即发出了欢快的鸣叫之声 似乎是在回应着林南的猜测 态度显得相当极切 出去玩到也可以 但必须听话 千万别丢惹祸 考虑到外面车水马龙 且这还是国家保护动物 林南也不得不慎重一番 走吧 也得先回去一趟 跟他们说一声 林南所言的他们 自然是王成瑜等人 旋即 黑鹿便迫不及待地加快速度 带着林南找了回去 你说的事 我做不了主 还得问问南哥的意思 哎回来了 此时 王成瑜跟江涛 还守在通往宿舍的道路上 王成瑜拿着直播的手机 再跟直播间的水友们 以及身旁的人闲扯着 他们也想追着林南直播 可奈何黑鹿的速度实在太快 哪怕是时常训练的江涛 也只能看着其背影 望尘莫及 此刻 眼见那黑鹿 在这林南闲听信步地跑了回来 王成瑜二人 立马凑上前来 只不过 除了他们两人之外 林南还瞧见了一道身影 身上围着一件虎皮裙 手里的金箍棒 也缩成了擀面杖大小 攥在手中 正是猴哥的扮相 瞧着还有几分眼熟 林南脑海中回忆一番 貌似刚才路过时 瞥见过此人一眼 回来了 南哥王成瑜迈着步子 三两下就挪到了林南边上 一边来回打两张 眼神中透露出浓蒙的艳羡 连声道 子子 南哥 你现在这架势也太拉风了 小弟实名羡慕啊 王成瑜的脸上堆满了馋妹 也讨好似的孝道 咱商量商量 能不能带我也都一圈 可以啊 林南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 接着 在王成瑜兴奋的表情下 拍了拍黑鹿 开口道 不过 你得先问问他 只要他答应 我就没问题 随着林南的话音落下 王成瑜当即扭头 看向这头黑鹿 而下一秒 当他看到这黑鹿 毛子冷冷的一片 甚至还高傲地仰起了头 并晃悠了一下 那对狭长的鹿角的之后 王成瑜心头的期盼 瞬间就被浇灭 嘿嘿 算了算了 下次 改天 有机会 似乎是看出来了 这黑鹿除了林南之外 对其他人 都是生人物尽的态度 王成瑜便使出一招 拖延三连 替自己稍稍挽回些颜面 不然 他真怕这头鹿给自己一顶 那可坏事了 他敢断言 一般的猛兽 真不一定能打得过 这头剑朔的路 而听到王成瑜的这番话 林南也是心中早有预料 旋即将目光 落在那猴哥身上 老林 他是来找你的 看到林南看过来 江涛在一旁介绍了一嘴 分明是知道此人的目的 不过没等江涛说完 那猴哥已然上前两步 眼神中满是惊诧 泽泽撑奇地看着这头黑鹿 以及鹿背上的林南 险些就要陷上膝盖 连声道 大神 你的事迹我都听说了 不得不说 这般的是真相啊 简直就跟真的一样 而且 刚才您在那边路过的一面 直接把那些人 全给震撼住了 你是不知道 我刚才穿着这套猴哥套装 想加入COS社 结果 说起了刚才的事情 猴哥像是打开了话匣子 将他的遭遇 生情并茂地讲述出来 而带到猴哥的话音落下 林南却还没有弄清楚 对方来找自己的目的 嗯 所以呢 所以 能不能请大神 你组建一个社团 就是专门召集咱们这些 喜欢民俗传说 扮演各路神话 或者传说人物的 自己创办社团 听到对方的提议 林南不禁愣了愣 之前倒是还真没考虑过 不过 要是真创办个社团 倒是有一点好处 那就是将来以社团的名义 自己扮演神明 在学校里走动 也会方便一些 而就在林南思考之际 一旁的王成宇 拿着手机镜头 对准林南跟猴哥两人 同时 他也在一直盯着 直播间滚动的弹幕 似乎瞧见了一条 有意思的评论 在一旁开口道 嘿 能哥 你看这提议有点意思啊 一边说着 王成宇一边将手机 递到林南眼前 而看到这些冒出来的评论 林南表情一致 只见直播间的弹幕滚动 网友们明显是看到了 猴哥跟林南同框出现 纷纷在直播间里刷屏 我去 孙大圣面见雷祖 瞧他穿的 还是取经初期 刷怪掉落的套装 摆明了 这是要求天尊办事啊 求雷祖下凡 帮忙收妖怪 哈哈哈哈 有点意思 主播怎么不干脆 打造一个天庭社团 后期再直接来个天庭宇宙 想想主播 将来带着一众天降直播 那画面 肯定很震撼 看到网友们的提议 林南顿感无语 也不禁佩服网友们的脑洞 打造天庭宇宙 那不得VS一下漫威宇宙 亏你们想得出来 然而 就在下一秒 林南的表情将在脸上 笑不出来了 只因耳畔事实地 传来了系统的提示音 检测到多条建议 建议已收录 收录重要主线建议 扮演天庭诸神 打造仙斑 开创人间天剑 仙斑图鉴已发放 扮演主线 宿主 可扮演天庭诸神 亦可打造仙界不重 美睫所一位图鉴神明 即可获取神秘奖励 提示 当仙斑全部打造完成 将获取终极奖励 扮演天庭诸神 打造仙斑 好好好 感情还能这么晚 这刚收录过来的建议 顿时吸引了林南的注意 旋即 脑海中确实感觉 多出了什么东西 于是心念一动 发现只要轻轻闭上双眼 便能浮现出一幅画卷 而画卷之上 赫然是仙功缥缈的天剑 无数神仙姿态各异 有手持开天府的巨灵神 身旁趴着啸天犬的二郎真君 端坐在画卷中央的玉皇大帝 还有卫列九霄之上 俯瞰众神的三清 脚踏风火轮的哪吒 手托宝塔的李天王 这些都是卫列仙般的神仙 端地是一副神威浩荡的模样 只不过在画卷上的这些神仙 基本都是黑白色调 证明他们还没有被点亮 而目前为止 唯一有彩色的 便是在画卷右侧 一处显眼位置 骑着墨其林 手持发气 标注着雷部大神的九天 应援雷声普化天尊 只不过 这唯一有颜色的神明 也仅仅是点亮了不到十四 因为林南目前的扮演完成度 也正是在百分之二十出头 看到这翻开的图卷 林南心中 翻起一阵惊涛骇浪 真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竟然还有如此多的天庭神明 不过 想想也是 天庭那么多部门 先班上的神仙 更是不计其数 大神小神都加上的话 上百有余 而自己仅仅完成了雷祖天尊 二十出头的扮演完成度 便获得了如今这般法术神通 若是能将这些神明扮演个变 那还了得 心念至此 林南也不禁生出念头 不过此刻 在旁人看来 林南却是不知道 在想些什么 而原本黑鹿就因为在这校园中 撒不开手脚 此刻有些迫不及待 稍稍地活动了一下身躯 将正在发愣的林南 换回神来 死 有点意思 解锁就能获取神秘奖励 不知这里面有没有真正的修仙之法 如果有的话 以后这法力就不愁了 而回过神来的林南 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心中有了决断 不过 现在知道了这回事 倒也不是心急的时候 而林南眼下心情一片大好 于是伸手摸了摸黑鹿的头 等急了吧 走吧 咱们这就出发 林南宠溺地说道 而这只黑鹿 也当即应声 发出了欢快的鸣叫 急语回应 旋即叫带着林南 朝校外而去 诶诶 南哥 你去哪儿啊 身后传来了王承宇疑惑的呼唤声 林南朝对方摆手示意 不必担心 同时又对猴哥说道 你刚才的提议我记下了 回头 我再考虑一下 有事 你可以联系江涛 而黑鹿的速度奇快 只留下林南的声音 在微风中回荡 惹得三人驻足眺望 羡慕的一批 而一人一路 很快便从宿舍楼这边 一路跑到校门口 哎呀 你说昨天那事 咱哥几个费 多大力钱 不说班的奖 给发点奖金 也不为过吧 此时 校门口的保安 还在闲聊着 就在这时 一阵清脆的四提 他的响动声 从远处响起 听到这有些熟悉的声音 保安们的神情顿时一正 老王 你听没听到 有啥动静 死 怎么可能 这两名保安诧异地说着 似乎想到了声音的主人 不由地面面相去 而后齐刷刷地 朝声音方向看去 下一秒 脸上顿时写满了惊骇 那赫然是昨晚出现在 校园里的那头黑鹿 他竟然又出现了 而且正在飞速地朝着 校门口方向 急迟而来 而这两名保安 一时愣在原地 也没等他们 做出什么反应 却见着黑鹿 已然来到校门口 紧接着 又是一个高高的乐器 轻而易举 就跨过了学校的自动感 踏踏 在落地后 片刻未停 身影朝着远方而去 看到这一幕 两名保安瞠目结舌 又是他 咋又回来了 他啥时候 进了学校 我怎么一点不知道 回忆着方才看到 黑鹿时的情形 其中一名保安 惊魂未定地说道 老王 我刚才没看错的话 这头鹿身上 是不是驮了个人 保安老王咽了咽唾沫 脑海中浮现出各种猜测 最终惊叉道 我擦 不能是被这头鹿给绑架了吧 林南骑乘着黑鹿 从校园中 急迟而出 来到城市的街道之上 这头黑鹿的情绪 明显变高了不少 显然 外面宽阔笔直的街道 比学校里强上许多 而黑鹿也记得路线 清楚自己该往哪边走 在将要穿行过一条街时 见前方的红灯亮了 林南在心中提醒着黑鹿 旋即 打亮着其准备前往的方向 正是离动物园相近的自然风景区 是想带我去你的新家逛逛 林南垂手抚摸了两下黑鹿的额头 开口说道 而后者 则是发出欢快的鸣叫 并且还急剧灵性地点了点头 见此惊醒 林南的嘴角露出笑意 想着烟海式的自然风景区 自己都还没有好好逛过 这次既然出来 不如也趁着机会欣赏欣赏 去大森林里透透气 全当是休闲放松一下 而有如此机会 林南也没有忘记 直播间的那群谁友跟粉丝 旋即掏出手机 熟练地切换账号 开启直播 也没有特地说些什么 仅仅是在直播间的备注 加上一段话 准备上山散心 云踏青的镜 若只是简单的一行字 或许还没什么吸引力 只会让人以为是普通的户外直播 然而 配合上林南此刻镜头呈现的画面 却是另一番景象 林南将手机揣进上衣 放入了先前特意缝制的口袋里 角度刚刚好能够让摄像头 拍摄到前方的情形 而此刻呈现在直播间的画面 赫然是林南骑在黑路背上的视角 当看到这直播画面中 那一对就在前方的狭长鹿角 很快便有粉丝跟网友们 涌入了直播间 好家伙 主播把第一视角都整出来了 还看 还得第一视角 体验赶拉马 话说 上山散心 云踏青 主播这是要去哪儿啊 难不成 是要私奔 随着网友们的涌入 直播间的弹幕也开始滚动 只是林南并未查看 自然不会感到无语 就在这时 一道支支吾吾的声音 从自己的身旁不远处响起 死 您 林南的目光一转 寻声看去 发现正是身侧 有个跟自己一起等红灯的男子 只见对方骑着一辆电动车 正满脸诧异地盯着黑路和林南打量 因为黑路的体型高大 加上林南是坐在旗背上 比这男子高出许多 所以 林南需要稍微转身 再垂头 才能看到对方 结果这一看不要紧 当林南转过 身躯面对着他 这男子微微抬起头 瞧清楚了林南的相貌与装扮 而在他眼中呈现的 却赫然是另一幅画面 只见一位身着一袭 悬色仙甲 气质超脱凡尘的仙人 胯下是一头威风凛凛的旋路 而恰好林南的位置较高 身子挡住了太阳 在身后阳光的映射下 落在男子眼中 林南周身 庞佛泛着一层夺目的金光 更别说这仙甲上面 还有撞似于你的飘带 如今一时在阳光之下 泛射着七彩斑斓的光泽 此情此景 说是神仙下凡 也不过如此了吧 这男子心中想着 顷刻间掀起了惊涛骇浪 更是止不住地瞠目结舌 嘴巴也张得老大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却是磕磕绊绊 半天说不出话来 而随着这男子的惊诧 这等待的红灯 也变了绿色 嗯 林南见对方这副表情 还特意在原地等待了几秒 希望从他口中 听到点说法 也能增加点半眼度 可是 见他实在是没什么话说出口 林南便也不再等待 旋即便示意黑路 继续朝着其目的地方向而去 然而 随着清脆的提声响起 这路过的男子 却仍是看着林南的身影 逐渐远去 才稍稍回过神来 我抄 神仙也得等红绿灯啊 说吧 再回想起刚才的种种 男子仍是有些恍惚 像是手里捏了一张分量十足的彩票 而自己分明有的大奖的机会 却愣是到最后 都没有刮开 整个人顿时懊恼地直拍大腿 连声道 哎呀 早知道刚才应该先许个愿的 哪怕灵或者不灵呢 怎么就关键时刻掉链子 就在男子倍感懊悔 彭佛错过了什么天大的机会之时 林南却已经骑乘着黑路 离开了很远 与此同时 直播间的网友们 也在激烈议论着 他们皆是亲眼目睹了刚才的种种 那位骑电动车的老哥 略显夸张的表情 还映在网友眼中 直播间的网友们不禁乐了 哈哈 你们瞧刚才那位老哥 简直是未言一忍 那一副震惊的小表情 都快给我笑死了 毕竟在路上 遇到神仙的概率太小了 跟出门碰到上帝 没什么两样 刚才如果换作是我 没准会比他的反应还激烈 也别说 实在是主播听劝 现在扮演得太像 连坐骑都安排上了 别看大家伙 隔着屏幕说得热闹 要是真在现实中碰到主播 估计心里也得犯敌过 随着直播间网友们的评论 林南则跟着路 继续朝前挤持 在经过这个绿灯后 后面的道路倒是畅通无阻 逐渐的 黑路也撒开了花 速度越来越快 林南只听的耳畔 传来的呼啸风声 愈发的清晰 与此同时 在前方隔了两条街道处 一名交警正吹着哨子 监督着过往车辆 不过大部分的时间 交警的主要任务 还是提醒过往的电动车主 佩戴头盔 然而 就在这交警指挥之际 却见到路的尽头 一道黑色身影奔跑来 看到这黑影的一瞬间 交警的视线定格 愣愣地盯着远处 什么东西 当那身影迅速靠近 交警也很快见识到了齐全貌 那竟然是一头黑路 竟大摇大摆地 在城市道路上奔跑着 而且还与一旁的汽车并驾齐驱 不超车 不变道 一副遵守着交通规则的模样 看到这一幕 相信自己眼前所见 不过 在交警近前的红灯并未亮起 这黑路也只是路过 片刻未停 继续朝前及时而去 这 交警口中难难道 愣在原地 足足待至了几秒时间 不过也很快觉察到不对劲 这路怎么会出现在城市里 而且方才 如果没看错的话 背上还驮着个人 且先不说别的 任由他在街道上乱跑 怎么能行 这交警立马醒悟过来 于是两步跨上摩托车 追了上去 然而 黑路奔跑的速度 着实太快 很快便将其甩到了后面 交警并未放弃 一边盯着地平线上的黑影 一边用 对讲联系着同事 十万灵 两千一百三十八 呼叫队长 在港城东街 发现一头路 深情跟随 黑路在这林南 在道路上飞奔着 下一处红绿灯前 停着一辆 橙色的兰博基尼 坐在驾驶位上的年轻男子 戴着墨镜 此刻满脸的得意 他用自以为性感的嗓音 对身旁浓装艳抹的 妙龄女子道 宝宝 刚让我爸丢买的新车 感觉怎么样 副驾驶上的女子 轻车熟路 当即眼冒惺惺的硬核道 哇 这车真帅 啊不 老公真帅说着 他视线转向驾驶位时 却陡然听不远处 一阵清脆的提声响起 女子一愣 下意识地朝着那声音的方向看去 只扫了一眼 便整个人都梦了一下 险些以为自己没睡醒 映入眼帘的 赫然是一头微风凛凛的黑路 孤傲地站在那里 而在路的背上 还坐着一位身穿仙甲的神仙 哇 这女子瞪大了眼睛 捂住了嘴巴 由衷地喊了一声 怎么了 一惊一乍的 她的异常举动 将驾驶位上的富二代 吓了一跳 贴见了女子脸上的惊讶与崇拜 富二代也朝着她视线的方向看去 却在下一秒正中 我去 富二代瞪大了双眼 缓缓摘下墨镜 看着车旁边的这头黑路 以及路背上坐着的林南 顿觉一股急剧压迫感的气势 扑面而来 此刻 富二代的心中 画满了问号 自己奇猛了 还是昨晚惊气耗损太大 这怎么大白天呢 见到神仙了 富二代狠狠揉了揉眼睛 他竟然 还会等红绿灯 玩得这么花吗 富二代不由地惊叹道 再一比较 感觉自己一直钟情的豪车 瞬间就不香了 而就在他诧异之时 前方的绿灯已然亮起 只见黑路已然迈开了蹄子 继续朝前奔跑去 富二代见状 紧忙 从车窗撑出脖子 朝着跑远的林南道 神仙老爷 您这路多少钱 商量商量 卖给我呗 然而 他并未得到任何回应 黑路已然在这林南 越跑越远 反倒是后方一阵摩托声响起 交警一路追了过来 看到富二代将头 弹出窗外 交警敲了敲车门 开口提醒道 同志 头不要伸出车窗外 撂下了这句话后 交警便一拍头盔 拉下面罩 实命感十足地 深吸了一口气 便如同拍电影一般 摩托车加大马力 继续追了上去 而富二代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还迟迟没有缓过神来 听到后方狂按喇叭 他索性将车停到路边 拨了个电话 爸 有点事 不是要换车 您知道哪有卖路的吗 能载人 还会自己看红绿灯的那种 随着富二代的话音落下 电话那头传来了一阵 披头盖脸的训斥声 富二代白口莫辩 急忙解释道 不是爸 我没碰那玩意儿 您听什么信用卡呀 爸 喂 随着林南骑着黑路 在城市中急驰 一时间 引来了无数路人的侧目 步伐还有路上等绿灯的司机 看到竟有人骑着黑路 跟自己并驾齐驱后 在诧异之余 又一边嘟囔着 卧槽 一边纷纷掏出手机拍个不停 而人们更是惊讶发现 这黑路竟像是懂得交通规则 尽管在道路中奔跑 可是却并未引起什么事故 就这样 黑路载着林南 一路往自然保护区而去 在经过烟海市动物园时 恰好有不少刚刚逛完的游客出来 一出动物园的大门 就瞧见马路上一头黑路急驰而过 不少人狐疑地看了看马路 又看了看身后的动物园大门 以为自己还在动物园里 这是什么特殊节目呢 甚至有人由衷地感叹道 血都出来了 还能看到动物在大街上跑 不愧是大城市的动物园 这门票钱花的值 而当黑路载着林南 迅速消失在他们视野中 紧随其后的 那名交警也骑着摩托车追赶上来 从路人的反应 足以看出林南的行踪 你们刚才是不是瞧见 轮不到交警把话问完 周围的热心市民 便伸手指向林南消失的方向 看到了 看到了 就往那边走了 骑着个路 可威风了 于是这名交警边追边问 愣是没有跟丢 可惜就是追不上 急头白脸 在途经动物园后 大自然的气息愈发浓郁 周围入眼的景色 除了脚下这条人工铺成的道路 已经逐渐被苍翠的树木所取代 很快 黑路载着林南 进入了自然风景区之内 在这一路上 林南的视线都注视着前方 而当黑路七扭八拐地 绕了几个弯之后 突然 前方道路上的一抹乌黑 闯入了林南的视线 随着距离的不断逼近 那一抹黑色 在林南的视线中不断放大 待到其清晰可见之时 林南不禁双眼一眯 因为他发现 那地上的 赫然是一道焦黑的印记 等一下 林南的心面一动 示意着黑路放缓速度 凑近那处焦黑印记 此了 就在靠近之时 林南耳畔 隐约响起一道雷电交织之声 空气中 庞佛还残留着浓郁的雷霆气息 带着磅礴的浩荡余威 而此时直播间的水友们 也都瞧见了道路上的印记 那一处焦黑 与周围的水泥路面 着实有些格格不入 看到林南驻足 水友们也不禁发出疑问 雪 主播 这咋有这么大一块黑印子 在近距离观察下 只见这焦黑印记的直径 大约在四米左右 边缘呈现不规则的放射状 并且在这印记范围内 还有不少凹凸不平的物体 看样子 像是钢铁被融化后 又经过冷却所形成的模样 看到这里 已经有不少水友 联想到 之前这里发生过的事情 于是当即在弹幕中提醒道 我去 这是不是上回那火人贩子的车 被雷劈的时候形成的 随着网友的这一发现 直播间的水友们 都震了一下 之前尽管听说了这件事 可是却从未看到过现场的情况 如今 他们透过直播间 如此近距离的观察 煞事间 直播间的弹幕也沸腾起来 好像还真是 你看着痕迹的中间 还有融化后冷却的铁水痕迹 这不就是新闻上说的 人贩子的车 被雷劈成喳喳之后留下的 啊 感情内火人贩子 被雷劈的新闻是真的 真有只要巧的事 不能是什么高人 做法了吧 看到有后来的网友 显然不知道 那日林南的表现 于是 一直待在直播间的老粉 也忍不住发弹幕调侃 做法的 别说 当时还真有一个 不就在这儿吗 毫无疑问 正如直播间网友的调侃 这道印记 正是林南那日用紫霄神雷诀 降下的一道天雷所留下的 可虽然雷是自己亲手批的 不过 当如此近距离地瞧见这道印记 林南心中 还是颇为感慨 感受着周围 还残存着若隐若无的雷气 这一道雷的威力 可想而知 眼下自己 只是扮演了雷祖 将来若是再多扮演一些神明 解锁更多仙谱图鉴当中的神仙 后面还不知道 有多少玄妙的法觉 在等待着自己 一时间 林南不免思绪翻涌 甚至还有些迫不及待 不过 就在一番心血来潮之后 林南转念一想 老话说得好 一口气吃不成各王成语 纵使心有期待 也得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地来 况且 按照系统的套路 随着神明的扮演完成度越高 后面越难完成的建议 奖励也就越丰富 眼下 自己还是先尽可能 去完成有关雷祖的建议 同时 也是时候该提前想一想 自己下一位要扮演的神明 整理了一下思绪 林南拍了拍黑鹿的背 伴随着林南的举动 清脆的提声便再度响起 而这一次 黑鹿直接载着林南 来到风景区的边界 旋即纵身高高一跃 一头扎进了繁茂的山林当中 越过一片灌木丛后 这秀美的山林美景 映入林南眼底 整个是豁然开朗 与此同时 随着一阵摩托车发动声响 那名交警 也追到了自然风景区 瞧着前方 这条笔直通往风景区的道路 交警疑惑得难难道 这是 要进林子 就在这时 后方突然传来一阵 急促且有压迫感的警笛声 听到声响 交警一愣 紧忙停下车 差异地回头 看向后方 只见数辆警车 正在飞快逼近 血 怎么来了这么多辆警车 这是发生什么大事了 而眼下 交警正身处在 自然风景区的入口 警车很快来到他面前 打头的警车一个刹车 从车上走下来一位女警 若是林南等人在场 一眼 便能认出此人 正是梁宇竹 显然 他瞧见着警区的入口 竟站着一位交警 也感到疑惑 眼下交警 还是一脸的忙 双方下意识地互相敬礼 同志 这是 出啥事了 随着交警的询问 梁宇竹出示了一下证件 提醒道 我们接到了护灵员的报警 说是后面的自然保护区 来了一伙偷猎贼 并且还非法持有枪械 这里 可能会有危险 如果什么特别要紧的事情 就先回去吧 随着梁宇竹的话音落下 这名交警 却是还在愣神 偷猎贼 非法持枪 好家伙 自己不过是 追着一头路过来的啊 竟然还能碰上这档子时 不过交警感叹了一下 又似乎想起来了什么 当即倒吸一口凉气 死 不对啊 这林子里头 有一伙偷猎贼 刚才那骑路的 可闯进去了 想到这里 交警不禁有些为其担忧 而听到他的自言自语 倒是让在场的梁宇竹等人纳闷 叫人摸不清头脑 什么骑路的闯进去了 梁宇竹开口询问道 哦 是这么回事 交警将事情的经过 简单描述了一遍 又描述了一下 那人的穿着打扮 以及样貌特征 也不禁感慨道 那套装扮挺唬人的 乍一看 还真像是仙人下凡 我一路追他到这儿 刚才就看着他 跑进了风景区 随着交警 把事情描述清楚 梁宇竹脑海中 顿时浮现出一个人的身影 而且 不单是打扮穿着 就连外貌也都能对得上 难道真是他 望向那片茂密的山林 梁宇竹的眉头 也不自觉皱了起来 与此同时 就在这片茂密的山林之中 护灵员小马 一路小心谨慎 跟随着那三名偷猎者 只想等警察赶到 好尽快汇报他们的位置 不过这一路上 小马也看出 这伙偷猎贼的心狠手辣 所以一直绷紧了神经 分外小心 倒也不能说他没有脑子 遇到这种事 作为护灵员 自然也是有责任在身的 但有的人 会选择跑路避险 有的人选择英勇向前 眼看着前方三人 走到几棵树后 马上就要失去踪影 小马正要 快步上前追赶 突然 一双粗糙 且不满皱纹的手 从一旁的灌木丛中伸出 精准地抓在了小马的胳膊上 下一秒 那只手奋力往后一拉 一股距离 直接将其给拽进了草丛 草 小马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吓得不轻 加上神经本就处在紧绷的状态 刚要喊出声音来 却有一双 手死死捂住了他的嘴 臭小子 别嚷嚷 一道压得极低的苍老声音 自他耳叹响起 小马听着背感熟悉与亲切 不由得长出了口气 五父 刚想唤一声师父 嘴巴却还被死死地捂着 不过有师父在 起码心里算是踏实了些 紧绷的神经 也放松了几分 接下来 应该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 等警察来就好 小马心里暗暗想到 然而 他却不知道 就在老颜 一把将他拉进灌木丛的这段功夫 走在前方不远处的 那三名偷猎者 亦是有所动作 为首的一人 似乎听到了什么 当即抬手示意同伴停下 旋即摘下了猎枪 目光中露出阴狠 转身 朝他们的后方望去 其余两名盗猎贼顿敢疑惑 开口询问道 大猫哥 咋回事 嘘 大猫示意两人噤声 继续观察前方的风吹草动 只因他方才听到 一阵异常的草木摩擦声 仔细寻视了一圈 他的视线逐渐定格 冷声道 有人在跟着咱们 啊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其他两名盗猎贼 瞬间一愣 同样顺着其视线看去 望着那片翠绿的树林 在阳光的照射下 格外谎言 可端向了半天 也瞧不见什么有人的迹象 大猫哥 哪呢 谁在跟着咱们 听闻此言 大猫催了口唾沫 低声道 费他们什么话 这深山老林 除了护林园 还能有谁 搞破鞋的寡妇吗 一听是护林园发现了他们 其余两名偷猎者 有些不淡定 那怎么办 大猫的眼神中 闪过一抹狠辣 压低了声音道 还能怎么办 咱们要是被抓住 少不了被判几年的 而且 你们忘了之前犯的事了 一旦被揪出来 几年根本打不住 这林子这么大 干脆就来个死无对证 护林园被熊吃了 也不稀奇吧 其余两名偷猎贼 听出了大猫的意图 顿时心头一骇 难难道 可是 可没等他们话音落下 大猫便不耐烦地怒斥一声 没什么可是 想活命 就听老子的 说罢 他便从口袋里 掏出两枚铅弹 装填进了猎枪里 与此同时 在他们身前不远处的灌木丛中 透过草丛的缝隙 小马看到了那三名刀猎贼的举动 刚刚大学毕业的他 哪里见过如此场面 顿时背后冒出一层冷汗 师父 他是不是发现咱们了 要不 先往后撤撤 而随着小马略带颤抖的低声提醒 护林园老颜 却双目一鸣 注意到那三名盗猎者的反应 仅仅是为首一人目的相对明确 不过看样子 也只是 觉察到身后有人 现在若是反应过激 闹出什么动静 无疑是中了对方的下怀 可即便如此 老颜扭头看了一眼小马 低声嘱咐道 臭小子 你先走 注意一点一点往外挪 千万别搞出大动静 听闻此言 小马还想再说些什么 不过还未等开口 就被老颜的眼神给劝退 见此惊性 他也指得先听从师父的话 开始小心翼翼地往后挪动 只是小马的脚步 才刚挪动了两下 那为首的盗猎贼已然 展开了动作 显然 对方压根就没打算 先找出人 也没有给出任何谈判的余地 直接就朝灌木丛的方向开了一枪 碰 伴随着枪声响起 炸开的铅弹呈放射状 激起了一片碎石 小马听到这声音 接着便感觉耳盼传来声响 几枚弹片 近乎贴着他的耳朵飞了出去 察觉至此 小马浑身一颤 如同被定住了一般 脸色苍白 嘴唇止不住地发抖 在艰难喘了几口气后 小马摸了摸自己身上 并未察觉出任何伤痛 又想到了还在身后的师父 便急忙回头看向老颜 刚想要询问对方的情况 然而 下一秒 那道苍老的身躯 便有一部分重量压在了小马身上 小马愣愣地搀扶着对方 有些手足无措 此刻他的大脑一片空白 还未等他回过神来 却突然感到 手心一阵温热 他下意识垂头一看 却发现 手上早已是鲜血淋漓 而这鲜血 分明是从老颜身上流出来的 看到这一幕 小马再也绷不住了 啊 师父 他低声喊道 声音中已然带着些哭腔 随着小马的低声啜泣 这道枪声在密林之中 悠远传响 碰 煞事间 林中惊起一片飞鸟 叽叽喳喳掠掠过天际 密林中 一头正在撒欢奔跑的黑鹿 也陡然间停下了脚步 黑鹿灵活地转了两下头 望向天空中掠过的鸟群 黑油油的瞳孔中 透出一抹好奇之色 而坐在黑鹿背上的灵男 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声音 神情也是一阵 这是 枪声 与此同时 揣在胸前口袋的手机 也响起一阵阵震动声 我靠 我刚才没听错吧 这林子里怎么有枪声啊 主播快跑吧 此地不宜久留 刺激 每次主播开播 都能遇到点奇葩事 主播 看上 显然 直播间的水友们 也听到了方才的声响 赫然是枪声无疑 一时间 网友们也不由地纷纷猜测 也有网友觉得刺激 已经开始刷起了礼物 很快 便有一位网友给出看法 林子里出现枪声 要么是护灵员 遇到了伤人的动物 需要开枪防身 要么就是 这山上有人在偷猎 不过 一般情况来讲 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所以 我建议主播 还是先走 太危险了 别因为好奇心丢了命 随着这位网友的回应 其他的水友们 也纷纷附和 表示赞同 楼上的 懂得挺多啊 果然还是网上大神多 这算个屁 我也能分析出来 而眼下 情况就摆在林南面前 需要他做出一个选择 但对于林中突然响起的枪声 林南自然不会视而不见 并非是什么圣母心泛滥 林南之所以想要一探究竟 原因只有一个 这片山林 现在是安置黑鹿的居所 而这头黑鹿 种下了雷翼 将来有望成长为 墨其林 倘若这片山上 当真有偷猎者 断然会影响到其安危 况且经过这几日的相处 林南已然是与其心意相通 亲密无间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 林南 都不能容许这片山林 有任何潜在的危险存在 故此打定了主意 想要去寻那枪声所在 一探究竟 而这头黑鹿 似乎知晓了林南的想法 努力地抽动了两下鼻子 想要依靠其敏锐的嗅觉 判断一下枪声的来处 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 片刻之后 黑鹿的鼻尖 喷出两道温热的气息 林南仔细感应着黑鹿的反应 他似乎对枪响出传来的味道 有些焦躁不安 仙人们 前面肯定是出了什么事 我打算去看看 林南对直播间的水友们说道 随后审视了一下自身 检查自己 还有多少法力可以使用 上次去南郊施鱼 加上给黑鹿种下雷印 将之前收获的百年法力 消耗的七七八八 而眼下 虽然法力剩余的不多 但也足以使用一次照雷之法 只不过威力跟距离都相对有限 想到这里 林南沉了一口气 望向那枪声响起的方向 伸手去拍了拍黑鹿的后背 沉声道 去看看 伴随着林南的话音落下 黑鹿已然迈开四体 而眼看着直播间中呈现的画面 两侧树影飞速闪过 直朝向枪声响起的方位而去 见此惊醒 直播间的水友们 瞬间又炸开了锅 擦 主播 你在搞什么飞机 那边可在打枪呢 让你扮演雷卒 没让你真把自己当神仙啊 听见枪声 还敢往前凑 这胆子也太肥了 就在林南骑着黑鹿 往枪声处奔走时 此刻 守在林子外头的交警 也完全蒙了 而一旁赶到的梁宇竹等人 本是想要先通过卫星电话 确认护林员的位置 在听到林中传来枪响后 梁宇竹的目光凝视远方 男男道 出事了 旋即 梁宇竹迅速安排 对一众警员指挥道 一组两组 现在跟我进去 其他人守好位置 别放跑任何一个偷猎贼 如果遇到护林员 或者那个主播 第一时间做好保护 都听明白了吗 是 明白 行动 随着梁宇竹的话音落下 一众警员应声而动 说到身影 迅速窜入密林 朝着枪声所在赶去 我也却 见此惊醒 一直等待着的焦警 也是一阵新潮澎湃 庞佛许久未燃起的热血 在此刻灌满胸膛 尽管他现在是焦警 可曾几何时 谁又不曾有个刑警吗 旋即 这名焦警 一通手忙脚乱 想着自己能做些什么 可是翻遍了身上 除了联络用的对讲机 以及酒驾测试仪 身上便只剩下一副手铐 沉思了半晌 焦警最终 还是掏出了那副手铐 紧紧攥在手里 似是要荡成直虎来用 双眼更是一眨不眨 仔细盯着密林中的风吹草动 师父 灌木从中 护理员小马搀扶着老颜 低声哭泣起来 可就在他一把鼻涕 一把泪的唾气之时 被他搀扶的老颜 却冷不丁地 抬手给了他一肘 低声赤道 哭个什么劲 我还没死呢 感受到师父这一肘的力度 小马的哭声顿时止住 对方携带的猎枪 明显有些老旧 而且射程有限 并不足以一枪击杀 如此距离之外的人 只不过 散射的弹片 还是击中了老颜的腿部 此刻正鼓鼓地流着血 若不能及时得到救治 且不说失血过多 这条腿多半也难以保住 可偏偏 那帮盗猎贼 压根就没想留活口 他想不通 偷利而已 抓着也就盼几年 至于当亡命之徒 但现在显然容不得多想了 因为此刻小马跟老颜 都听到了一阵脚步声 正朝着他们缓缓走来 透过草丛中的间隙 朝外看去 正是那三名偷猎贼 手中持着猎枪跟公母 已然快要走到灌木丛跟前 即将扒开草丛 双方打个照面 而小马已经被吓得两腿发软 何况老颜腿部中弹 现在连站起来都费劲 还如何能逃离 坏了 师父 这怎么办 眼见毫无经验的小马 手足无措 声音中带着哭腔 护林员老颜倒是冷静 刚想做些什么 速速 却听山林之中 一阵婆娑声响起 似乎是突然刮起了一阵风 令周围的树丛 都开始疯狂摇曳起来 呼嘘 随着耳畔呼啸的风声 黑鹿已然带着灵南 来到了枪声响起的方位 在距离逐渐靠近之时 灵南出于警惕 让黑鹿暂且停下脚步 先离在远处观察了一番 结果这么一看 前方的情形 令人揪起心来 只见在侧前方的一片灌木丛后方 赫然躲藏着两个身穿制服的护林员 看上去是一老一少 年纪较轻的 正搀扶着年长的一人 而那年长的护林员 情况明显不太好 脸色都有些煞白 再细细一看 布南发现 其脚下是一滩烟红的血子 而隔着这两名护林员藏身的灌木丛 只见还有持枪跟弓弩的三人 正在缓缓逼近 灵南瞧着这三人的装扮 背后鼓起的背囊 以及侧方挂着的飞禽头颅 和异色羽毛 再结合着这两名躲藏起来 且受了伤的护林员 眼下的情况 已经一目了然 就在灵南观察之际 直播间也滚动起弹幕 不过 水友们并非是在一轮当下行事 而是盲不迭的抱怨 我操 这山里的信号也太差了 直播画面都快卡成PPT了呀 我到现在 画面还卡在两棵大树中间 这树上一共有多少只 蚂蚁我都数清楚了 哎 庆幸还能有的看吧 这么差的信号 就不错了 而伴随着水友们的抱怨 直播间的画面终于有了变动 信号姗姗来迟 终于将灵南此刻的所见 随着直播传输到了外界 当直播间的水友们 看清前方的情景 瞬间又炸开了锅 卧槽 主播 确定不是演戏吧 而此时的灵南 压根没有闲功夫 去理会水友们在讨论什么 他将思绪全都放在了 应对眼前形势上 想到黑鹿要在这片山林中居住 那么这山中的护林员 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当然 即便毫无关系 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被偷猎者杀死 心念至此 看着正朝着护林员逼近的 那三名盗猎贼 灵南心中思量着对策 该如何将他们解救下来 现在施展紫霄神雷诀 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毕竟施法需要时间 这雷诀比较特殊 又不是掌心雷 并非随照极致 可眼下由不得灵南多想 纵使希望渺茫 也总该尝试一下 即便照出一道威力不大的雷 哪怕吓唬一下对方 也能够暂时化解危机 于是 灵南迅速掐起手绝 心中默念道 九天普画中 画形十方剑 笑风边雷霆 射服 咦 然而 还未等灵南将法绝念完 便戛然而止 只因他突然觉察到一抹异样 此了 一道若有四无的雷电交织声 传入灵南耳畔 灵南下意识地寻声看去 最终将视线落在黑鹿身上 却顿时有了惊讶的发现 此刻正在产生异动的 赫然是打在黑鹿额间的雷印 怎么回事 灵南心中诧异 将注意力放在黑鹿身上 而他似乎是感应到了 灵南焦急的心情 也紧绷着神经 四提来回踏地 想要替灵南分忧 在这般情形之下 灵南身上蓬勃的气血 也被他自己激发 净物打物撞 让种在其身上的龟原春雷印 在短时间内活跃起来 此刻 伴随着隐隐的雷电交织声 灵南身上隐藏的上古墨奇林血脉 又被唤醒了几分 灵南也能够以肉眼看出一些差别 还记得初次遇见这头黑鹿时 其身上的毛发大多呈灰色 仅有背部的毛发乌黑发亮 现如今 其身上的黑色毛发欲胜 俨然快要蔓延至腿部 就在灵南观察着黑鹿的转变之时 他发现天色竟逐渐暗了下来 抬头一看 只见自己的头顶上方 竟然泛起了一层阴云 并且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汇聚 逐渐遮蔽了太阳 一时间 林中更加昏乱 仿如进入傍晚时分 不过奇怪的是 灵南并没有听到雷声 也不见有任何下雨的迹象 似乎就仅仅只是 覆盖了一层阴云而已 也不知这一项 是自己刚才施展出一半的 紫霄神雷法觉 亦或是 灵南神色惊疑不定 要知道 莫其林可是有着呼风唤雨的本领 而现在这阴云 难免让他怀疑 莫非黑鹿已经出现了端倪 想到这里 灵南伸手摸了摸黑鹿的额头 而黑鹿则蹭了蹭林南的手心 似乎已经有了什么想法 并且蠢蠢欲动 心念感之下 林南并未阻拦 沉了口气开口道 走吧 做你想做的 得到了林南的肯定 黑鹿明显生出一阵欢快的情绪 哦哟 玄疾四提踏风 犹如离弦之剑 迅速窜了出去 此时 那三名偷猎者 正在朝护陵园藏身的灌木丛 小心翼翼地而去 眼看着持枪的大矛 已然快到走进灌木丛 沙沙沙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周遭的树丛 开始速速响动 似有疾风掠过 就连两旁的树丛草地 都开始疯狂摇曳起来 怎么回事 突然起风了 站在大矛身后的两名盗猎贼 疑惑不已 他们也惊奇地发现 天色竟然逐渐暗了下来 一片阴云笼罩在他们头顶 伴随着周围静风烈烈 树林都开始躁动不安 庞佛在树荫当中 有无数凶狠猛兽 藏匿着身形 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 随时都要从阴影中一跃而出 觉察到丛林的气氛陡然转变 疾风怒号 这两名盗猎者 一时间开始有些心切 不过 很快大矛的怒斥声 将他们两人给吓得回过神来 马德 你俩还傻站着干什么 只见大矛拎着猎枪 朝着那片灌木丛指了指 试一道 赶紧的 看看人在不在这儿 听到大矛的这番话 被使唤的盗猎者 也只得放下心中惊惧 将这一切归结于山林中 变幻无常的天气 接着 他将弩剑搭上了弓弦 朝着前方走去 然而还没等他走出两步 就听身后一名盗猎者 一惊一乍地叫道 卧槽 什么东西 这叫声 着实把刚刚提起胆子的他 给吓得不轻 一旁的大矛更是生气 抬起腿 就要一脚踹过去 可是还没落在对方肾上 大矛的举动 却又硬生生停了下来 只因那道猎贼 一脸惊恐的模样 正抬着手 颤抖着指向山林的一处 瞧他这副惊魂未定的表情 也压根不像是装出来的 于是 剩余两人 也猛地扭头 随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这一看不要紧 顿时也被吓得不轻 只见在不远处的树荫当中 有一道模糊不轻的黑色身影 正隐藏在暗中 默默地注视着自己 在天空阴云的笼罩下 叫人无法看清具体 可从轮廓上看 也能瞧出其体型的高大 倘若方才山林中的沙沙声 可以解释为风吹过产生的响动 可现如今 那道鬼魅的身影 却是实打实地 落入了他们眼中 其中 两名偷猎贼 心里顿时开始打起了鼓 望着那道黑影 洞也不敢动得小声嘀咕道 你们 也都看到了吧 之前这里 不是打过来 还说有什么杜劫之类的事吗 我现在感觉 这林子 可真有点玄乎 那道影子该不会 是山鬼吧 随着两名偷猎贼的喃喃声 围首的大毛 却一把提起了猎枪 呵 好啊 老子打了一辈子练 还没打过山鬼呢 来 让老子瞧瞧 碰 随着大毛的话音落下 接着便是一枪 打向了丛林中的那道黑影 这突如其来的枪响 将一旁的两人 又吓了一跳 带到枪声落下 二人小心翼翼地 朝那黑影的位置看去 可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丛林中 那道模糊的黑影 竟然不声不响地 消失在了原处 就这么 不见了 不见了 两名盗猎者惊呼出声 紧忙朝四周巡视 却发现 那道黑影 已然出现在另一处方位 仍是在暗处 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他们 看到这一幕 两人吓得倒吸一口凉气 可大毛瞧见那道黑影 却像是魔这么一般 一刻不停地朝着那黑影射击 另外两名盗猎者见状 也朝着黑影的所在 发射弩箭 可无论他们如何射击 却始终无法击中 那黑影不断变换方位 当真如同鬼魅一般 而就在不知不觉间 这三名偷猎者的注意力 尽数被拿到黑影所吸引 导向是被刻意引开似的 距离灌木从越来越远 师父 他们好像走了 听到脚步声 距离他们稍远一些 小马也透过草丛的间隙 朝外看去 而老颜文圣 一边试图止住腿上的血 一边疑惑道 这帮人刚才嘟嘟囔囔的 是瞧见什么了 小马正打量着外面情形 同时也瞧见了山林当中 那一闪而过的黑影 哎 师父 林子里好像真有东西 难道 真的是山神在帮咱们 听闻此言 老颜明显有些沉默 若非腿上受了伤 他都想再给这小子一肘 什么山神山鬼的 亏你小子 还是念过大学的 要是再不去医院 你师父 我就要变成鬼了 老颜说着 手上动作未停 趁着这功夫 扯开被蛋片崩碎的裤腿 用扯下的布条 围住大腿 抑制着血液的流失 同时 老颜也循着草丛缝隙 警惕地朝着 那三名偷猎者看去 却陡然瞪大了双眼 脸上露出一抹惊骇之色 只见一道黑影 犹如奔雷撤电 一头从林子里窜了出来 啊 未等众人看清具体 便听一声 惨叫随之传来 其中一名盗猎贼 瞬间就被顶飞了起来 随着丛林中 那道鬼魅的黑影 如闪电一般 急窜而出 一名盗猎者 只感到眼前一黑 还未等反应 便觉一股巨力传来 啊 紧接着 他双脚离地 失重感夹杂着五脏六腑 如翻江倒海的剧痛袭来 下一瞬 便被硬生生地 被顶飞数米 其身影飞至半空 再至高点滞空般地 停了几秒 伴随着其惊恐的惨叫声响起 周围的一切 都彷復凝固下来 这是鹿吗 好像有点眼熟 在场的所有人 皆是满脸骇然地 看着那道庞大黑影 映入眼帘的 是一对狭长的双脚 以及剑朔的体型 赫然是一头黑鹿 当看清这黑影的全貌 躲在灌木丛后方的 两名护灵员 顿时认了出来 哎 师父 小马诧异地 看着那头黑鹿 惊喜道 你看 这不是昨晚 被送进林子里的 那位鹿爷吗 随着小马的话音落下 护灵员老颜 也将视线定格在 黑鹿的背上 在看清前方情形时 他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死 原因无他 在场的其他人 也都分明瞧见 在黑鹿背上 还坐着的男子 而且 看其衣着打扮 一席玄色 先假微风赫赫 面旁不怒自危 全然不似凡间常人 可老颜自己刚才还说 这世上压根 没有什么山神山鬼 现在可倒好 转眼就瞧见了 这身披仙甲的仙人 一时间 心中不由地掀起 惊涛骇浪 在这生死关头 遇此神人 莫非真是山神庇佑 伴随着老颜的惊骇 在场的那伙盗猎者 明显露出惊恐之色 这 这是啥啊 这是不是上次 咱们见到的那头鹿 他身上坐的是山神吗 眼瞅着一名同伴 飞起树米 并且狠狠地砸在地上 不再动弹 剩下俩盗猎贼 脸色顿时变得难看 心中更是惊疑不定 这一幕出现得太过突兀 一时尽也分不清虚实 真的有神仙吗 另一个盗猎者 声音颤抖着询问 却也惊动了黑鹿 盗猎者一扭头 就对试上了 那一双有黑的瞳孔 啊 那盗猎者见状 顿时手忙脚乱 想要要搭上弩剑射击 结果盲中出错 刚搭上弦的弩剑 随时要朝他过来 这盗猎者心中惶恐 一把将弩丢在地上 转身边跑边喊 哎呀 你不要过来啊 救 救命啊 可没等他跑出几步 便听身后传来一道 隆隆作响的声音 直吓得他浑身颤抖 小小之辈 为祸人间 必当成剑 随着灵难话音落下 黑鹿配合的一声鸣叫 便迈开四提 如离弦之剑 掀起了一阵狂风 直朝着那盗猎贼 一头撞了上去 伴随着背部 传来的巨大冲击 这名盗猎贼 身形如断了线的风筝 直接被拍在了 不远处的树上 随着一声巨响 他感觉自己全身的骨架 似散架了一般 顺着树干 缓缓滑落 软塌塌地栽倒在地 这一切只发生在 电光火石之间 接连两名盗猎者被解决 只剩下还站在原地的大毛 目光中泛着凶利 还在做困兽之争 马德 甭管是人是鬼 想抓老子 做梦 大毛看着骑在黑鹿背上的灵男 嘴里慢慢咧咧 分外不静 接着又往猎枪里 装填了两发千弹 瞄准了如神仙一般的灵男 颤抖着手指 最终 还是快速扣动了扳机 碰 伴随着枪声响起 子弹直朝着灵男而去 哦呦 而这头黑鹿 明显是觉察出了杀意 俨然露出一副恼火的模样 仰天长明 他那一双有黑的瞳孔 盯着枪口喷射的火焰 时间庞佛在这一刻静止下来 吃拉 漠然间 一道雷电交织声炸响 且比之前几次还要清晰 伴随着怒意的升起 这头黑鹿额间的雷印 再度激发 其眼底 竟都庞佛闪烁出几道雷电的微盲 一双狭长的鹿角 竟被交织的雷电所覆盖 闪烁出几道霹雳 在黑鹿的注视之下 那子弹在空中飞射的轨迹 进入眼底 旋即 黑鹿四提踏地 陡然间船尸而出 子弹在不远处的树干上炸开 带着焦糊的树皮 四散蹦裂 而眼见这头黑鹿 竟然一个闪身 躲开了子弹 大毛的眼底 闪过一抹骇然 手上动作却是不停 继续瞄准扣动扳机 无奈雷足 凡夫俗子岂敢不敬 坐下麒麟 且去镇压 林南倒是入戏了 努力争取 趁着这个机会 把扮演度给拉满 而随着他一声令下 黑鹿也明显亢奋起来 常迎着再次冲出 这一刻 他好似真正的 默契林神兽将士 势必要斩妖除魔 镇压人间斜碎 黑鹿的瞬间爆发速度 实在太快了 奔跑时 甚至会产生一种 踏空而行的错觉 仅仅是在呼吸之间 这头黑鹿便以闪电之迅疾 来到了大毛面前 并且毫不犹豫 那对鹿角 直接迎着猎枪 狠狠撞了上来 此啦啦啦 就在二者接触的一瞬 一股磅礴的雷电 瞬间沿着枪管蔓延 枪管内部的火药 瞬间炸开 没等子弹射出枪堂 这猎枪的枪管 便是扭曲 已然炸堂报废 而大毛没等回过神来 就眼睁睁地看着 这黑鹿出现在近前 随着虎口处传来的震战 几道迅捷的雷蛇 从鹿角上窜出 大毛只感觉手上一阵速麻 可虚于之间 这股电击感 便蔓延至全身 而雷蛇在其身上 肆意游走 所到之处 皮肉皆是颤抖站立 下一秒 其整个人都开始 止不住地静卵起来 其头发都肉眼可见地立了起来 并且逐渐卷曲 散发出难闻的焦壶气味 扑通 他站在原地抽出了几秒后 便一头往后栽倒下去 却仍在止不住地颤抖 并且 其裸露的皮肤上 也能明显看出 数条不规则的灼烧痕迹 随着这最后一名偷猎者 瘫倒在了地上 黑鹿的鼻尖 喷出两道气息 旋即高昂起了头颅 嗷呦 一副不屑一顾的傲娇模样 还偏了一下脑袋 像是在等待灵男的赞扬 看着眼前的一幕 灵男意识稍有感叹 方才 灵男感应到了黑鹿身上 涌动的雷电 原以为是这雷硬的激发 已经让这黑鹿血脉觉醒 得以驱使雷霆 但当黑鹿逐渐恢复平静之后 灵男又再度感知 这才发现 黑鹿身上的雷电 已然消失无踪 想来 只是在危机关头 看到了那盗猎者冲着自己开枪 黑鹿在情急之下 爆发出了血脉里 蕴藏的潜力 察觉到这一点 灵男感觉有些可惜 但同时也有些欣喜 有潜力爆发 便代表他有朝一日 终究会成长到这个地步 不外乎时间而已 灵男不禁愈发期待那天的到来 届时将会有一头真正的神兽 出现在人世间 摸了摸黑鹿的脑袋 嘴角露出微笑道 干得不错 而与此同时 那灌木从后面的 两名护灵员 也目睹了这些 这咋回事 他怎么突然抽上了 护灵员小马 眼中止不住地诧异 看着那地上的盗猎贼 难难道 难不成 是癫嫌犯了 不过 在猜疑之后 他也没有去细想 危机总算解除 可师父腿上还受着伤 急需要送去医院救治 恰好看到那骑在黑路上的伪暗身影 将视线投向这边 小马顿时打起精神 搀扶着老爷起身 朝着对方大喊道 仙人 您是仙人吗 救救我师父吧 随着小马的话音落下 灵难也示意 黑路朝着这边走来 唰唰唰 不过就在这时 周围草丛中 出现脚步声音 很快便窜出一行人 街头身穿警服 一副警惕十足的模样 正是先前赶来的警员 方才又听到了枪响 眼下循着声音 快步围拢而来 而就在他们赶到后 一番警惕地巡视 却发现压根没有人反抗 那几名盗猎贼 如今都已经倒在了地上 其中两人还在地上 有气无力地哀嚎着 而其中最严重的 还在时不时地抽搐 不知是什么情况 队长 这里有两名嫌疑人受伤 这边有一个昏迷了 警员们迅速查看现场 并在第一时间 跟梁宇竹汇报 只是在探查清楚后 警员们不禁有些诧异 事情已经解决了 是谁干的 而随着这道疑问 更是有警员站在大毛的跟前 看着他身上 还在冒着几缕黑烟 时不时地抽搐一下 对他身上的情况 倍感惊奇 这是踩到电线了 开什么玩笑 这林子里 哪有高压电啊 就在警员说话之际 也瞧见了不远处 那片灌木丛的情形 只见两名护灵员打扮的人 其中一人正被搀扶着 而在他们跟前 则是一头剑朔的黑鹿 背上还有一道 伪暗威严的身影 正在扫尸前方 与他们对视上了 这 山神 一众警察被这一幕 猛地冲入视线中 明显愣了一下 当真有些震撼 毕竟身处深山老林 陡然见到这么个情形 而且半相实在难辨真假 难免不会误会 不过 没等这些警员回过神来 便听一道严肃的女子声音 突然传来 不是神仙 是我们的同志 行了 先把他们都带回去 随着梁雨竹的吩咐 这些警员也终于反应过来 但心中还是有些猛逼 不是神仙 是同志 什么鬼 队伍里都有神仙了 但队长发话了 他们也不好再去多问 二话不说 急忙开始处理现场 而梁雨竹 则是将目光落在林南身上 在四目相视之下 他缓步朝着林南走了过来 还真是你 梁雨竹目光惊差地 打量着路背上的林南 忍不住露出些许笑意 我该称呼你雷祖 还是林南同学呢 这一身雷祖天尊的打扮 先前在动物园做笔录 已经见过一次 不过 这头黑鹿他 却是头一次见 尽管在交警口中 得知了情况 但当亲眼的见识 仍是有些不敢置信 伴雷祖时称无法号 平日换我真名 林南闻皱皱地回答 此刻雷祖半相 自然不能当作平日里交流 好吧 伴祖同志 又下凡您这时 梁雨竹笑了笑 看向林南的目光里 满是好奇 再看向黑鹿的目光里 则满是惊讶 可眼下不是细问的时候 梁雨竹视线转向护陵园 看到了其中一人腿部的伤势 见情况不容乐观 于是立即安排到 救护车正在外面等着 先出去再说 梁祖 过来两个人帮忙 待到梁雨竹话音落下 两名警员也走上前来 搀扶起了老颜 一行人开始往林子外面走去 此 此时 林南的直播间还开着 不过画面却已经卡顿了无数次 因为自打林南进了林子以后 信号就逐渐变差 导致在直播间的水友们 看着这场直播 还真就像是在看幻灯片 不过 水友们也知晓 情况不简单 所以 纵使画面卡顿 也迟迟没有退出去 而是抱着紧张与担忧的心情 选择继续观看 期待最终结果的到来 同时祈祷主播 千万不要出事 好在接下来 他们看到的几幅画面 也确实没叫人失望 第一个画面里 便是黑鹿在丛林阴暗处 盯着那三名盗猎者 可惜在黑鹿窜身 而出的瞬间 画面开始卡顿 不过 当下一个画面呈现 水友们便愣住了 只见呈现在画面里的 赫然是一道飞在半空中的身影 正是被鹿脚顶飞的第一个偷猎者 这直播画面的真实感 是任何特效 都无法呈现出来的 倒更像是从电影里 抽了几针的关键画面出来 着实太过精彩 紧接着 水友们眼看着那盗猎者 因为信号卡顿的原因 在画面中滞空了五秒左右 宛若一个特写 被网友纷纷截屏 旋即 又是另一幅画面呈现眼前 只见一名盗猎者 呈大自行 被一头撞到了树上 看到这阵仗 网友们顿时瞠目 也不禁感叹道 哎呦 这撞得一下可不轻啊 待会儿 要想把它从树上扣下来 估计都得费点劲 随着水友们 在画面卡顿的过程中 不断地刷着弹幕 终于 最后一幅画面呈现出来 不过当看到这一幕后 直播间的水友们 也愣住了 只见这名盗猎者的头发造型 就跟刚做了个锡纸烫似的 还微张着嘴 口鼻处冒出黑烟 并且还往上翻着白眼 而出于静完的原因 则难以判断 因为画面中的人 看上去还有些模糊 可纵然如此 也不难看出 其实遭受了重创 死 这人是怎么了 咋被弄成了这副德行 就在网友们诧异之际 直播画面中 出现一辆梦幻子的跑车动画 并且还在弹幕中 也滚动起了礼物的提醒 青山不改 送上跑车星号仪 星号仪 星号仪 恰好在这时 直播画面 终于因为星号问题掉了线 当直播画面 彻底变成黑屏 只剩下一行主播 暂时离开的文字后 直播间的网友们 意犹未尽 于是纷纷跑到 林南最新发布的视频底下留言 还稍微带着些怨气道 好样的 可算卡掉了 这回好了 玄智的心终于死了 谁有完整视频啊 我是真想看看 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敢肯定 主播马上就要上热搜了 随着直播信号的掉线 网友们在视频底下一番评论吐槽 感叹没能看到完整的现场状况 这会儿 也有粉丝回想起来 在直播的最后 还有人给主播连着刷了几辆跑车 可是在评论区 却并未看到那网友的身影 于是 不禁有网友开始询问起来 话说 刚才那位送跑车的哥们呢 怎么刷完礼物就溜了 讲真的 我还是头一次在主播的直播间 看到有刷跑车的 而且 看那位一副不要钱的架势 要不是直播掉线 估计还得罢评一会儿呢 子子 这事儿要让主播知道了 他不得心疼死啊 伴随着这条评论的出现 评论区里顿时呈现出一阵欢快的气氛 楼上 还是你心疼主播 一看就是老粉 感动 at木南 我也心疼主播 跟一个 at木南 一时间 网友们在评论区开始疯狂 at并且都声称 自己是出于好心 不想让主播知晓后心疼 感觉 是错过了一个亿 更有甚者 还发出了当时的直播截图 那跑车 以及刷礼物的网友 ad清晰可见 而这会儿 有网友看着截图 发觉这位刷跑车的网友 ad有些眼熟 回想了一番 当即有人 在截图底下评论道 哎 这个人 不就是第一次听到枪响的时候 提醒主播 山里可能有道猎贼 并且还对护灵员 比较熟悉的那位吗 对出去了 感情他一直在直播间潜水 随着这一发现 网友们不禁倍感疑惑 但另一边的林南 此刻却无暇关注这些 因为系统提升的声音 已经非常悦耳地响起 恭喜主人 雷祖坐骑 收服莫其林 建议进一步达成 获得2%半眼度 当前雷祖天尊半眼完成度 已达到27% 奖励100年法力 并获得天书通文眼 此时 林南跟梁宇竹一行人 刚刚卖出林子 听到耳畔响起的声音 林南却迟疑了一下 上次收服了黑路 半眼度来到了25% 但是没有获得奖励 这次到了27 竟然一次性给了这么多 林南心中诧异 但想到这个建议 距离全部完成 还有一段路要走 便也释然 玄机将注意力 放在刚刚获得的天书通文眼 查看系统给出的解释 原来 所谓天书通文 即是只在阅读各类文卷 乃至天书先读之时 可以增强感悟能力 做到过目不忘 只不过 天书通文眼在开启时 会持续性地消耗法力 看到这一解释 林南的眉头一簇 这过目不忘 听上去倒是逆天 可是 哪里有天说啊 就在林南思量着之际 一众警员 也将人带出林子 此时 路边正停着两辆救护车 数名医护人员 也已经抬着担架守在外面 快快 救救我师父 护灵员小马 朝着医护人员说着 几人上前 迅速将老颜 给搀扶到了担架上 在场有医护人员打量了一眼 给出伤情判断道 腿部有弹片嵌入 伤口流血严重 需尽快手术 旋即 医护人员用担架 将老颜送上车 而剩下那三名盗猎者 其中有两人 已经在出林子的过程中苏醒 尽管他们身上受得伤不轻 还在呲牙咧嘴地喊着疼 但起码 还能自己行走 可为首的艺人 却生生 是被几名警员 从山里抬出来的 目前 仍处于失去意识的状态 医护人员见状 原以为他也是受了枪伤 亦或是遭受了猛烈撞击 可是 当警员将其扶上担架后 在场的医护人员 却有了惊奇的发现 这道猎贼身上 并无明显泄计 身上也没有距离撞击 所产生的伤口 反倒是头发根根倒裂 末端呈现出蜷缩状 且脸上会一块黑一块 两眼还翻着白眼 身体间断性抽搐 手指也极度扭曲地 摊放在胸前 呈勾楼的鸡爪状 他这是受了什么伤 怎么 会是这个状态 在场的医护人员 顿感困惑 这时 一名医护人员注意到 其手臂的裸露部位 那上面貌似有几道奇怪的伤痕 当即是一道 而且他身上的伤痕 是橙胶黑状 掀开衣服 瞧瞧他身上别处还有没有 为了判断其伤情 医护人员当即行动 掀开了他的上衣 然而 就在其衣服被掀开的一瞬 在场的医护人员 顿时一片愕然 只见这名道猎贼的身上 赫然是无数条沟壑一般的伤口 这些伤口纵横交织 多数是橙胶黑色 且呈现出竖刹状的蔓延趋势 从他目前裸露的皮肤来看 这些分裂延伸的伤口 近乎是变及了全身 并且 在掀起了衣服后 空气中逐渐弥漫起一阵焦糊气味 隐隐还掺杂着几分烤肉的香气 见此惊醒 医护人员却是愈加猛逼 试探着问道 刚才打雷了吗 好像没有吧 可他身上这伤口 看着怎么像是被雷给劈了 就在医护人员忙碌之际 梁宇竹命人倾点起现场 搜查那火盗猎贼的杯呢 揭入情况 而趁着警员翻包搜索罪证的功夫 梁宇竹朝着林南走来 他先是看了一眼 站在林南身旁 一副乖巧模样的黑鹿 也不知想到了什么 目光闪动了一下 询问道 说说吧 你怎么会在这儿 别告诉我你今天没课 大一可没这么悠闲 梁警官 我只是路过 林南嘴角扬起一抹真诚的微笑 不急不虚道 是被带过来兜风的 结果听到林子里的枪声 顺便过去看看 顺便看看 此话一出 梁宇竹的目光闪烁了一下 这顺道看看 竟然救救下来了 两名护灵员 还连带着破获了一起非法盗立案 而且 对方还持有枪械跟弓弩这种杀伤性武器 而且 上次抓捕人犯的时候 林南也有过突出贡献 这两次 难道都是巧合 就在梁宇竹狐疑之际 突然 一道男子声音响起 这点 我倒是可以作证 寻声看去 发现正是在一旁等待了许久的交警 似乎终于有了表现的机会 这会儿也凑上前来 林南瞧见 这竟然还有一名交警 而且还说 可以给自己作证 却是有些纳闷 面带微笑地询问道 这位同志 我们见过吗 听到林南的这句话 交警顿时愣在原地 我们见过吗 开什么玩笑 自己可是一路追着他到这儿 车胎都险些磨掉一层皮 合着他压根不知道 交警一时雨色 就插自己躲到旁边 黯然神伤 滴滴滴 就在这时 林南的手机响了起来 逃出一看 是王成宇打来的电话 这会儿不方便接听 于是先挂断了一下 却没想到 对方接着又打了一遍 见对方一副夺命连环靠的架势 林南只得示意道 我室友 可能有急事找我 先接个电话 而当林南按下接听见 电话那头 顿时传来王成宇的声音 南哥 你终于接电话了 我刚才打了好几遍都没打通 林南猜到 刚才是在林子里 信号会有些差 所以没有接到 也听出了对方语气中的急切 开口问道 刚才信号不好 怎么了 怎么了 王成宇那边 似乎有人盯着 故意压低了声音道 喂 现在都几点了 要上课呀大佬 而且 要是平常的课 我也就不喊你了 可咱们下午 这节课 是微观经济学 涛子都提前跟学长学姐打听过了 说是教着门课的崔教授 特别难对付 只要被带到一次 平时成绩就挂灵 他是真给咱们挂科呀 现在咱们班同学基本都来了 就差你了 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 你在哪 啥时候赶回来啊 然而 就在王成宇说明情况之间 林南这边的警笛声还在响起 那两辆救护车 也刚开走没多久 略显嘈杂的声音 也已经传到了王成宇 跟江涛的耳朵里 这两人听到电话 那端的警笛声大作 顿时面面相去 诧异询问道 我去 南哥 你那边啥动静 咋还有警笛声跟救护车呢 听到二人的询问 林南也无法三言两语 就在电话中解释清楚 于是 打算先将这边的事情配合完 再回去说明 便对着电话那头的王成宇道 这件事说来话长 估计一时半会儿 还回不去 你们先帮我答个道 或者 等我回去跟他解释 说吧 只见那名交警 似乎等了一会 朝着林南招了招手 看那意思是要询问些情况 林南于是挂断了电话 准备前去 你 先在这儿填的姓名 交警递来一根笔 开口对林南说道 而林南还拿着手机 眼下反倒有些碍事 半天没揣进兜里 你先写 梁宇竹健壮 示意替林南保管一下手机 谢了 林南微笑道 与此同时 在燕海大学的教室里 眼下 除了林南之外 公管三班的学生们 都已经到齐 显然是都听说了 这崔教授的威名 不敢轻易淘他的课 此时 崔教授正在按照名册点名 怎么样 老林能回来吗 坐在倒数第二排的江涛询问道 王承宇面露男色的摇了摇头 开口道 怕是悬了 而且 他那边的情况 好像有点麻烦 没事 咱俩先替南哥答个道呗 那你喊还是 林南 就在两人商量之间 台上的崔教授突然点名道 道 道 嗯 教室中 默然想起了两道斩钉截铁的喊声 正是王承宇跟江涛同时开口 一时间 教室内的学生们也纷纷回头看来 响起一片笑声 而讲台上的崔教授 脸色有些阴沉 低垂着毛子 下明着嘴唇 审视了一下王承宇跟江涛二人 旋即双手撑着讲台 沉声问道 你们俩 谁叫林南 我 两人 又是斩钉截铁 一口同声道 随着话音落下 二人又急忙改口 抬手指向彼此 他 见此惊性 两人都有点绷不住了 视线开始朝地上看去 表情像吃了苦瓜一样难看 什么情况 平日直播的时候 也没见这么心有灵犀啊 怎么偏偏这会儿默契上了 而且 通过打探出来的消息 都知道这崔教授 是出了名的严厉 这才上他的第一节课 就被抓了个替达到的现行 将来这门课还怎么过 那不得年年挂课 年年不考啊 就在两人心中暗倒不妙之际 崔教授拿着点名册 朝着两人缓步走来 站在了两人面前 也不说话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 王成宇见着气氛沉重的可怕 当下集中生智 轻壳了两声道 崔教授 其实 我小明就叫林南 因为这个 我体型像高 捡起肥来很难 呃呵呵呵 王成宇嘎笑道 本以为崔教授 能看在伸手不打笑脸人的面上 放他们一马 然而 崔教授却是冷哼一声 我教书这么多年 什么场面没见过 你们两个 真当我好骗是吧 旋即 在王成宇二人的注视下 崔教授掏出手机翻找了一番 然后举着一张照片 展示给了王成宇二人 当看到手机屏幕上的画面 两人顿时老实下来 那屏幕当中 赫然是燕海大学的官方公众号 而其发布的内容 正是军训会演那天 林南带着他们两人 上台领景旗的合照 见此惊醒 王成宇不禁心中暗道 南哥呀南哥 不是哥们不讲义气 是针斗不住啊 崔教授将手机展示了一圈后 再次开口道 看看 军训会演接景旗 学校公众号可都发了 嘖嘖 这位林南同学的名气可不小啊 还有谁不认识 随着崔教授爷爷的语气 下一秒 话音突然抬高了几个分贝 立声批评道 不过才收了一份景旗而已 很值得骄傲吗 这才第一节课就逃课 王成宇似乎打算杀鸡儆猴 在这些新生面前 树立个威信 接着抬手指向王成宇 道 你现在给他打电话 看看他是不是在宿舍睡大觉 嗯 老师 我上课就认真听讲 从来不带手机 王成宇信誓旦旦道 然而 崔教授却是头都不转一下 直接伸手翻开了 王成宇桌面上摆着的课本 不出意外 王成宇的手机 赫然就摆在书页之上 瞧见这一幕 王成宇心中不禁苦笑 之前听说了这崔教授不好对付 谁承想这么难缠 眼见快要招架不住 王成宇掏出了真诚的必杀技 老师 我跟您实话说了吧 林楠他现在可能不太方便 而王成宇 这回答没撒谎 想到了刚才给林楠打电话时 那头传来的警笛声与嘈杂 这才没一会儿功夫 林楠那边多半还没完事 崔教授却是软硬不吃 冷哼一声 不容置疑道 立刻 马上 打通了给我开免提 让同学们都听听他是怎么狡辩的 见崔教授的态度坚决 王成宇实在无从反抗 值得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 不情不愿地 再度给林楠拨去了电话 嘴里还小声嘀咕道 南哥 可别怪小弟啊 实在尽力了 电话很快拨打出去 并且在崔教授的目光示意下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开启了免提 都在几秒铃声过后 电话被对方接听 然而 令教室里所有人 都有些出乎意料的是 随着电话被接通 手机那头传来的 赫然是一道女人的声音 喂 找谁 喂 找谁 伴随着这简短的三个字 教室里的同学们 纷纷投来惊讶的目光 也难怪他们多想 要怪就怪王成宇 刚才亲口说的 林楠这会儿可能在忙 不方便 他们哪里知道 王成宇的这几个字眼 是不是话里有话 而光从电话的内容上听 林楠不仅是下午翘课 随身的电话 还是个女人接的 而且从声音上不难判断 这女人的年纪并不算大 隐约还是带着几分英气的御解音 这就不免让人想入非非了 宁愿逃课 也要见的女人 哇哦 啥时间 教室里响起了一阵起哄声音 不过就在同学们怪叫之间 却无人注意到 斑花王约的表情 却有些复杂 甚至微醋起眉头 这这 成何体统 与此同时 听到电话那头的女声 崔教授显然也在意料之外 脸色顿时更轻了一分 很明显 她也想歪了 而学生私底下的生活 她管不着 但现在可是上课的时间 若是不教训一番 她的面子往哪个 于是 崔教授露出一副 怒气不争的表情 伸出手去 跟王成宇索要电话 然而王成宇却在发愣 并没有立即把电话交给她 原因无她 只因王成宇觉得 这女子的声音有些耳熟 于是 在崔教授严厉的注视下 她试探着问道 是 梁警官吗 随着王成宇的询问声 电话那头明显沉默了两秒 嗯 是我 对方似乎是下意识地接起电话 又确认了一番后 这才恍然发现 这手机是林南的 于是赶忙又开口道 不好意思 你找林南是吧 她正在做笔录 待会儿 让她给你打过去 说着 梁宇竹就要挂断电话 好在王成宇这会儿 脑筋转动飞快 心里一琢磨 要是有梁警官说话 总该能应付的过去 来不及多想 她紧忙开口道 哎 梁警官 等一下 不是我们找她有事 是我们老师 接着 王成宇在电话中 简单复述了一下 教室这边的情况 不过她在之前 跟林南的电话中 并未得知具体情形 这会儿也带着个人的好奇 向梁宇竹询问道 梁警官 您那边到底是啥情况 林南他没事吧 听到王成宇 欲言又止地询问 梁宇竹自然明白 对方在担心什么 安抚道 你们不用担心 不是林南犯了什么事 顿了一下 梁宇竹又解释道 恰恰相反 是他刚协助我们警方 破获了一起 性质恶劣的倒立案 梁宇竹以官方的口吻 将这起偷裂案 笼统地说了一下 并大概阐述了 林南在其中 起到的关键作用 这倒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毕竟事情倒得动静不小 何况 还有护林员负伤 接下来肯定少不了 官方媒体的采访报道 到时候 表彰护林员的客进职守 以及嘉奖林南的 建议勇为 都是些很常规的操作 这样做 可以极好的宣传城市建设 然而 尽管他描述的并不详尽 很笼统 可是架不住这些大学生 会脑补啊 单凭两语竹的三言两语 教室里的这些同学 已然开始联想出 各种英雄登场的画面 更是炸了锅似的 开始议论起来 导致原本充满学习氛围的教室 顿时变得乱哄哄 好似菜市场 啥玩意 盗猎安 合着林南这会儿 没来上课 是又去当城市英雄去了 我靠 真的假的 前有球语预测冰雹 这会儿 又是协助警方抓盗猎者 这哥们真是神了 听这个女警说 那火盗猎贼身上 还带着枪呢 林南具体又是怎么协助的 卧槽 我有预感 咱们学校 这次又得出名了 准备上热搜吧 同学们 原本刚接电话的时候 还有人对梁宇竹的身份有些怀疑 可刚才分明能听到 电话那头传来的警笛声 可见其身份无庸置疑 在结合着警方讲述的内容 同学们只觉得匪夷所思 至于王成宇 则直接爽嗨了 本来面对 这位严厉的教授 就被压了一头 第一天上课 就被当众教训 现在突然能装逼打脸了 顿觉予有荣焰 以至于表情越来越得意 看着面前脸色诧异的崔教授 他的嘴角 简直比AK还难压 好家伙 这出去一趟 竟然还能抓到一伙盗猎贼 早知道我也跟着去了 说不准再弄一份警棋 王成宇一边想着 一边强行压抑着自己的笑意 可举着手机的手 却是不自觉地抬高了几分 一直到梁宇竹的话音落下 电话才终于被挂断 王成宇这才刻意地咳嗽了两声 对崔教授道 那个 老师 我说什么来着 林南确实没空 真不是故意不来上课 主要是人民需要他 警察需要他 不过王成宇也知道 不能把人得罪死 更何况 对方还是能够决定 是否挂课的老师 随后 也算是给崔教授一个台阶下 又补充道 老师 我可以作证 他是趁着上午没课的时候出去的 而且肯定也没想到 出去一趟 会碰上这档子事 还顺手协助警方 抓到了一伙盗猎贼 所以 这应该不算是恶意翘课吧 随着王成宇提醒一般的询问 此时崔教授的脸色阴晴不定 偏偏他又实在挑不出刺 而且 就算他想借着逃课的名义 急于处分 只怕校领导都不会答应 毕竟林南身为一个新生 在刚入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就接连协助警方 破获了两起案件 但凡树立个典型 完全能给阉海大学 打出知名度 更是能给明年的招生简章 落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权衡利弊之下 谁又会在乎林南那时候 该不该出现在校外 想到这些 崔教授点了点头 意味深长地说道 好好 林南同学 很不错 下次注意 此事就此不了了之 但显然于运才刚起 随着学生们的私下议论 方才发生的种种 也正在通过各种途径 在学校内不禁而走 随着同学们 在各种社交平台 以及群聊中的激烈讨论 众多学长学姐 也都听闻了这一情况 好家伙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有心声能让老崔吃瘪的 这位学弟可以啊 还协助警方 破获了一起到立案 大功一见啊 老崔这会儿 肯定心里一肚子火 愣是没地方发 我都不敢想 他现在的表情的多精彩 林南 有机会一定得见一面 看看这位神人 就在学生们热烈讨论之际 风景区内 林南还在坐着笔录 那交警一边询问着 一边写着东西 在记录情况 车辆型号 交警自言自语地说道 笔下悬在了半空 他转回头去 瞥了一眼 那头见瘦的黑鹿 似乎是在思考着什么 停顿了片刻 朝林南试探性地询问道 他 有名字吗 听闻此言 林南正问一下 不过 交警的这番话 倒是提醒了林南 也该给黑鹿取个名字 旋即与黑鹿四目相视 林南心中思量起来 黑色一成玄色 主水德 而这头鹿 若是彻底激发血脉 将来还可以驱雷测电 不如 林南的脑海中 想到一个名字 于是开口道 玄测 嗯 交警似乎想到了什么 脸上闪过一丝诧异 不过见这头黑鹿 摇头晃老 入出一副欢心的模样 像是知道 林南在叫他的名字 交警也不犹豫 旋即动起了笔 在单子上写了两个字 行了 情况 我都记下来了 另外 还得再提醒你几句 在交警的一番教育后 此事也算告一段落 而梁宇竹这边 一众警员们 已经清点完了盗猎贼的悲囊 林南见状 意识到要回去了 于是轻抚着黑鹿的头 在其耳边 低语着嘱咐了几句 而玄测 也像是听懂了似的 神态看上去有些不舍 听话 下次再来找你玩 林南像红小孩似的 安抚好后 走到梁宇竹身边 先是接过对方递来的手机 谢谢梁警官 梁宇竹摇了摇头 示意着那边取证的警员们 由衷报 不用 倒是我们该谢你 时间也不早了 你该回学校了吧 他看了一眼表 也不废话 直接给林南安排了一辆警车 表示 要将其送回市区 而这风景区 地处偏僻 一时半会儿 肯定是打不到车 林南便没有客气 等林南上了车 梁宇竹也准备带着 剩余的人回行警队 带到其他警员纷纷上车 梁宇竹似乎想起了什么 朝车上的林南道 对了 刚才替你接了的电话 是你社友打来的 希望不会给你造成什么麻烦 麻烦 林南正了一下 倒是也没有多想 而梁宇竹说吧 便迅速坐上了前面的警车 一行人开始驶离风景区 朝市区而去 伴随着林南的离去 黑鹿注视着远处 逐渐消失的车辆 直到彻底看不见了 他才低声唤了两声 转头朝树林而去 而就在黑鹿的身影 消失在密林当中后 林子上空响起一片 叽叽喳喳的叫声 伴随着翅膀煽动的声响 只见先前无数被枪声 惊走的飞鸟 竟又倒头飞了回来 并且 他们还在朝着林中的一处汇聚 像是有什么东西 在吸引着他们靠近膜拜 一时间 山林上空是诸多飞鸟 似一片鸟云在绕飞盘旋 这壮观的情形 宛如白鸟嘲讽 与此同时 山林中的其他飞禽走兽 也纷纷冒出头来 倘若有人能看到这一幕 断然会被惊掉下巴 只见密林深处 虎豹与狐孙并肩而走 山猫与蛇鼠并行 动物之间的天敌 成群结队 却全然无杀戮 狩猎之一 皆是在寻着一处方向而去 像是百兽在迎接着 这片山林的神明 到了 另一边 警车一路来到燕海大学门口 是这儿吧 驾驶卫上的警员开口道 是这 林南到了声线 便下了车 往校园内走去 而此时 校门口的两名保安 正投来好奇的目光 他们眼睁睁看着这辆 停在校门口的警车 以及从警车上下来的林南 本来下意识地以为 然而 当他们看到林南那一身装扮 却被眼前的情形弄猛了 其中一名保安 诧异地喃喃道 好家伙 感情神仙犯事 也还抓呀 而就在两名保安的注视下 林南已经进入了学校 却发现 二教楼下 有不少学生 正往宿舍走 林南看了一眼时间 现在是下午的三点半左右 正好下午的第一大节课结束 南哥 这时 不远处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林南抬头一瞥 发现正是刚下课的 王成宇和江涛等人 并且 伴随着王成宇的喊声跟招手 林南还发现 他周围有几个熟悉的面孔 也齐刷刷朝自己头来视线 显然都是同班的同学 斑花王月身旁的闺蜜 还扯了扯他的衣角 在小声地嘀咕着什么 很快 王成宇和江涛小跑着过来 前者还围着林南转悠了两圈 上下来回地打量 直到确认 林南身上 没有任何伤口 这才松了一口气 没事啊 真就一点伤没受 你好像很失望 听到对方诧异的语气 林南笑着打趣道 嗨 哪能啊南哥 王成宇紧忙自正清白道 你是不知道 梁警官接的那通电话 可对我吓毁了 又是什么盗猎贼 又是什么非法吃枪的 听着就危险 好在梁警官说你没事 而且还协助警方立了大功 不然 我都想敲课去救你了 王成宇一边说着 一边还竖着大拇指 接着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语气沉了几分 叮嘱道 另外 崔教授那边 你最近可得留点神 他本来想第一节课 抓个典型立威 没想到反而吃了个扁 也算是记住你了 别到时候 真得咱挂了课 还得整个年年重修啥的 行 我知道了 林南点了点头 这时 一旁的江涛 看了看林南 开口提议道 老林 你中午还没吃饭吧 反正一时半会也没事 要不咱去餐厅 顺便压压惊 倒不是给你 主要是胖子下着了 随着江涛的提议 三人一拍即合 往餐厅而去 很快来到餐厅 由于并非是用餐的时间段 所以 餐厅里的人不算多 三人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 王成宇忙忙碌碌地 打了几盘菜 摆在了桌上 而林南则在发带 在乘坐警车返校的路途中 林南思量了许久 还是因为点亮 先般图鉴之事 以及目前雷祖天尊的扮演 林南准备尽可能快一些 完成有关雷祖的建议 于是在脑海中盘算着 还有哪些被收录的建议 能够启动 腾云驾雾 现在还没有获得能实现的法术 天降神嘞 皮尘倒国 虽然刚获得了一百年法力 可是就算抽干了 目前也照不出那么大的雷霆 遇见飞行 林南一边想着 又不断否定 脸上露出难色 犹豫不决 到底完成的什么建议合适呢 南哥 你在嘀咕啥呢 王成宇这会儿也终于坐下 看着桌上的菜肴 准备大块朵移 听到林南最后嘟囔的一句 遇见飞行 王成宇抬起头 好奇到 还在研究之前网友提的建议 南哥 你还真听去啊 是啊 林南长了口气 网友给提的建议 咱们都得尽可能完成 这样也能留住粉丝 说的也是 王成宇点头 给予肯定 接着开口道 南哥 这遇见飞行 虽然听着扯 不过嘛 我倒是有个建议 此话一出 林南和江涛都看向了他 是一期详细说明 而王成宇 则是露出一脸神秘兮兮的表情 朝二人低声道 嘿嘿 我之前看过一部欧美的片子 里面有个跟钢丝有关的桥段 钢丝 听到这里 江涛不禁诧异 随即意识到自己失声 他紧忙转头看了看 好在这时间段 食堂的人不多 并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异样 旋即 江涛轻咳了两声 眼中泛着猎奇的光芒 那东西 布拉的慌吗 他这句话 反倒是让王成宇愣在原地 半晌后才醒悟过来 不是 哥们 想啥呢 你这多少有点刻板印象了呀 我就不能看点正经的吗 意识到自己好像是误会了 江涛嘿嘿一笑 洋装夹菜 王成宇继续解释道 就是一部正经的 关于走钢丝的影片 好像是叫云端行走 讲的是 男主角在两座高塔中间走钢丝 我感觉 咱们可以效仿啊 把钢丝弄得稍微隐蔽一点 然后上面绑个剑 人站在上面 效果应该跟预见飞行差不了多少 有点危险吧 江涛这会儿小声道 嗨 谁说真要出去极限挑战了 咱们就在宿舍里 弄个离地半米的不就得了 实在不行 我再自掏腰包 多买两台加湿器 随着王成宇的这一番出谋划策 林南倒也觉得不妨一试 但具体有没有效果 系统认不认可 就难说了 但不论如何 这主意还是可靠的 于是拍了拍王成宇的肩膀 称赞道 胖子 你不愧是我的卧龙 看着王成宇 一副睿智的模样 林南嘴角浅笑 旋即跟两人嘱咐道 行了 抓紧时间准备道具 越快越好 南哥 你这为了直播效果 也太拼了吧 林南摆了摆手 不过听二人提起直播 倒是想起了什么 自己在山上里那会儿 是开着直播的 后来看手机 才发现掉线 也不知道 那场直播的数据怎么样 这会儿才想到去查看 然而 当林南翻 看起那场直播的数据 却是被后台的 一条条礼物提示给愣住了 这 怎么了 南哥 见林南放下筷子 一副惊讶的模样 王成宇两人 顿时看了过来 林南将手机展示给了两人 今天的那场直播 有人打赏了不少钱 我简单算了一下 完成后大概还有这个数 说着 林南手上比了个五 啊 瞧见林南的手势 以及屏幕上 那几行跑车礼物的数据 王成宇顿时惊喜道 五个 W 这么多啊 林南却是发了个白眼 摇头失笑 想什么呢 去掉个小数点 我去 那也不少啊 南哥 王成宇丝毫不嫌少 激动之情并未减退 而在惊喜之余 一旁的江涛有些疑惑道 这哥妈 怎么一口气 刷了这么多辆跑车 老林 你走之后的直播效果 那是肯定啊 没等林南开口 王成宇便接话道 没听梁警官那时候描述的吗 现场那群偷猎者 可还有枪 直播效果肯定很刺激 而且 说不定真有这种 不讲任何道理打赏的 说明咱们直播间活起来了 随着两人的议论声 林南心里默默画上了个问号 倒也没有想那么多 只等着筹备道具 尽快达成下一条建议 吃过饭后 三人便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备 虽然原定的计划 是用钢丝 但一时半会儿 找不到适合的材料 于是 三人索性去学校附近的鱼具店 买了几条结实耐用的鱼线 而遇见飞行中 必不可少的箭 三人则是在就近的玩具批发城 找了一把像模像样的巨箭 旋即便开始在宿舍里忙活起来 先是在墙上安置了几个锚钉 将鱼线一圈一圈地绕在两端 形成了一条结实的透明通路 林南踩上去测试了两下 紧绷的鱼线还算稳固 站上去也不会摇晃 接着又将那柄滑板大小的巨箭 给竖着安置在了鱼线中央 最后用透明胶带 将其捆绑张好 很快 这一悬空的巨箭 便漂浮在了宿舍中央 时间也很快来到了晚上 在每天固定的时间 林南三人将直播准时开启 林南早已准备就绪 换上了雷祖的扮相 旋即沉了口气 脚步一踏 便稳稳地站在了那柄巨箭之上 而一旁的王成宇 也开启了两旁的架势器 打开了氛围灯 很快 寝室之内水雾缭绕 在氛围灯的映照下 显得云雾鸟鸟 美轮美奂 林南则是站在巨箭之上 结合着背后的仙宫楼阁 以及身下的金色云泥 丝毫看不出任何破绽 全然是一副空中遇见飞行的既视感 见此轻幸 就连王成宇二人都止不住地诧异 更别提直播间的观众了 很快 随着直播开启 众多网友纷纷涌了进来 原本有许多粉丝 还在惦念着中午的情况 想趁着晚上的直播 问问那起倒立案后来怎么样了 然而 当他们走进直播间后 在看到眼前的荧幕时 却纷纷诧异地合不拢嘴 只见在画面当中 一位身体仙甲 气质超凡的仙人 飘然站在一柄巨箭之上 伴随着两侧云泥环绕 宛如一副仙人在落日云巅 遇见飞行的景象 见此轻幸 不少网友都瞠目结舌 妈呀 我这是看到真仙人了 主播你真踩着剑在云上飞 这是怎么做到的 好家伙 之前有人提议 让主播遇见飞行 我还觉得离谱 感情你是真会啊 直播间的弹幕疯狂滚动 网友们的激动可见一般 也难怪网友们如此惊讶 实在是三人的一番精心布置 压根瞧不出什么破绽 而在开播短短几分钟后 就已经引来了不少人 开始送礼物 当然 在刷礼物之余 又到了熟悉的许愿环节 求报复 求生殖加薪 求父母身体健康 无灾无祸 大部分的许愿要求 还算正常 也有一些刁钻的愿望 叫人怎舌 保佑我还在上小学的孩子 将来高考能拿个高分 求几段练情 什么都不做 只知道给我花钱 晚两天就丢下高额分手费 去找新欢的烂桃花 求 楼上有点过分了 你这跟许愿重彩票 有什么区别 不过 如此令人惊奇的景象 也不会一直维持下去 当粉丝们 在直播间待了几分钟后 就会逐渐发现 主播后面的仙宫楼阁背景 并未有任何动态 而主播看样子 也只是站在舰上而已 至于其底下的云泥 虽然还不知道 是什么弄出来的 但很快有人猜测 依照着云雾的流速 像是有人 在直播间的画面 外扇着风 再加上之前直播间里 还有两位助理 这会儿全然不见综艺 结果已经显而易见 不出所料 此时在两旁不停扇风 营造氛围的 正是王承宇和江涛 可饶是如此 网友们还是难免感叹 主播为了呈现节目效果 真是费心了 虽然能看出来些差别 但是已经很逼真了 你看别的扮演区 多数都是直接上的绿幕扣图 不单是背景模糊 那技术扎的 我拿PS随便一扣 都比它强 主要还是主播的气质不一般 哪怕特效 拉胯一点 也能带动起来 而看着直播间 不断涌动的弹幕 林南却还在等待 可随着直播的进展 却迟迟没有听到 系统传来的建议完成声 没有达成 是还缺了什么东西吗 总不能真让我飞吧 就在林南狐一的时候 直播间的网友 也逐渐聊起了倒立案之事 话说主播 中午的事都处理完了 我还以为发生了那么大的事 晚上不会直播了呢 伴随着一些网友的询问 也有刚进来的网友 不明所以 中午 什么事 我的天 还有人不知道 眼瞧着还有不知情的网友询问 顿时 直播间里的粉丝 开始替林南详细讲述起来 就是烟海市最新破获的一起倒立案 你们不会不知道吧 当时主播骑着那头黑鹿 而伴随着粉丝们的解释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呈现出来 一时间 那些不知情的网友们 更是为之诧异 新闻上报道的 那起倒立案 是主播协助警方破获的 听说那虎倒立贼 穷凶极恶 不仅带着猎枪 还打伤了一名护林员 新闻之说 是有一位热心市民 刚好协助了警方 救了护林员的命 何这竟然是主播啊 随着网友们惊诧的评论 弹幕再次热闹起来 也就在这时 一条礼物的动画 出现在直播屏幕上 青山不改 送出跑车信号一 当看到这一熟悉的名字 临栏一正 而直播间的粉丝 有不少中午的时候 正好在场 当即认了出来 这眼熟的ID 正是中午 连刷好几个跑车的谁有 我去 青竹又出现了 这不就是中午 给主播刷跑车的那位大佬吗 老板大妾 狠狠地激励主播 伴随着直播间的热议 王成宇跟江涛二人 显然也都看到了弹幕 这会儿纷纷探出头来 这回到也不用再掩饰 躲在两边山峰营造气氛了 在林南的试一下 两人大大方方地 跟观众们打了个招呼 旋即开始作为嘴涕 在直播间中开口道 这位师兄 感谢您送来的好意 每个善念皆是福报 只是 王成宇疑惑开口道 不知这位师兄为何 而就在众人的好奇之下 这名网友终于给出回应 青山不改 可能是 主播 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吧 此话一出 网友们皆是一愣 王成宇更是看着这条弹幕 又看了看林南 险些没绷住 心中止不住地说道 啥玩意 看到南哥 让他想到了父亲 这是要认爹了 然而 下一句飘上来的弹幕 却彷扶一只无形的手 攥住了在场每个人的心 青山不改 主播 我父亲生前就是一名护灵员 只是在十六年那会儿 在跟一伙盗猎贼对峙的时候 不幸牺牲了 青山不改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看到主播救下 那两名护灵员的时候 才会感触颇深吧 如果我爸死的时候 主播也在 可能一切都不一样 青山不改 所以也想要替那两名护灵员的家人 感谢一下主播 小小礼物 不成敬意 随着这位网友的讲述 在场的众人 纷纷肩默无言 气氛也变得凝重了几分 显然 大家都未曾想到 这位网友会有如此精力 王成宇方 才还在心中偷笑 现在知晓原委 感觉晚上做梦 都会忍不住甩自己两巴掌 而就在网友们 不知说些什么时 林南缓缓开口 若有心愿 不妨道出 寻急 只见那名网友 又飘上来一条弹幕 青山不改 愿望谈不上 只是记得 在我年幼的时候 父亲总是会跟我讲 二郎神单山改日的故事 随着这名网友分享的经历 直播间的一众粉丝 不禁颇为感慨 各种弹幕提议 也相继蹦了出来 主播 雷祖也扮演这么久了 要不要换个神明玩玩 要不考虑扮演一下二郎神 二郎神 我觉得有点太大众了 扮演中奎怎么样 也符合主角威严的形象 后裔如何 背着弓 老帅了吧 楼上农要玩多了吧 我投二郎神一票 正好二郎神也有宠物 和雷祖的作气一样 再给黑鹿配条狗 一鹿一狗 想想就有意思 那我也投二郎神一票吧 我投中奎 中奎也有宠物 牛头满面吗 随着直播间 网友们的议论 林南尔盼 不断响起提示声音 检测到多条建议 建议已收录 收录建议 扮演青云庙道真君 二郎神杨茧 收录建议 扮演驱魔帝君 捉鬼天师钟馗 收录建议 扮演摄日上神 建神后裔 宿主成功扮演新的神明后 将点亮对应先般图鉴 并获得神秘奖励 听到系统收录的这些建议 林南在心中思量了片刻 原本还打算 尽可能将雷祖天尊的建议给完成 而现如今 却有一个新的疑惑 营绕在林南的心头 诸位师兄 时候不早了 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里 感谢各位师兄提出的建议 我们会认真考虑 伴随着王成宇 和江涛二人的接触语 今晚的直播也已然结束 哎 嘿嘿 在挂断直播后 王成宇似乎回想起了什么 脸上挂满了惊喜的笑容 止不住地开口道 好家伙 今天算是开了眼了 还真有给咱们刷跑车的 还真别说 那跑车动画 在屏幕上一跑 还真带劲 兴奋地嘟囔了几句后 王成宇转过头 看向林南 见他这会儿 还站在那柄巨箭之上 当即道 南哥 直播这么久 估计你也站来了 先下来吧 然而 此时的林南 却完全没有听见识的 并未理会王成宇的询问 反而眉头微微醋着 脑海中一个疑问 在不停盘旋着 怎么会没有效果 遇见飞行的建议 为什么没有达成 眼下 林南所困惑的 正是这个问题 他之所以费尽心思地 去准备道具 还在宿舍里布置半天 皆是为了完成遇见飞行的建议 然而 这一场直播结束 竟然没收到任何提示 胖子 姜涛 怎么南哥 随着二人投来的疑惑目光 林南不禁问道 刚才在直播画面里 我像是真的在遇见飞行吗 当然了 南哥 两人听到林南的这句询问 虽然有些一头雾水 不过 王成宇 还是当即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南哥 你不是都瞧见了吗 咱们刚开直播的时候 近来的网友都在说 这遇见飞行 就跟真的似的 而且从数据上看 咱们这场直播效果不是挺好的吗 王成宇的态度 倒也诚恳 如实回答 但也瞧出了林南的状态 有些反常 好奇地询问道 怎了南哥 还想着复盘呢 林南没有回答 依旧紧皱眉头 毕竟这场直播的种种 自己也都看在眼里 可以肯定的是 他们采取的方式并没有问题 甚至是目前为止 能体现出遇见飞行的最佳方案 可是 如此逼真的画面 竟然算不上达成建议 想到这里 林南的心中 不由地升起一个猜测 难道 是雷祖的扮演 完成度太高 导致达成建议的要求也提高了 林南怀疑 是不是等自己获得了飞行的法术 这个建议才有完成的机会 就好比做起建议一样的道理 行了 你们也辛苦了 今天先到这儿 在确定了下一步准备后 三人旋即收拾了一番 王成宇跟江涛二人 这一场直播也是没少费口舌 于是 简单洗漱过后 便早早上了床 而林南换了身衣服 坐在书桌前 思索着目前获得的法术 能否助力完成进一步的建议 想了一会儿 却是并未有明显的头绪 最后 林南将注意力 落在了刚刚收获的神通之上 天书通文言 按照系统给出的描述 这是一门开启后 会持续消耗法力的神通 不过却能助力自己 看懂晦涩的书籍 并且做到过目不忘 眼下竟然没有什么 完成建议的思路 倒不如先尝试一下这门法术 打定了竹页 林南便准备进行尝试 只是手头上并没有天书先读 也只得先随便找一本书来读 寻急 林南从桌子上 随手取出了一本教材 想着自己就读的工商管理专业 教材大多都是晦涩难懂 而当林南看到这本教材的名字 赫然是微观经济学 这才回忆起来 之前想到下午要上这堂课 便提前将书找了出来 放在了桌上 却不曾想到 上午会遇到黑路来寻 并且撞上了盗猎贼 眼下 刚好将这本教材拿在手里 林南也没有再去更换 直接翻开了第一页 并且心面一动 开始尝试着施展神通 三十六天上 月宝集 考穷说 手举金光如意 宣说玉书宝金 随着林南的默念口诀 同时双手掐起法诀 在一番念动之下 一阵微弱的金色荧光 在周身流转 并且这些荧光 正在朝着林南的双眼 汇聚而去 林南知觉自己的眼部 微微发热 头脑却是格外清明 能以智慧力 嫉妒长夜魂 如笔银河水 千眼千月轮 终于 在将口诀念诵完毕后 林南的双指 呈剑绝状 分别在微闭的眼部抹了一下 伴随着这一举动 天书通闻眼 似乎已经施展完毕 然而 当林南再度睁开双眼时 却疑惑地发现 眼前的一切庞佛 并没有什么变化 自己眼前的台灯亮着 外面是皎洁的月色 难道是什么地方弄错了 林南不进南南道 可是稍加感知 林南又清楚地觉察到 自己体内的法力正在逐渐流逝 看样子是已经开启成功了呀 在疑惑之下 林南视线转向了桌面上的书籍 然而 就在目光定格后 下一秒便有了惊奇的发现 只见这原本呈现黑纸白字的教材 在林南眼中像是镀了一层金 而且竟然还彭佛活过来了一般 每当林南的目光所及之处 这些金字便会飞快地从教材上面脱离开来 并且朝着林南的眼部飞来 很快 一道道金色文字 便迅速映入了林南眼中 在这般情形下 林南感到这些文字 彭佛印尽了记忆 不仅仅能轻而易举地理解 这些文字的含义 这些脑海中的文字 更是在完整地排列组合 似是已经将其给刻在脑海 只要心念一动 便随时可以将其翻找出来 如此惊奇的一幕 令林南心中感慨 这便是通文会议 过目不忘 也算得上是逆天的神通了 之前听说过 一些记忆力好的人 还有什么构建记忆宫殿的说法 而这神通一使用 不仅能将内容直接记在脑海 还能帮助领悟 可比什么记忆宫殿要强得多 而且 倘若将来真的有什么天书先级 在寻常情况下 自己恐怕是几十年 都无法参透其中奥妙 可凭借着这一神通 应该足以在短时间内领悟 想到这脸 林南不禁心中雀跃 而手上动作也未停 在天书通文眼的开启状态下 翻动着书页 刷啦 随着书页翻动的声响 此时 正躺在床上的王承宇 也听到了声音 而原本还在刷着美女视频 傻笑的他 笑容顿时一僵 当即竖起了耳朵 开始仔细聆听 本来王承宇 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可是当确认 声音来触后 他的头立刻朝着床铺下方看去 看见林南征坐在书桌前 小型台灯开着 手里还捧着一本教材 当瞧见这一幕 王承宇顿时瞠目 我去 什么情况 说好一起风流潇洒 怎么有人在偷偷努力啊 寻急 王承宇疼得一下子 坐起了身 南哥 是在学习吧 王承宇的嗓门一下放大 庞佛是在质问一般 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一旁的江涛 也不明所以地往下看 当瞧见林南的模样 他也同样一正 哇 不是吧南哥 大晚上的 怎么还搞内卷这一套 而林南此时正看得飞快 随着教材上的文字 不断跃入脑海 说是一幕十行 都不足以形容 那些泛着精光的文字 仅仅一个黄眼 便会迅速涌入林南眼中 同时 也为了节省一些法力 林南在以最快的速度翻动 终于是将这一整本的 微观经济学内容 悉数看完 上面的每个文字 都牢牢地刻印 在了林南的脑海当中 并且 就在翻动完成的那一刻 林南已然领悟了这些内容 足以做到融会贯通 然而 这些情形 旁人自然是毫不知情 躺在床上 观望的王承宇 和江涛二人 知乔见林南 飞速翻动书页 从发现到结束 也不过才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那情形 分明像是林南 只是随意翻看了一下 很快又将这本书给合上 放到了桌上 上铺的江涛 看到这封面 当即开口道 老林 你这是 打算应对崔教授 王承宇 意识回想道 死 对啊 我看崔教授 好像是要针对你 确实该提前看看书 免得他找你查呀 想到这里 王承宇也释然了下来 甚至主动提一道 不过南哥 你刚才看得 是不是太快了 你这翻书比翻脸还快 连一句话都没看明白 就结束了吧 要不再看两眼 仔细看看 不用了 林南则是长吐了一口气 摇了摇头 淡定道 很简单 已经全部学会了 啥 看完了 听到林南的回应 王承宇顿时一愣 回想着方才林南的举动 分明就只是匆匆地扫了一遍 在每一页书停留的时间 甚至都不超过五秒钟 这能叫看完了 好家伙 南哥 你这是神速啊 王承宇知道 是林南在开玩笑 并没有放在心上 而一旁的江涛 也跟王承宇 同样抱着相同的看法 以为林南是随口一说 可以想到崔教授今天的反应 江涛不禁有些担忧道 老林 我刚看了一眼课表 咱们后天上午 还有一节崔教授的课 我怕他到时候 会在课上针对你 要不你再看一会儿 察觉到两人担忧的目光 林南却是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说实话 林南压根没想那么多 只是想要测试天书通文言 误打误撞地 拿了那本微观经济学而已 这次测试相当顺利 自己确实将这本书 前前后后给读完了 并且 上面的内容 已经深深地印在了脑子里 林南甚至能够精确到每一个字 在哪页的哪一个自然段 不用了 我真看完了 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句 林南缓缓和上双眼 先将天书通文言 这一神通关闭 以免持续消耗法力 接着审查了一下自身 对这一神通所需要的法力消耗 也有了清晰的认知 刚才仅仅使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竟然消耗了将近一年的法力 而且 林南还能觉察到 由于这本书的难易程度 并不算高 所以在理解时 并没有太吃力 可倘若换个更难理解的书 比如什么无字天书之类的 届时 法力的消耗速度 肯定会更快 不过 成果倒是显着 诚然 这么短的时间 便让林南记住了一整本的教材 纵使会持续消耗法力 这神通 也相当逆天了 在理清了这一点后 林南松了口气 旋即关灯上床 胖子 安排给你的事情 联系了吗 放心吧 南哥王成宇 比了个OK的手势 朝林南开口回应道 之前已经联系阿姨加急了 他那边正好还有几套类似的半成品 估计明天中午之前 就能出个样子 听到王成宇的回应 林南点了点头 心中希望 明天能够再顺利达成一条雷祖的扮演建议 接着 便在不知不觉中睡了过去 时间 来到了第二天 上午依旧是正常的跑操上课 到了将近十点的时候 林南接到了裁缝铺阿姨的回信 说是准备的衣服 已经赶制得差不多了 王成宇接到消息后 出奇地活跃 直接趁着第一大节课结束 匆匆去取 带到他取完衣服回来 三人在宿舍里吃了午饭 旋即 王成宇便兴致冲冲 将裁缝铺拿来的衣服展示出来 那赫然是两件蓝紫色胶织的仙甲 其中一件相对威武 显然是给体型强壮之人准备 另一件则是略显臃肿 仙甲的腹部都是凸出来的 看上去格外浑圆 嘿嘿 瞧瞧这衣服怎么样 一直都是看南哥穿着仙甲 威风凛凛 现在咱终于也能试试了 情况也正如他所说 这两件仙甲 正是林南昨晚 吩咐给王成宇的任务 也是专门为他们二人准备的 林南的目的很简单 便是为了达成 召集雷部猪将的建议 只不过 要想实现这条建议 属实还有一些棘手之处 林南现在是将宿舍 作为直播场地 一共也容纳不了多少人 再加上这一时半会儿 裁缝铺也无法制作出太多仙甲 甚至 现在收到的成品 都是用其他铠甲的半成品 连夜加班得改出来的 可毕竟眼下有关雷祖天尊的建议 其他的看着也难以实现 林南思量再三后 也就这条建议 能去尝试一下了 于是 在看着王成宇和江涛两人 换上了装扮后 林南沉了口气 在中午12点准时开启了直播 各位朋友 中午好啊 随着直播的开启 王成宇二人 熟练地跟网友们打着招呼 网友们自然瞧见了两人的打扮 看着主播身侧的两人 同样身穿甲皱 网友们纷纷道 噓 你们也换上衣服了 还真别说 这画面看上去可和谐了不少 气氛也上升了一节啊 当看到网友们的赞许 王成宇还有些得意 不过很快 网友们瞧出了一丝异样 尽管都换上装扮 但从画面上看 其余两人跟主播有着明显的差别 也说不上具体是什么 就感觉好像哪里差了点感觉 就是这一种感觉 相较之下 便是云泥之别 死 总觉得他们两位换上了装扮之后 也还是缺了点什么 是啊 乍一看 是还挺像雷祖不中 可又差了点 神韵 对 没错 这么一对比 感觉主播不单是装扮的像 更是有神韵啊 也难怪 我每次看到主播 都还会有一种雷祖将士的错觉 随着直播间滚动的评论 皆是感叹着三者的差别 王成宇跟江涛二人见状 看着网友们称赞林南 心里却也在沾沾自喜 毕竟他们心里都清楚 林南才是直播间的顶梁柱 他们负责活跃气氛 顺带着跟网友们讲述些知识 便有分红 这回网友们一对比 更觉得林南扮演的像 也算完成了 他们作为绿叶的作用 并且 直播间里 也逐渐飘起来了礼物动画 好家伙 助理都换上装扮了 必须送个小星星 主播团队用心了 加个啤酒 看着直播间刷起来的礼物 王成宇二人心中兴奋 然而 此时的林南 却是眉头微粗 在外人眼中 端蒂是一副不怒自威的模样 却不知 他现在心里 却并没有多少喜悦 这直播间 已经开起了一会儿 可是耳畔迟迟没有提示声音传来 很明显 这次的尝试 还是没有达成建议 如此结果 不禁让林南心中暗想 今天的建议 为什么又失败了 难道是时间太赶了 装扮没有认真打磨 与记载的雷布重将差异颇多 亦或是人数上的差别 林南心中想着这些 有些纳闷 而且从昨天到现在 林南将系统收录的建议 已经接连尝试了几次 可没有任何一项建议达成 维祖天尊的扮演完成度 更是毫无进展 此时 林南也再度思量起来 翻查着剩余收录的建议 心中不禁暗道 既然遇见飞行都不作数 骑鹿踏云 就更不可能了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看上去 就暂时无法实现的建议 例如披尘岛国 天降雷劫 甚至以深化雷霆 穿行九天外 最终 在经过一番考量过后 林南将注意力 落在三条 昨天刚收录的建议上 收录建议 扮演青云庙道真君 二郎神杨茧 收录建议 扮演驱魔帝君 诛鬼天师钟馗 收录建议 扮演摄日上神 见神后裔 现如今 三番两次的失败 让林南反省了一下 自己 是否有些操之过急 会不会是天道有意为之 换得思路的话 如果扮演程度太高 太像 岂不是真成了雷祖 所以 越往后越难提升 其实可以理解 接下来的扮演 恐怕不是努力就能完成了 而是需要机缘 既然暂时完不成 那倒不如先去点亮 先般图建 扮演一下其他的神明 起码不会像现在这样 停滞在原地 而且 在扮演其他神明的过程中 或许就能够获得 一些神通 从而回过头来 让自己达成 扮演雷祖的建议 毕竟 扮演神明角色 是可以来回切换的 就像是切换大小号一样 大不了有了契机 或者机缘后 再重新扮回雷祖 想到这里 林南下定了决心 旋即 看着目前收录进来的 这三位神明 开始做起了抉择 捉鬼天师 这个得跟抖音官方有关系吧 不然直播间容易被查 而且 这世上真的有鬼吗 一念几词 林南却是沉了口气 因为突然转念一想 自己现在 都能去世法术了 这放在之前 压根是想 都不敢想的 也足以证明一些事情 保不齐这个世界上 还真就存在着什么 只是未被自己注意到 或者普通人 暂时接触不到而已 而且 林南又琢磨了一下 万一自己扮演中奎 到时候 网友们冒出来一堆建议 要让自己去坟地抓个鬼 看看实力 想想也怪圣人的 其中奎能收录的建议 想来不多 完成难度也高 暂时在没有特殊奇迹的情况下 不太适合扮演 于是 林南暂且放下 注意力转向剩余两位神明 剑神后裔 一射九日 何其壮绝 要是能赶上这届奥运会的话 倒值得一试 在思量一番后 目前也就剩下了最后一个 而当看到这一位神明的神豪 林南的脑海中 根本不需要多做思考 便立即浮现出一道 仙姿俊义的身意 肉身成圣 听调不听宣 无拘无束 修炼八九玄弓 七十二般变化 妙道无穷 法天相殿 可生化万丈 心为赫赫 正是清源庙道真君 灌江口 二郎神杨俭 杨禅的哥哥 孝天犬的主子 玉皇大帝的外圣 这头衔和本领可太多了 能收入的建议 想必也非常多 一时间 林南脑海中 思绪万千 逐渐有了决定 毕竟提起二郎神 也是家喻户晓 是大家较为熟悉的神明 而且这些神通 每一样单拎出来 都是强悍的存在 妙道无穷 说不定就能让自己 完成雷祖的建议 毕竟很多法术 互相之间 是能形成羁绊 相辅相成的 就比如雷祖的法术 就完全可以作用在 扮演二郎神上 这也引发了 林南心中的一个想法 若是扮演二郎神 将来没准 还能养条孝天犬 去跟黑鹿作伴 有归原春雷印这个法术 再多一个神宠 也没有难度 既然雷祖天尊的建议 暂时无法达成 那也只好如此了 打定了主意后 林南眼前闪过一道微盲 旋即缓缓抬起头来 目光直视着镜头 此时 王成宇还在跟直播间的水友们 侃侃而谈 看着滚动的弹幕 在不断活跃着气氛 没错朋友们 我们俩弄了两套类似的装扮 想衬托一下气氛 这位粉丝的愿望很真诚 希望可以早日实现 可没过一会儿 他发现 原本直播间热闹的弹幕 突然停滞了下来 接二 网友们的评论 转变成了细微的惊叹 似乎是林南那边 有了什么异动 王成宇和江涛二人回头一看 这才发现 林南已然抬起了头 目光正直视着镜头 不知在想着什么 而林南这一身仙假装扮 再加上其炯炯有神的目光 哪怕不言不语 都彷佛带着赫赫神威 一时间 直播间的不少网友 开始评论道 我去 主播 怎么突然直勾勾地盯着镜头啊 而且这副模样 就好像他能隔着屏幕 看到我似的 好家伙 被主播这么盯着 我连小时候偷灵居家 鸡蛋的事都想起来了 随着直播间的评论 王成宇也觉察到不对 紧忙在一旁小声提醒 思思 南哥 怎么了 他话音刚落 林南竟是直接站起了身来 这一幕给王成宇二人看猛了 之前没说过 有这出 这会儿怎么突然站起来 是要亮什么绝活 就在两人疑惑之际 林南缓步走到镜前 在二人的耳畔低于几句 啊 南哥 你确定吗 伴随着林南的一番解释 王成宇先是一愣 不过 紧接着便转过念来 点了点头道 好 听你的南哥 钱就是了 旋即 林南便走出了直播画面 瞧见这一幕 直播间的网友们都愣住了 怎么回事 直播到一半 主播跑路了 还是说 人有三姐 主播解决问题去了 可是这才刚开播 没多大一会儿啊 就在网友的疑惑声中 王成宇和江涛对视了一眼 站在两侧 没有做出回应 只等着待会儿 林南回来 他要亲自跟网友们解释 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多久 很快 林南便又回到了直播画面当中 不过当他这次出现 直播间的粉丝们 便惊奇地发现 林南已然退去了 雷祖天尊的仙甲 换上了一身平常的打扮 直播间的各位朋友 大家好 在网友们疑惑之际 林南朝着镜头打了个招呼 唯唯道 想必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我刚才去换了身衣服 是想以自己的身份 跟大家交流一下 还记得之前那位刷礼物的粉丝吗 直播间的很多朋友 应该了解 二郎神的传说 对他而言 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 伴随着林南的声音响起 直播间的网友们 纷纷回忆起来 刷起弹幕 哦 那位老哥啊 他的经历确实让人动容 他说他的父亲是护灵员 一年到头 很少能回家一趟 在他小的时候 经常会在电话里 跟他讲二郎单山的传说 说他也在单着一座大山 想想也是 这些护灵员 需要常年住在山里 要是没有他们日夜巡查 山里一旦起火 没有第一时间发现 带到伙势蔓延 那损失是根本无法估量的 况且还得提防步伐之徒 这么一看 又何尝不是 再用一己之力 单着一座大山 伴随着直播间的弹幕刷屏 灵男脸上露出微笑道 原来 还有这么多朋友记得 没错 打那天起 我就在心里记下了 这位网友的建议 同时 主播也想给各位朋友 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 当灵男说到这 直播间的粉丝 似乎觉察到了什么 并且也很快得到了确认 所以接下来 主播就准备尝试扮演 二郎神军 杨姐 随着灵男坚定的话音落下 直播间的网友们 纷纷感慨道 哦 原来是这样 可以可以 看来主播是真听劝的 也把咱们的话都记在心里 而且对于那位老哥来说 也算是一种宽慰了吧 随着直播间翻滚的弹幕 也有网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想法不错 出发点也是好的 只是我有个请求 主播想要扮演二郎神 可是 能否也隔三差五地扮演下雷祖 我出于工作原因 下班得经常走夜路 一个人害怕 所以 晚上回家路上都会看直播 说来也怪 自从看到了主播 我走夜路 就再也没怕过 现在全指着主播扮演的雷祖 驱鬼辟邪呢 随着这一提议 也有许多网友表示 爱看主播扮演的雷祖 不过 也有弹幕在底下回应道 这话说的 难不成堂堂清云妙道真君 灌江口二郎神杨茧 就不辟邪了 嗨呀 这不是还没看到主播扮上吗 对啊 主播赶紧的吧 听到你说 扮演二郎神 我都迫不及待了 你们是不知道呀 我的本命英雄 就是杨茧 战绩可查 楼上的农药玩多了吧 再次热闹起来 因为林南听劝的名头已经打响 有不少网友 自愿化身智囊团 切身实地地替林南考虑问题 话说主播 这二郎神君鲜明显赫 更是家喻户晓 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造型版本极多 主播打算扮演哪个版本 是庙里二郎神像的造型 还是各种影视作品里 出现过的形象 随着这位网友的询问 直播间再次热闹起来 网友们纷纷发言道 要说影视作品 那肯定是宝莲灯啊 绝对是最帅的一版 也是我心目中的二郎神君本居 宝莲灯剧照 JPG 这位网友还附上了图片 只见画面中的神君 身穿一袭亮银仙甲 额尖是一道天眼神闻 手持三尖两刃刀 俊亦无双 气质超然 可是要论扮演的话 还是考证一下历史上的神像造型 比较有说服力吧 而且古庙里复原的神像 造型也相当有威严 二郎神古庙 神像复原图 JPG 网友又是一张图片奉上 只见这古庙中的二郎神像 眉间天眼 似能看破一切 一袭仙甲 虽是被岁月冲刷 褪去了原本颜色 但仍能窥见 其当初的赫赫神威 伴随着粉丝们的提议 灵南缓缓开口道 大家的提议我 都看在眼里 不过这具体的事情 我倒是还没去想 因为 在扮演神明之前 还得经过一个必不可少的流程 说到这里 灵南顿了顿 就像我扮演雷祖天尊之前 也曾特意去道观中请示 这次也是一样 能否得到准语 还要看神明的意思 随着灵南的话音落下 直播间的观众们顿时一愣 而且有不少从灵南缓开始直播 便一直跟到现在的老粉 回忆起了当时的情形 顿时差一道 主播 看你的意思是 还要去请示神明 我记得上次主播去道观 请示雷祖 就愣是连着制出了三次圣杯 可想要连制三次 谈何容易 上次主播的运气 我看都够买彩票的了 这次要想成功 加在一块儿可 就是六次啊 在概率学来讲 这都算是极低概率的事件 真的能行吗 主播既然已经扮演了雷祖 直接扮演二郎神 不就是了 都是一个体制里的 应该不会介意吧 随着网友们的提议 顿时有人持反对意见道 那怎么能行 该有的还是不能少 万一出了什么岔子 引来神兵想法呢 看到这些滚动的弹幕 灵南微笑着缓声道 没错 且不说什么神法 该有的敬畏 还是要有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 那我们就准备出发 玄兰观 烟海市 玄兰道观 这道观 位于山腰之上 周围花草树木繁盛 不时有松鼠在林中跃动 一片惺惺向荣之景象 此时 上山的石阶之上 出现三道身影 正是从学校出来 一路赶来的林南三人 朋友们 前面就是玄兰观了 主播马上要请示二郎神君 询问能够准允扮演的事宜 林南一边走着 一边对直播间的观众们说着 很快 来到了玄兰观的门外 而观那一名接待相克的道长 似乎离得老远瞧见来人 便主动迈步迎了过来 看着其样貌有些眼熟 赫然是上次带着林南 去往雷祖殿的那位 而带到三人来到近前 还未等林南说明来意 这位道长 却是先拦住了林南 目光在其身上来回打量 也不知是瞧出了什么 道长的表情有些古怪 这位居士 几日不见 气色可不错呀 说着 似是察觉到自己的异样 道长稍微正色 微笑道 这次来可是要还愿 而林南闻言 对其说明了来意 道长 可否麻烦您 带我去一趟二郎真军殿 我想再请示一件事 那好 施主且随我 那倒是似乎胸有成竹 下意识要带林南 去往雷祖殿还愿 然而 当他抬手示意 刚准备转身之际 耳畔回想林南的话 这才逐渐反应过来 施主 您方才说什么 道长询问 心中更是疑惑道 他不是来还愿的吗 可是 去二郎真军殿做什么 猜到了什么 面带微笑地重负道 道长 我想去二郎真军殿 问神 此话一出 只见道长迟疑了一下 道也没有阻拦的意图 转身前行 飘悠悠留下一句 随我来吧 这玄蓝观的规模 在燕海市 虽比不上蓬莱仙阁 却也算排得上好 其内部 殿宇楼格林令 多数神仙 基本都能找到 对应的神像供奉 而林南三人 一路跟随着王道长 穿行在这些殿宇之间 在行径之时 王承宇在林南耳边小声道 南哥 你真的要问啥 你有没有想过 万一这回头不出三次圣杯 怎么办 听闻此言 林南心中也稍有忐忑 诚然道 那也要看缘分 再没问出结果前 我也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 得到林南的回应后 王承宇仍是有些担忧 毕竟先前看到直播间的弹幕 知道粉丝们 对主播准备扮演二郎神仪式 很期待 他也知道无奈地点了点头 开始不停祈祷道道 各位神仙保佑 一定要让南哥支出三次圣杯啊 直播间的粉丝 可都等着看呢 等我们发了才 一定回来得诸位大神上香 而此时 直播还在正常开启 林南倒不像王承宇这般 太过忧心忡忡 而是一边走 一边打量着到罐内的殿羽 并且发现 这诸多殿羽内的神像 有许多是在仙般图鉴上出现的 见此轻性 林南不惊心想 若待会儿问神的结果 当真不尽人意 那不如干脆像这些神像 挨个问上一圈 毕竟图鉴上未被点亮的神仙 可是不少 多问几次 总该有同意的吧 当然 这也只是一时想法 就在林南心中琢磨之际 又瞧出来一些端倪 这些殿羽的位置 好像有点讲究 林南私下打量 发觉这些神像所处的殿羽 与其相对应的职能有关联 似乎是按照某种特定规律排列 意识到这一点 林南跟前方的王道长确认道 道长 这道罐内的殿羽 是否暗含着某种方法排列 前方正在引路的王道长 脚步顿了一下 传来肯定地回答 施主说得没错 想当初玄兰灌在修建之时 便特意进行了布局 这每一座殿羽 以及内部供奉的神像 皆是按照仙位 以及星宿排列 王道长在一番解释后 又由衷地朝林南赞誉道 仅是走上一遭 便能看出不寻常 施主果然独具慧眼 命中有缘啊 听闻此言 林南反倒是有些不好意思 自己之所以能察觉得出来 一方面是自打 扮演神明后下的些功夫 了解过各路神明的传说典故 以防在直播间一问三不知 而这次 能看出这殿羽的排列 暗和天上星宿 也是出于一种奇异的感悟 或许是因为 天书通文眼的神通 林南感觉 自打获得了这一神通后 对周遭事物的感悟 都更细致如微了一些 而随着王道长肯定 直播间的网友们 也刷着弹幕 感慨着主播还挺敬艳 当真是下过功夫 去了解 当然 除了以星宿分布之外 还有些特殊的方式 例如 雷祖殿便是在正南 而二郎真军殿 则是位于西南方位 随着王道长的解释 几人已然快要来到近前 哼 就在前方不远处 传来一阵低沸声 转了个弯后 林南几人顿时一愣 只见前方赫然是五只狗 正在侧方的殿羽之外游荡 而令人惊奇的是 这些狗的凶身妖性 身形狭窄 且四肢细长 跟平时在城市里见到的品种 截然不同 这是细犬 见几人惊讶 王道长缓缓开口解释道 这里是二郎真军殿的偏殿 里面供奉的是啸天犬 为了供奉二郎真军 本官特意在其殿羽附近 做了犬舍 豢养了几只戏犬 随着王道长的解释 众人纷纷点头 真是有心了 而林南一边走着 视线落在这些道观 豢养的戏犬身上 只见这几条戏犬 其中状态最佳的是一只 纯黑色戏犬 俨然已经成年 看上去十分活泼 而在这几条活泼细犬的后方 那偏殿的门内 正趴着一条纯白细犬 看上去体型较小 像是才几个月大 正将头依靠在门槛上 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 也没有过多留意 很快 几人便在王道长的带领下来 到了二郎真军殿 施主 王道长将一对杯 交递给林南 也无需多说什么 毕竟这不是第一次了 林南也算是轻车熟路 对该有的规矩都是门签 握着这对杯交 深吸了一口气 二郎真军在上 还望准雨 在心中默念几遍后 林南便开始绕着殿内香炉走了三圈 旋即 跪在了二郎神像前 朗生念出姓名声辰 以及来意 最终 将手中的杯交致出 前行道 请二郎真军急于指示 啪哒 随着林南的话音落下 地面上响起两道清脆的声音 一旁的王成宇 有些不敢看 只是将手机镜头对准地面 本人 却是紧闭着双眼 小声问道 怎么样怎么样 而江涛 则是一眨不眨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 在确认地面上的杯交情况后 江涛的目光一闪 松了口气道 中了 是圣杯 随着江涛的声音响起 王成宇顿时心中一喜 紧忙睁开双眼 发现这地面上的杯交 正是一阵一反 有阴有阳 代表神明准雨 哎呀 还真中了 此时 王成宇 以及直播间的网友们 皆是瞠目 主播这运气可以啊 上次就连着出了三次圣杯 这次上来又是一次 不过也别高兴得太早 这才第一次 要想得到神明准雨 还得再直出两次呢 而林南在 直出第一次圣杯后 也片刻未停 拾起地上的杯交 在手中摇晃后 便再度制了出去 啪哒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只见这两枚杯交 散落在地上 一枚落地后 便直接扣在地上 凸面朝上 而另一枚 则是如小船般 在地面上晃动 平面朝上 又是圣杯 看到这一情形 在场中人皆是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 哇 又是连着两次 这能是运气使然 光出圣杯啊 主播不会真有说法吧 难道这次 主播也能连着制出三次圣杯 此刻 直播间的弹幕开始刷屏 网友们惊诧不已 而王成宇二人 在激动之余 也将心给悬到了嗓子眼 一次 就剩一次了 南哥 稳住啊 一旁的王道长 表情也是微变 不可思议地看向林南 就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林南深吸了一口气 尽量平稳着心情 最后将杯胶给制了出去 随着两枚杯胶 在空中划出的弧线 时间都彷復缓慢了些许 啪哒 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一枚杯胶落在地面上 平面朝上 然而 另一枚杯胶 则像是在无形中 受到了什么力 本不该落出多远 结果却愣是弹了出去 并且在地上跳动了几下 最终竟戏剧性地 对到了贡猪的桌腿 眼瞅着突面朝上的杯胶 就要扣过去 平面的部分 却生生贴在了桌腿上 在原地僵立了半天 最后由于重心朝后 缓缓倒下 在地上摇晃半天 原本要扣过去的杯胶 现在 却是平面朝上 看到这一幕 在场的众人 皆是瞪大了双眼 王成宇二人 刚才连大气都没赶出 生怕会影响到灵男 却不曾想到 会是这么个结果 而灵男看着 最后杯胶呈现的模样 也是心头一惊 自己刚才没使多大力气 那枚杯胶 怎么像装了弹簧似的 愣是谈到供桌跟前了 而此时 直播间的观众们 也纷纷评论道 坏了 这回两个都是羊 以我们俯省的习俗 这是代表实际不成熟 神明还在考虑的意思 可是这杯胶钢 才是怎么废出去的 主播也没使多大劲啊 而且 我刚才 看得清清楚楚 他刚才要是不碰到桌子腿 肯定就扣过去了 一阴一阳的圣杯 不就代表着同意吗 此时 在一阵静默后 王成宇也指着那杯胶问道 道长 你刚才也瞧见了吧 本来能翻过去的 结果被桌团挡住了 碰上这种情况 该怎么办 我深情 咱要不重来一次 王道长一时沉默 也有些拿不定主意 就在这时 一头脚白的狭长身影 突然出现 正踏着小碎步 旁若无人地 从殿外溜达了进来 唉 有条狗跑进来了 王成宇瞧见脚边 走过去一条狗 刚想说些什么 可是下一秒发生的事情 却令他下巴都合不拢了 只见这条纯白细犬 踏入店门后 便静止来到供桌前 接着探出爪子 在那枚正面 朝上的碑胶边缘处 拍了拍 啪哒 随着他的拍动 愣是将地上 那枚正面朝上的碑胶 给翻了过去 此时这碑胶 竟又变成了 一阴一阳的圣碑 旋即 这条纯白细犬 抬着脑袋 尾巴不停摇晃 一双灵气十足的眼睛 正盯着灵难 众人看了看 这条白色细犬 又看了看 供桌前方的二郎神像 发现其与二郎神 牵着的啸天犬 形象简直一般无二 一时间 店内鸦雀无声 遐想万千 看着真君店内 发生一幕幕 在场的众人都傻了眼 毕竟从这闯入 店内的戏拳举动看 他分明是 静止跑到供桌前 翻动了这枚背胶 他知道这些人在做什么 又应和平白无故地 跑过来 翻动背胶 从而改变被干扰的结果 这简直匪夷所思 而且 通过现场的画面 也不知是否出于心理作用 直播间中 更是有网友发现 这条戏犬的模样 与二郎真君牵着的啸天犬 几乎是一般无二 于是 直播间的弹幕 开始疯狂滚动 我去 这条狗神了呀 竟然过来改回了背胶的结果 难不成是真君显灵 知道刚才背胶的结果出了岔子 特意让啸天犬下 反来补偏旧病 还有 刚才主播分明没使劲 可是背胶却跳出去老远 就像是无形中有一道力量 在控制着背胶的翻动 刚才要不是误打误撞的磕到猪腿 最后 那没背胶 分明也要形成圣杯 举头三尺有神明啊 古人成不起我 主播接连两次获得神明的认可 不会真是命里带点什么吧 此时 林南也看着 这头闯入店内的戏犬 仔细打量了一番 只见这头纯白戏犬 一双眼珠子 正盯着自己 尾巴不停晃耀 好似在与自己亲近 一副极具灵性的模样 道长 这是 林南看着白犬疑惑道 而王道长的脸上 同样写着惊艺 上前两部 躬身朝白犬换道 小白 你怎么 见众人疑惑 王道长接着开口解释道 哦 诸位有所不知 这条戏犬 也是本官患养 不过相比其他几只 他却是自小体弱 整日无精打采 而且从来不与人亲近 即便是对平道 也爱搭不理 可是 他今日这般活泼 还自己跑过来 拨动杯娇 属实叫人疑惑 见王道长还在打量着白犬 一副困惑不解的模样 一旁的王成宇 却在关注着结果 紧忙询问道 道长 咱能不能先确定一下子 现在 这结果怎么算 其实要不是磕到了桌腿 那杯娇肯定也能翻过去 现在 这条狗过来一巴了 结果 也是圣杯了呀 随着王成宇的声音落下 王道长沉思片刻 方才发生的一切 确实匪夷所思 难道 真是二郎真君显灵了 王道长视线 瞥向供桌后方的二郎神像 目光中闪烁着前程 旋即 他扭过头来 朝灵南等人开口道 这位居士 以平道之见 方才背娇科 道桌腿 只是个意外 而平道也更愿意相信 这条戏犬的反常举动 是代表了二郎真君的神意 过来弥补差错 由此看来 神兵是已经同意了 随着王道长的这番话 灵南心中暗暗松了口气 反观一旁的王成宇 紧忙将灵南扶起 不住道 南哥 你听到了吗 神兵同意了 我 嗯 太牛了 王成宇激动之下 险些标出一句脏话 好在及时杀住了车 与此同时 在得到王道长的结论后 直播间的观众 亦是惊讶 好家伙 神劝相助 这可比主播 自己投出三枚圣杯都悬乎 这妥妥的二郎神君受益啊 主播还不抓紧去办 别辜负了这难得的神迹 我都已经迫不及待 想看看 主播扮演二郎神君 会是什么样子了 随着网友的评论 直播画面中滚动着礼物的动画 跳动的星 送出星星点灯 星号仪 青山不改 送出跑车星号仪 而林南这时也站起身 脸上挂着和煦的微笑 对着直播镜头道 朋友们 既然有了结果 那我便回去 准备扮演二郎神君的事宜 同时 也欢迎大家继续提出建议 咱们直播间主打一个听劝 林南朝着供桌后的二郎神君 拱手败了一败 上了两炷香 便动身离开道观 就在几人走后 王道长凝望着林南离去的背影 不知在想些什么 此时 那条白犬 却突然低声乌咽了两声 道长扭头一看 发现原本精神奕奕的白犬 此刻又丧头大脑 哭铃铃地回到偏店 以着门槛 失去了刚才的神采 这 真是怪灾 王道长望了一眼林南离去的方向 不禁难难道 嘿呀 南哥 你今天可真是神了 此事直播已然结束 三人 在回城的车上闲聊着 林南一时没有搭话 而是寻找着二郎真君的装扮样式 并联系起了蓝香裁缝铺 那头的老板娘 接收到了定制的图片 表示会加紧制作 预计后天就能出个成板 得到了消息 林南暂时松了口气 不过这光有装扮 还不算完 想要扮演的像 妆容一时不容忽视 于是 林南脑海中浮现出一道身影 便对王承宇二人提议道 胖子 老家 咱们晚上一块去吃的饭吧 吃饭 随着林南的话音落下 王承宇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南哥 看你这意思 是要请咱们吃大餐啊 林南不治可否地继续道 顺便叫上夜请学姐 这段时间 直播间的收益不错 也该庆祝庆祝 我王承宇 录出一副懂得的表情 打去道 感情是要请学姐啊 那要不干脆 让我俩回避得了 南哥 你安心在外头约会 我们哥俩留在宿舍吃泡面就行 说着 王承宇 还录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打住 这时 江涛双手比了个大面 开口道 吃泡面可别带着我 老林 我跟你去 你俩专心约会 我专心签范 主打一个脸皮后 尽管听出了对方的玩笑之意 可看到江涛在说这些的时候 仍是一本正经的表情 林南都有些恍惚 怎舌道 套 你以后少跟胖子玩吧 都学坏了 很快 时间来到了晚上 林南提前定了位置 倒也没挑什么高档餐厅 就是一顿河底捞 点好了东西 叶琴也很快 从学校赶了过来 挖几位出来吃饭 还不忘喊上我 很叫人感动吗 感动吧 南哥让喊的 当然 我们也盼着你来 毕竟咱们是一个团队吗 王成宇见兮兮的喊道 还不忘偷偷朝林南使着眼色 表情像是在腰公司的说 嘿嘿 瞧好吧南哥 今晚哥们纯助攻 而夜情闻言 朝着林南看了一眼 接着触电般收回目光 嘴角却露出笑意 轻咳了两声 跟王成宇问道 对了 电话里听你们说要庆祝 是有什么喜事吗 嘿 当然有啊 提起这个我就来劲 学姐 你是不知道 此刻的王成宇 就像是关不住的画匣子 将今天在道观里发生的事情 给夜情添油加醋地讲了一遍 尤其是那条戏犬 翻动碑胶的情形 简直要被其说成是笑天犬下凡 没过一会儿 夜情都听得入神 不禁惊讶道 天哪 这么神 何止啊 还有 眼见王成宇还要吹嘘 林南忍不住出声打断 对夜情道 学姐 今天主要是庆祝 也是提前交流下消息 想看看这二郎神君的妆容 应该怎么去做 嗯 夜情点了点头 死所到 其实比起之前的妆容 二郎神倒是相对简单一些 毕竟大家耳熟能详嘛 影视跟动漫也出过不少cos 接着 夜情朝林南露出一个好看的微笑 拍着胸脯保证道 等回头我去查查资料 包在我身上 那我就放心了 寻急 几人端起酒杯 凉爽的啤酒下肚 四人谈天说地 好不热闹 第二天一早 又到了大一新生跑操的时候 林南三人 已然忘了 昨晚匆匆赶回宿舍的狼狈 正舞着有些宿醉的头 往班级集合的地点赶去 一路上瞧见 已经有不少的新生班级 都站好了队 此时 林南也注意到 周围有不少目光 在看向自己 面对着头来的视线 林南微微一正 朝着江涛询问 我脸上有东西吗 江涛文言 仔仔细细地打亮了一眼 旋即摇了摇头 那我怎么感觉 有好多人在看我 随着林南的话音落下 一旁的王成宇 见兮兮地开口道 嗨 南哥不怪你 我也时常有这种困扰 没办法 可能有些人生来 就是人群中的焦点 说着 王成宇还当真 露出一副苦恼的表情 别听他的 江涛翻了个白眼道 应该是你前几天 协助警方 解决了那一伙 盗猎贼的缘故 看这架势 多半是新生里 大部分人都已经知道了 听到江涛的解释 林南倒觉得有些靠谱 这才释然地点了点头 看来不知不觉间 自己已经成学校名人了 很快 三人便来到了班级的集合地点 班级中其他的同学 基本已经到齐 站好了队形 随着林南一行人的出现 顿时几双眼睛 朝林南看了过来 且纷纷露出惊喜的神色 还招呼着身旁的同学 很快 几乎是整个班级的人 都向林南投来目光 队列中响起了一片喧哗之声 哇 快看快看 林南来了 同学们纷纷投来崇拜的目光 表情各异 对这个早有耳闻的学校风云人物 充满满是好奇 还真是 听说他一个人协助警方 捉到了一伙持枪的盗猎贼 不仅一点伤都没受 还就下了两名护灵员呢 我去 这也太牛了吧 而且 这消息都传到校领导那边了 现在咱们三班 妥妥是新生里最受关注的班级 这不单是学校 警方也肯定得给嘉奖吧 会不会再弄个热心市民 发些奖金啥的 嗨 林南现在能看上奖金吗 人家现在都是网上的红人了 听说他开直播 还有人刷礼物 一个晚上就能 随着队列当中的议论之声 一时间惊叹声连连 更是有不少同班的女生 纷纷朝林南投来倾慕的目光 而此时 林南还在往前走 正在被这么多 双眼睛盯着 林南也不禁倾壳两声 反倒是一旁的王成宇 昂首阔步 露出一副得意的模样 就好像同学们的包赞之声 跟他也有关系似的 林南表面上 做出云淡风轻的样子 正准备走入队列当中 不曾想就在这时 不远处 一道熟悉的身影走来 当同学们瞧见那身影 也逐渐安静下来 来人赫然是三班的导员 罗老师 他的步伐轻快 很快来到了三班战队的位置 随着罗老师的靠近 不难看出 其脸上红光满面 似乎有什么天大的喜事 而就在他看到林南 与其四目相对之时 罗老师的嘴角 带着微笑 朝林南招了招手 林南同学 你出来一下 听到导员的呼唤声 以及观察对方表情 林南心中已然猜出了什么 也没有犹豫 便在众人注视之下 从队列中迈了出去 此时 跑操的时间也到了 见前面的队伍 已经跑动起来 罗老师向其他同学嘱咐道 其他人继续跑操 班长维持好纪律 伴随着罗老师的话音落下 王承宇顿时流露出羡慕之色 这罗老师摆明了 是要单独找林南谈话 不用让他跑操了呀 于是 王承宇望着林南的背影 小声地喊道 四四男哥 给我也带出去啊男 可没等林南做何反应 队列已然跑动起来 站在他旁边的姜涛 直接搂住了王承宇的肩膀 开口道 行了 别挣扎了 老罗估计有正事 要找林南 赶紧跑吧 旋即便带动着王承宇 一起往前跑去 而随着同学们的离去 林南走到了罗老师面前 罗老师 您找我 林南哪 罗老师的语气中充满欢欣 眼神流露出无尽的欣赏 听说你昨天协助警方 破获了一起道立案 不错不错 老师果然没有看错你 而未等林南开口 罗老师继续说道 鉴于你见义勇为的出色表现 校领导已经决定 要给予你奖励 并且准备给你加学分 加学分 听闻此言 林南微微一愣 毕竟学分二字 对于一名大学生的诱惑力不可谓不大 只是令林南没有想到的是 校领导会 因为这件事 给出如此奖励 罗老师脸上笑容未退 微微正色 与众心长道 不过奖励归奖励 林南 我知道 你们这个年龄段 大都年轻气盛 但无论如何 老师希望你时刻记得 千万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林南觉得 自己似乎被对方当成了 勇于不法分子说不得热血青年 可是 这经历的几次事件 也实属是巧合的成分居多 并非是出于自己的本意 于是林南坦言道 放心吧老师 我没想逞什么英雄 抓那火刀猎贼 也只是不小心路过 顺手的事 然而 随着林南的话音落下 罗老师却愣了愣 只是不小心路过 抓到猎贼是什么顺手的事 好家伙 这句话 要是让那火刀猎贼听了 估计 连一头撞死的心都有了 罗老师也笑了笑 开口道 老师 喜欢你的幽默 呵呵呵呵 随着林南与导员的对话 两侧不时有跑过的新生队列 路过的不少学生 也纷纷看向林南 窃窃私语道 快看 那是公管三班的林南 林南 谁啊 你还不认识 就是军训会演那天 林景奇那个 而且 听说他昨天还 啊 我操 这要牛掰啊 一阵阵的议论声 从两旁跑操的队列中 陆续响起 在得知来龙去脉后 这些视线在看向林南时 都明显多了几分崇拜 罗老师对林南转述完了校领导的决策 新生们也绕着学校跑了两圈回来 剑队列马上回到初始位置 罗老师笑着点头道 行了 林南 你先回去吧 要是有什么好消息 我在第一时间通知你 林南阴了一声 转头看向队列当中的王成宇二人 跑操结束各班宣布了解散 当队列散开 王成宇上气不接下气的走了过来 呼 可累死我了 这昨晚的酒还没醒呢 刚才差点跑吐了 接着他看向林南 由衷地说道 南哥 你下次要是再碰上这种事 能不能也喊上我 比起绕着学校跑圈 我感觉还是跟歹徒斗智斗勇 更适合我 得了吧 就凭你 听到王成宇的这番话 蒋涛立马开口道 别说碰上这种事的几率有多小 就算真遇到了 估计咱俩也都是得歹徒当人质的料 别到时候忙帮不上 还得让老林分心救你 王成宇倒也毫不生气 反倒是觉得有些在理 于是点了点头道 那倒也是 对了 南哥 刚才老罗找你 都说啥了 就是传达了一下表彰之类的 林南回了一句 心里还想着 扮演二郎真君的细节 然后又随口问道 上午的第一节课是什么 而随着林南的询问声落下 一旁的王成宇 和江涛二人 却一下子肩默无言 看到两人的这般反应 林南已然猜到了答案 那还真是 巧了 很快 到了第一节课的时间 林南等人提早来到了教室 正如他们所料 这堂课 正是微观经济学 南哥 这就是崔教授 此时 门外正走进来一名 带着眼睛的中年男子 听到身旁王成宇的提醒 林南道 也是头一回见着老师 这堂课可得小心点啊 保不准怎么针对咱呢 也无需王成宇多说 林南能明显觉察到 这位崔教授 尽管在进入教室后 一副波澜不惊的模样 可是 视线却是在隐隐地朝着暗处表 似乎是在确认来人 而当林南的视线与其相对 短暂地接触后 那崔教授的表情微变 冷哼了一声 嘿 林南 此时 由于上课铃声还没有响起 坐在位置上的学生们 还在窃窃私语 前排的一名女生 此刻正朝着林南打着招呼 林南朝着对方看了一眼 对其印象不深 于是好奇问道 怎么了 只见对方用身子挡着 悄悄指了指手机道 你会玩什么游戏吗 能不能带 带我 看到这一幕 林南愣了愣 并未第一时间给出反应 而一旁的王成宇 却是偷笑 显然是瞧出了什么 正准备小声起哄 不过 瞧见林南 一副要拒绝 却没好开口的模样 王成宇也一身脑袋 那张圆鼓鼓的大脸 凑上前来道 嘿嘿 女施主 俺会的可多 不如 让俺待待你吧 而随着王成宇的打岔 那名女生嘴角大笑 接着身体僵硬地转了过去 再也没回头看上一眼 见此轻兴 王成宇无所谓地撇了撇嘴 而江涛也不知是故意 还是不小心 往伤口上撒盐般地说道 胖子 你都主动开口了 他怎么不让你待 专门找老林啊 嗨 还能是因为什么 肯定是看上南歌了 被王成宇 俨然一副雾透的表情 低声说道 毕竟南歌 现在称得上是风云人物 长得英气 而且人幼妇 现在直播一场 差不多能赚到 平常大学生几个月的生活费 这么多条件 在这摆着 能不叫人上赶着来吗 爱羡慕二字 小弟已经说腻了 林南却是摇头是笑 没大理两人 眼看着就要上课了 便下意识地打算 提前预习一下教材 然而 当林南看到 这微观经济学的封面 方才想起来 这本书自己已经读过了 并且 还用天书通文的神通 给一字不落地记了下来 这回可倒好 教材压根都不用看了 忘了这茬 林南不经心道 早知道刚才就答应了 不然一上午的大课 也太无聊了 不过 林南也没闲着 索性掏出手机 查找起二郎真君的记载资料 而很快 随着上课的铃声响起 讲台上一双眼睛 却是在暗中注视着林南 哎 涛子 要不要打个赌 赌啥 江涛疑惑道 咱就赌这节课 崔教授会不会针对南哥 我赌会 王成宇似乎怕江涛先开口 抢先下主 那没法玩了 江涛坚定地点了点头道 我也觉得会 就在两人小声议论之际 崔教授的声音 从前方讲台响起 很快 王成宇二人便觉得 他们还是过于保守 只听崔教授开口的第一句话便是 在上课之前 我要提醒一下各位 你们都是学生 要把重心放在学业上面 我听说有些同学 心思就很活泛 不仅在搞什么直播 还硬要去掺和警方破案 精力是一点没花在正道上 随着崔教授的这番话 王成宇跟江涛不禁对视了一眼 他们先前怎么都没想到 这崔教授竟然这么不留情面 就差指名道姓了 此时 教室当中的其他学生 也齐刷刷地看向林南 毕竟崔教授的指向明确 不用想都知道 他在针对谁 好家伙 崔教授上来就这么大火气啊 看样子 林南上次没来 是真的把他给惹得不轻 不过 也不能全怪林南吧 谁知道出去一趟 会碰上那种事 还怪危险的 而且 要不是崔教授 非得打电话训人 人家警方也不会接到电话 现在只能受个窝囊气 而此时 林南却充耳不闻 正翻找着二郎真君的资料 一翻检索后 完成了第一条收录的建议 收录建议 了解二郎真君典故记载 奖励百分之一半演完程度 但随着耳畔响起的声音 林南也回过神来 注意到四周投来的视线 嗯 剑班级里的同学 都在看着自己 林南愣了一下 怎么了 身旁的王成宇二人 投来爱莫能助的眼神 而讲台上的崔教授 则是冷哼一声 继续道 微观经济学 是你们大学主修的课程 其重要性不用我多说吧 其他科挂了 还能随便补 主修的科目不过 那肯定是拿不到毕业证 有些学生还成天吊锒铛 甚至第一节课就逃课 说到这儿 崔教授停了下来 视线也不掩饰地盯着林南 听到这里 林南也明白了当下的情形 看来这崔教授 是准备要摆在明面上说了 林南 果不其然 下一秒 崔教授便换出了自己的名字 接着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开口道 我刚才说了这么多 你应该知道 说的是谁吧 无故逃课 不打算跟我解释一下吗 听闻此言 林南却像是压根没有察觉到 对方的针锋相对 脸上仍是一副和煦的微笑 站起身来道 崔教授 实在不好意思 上次遇到了点突发状况 没来得及请假 林南的反应 也算是教科书级别 知道崔教授刻意针对 却没有表现出任何不耐烦 让其挑不出毛病 崔教授即便满心怒火 此刻也无从发泄 因为他越是发怒 反而衬托出林南的胸襟 同学们看到林南的反应 也下意识地在心中站队 选择站在林南这一头 崔教授见他这份模样 却仍是不依不饶 这就是你的理由 你身为学生 即便上午没课 难道就不知道预习一下 竟然还大老远地跑到保护区那里 抓什么盗猎贼 果不其然 由于林南表现的态度谦卑 二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以至于学生们听到崔教授的话 都觉得有些刺耳 甚至班级里 有些急脾气的男生 想着若是这件事 发生在自己身上 听到刚才崔教授的冷嘲热讽 现在多半已经拍桌子走人了 然而 令众人敬佩的是 林南依旧是不疾不躁 徐徐开口道 崔教授 实不相瞒 我确实有预习过 林南拿起桌面上的教材 坦言道 这上面的内容 我都看过了 一来并没有荒废学业 二来沉恶扬善 见义勇为 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应尽的职责 随着林南的话音落下 崔教授脸色轻一阵紫一阵 意识到林南站里 此刻自己倒向是无理取闹 念及词 崔教授也逐渐冷静了一些 知道自己为人师表 不能被林南这么架在火上口 必须找到这学生的破绽 让自己起码师出有名 他抬手指着林南 对班级里的其他同学说道 同学们 你们看看 目无法计 无视学校规章制度就算了 嘴还这么硬 我教了这么多件 就没见过这么差的学生 说着 崔教授从讲台上走了下来 来到王成宇三人进前时 嗅了嗅鼻子 闻到了一丝若隐若现的酒味 他当即皱眉道 怎么还一股酒味 你们昨晚干嘛了 嗨嗨 一旁坐着的王成宇二人 相当不自然地咳嗽了两声 将视线转向别处 崔教授又看了一眼林南桌面上 还亮着屏的手机 瞥见了上面的内容 赫然是几张二郎真君的神像照片 以及古代庙语的考古资料 哼 还在看这些跟学业无关的东西 你刚才说 这本书你看过了是吧 也预袭过了 是 林南依旧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一旁的王成宇 用手捂着脸 想到了林南所说的预袭 表情跟吃了苦瓜一样难看 还不停伸手 在私底下 扯着林南的衣角 努力提醒林南 腰瘦了 南哥说的预袭 不会是那天晚上 翻了几分钟书吧 我靠 就那几秒钟 能记住个傻啊 这可不敢瞎说 让崔教授带到把柄 王成宇心里想着 手上动作不停 都快要把林南的衣服 给拽开线了 可是为时已晚 在得到林南确认的答复后 崔教授拾起桌面上的书 简单翻了两下 便看出了端倪 嘴角止不住一阵冷笑 高举着林南的教材 给全班同学士一道 同学们 瞧瞧 这本书就跟新的一样 上面一点标注都没有 压根都没翻动过 就这样 还说预袭过了 随着崔教授的话音落下 同学们也以为 林南是随口说的 用来应付崔教授 可即便如此 还是有许多同学觉得 崔教授未免太过咄咄逼人 毕竟林南已经表现得 相当谦虚 态度一直很好 而且还是新生 也不能太强人所难 不是 反倒是崔教授一直在挑刺 让同学们心中 未免有些反感 紧接着 崔教授又将教材拍到桌上 说出一句十分经典的话 林南 你骗我没有用 骗来骗去 到最后 倒霉的只是你自己 你以为是给我学呢 听到崔教授的这番话 林南也不禁叹了一口气 目光直视着崔教授 嘴角带着一缕 若隐若无的笑意 我真的遇袭了 没骗你 要实在不信 你可以随便考啊 随着林南的话音落下 在场的学生们 纷纷一愣 王承宇更是瞪着眼睛 感叹着南哥 这回是真硬气 竟然还在跟崔教授硬刚 可是 王承宇心里 也不禁替林南担忧起来 待会儿崔教授要是真考 那可怎么办 还怎么下得来台 此时 班级里的其他同学 亦是抱着跟王承宇相同的看法 斑花王月 也暗暗在心里 替林南捏了一把汗 好好 崔教授眯了眯眼睛 可是 叫他带到了机会 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 那我就考考你 崔教授一边说着 一边背起了手 仰头看向林南道 我也不考你太难的 就问问你 昨天课上学过的 就是教材前几页的内容 说说看经济学基础导论 崔教授说完 脸上已经露出 似笑非笑的表情 都答不上来 已经在心中想好措辞 待会儿该怎么好好说教一番 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而此时 班级里的其他学生 也都替林南捏一把汗 甚至有不少还摇了摇头 尽管这内容是 他们前天刚学过的 但经济学的内容 基本都要靠死记硬背 哪怕学过也很难理解 更何谈记住了 完了完了 这下南哥可求大了 要不晚上再喝一顿 安慰安慰吧 王承宇叹着气 小声跟江涛嘀咕道 说啊 你不是说遇袭过吗 这么简单的问题答不上来 崔教授步步紧逼道 然而 他们所不知道的是 林南之前测试天书通文 早已将这整本教材 给烂熟于心 如今只要稍一回想 脑海中便浮现出 这本教材的全貌 上面的每个字符 甚至是标点符号 都无比清晰 而林南自然毫无压力 只要随心地念诵即可 旋即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缓缓开口道 微观经济学导论 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学习经济学的理由与好处 什么是经济学 经济学研究对象及内容 这声音不疾不虚 从容不迫 同学们诧异地看着林南 一时间有些猛逼 不是 你真会啊 但很快同学们回过神来 紧忙翻开教材 对照着林南的讲述查看 却发现 林南的讲述 与书上的内容 根本是分毫不差 而且 没有半点停顿 接连不断地讲了 足足两分钟 除此之外 亦是要探讨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由来和演变 以及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与途径 片刻之后 林南愣是将第一章导论的内容 给一字不差地讲述了一遍 至此 别说是教室里的同学们了 就连崔教授的表情 也有了变化 眉头不自觉皱起 崔教授 在林南的呼唤声中 崔教授回过神来 心中惊讶不已 不得不重新打量 审视面前的这个学生 这小子 还是有备而来啊 竟然把前面的内容 都给背下来了 不过他手里的那本书 看上去跟新的一模一样 明显没翻动过几次 怎么能记得这么老 崔教授皱眉思索着 却在不知不觉中 在态度上也稍有缓和 毕竟 他之所以针对林南 仅仅是因为 对方第一节课就逃课 而且还当着全班学生的面 把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若是不加以诚挚 将来的教育工作会 很难开展 但没想到 这小子 还真有两把刷子 完全出乎了崔教授的预料 你刚才说 书上的内容 可以随便考你是吧 是 林南依旧是从容回应 那好 我就再考考你 崔教授逐渐正色起来 认真的看着林南 如果你能回答出 我题的问题 以后我的课 你想来就来 课堂的平时 分我也照样给你 可你要是回答不上来 那么抱歉 我的课向来有个原则 但凡逃课 被我抓到一次 平时分作废 随着崔教授的话音落下 班级里的同学们 面面相去 显然没想到 崔教授还有这一面 可从没听说过他 给哪一届的学生 这样优待过 我去 被抓一次 平时分就作废 没了课堂表现 这门课就算挂了一半 之前以为学长 是在吓唬人 感情崔教授真这么狠啊 不过也有好处啊 一旦过了这关 崔教授以后就不管了 随着同学们的交投接耳 王成宇也意识到问题严重 便准备提醒林南 干脆跟崔教授服个软算了 然而 还没等他出声 崔教授已然双眼 直视着林南 提问道 我问你 供给的价格弹性影响因素 包括哪些 而随着崔教授的这句询问 班级内的学生们 集体愣了愣 供给弹性 一旁的王成宇 也是一脸茫然 小声嘟囔道 这是哪里的知识点 我怎么都没听过 不仅是他 其余不少同学 也开始翻阅教材 他们顺着目录 一路往下检索 而足足几秒钟后 才看到这相关的字眼 只见 这相关的内容 赫然出现在教材的中部位置 也就是说 崔教授现在对林南提出的问题 对他们来说 压根是超纲的 而且已经到了御席 都不可能翻到那么往后的程度 见习清醒 众人也彭佛看出了崔教授的意图 不禁怎舌道 好家伙 崔教授这是要把林南往死里考啊 他现在提的问题 在教材中间的部分 别说回答了 光是照着书 找 都得找上一会儿呢 班级里有学生 想要替林南抱不平 王月也捏了捏一脚 紧咬这嘴唇 打算站起身来 可没等他开口 却听一道沉稳的声音响起 众人寻声看去 只见林南不虚不慢地回答道 因素包括供给时间 成本 生产规模与周期 准备打抱不平的同学们 顿时憋了回去 一脸狐疑地看着林南 不确定 他是不是在胡扯 竟然还能答出崔教授的问题 这题明显超高啊 他怎么可能知道 该不会 是胡乱编的吧 同学们一时难以置信 于是一边听着林南的话 一边紧忙开始查看起教材 很快 他们便惊奇地发现 林南的讲述 又是一字不差 而此时崔教授的表情 却变得怪异 他本想看林南哑口 也好借机整治 给这些新生树立威严 然而 当听到林南轻易地回答出了问题 崔教授的看法变了 因为 倘若林南能背出前篇导论 或许是有所准备 可是这个问题 是他随便从教材中段挑选出来的 林南竟然也能回答得上来 着实意想不到 崔教授的目光一宁 换了一种方式询问道 亚当 斯密在 国父论中 提出过一个价值悖论 可以佐证教材中的哪项理论 听到这一问题 林南脑海中清晰记得 教材上讲 如何用编辑效用理论 来解释这一价值悖论 而崔教授 将其调换了一下位置 其用意 似乎是在测试自己 除了能记下这些之外 是否理解这些理论的含义 于是 就在崔教授的灼灼的目光下 林南缓缓开口道 亚当斯密提出的价值悖论是 没有什么东西 笔水更有用 但他几乎不能交换任何东西 相反 一块钻石 只有很小的使用价值 但是通过交换 却可以得到大量其他商品 而这一价值悖论 可以佐证的理论是 编辑效用理论 教室内再次一片寂静 在场的同学们 自然是一脸猛逼 不清楚林南说的是对是错 不过 听林南刚才的语气 好像还真知道些什么事的 说得头头是道 我擦 不明觉厉啊 虽然听不太懂 但他刚才说的 好像真有点意思 崔教授 刚才的问题 林南答上了吗 同学们都将目光 纷纷转向崔教授 但当看到 他脸上惊恶的表情后 同学们便以心中了然 又对了 顿时 同学们也一个个地张大了嘴巴 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崔教授已经没时间 去回答同学们的问题 他没想到 林南竟然真的能回答上来 而且还条理清晰 价值悖论 与其佐证的经济理论 丝毫不差 之前或许还能说他记性好 提前背过也说不定 但当自己刻意换了一种方式后 林南依旧能对答如流 这说明什么 说明林南不光是能记住教材上的内容 更是能做到完全的理解 甚至将理论给融会贯通 这一发现 给崔教授带来的震撼 已经远远胜过了什么逃课 死 你 而崔教授在一阵诧异后 也重新审视起了林南 原以为这是个逃课 且不服管教的刺头 可是却万万没有想到 现实情况恰恰相反 现在看来 林南反倒是对这门课 了如指掌的优秀学生啊 你是把这本书上的理论都给背下来了 而且还了属于心 崔教授也不提问了 直接跟林南确认吧 目光灼灼 满含激动地盯着林南 自己的学生 理出了个天才 这对他来说 也是脸上天光 只是记性比较好 也没有完全理解 听到林南如此谦虚地回答 崔教授的目光 也早已转变成了欣赏 像是完全换了一副面孔 跟刚开始 简直判若两人 好啊 崔教授笑着拍了拍林南的肩膀 转头对学生们道 同学们都瞧见了吧 我只是对事不对人 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只要能做到像林南这个程度 就算是被校长抓住逃课 我也敢说 你是在替我出去办事 好了 林南同学 你先坐下吧 崔教授对林南说吧 便转头回到讲台 脸上带着喜不自胜的笑意 准备继续上课 而随着他背影走远 一旁的王成宇 早就按捺不住道 我去 南哥 什么情况 你不是跟我们说随便看看吗 怎么还全给背下来了 江涛也有些惊讶道 老林 你是不是一早就知道 崔教授会针对你 所以提前把教材 给背下来了 可是 真要背下这么一本教材 时间上也来不及啊 就昨天翻了一下 全记住了 林南笑着摇了摇头 找理由解释道 其实 我就是背了前面 后面 也看了几个知识点 刚好还都是他提问的 只是运气好罢了 听到林南的这番话 王成宇两眼一瞪道 所以说 这是学啥考啥 运气果然是实力的一部分呢 这也太牛了吧 这一节课 显然很多同学已无心上课 有的在沉思 有的在拿手机发消息 还有的 则是窃窃私语 无一例外 都在讨论林南今天 在课堂上的试迹 要知道 崔教授为人之课版 可是 在学校内出名的 谁能想到 有朝一日 他的课堂上 非但脾气被制住了不说 甚至还不生气 就连崔教授这次讲课 不有点心不在焉 时常走神 但每次走神余光 都会忍不住瞥向林南 直到林静快下课的时候 手机响起了一条通知 将大家的思绪给拉了回来 通知各位 今天中午开始宿舍文化节评选 届时 校领导将进宿舍参观 烟海大学 校长办公室 刚刚下课的崔教授 便被校长给叫到了办公室 老崔 你先坐 校长郑志安抬手示意 逐渐表明意图到 这届精管三班的林南 你应该有印象吧 我听说 你好像对他有点偏见 郑志安与众心肠道 你知不知道 现在这招生竞争有多激烈 咱们学校能不能脱颖而出 就指着他来树立典型了 顿了一下 郑志安倾壳两声 满含赞叹地夸奖道 先别管 他学习好不好 你知不知道他 最近做了多少大事 连警方都对他另眼相待 网上更是有一定的知名度 这样的人才 希望你不要单纯 以学习成绩来看待啊 最后 他对崔教授做出批评 说落道 老崔 你这是有识偏颇的 人无完人 谁说学习不好 就不是好学生了 对吧 所以呢 我希望你以后对林南 不要太苛刻 这个学生 我是见过的 很好的孩子 但是你的做法 就容易引起学生们的不满了 说完 郑志安看着崔教授 目光严肃 显然是存在敲打的意思 希望他心里有点数 然而 崔教授直到郑志安说完 却是丝毫不生气 甚至还笑呵呵地摇了摇头 校长 那是之前的事了 崔教授摆了摆手 又到 正好我也有个要求 等他大肆 我想当林南的毕业 论文导师 听到这句话 郑志安一愣 怀疑是崔教授 想要好好调教林南 其实也就是放在手底下教训一番 郑志安叹了口气道 老崔 你这又是何必呢 我 见校长误会他的意图 崔教授紧忙解释道 不不 校长 你别想歪了 我是今天才发现林南 确实是个苗子 崔教授满脸红光 而且 谁说人家学习不好了 人家属于是得知体 美劳全能的好学生啊 倒是校长你对林南的了解太片面了 郑志安一脸猛逼 老崔 你这是什么意思 听到崔教授的所言 郑志安抬了一下眉头 毕竟眼下的情况 跟他接到的消息 简直是天差地别 这崔教授 不是要拿林南开刀 对他逃课的事情耿耿于怀吗 怎么这会儿 又称赞林南是个好苗子 究竟是什么情况 此时 崔教授似乎瞧出了校长的犹豫 还在不断争取道 是校长 之前我是对林南同学 有点偏见 可那不是为了教育工作能顺利开展吗 现在情况不同了 这孩子绝对是一块料子 要是让我给他当导师 我保证能带着他 做出一篇极具学术性的论文出来 到时候随随便便 获得个省级奖项 也未尝不可呀 郑志安一副愣住的表情 没有开口说话 而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校长看了一眼备忘录的提示 缓缓从座椅上站了起来 整了整衣领道 老崔啊 你能这么想最好 但他们才大一呀 也不着急毕业论文的事 接着 郑志安示意了一眼时间 随口问了一下 这不是宿舍文化节吗 我先去宿舍转上一圈 看看同学们 把寝室整理得怎么样 哎 崔教授 你要不跟我一块去 本来就是随口一问 校长也没真的要等 已经动身欲走 行 却不曾想 崔教授也不知想到了什么 竟然就这么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啊 哦 那走吧 见崔教授答应 校长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心里觉得奇怪 因为这崔教授的教育方式太过严厉 不像其他大学老师跟学生们打成一片 而且在教职工群体当中 崔教授也并不算合群 但唯一的好处是 他教学还是很认真的 但也不知道为什么 郑志安总感觉对方今天有些反常 很快 校长郑志安带着崔教授 一路来到男生寝室 而罗老师等人 正在宿舍楼下等着 哎 校长来了 见校长从不远处走来 顿时有导师开口道 同时 随着两道身影越来越近 众人也瞧见了跟在一旁的崔教授 死 他怎么也来了 不禁有人微微皱眉 小声嘀咕道 崔教授的人员可见一斑 不过也都没明面上表现出来 迎着校长开始往宿舍走 哎呀 校长百忙之中 还来逛宿舍 真是有心了 随着一位导师的奉承 郑志安脸上微笑道 多了解了解 现在年轻人的想法 这是应该的 这样才能英才师教 而且 别看只是个小小的宿舍文化节 却也能体现学生们的创造力 校长说的是 就这样 校领导跟几名导师 开始逛起新生宿舍 很快便走完了一层楼 而这些新生宿舍 大多数都是简单地换了下墙纸 没什么出彩的地方 于是在即将上到三楼的时候 一位校领导开口道 这些学生 好像没什么心意啊 刚才看了一圈 也就一个把宿舍弄成青青草原的 还有点意思 听到这儿 郑志安似乎想起了什么 开口道 我记得上一届宿舍文化节 获得了第一名的宿舍 他们是在墙上贴满了书法 学生听到校长还记忆犹新 一名导师举手认领道 嗯 那几个孩子真有创业 一开宿舍门 就是扑面的文艺气息 郑志安将墨水味说得很是隐喻 而其他老师们也纷纷点头称诗 就在这时 一直没有吭声的崔教授 也不合时宜道 对 听说没过几天 就下了长雨 空气一潮 整个宿舍都往外淌黑水 我那会儿还问他们 怎么衣服上黑一块白一块 跟掉进染缸似的 随着崔教授自以为幽默的声音落下 其他导师们的笑容将在脸上 沉默了一会儿 纷纷小声道 他以前不是不走宿舍吗 这次怎么也跟着凑齐热闹了 哎 谁知道呢 一名导师说着 抬眼看了一眼宿舍门排号 转头跟罗老师开口道 哎 老罗 前面这是不是你们班那个 灵难的宿舍 罗老师抬头瞥了一眼 点了点头 此刻众人要去的 正是304宿舍 很快 校领导一行人来到门口 一名导师推开了门 而当看到宿舍内的情形 在场的一众校领导 以及导师们都愣住了 只因一眼望去 这四周皆是仙宫楼阁 庞佛如灯仙境 并且在宿舍之内 还有金黄色的云雾缭绕 从屋内蔓延到众人脚边 若非寝室里的床铺等 设施完善 还真令人有种恍惚的错觉 与此同时 宿舍中还传来一阵震音乐声 如仙音般空灵悠长 就在校领导们惊讶之际 寝室内的三人露面 王承宇拿着手机 正在播放着 西游记经典的 天工训音配乐 问好道 校长好 老师们好 随着王承宇的说话声 校领导们也纷纷回过神来 也属实 是被这寝室的模样 给短暂的震撼住了 这倒是挺有创意的哈 一位导员难难道 不过吧 是不是弄得太像了 而且听说这间寝室的同学 装饰寝室是为了搞直播 这会不会有点耽搁学业啊 此话一出 难免有些拉彩的嫌疑 毕竟是要参与评选 导员都希望 自己带的学生 能拿第一 灵难等人也听出了其中意思 可他们也不好说什么 而罗老师正于开口 维护自己的学生 可他话还没说出来 反倒是一旁的崔教授 率先回对道 耽误什么 要换成别的学生 倒是可以操这份心 但对于灵难就算了吧 而且 校长不是说过 要大力提倡学生们 培养兴趣爱好吗 直播怎么不算 况且 为了直播 把宿舍弄得这么逼真 这不是更能体现 他们的严谨认真吗 说着 崔教授还顺便看向校长 问道 你说对吧 校长 啊 政治安愣了一下 点头也不是 不点头也不是 但最后想到 灵难这段时间 给学校带来的荣誉 便又赞同道 我觉得崔教授说的 也有一定道理 随着崔教授 和校长的一银一合 在场的众人都有些发忙 罗老师更是一脸 不可思议地看向崔教授 着实是有些搞不清楚了 因为就在不久之前 他还听说 这崔教授在针对灵难 抓着他逃课的事情 上纲上线 一副要立个下马威的模样 怎么这会儿 听到有人说一句 灵难的不好 还没等他这个 做导师的出言为户 反倒是崔教授先火了 也不单是罗老师 那位背对的导员 也一时哑口 不知道这崔教授 又在抽什么风 不过当着校长的面 这名导员 还是张了张嘴巴 开口道 呵呵 我这不也是替学生们考虑吗 而校长郑志安 也算是彻底瞧出来了 崔教授对灵难的态度 的确大有改观 并非作戏 在结合对方之前的表现 看来当真是看中了灵难 这倒也是件好事 毕竟现在灵难 不光在网上有些热度 更是接连协助警方破案 校方正想给灵难 树立一个学生典型 不出意外的话 来年学校的招生宣传 可全指望着他了 在沉默了一会儿后 校长终于脸上带笑地开口道 嗯 宿舍文化节嘛 本来就是提倡学生们 发挥创造力 大胆展现自我 以我目前来看 这间寝室 可以说是最有特点的了 说到这儿 校长更是朝灵难笑了笑 语气有些熟络的开口道 哎呀 看来灵难同学 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惊喜啊 随着校长的话音落下 再结合着其表情动作 暗指的有些明显 同行的校领导 以及导员们 纷纷有了答案 看来这次宿舍文化节 将获得第一的宿舍 已经有了人选 也不单单是因为宿舍的装饰 校方本就明里暗里的 想给灵难一些表彰 而有宿舍文化节 这么好的机会 自然不会错过 行了 那我们再去其他宿舍看看 寻急 随着校长的这番话 校领导们动身 离开了304宿舍 带到众人走后 王成宇 还来不及分析校长话里的意图 心中是止不住的好奇 立即凑到灵难进前 而江涛也同样伸着脖子 一脸诧异地对灵难问道 老灵 啥情况啊 嗯 看着二人凑近的面孔 灵难疑惑 而王成宇耐不住性子 紧忙问道 不是 南哥 刚才老崔为啥替咱们说话 他上课的时候 不是还针对你来着吗 你到底是啥时候 把最难缠的崔教授 都给拿下了 随着两人的询问 灵难也有些狐疑 脑海中回忆了一下 好像崔教授的态度 转变得确实有些突然 而且刚才临走的时候 崔教授似乎还若有若无地 朝自己使了个眼色 好像方才他确实在有意 替自己说话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就因为自己在课上 背了一会儿教材 灵难有些不解 一时半会儿 也没有想出的所以然 滴滴滴 就在这时 一道手机铃声响起 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上面的一串文字 赫然是蓝香裁缝铺 一番简短的对话后 灵难对身旁两人道 行了 先别想崔教授的事了 裁缝铺刚给我来电话 二郎真君的仙甲 已经做好了 灵难看了一眼时间 倘若动作快一些 还能赶上下午直播 于是 三人分头行动 江涛先去裁缝 铺取衣服 而王成宇 则是跟着灵难去联系叶晴 接着 灵难给叶晴拨去了电话 而当得知灵难这边需要化妆 不出一个小时 叶晴便拎着那熟悉的化妆箱 出现在了校园当中 今天就开始了吗 动作还蛮快 简单打了个招呼 叶晴撂下行李箱 拍着胸脯道 不过 你们放心我昨晚在网上找了好久 基本摸清二郎真君的妆容 另外 我也有一些看法 我们边话边说 没问题说吧 叶晴便从化妆包里掏出工具 身子靠近灵难 开始化起妆来 然而 随着两人距离贴近 目光也不可避免地对视上 叶晴突然恍神 手上的化妆笔 也短暂地僵了一下 在近乎是面对面的状态下 灵难能感觉到对方的鼻息 并且清晰地觉察到 今天的叶晴 似乎跟平时那个手法娴熟的妆娘 不太一样 不知为何 动作有些手忙脚乱 嗨嗨 叶晴轻咳了两声 掩饰自己的慌乱 如此情形 也让她感到有些诧异 毕竟她之前也给别人撸妆 可是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似乎就是刚才与灵难的那个对视 突然撩动了心弦 叶晴想了半晌 并未得出结论 而她也自然明白 这心头的悸动代表着什么 眼下她正在化的神明妆容 需要格外小心谨慎 叶晴也值得勉强控制自己 尽量保持平稳的心态 然而 事情哪能轻易如她所愿 叶晴越想控制 那双握着装笔的手 反而就越抖 她又不想 让灵难察觉出慌张 于是刻意控制 反而适得其反 甚至到最后 叶晴的大脑都逐渐空白 将昨晚在脑海中构思好的 二郎真君妆容 完全抛之脑后 学姐 这时 灵难的声音响起 她自然是看出了 叶晴有些不对劲 但也没有多想什么 这当是这第一次化 二郎真君的扮相 有些棘手 于是灵难一边安慰着 一边沉稳地开口道 不用着急 按我说的慢慢来 灵难的心神一沉 将思绪落在 那位点亮的仙斑图鉴上 尽管未被点亮的神明 在图鉴上 没有一丝色彩 但还是能让灵难 看出一些轮廓 从而提供一些 相对准确的妆容情况 于是 灵难按照图鉴的样子 对叶晴讲述起来 随着灵难的举动 叶晴也逐渐平复下来 开始按照灵难所指导 去勾勒出 二郎真君的装扮 经过了一番动作后 两人的配合 也是愈发默契 叶晴暂时忘却了 方才的事情 开始发挥出 她的专业水平 全心全意地 放在这妆容的描绘上 终是将二郎真君的妆容 给完美呈现了出来 灵难的妆容已然化好 栩栩如生 看到眼前的一幕 叶晴止不住地 发出一道惊呼 有些差一道 这 是我刚刚读出来的妆 这也太像了吧 随着叶晴的感叹 王成宇自是不必多说 同样是在一旁 吹着彩虹屁 眼中流露出深深的惊叹 看到两人如此反应 灵难的嘴角微微上扬 就是这个效果 循急站起身来 掏出手机 翻找起叶晴的账户 很快 叶晴的手机上 便传来了 一道收款提示音 致付宝道账 六百元 听到这提示音 叶晴顿时愣了愣 掏出手机确认了一下 转头对灵难问道 优学弟你干嘛 这是发财了 灵难并不否认地 点了点头 嘴角微笑道 最近收益确实不错 也多亏了你的化妆技术 而且 还记得 咱们刚开播那会儿 找你卢庄的价格 确实有点低了 也算弥补一下 叶晴的脸上 洋溢着笑容 显然 灵难能记得这些 她还是很开心的 可以吗 算你有心 不过我倒也不算缺钱 卢庄也是兴趣爱好 况且 给学弟你化这种神明的妆容 可比化那些COS装扮 要有成就感多了 所以 用不用学姐给你们打个舌 还未等灵难开口 王承宇便已经接受到了意思 当即道 嗨 学姐 你就别跟我们客气了 本来刚开始直播那会儿没钱 你给我们的定价就偏低了 再说 这录了这么多次装 化妆品的损耗 也需要钱不是 那 行吧 听到王承宇的这番话 叶晴也点头道 既然你们这么坚持 那我就不客气了 在解决完装造的问题后 灵难便带着王承宇回了宿舍 江涛比他们回来的还要早 已经在寝室里等着了 老林 回来了 哎哟 听到宿舍外传来的脚步 以及灵难跟王承宇的说话声 江涛一边小心整理着仙甲 一边招呼道 在两人进入宿舍后 江涛也扭头一看 结果这一眼 顿时让江涛都愣住了 反复打量着 站在门口的灵难 还揉了揉眼睛 难以置信一般 上前端向起来 嘿嘿 南哥这回的装造怎样 随着王承宇的声音 响起 江涛不禁点头道 你别说 老林的长相 配上这二郎真君的装造 简直是一绝 这真能称得上是 影子非凡哪 见两人这般反应 灵难拍了拍对方的肩膀道 行了 先办正事 灵难看了看江涛取回来的衣服 正如庙宇里面 二郎真君 神像的装扮 一般无二 一袭浅色戎装之外 是鹅黄色的金履仙甲 再配合上几条赤红飘带 看上去仙气十足 灵难于是 换上了一袭戎装 并未披上仙甲 便开启了直播 很快 网友们便纷纷涌入了直播间 在看到端坐在镜头前的灵难时 网友们纷纷瞠目道 我去 主播今天这装容 有点不一样 看上去好像 比之前要多了几分洒脱不羁 而且 这没间的天眼 也跟之前不太一样 死 要是没猜错的话 主播今天装扮的 该不会是二郎真君吧 伴随着直播间 网友们的评论 已经能明显看出 装容的不一样 而当这一判断出现 顿时直播间的弹幕 开始疯狂滚动 什么 主播这么快就扳上了 你别说 这简直是二郎神君在世啊 这妆容也太神似了 主播是从哪里找的依据 我原本还在想 主播会参考 哪一个二郎真君的造型 现在看到主播选中的造型 完全就像是二郎真君显灵 眼看着直播间的气氛 逐渐热闹 灵难也没有停顿 直接朝着王成宇二人 使了十眼色 两人便将那副鹅黄色金履仙甲 给披在了灵难的身上 并很快将这仙甲给穿戴整齐 呈现在了镜头面前 随着灵难的再度呈现 已然显露出了二郎真君的装造与面貌 只见那一袭容装金甲 衬托着仙姿非凡 一双凤眼带着潇洒不羁 那额间竖着的一枚天眼 庞佛能看穿世间的一切真假善恶 眼瞧着直播画面里的情形 直播间的网友们也纷纷炸了锅 我抄 不愧是主播啊 这套装扮也太像了 光是站在这儿 我都恍惚间觉得 是二郎真君清零 是啊 这简直比我见过的 任何一尊二郎神像都要神似 而随着直播间近乎炸锅般的议论 网友们纷纷评论转发 直播间的热度 也迅速飙升到了一个高度 更是有诸多网友 在直播间刷起礼物 收到青山不改 送出跑车星号仪 收到穿裙子的安妮 送出热气球星号时 收到爱吃胡萝卜 送出啤酒星号时 就在直播间一片热闹之时 灵难的耳畔也接连响起声音 恭喜主人达成建议 扮演二郎真君 奖励5%扮演完成度 首次扮演二郎真君 成功点亮仙般图鉴 获得奖励 八九玄弓 随着耳畔的系统声音响起 灵难脑海中的仙般图鉴 其中的二郎真君 已经有了些许色彩 而更令灵难引起关注的 还是系统奖励的八九玄弓 竟然获得了这套功法 因为之前查找过二郎真君的典故 对其有了一些了解 也知道 二郎神杨简乃是肉身成圣 未入封神榜 不受天庭置骨 而之所以如此 便少不了这门八九玄弓 这八九玄弓 又名九转元弓 根据内丹之道的理论 修行金丹大道 弓成九转后 可以拨进后天群音 净显先天真阳 将天生之三魂七破炼化 九转归一 自此金丹永存 可成大道 元神便永聚不散 弓体亦可万劫不坏 而八九玄弓 不仅包含成仙得到的金丹大道 也包含了无穷妙道 甚至是七十二变 以及诸般神通法术 如今 获得了此等功法 如何能不让林南感到兴奋 林南亦是没有忘记 雷祖天尊的建议 若是能修炼这功法 那么腾云驾雾 或许就只日可待了 届时 雷祖建议也能同步完成 可眼下 直播还在开启着 林南也知道 自己维持着二郎真君的扮相 不能表现得太过激动 于是知道安娜心中的情绪 并没有当场去看 而是继续这场直播 主播这扮相是有七八分相了 不过看上去 感觉还少了点东西 好像是法器吧 对啊 我记得二郎神君的法器 有很多的 像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三尖两刃刀 那简直是二郎真君的名片啊 且不说在天庭 但凡是乔建 手持三尖两刃刀的神明 大家都会下意识地觉得 是二郎神啊 没别的原因 这便时度太高了 对对 还有金弓银弹 其实二郎神打弹弓 也是一把好手 随着直播的进行 林南的耳畔 有陆续响起系统收录的网友建议 恭喜主人 收录到多条建议 收录建议 打造神兵 三尖两刃刀 金弓银弹 并且随着这些建议被收录 直播间还在跳出礼物的动画 在直播了一段时间后 林南见时间差不多 于是 朝着王成宇二人 使了个眼色 而两人也是默契配合 当即明白了林南的意图 旋即 林南诚挚地开口道 感谢各位朋友提出的建议 主播会尽力完成 那主播就先去完善一下 争取早些实现各位的建议 接着 林南结束了直播 在松了口气的同时 心里开始盘散起来 涛子 咱们好像确实越来越火了 压一旁的王成宇开口道 江涛文言也是点了点头 的确 我在看今晚 这场直播的时候 也有这种感觉 王成宇旋即去查看了后台数据 口中喃喃道 我来瞧瞧 咱们这场直播的数据如何 随着王成宇的靠近 视线落在手机屏幕之上 下一秒 他却是不由自主地惊呼 接着整个人都激动起来 我去 咱们现在开一场直播 最高在线人数 多快五千了 这要是一人 给咱刷个一块钱 那岂不是 还没等王成宇的话音落下 江涛便一掌拍在了 对方的肩膀上 这种美事 你还真敢想 怎么不干脆大胆点 一人两块 那也太大胆了 王成宇笑着回应道 尽管江涛如此调侃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们直播的效应 的确是变得越来越好 就在两人为此而欣喜之际 林南还坐在原处 仍是在思量着 那本系统奖励的八九玄弓 心念一动 林南缓缓将手背过身去 手掌成空卧撞 而这本天书 也逐渐在林南的手心里 呈现出样貌 感受着逐渐从无到有的分量 出现在自己的手心里 林南沉了一口气 又将手掌给翻回到了身前 随着这一举动 林南垂头一瞧 便瞧见 自己原本空荡荡的手中 出现了一本泛黄的古籍 而这本古籍上面 书写着四个大字 隐隐能瞧出形体 而且单单从形状上看 便能觉察出 其蕴藏的苍境之气 但是 这字样 却是难以看得明白 并不像寻常字体 也就是林南自己知晓 这本天书的来历 方才能勉强认出上面的大字 而在这封面的文字上 还泛着一层流金般的光泽 林南心情难免有些激动 毕竟这可是 一门真正意义上的修炼之法 而且每一个炼成的 像是二郎神杨茧 那都是肉身成圣的存在 更何况 有了如此玄妙的修炼功法 或许还能靠着自己修炼 去积攒法力 不用再担心消耗问题 想到这些 林南已然有些迫不及待 想要尽快去修炼此书 于是 先是简单地翻看了两页 可当林南查看起 这天书上的内容时 却发现 事情没这么简单 仅仅是扫了一眼 林南的眉头 便皱成了一个结 这 都是什么 林南不由自主地发出感叹道 原因无他 只因这天书上 所记载的字样 着实叫林南 有些看不懂 那上面用的 甚至压根都不像是现代的文字 但林南很快举遍醒悟过来 看来这系统给予的天书奖励 并非是给了 就能够完全领悟 还得自己去研夺 方才能踏入修炼的门槛 然而 这一点着实有些困难 林南在仔细端向了一番后 依旧没能看出什么门道 那上面的字符 单单用肉眼去看 是无法去理解其含义 而且 林南还看到 在这本天书之上 每隔几行文字 都会有一些留白 就好像是这天书上的内容 有一些背影去了一半 这天书本 就是晦涩无比 再加上内容都有空白 难怪能如此轻易地画作点击 出现在自己手中 合着是压根就不怕有旁人 能从这书上 看出什么内容 文字难以认清 也就算了 竟然还有几段是无字天书 这保护措施 未免也做得太好了 林南不禁在心里感叹一句 同时脑海中画了个问号 这八九宣公 我该如何去修炼 或许 林南的脑海当中 冒出了一个念头 而就在这时 一旁的王成宇也走了过来 拍了拍林南的肩膀 南哥 想啥呢这么入神 王成宇看到了林南的异样 过来询问 低头扫了一眼 也瞧见了林南手中的八九宣公 哎 这是啥呀 王成宇好奇地打亮了两眼 也看到了上面的一些内容 只不过 这上面记载的文字 在王成宇的眼中 完全就像是画幅一般 压根看不出任何内容 哦 之前为了扮演二郎神 特意准备的道具 看着还像是古籍吧 林南示意着手上的天书 随意找了个解释 原来是这样 不过南哥 你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王成宇露出一副思量的表情 善意提醒道 我刚才瞅了一眼 这上面的内容 我压根看不懂啊 而且这么瞧着 也不像是哪个朝代出现过的字体 无所谓 林南缓缓开口道 做做样子而已 那倒也是 王成宇点头 表示有道理 林南看了一眼时间 眼下还是下午十分 在直播结束后 王成宇和江涛 也在忙着自己的事情 现在宿舍并不算安静 林南也不想因为自己 让两人受拘束 便想着去图书馆自习室 找个安静的地方 也好验证一下 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 于是 林南心中期待之下 也很快开始了动作 将装扮换下 跟两人说了一声 便动身 前往了校内图书馆 很快 林南来到了图书馆 找了一处较为僻静的位置 在坐下之后 林南将这本天书 摆放在桌前 沉了一口气 心中暗想到 为祖天尊保佑 一定要管用 紧接着 便开始在心中默念口诀 同时双手掐起法诀 在林南的动作之下 逐渐有一阵微弱的金色荧光 在林南的周身流转 并且 这些荧光 也正朝着林南的双眼 汇聚而去 能以智慧力 嫉妒长夜魂 如笔银河水 千雁千月轮 毫无疑问 林南此刻念诵的口诀 正是在开启天书通文眼 随着口诀唤出 林南知觉自己的眼部 微微发热 头脑清明 在做完这一切后 察觉到自身的变化 俨然是天书通文眼开启 而持续这种状态 需要不断地消耗法力 林南也不耽搁 开始翻看起面前的这本天书 而这回再一阅读 只见这天书上的文字 泛起金光 本就是流金模样的文字 此刻的光彩愈发夺目 甚至 就连那书上原本的空白 也浮现了出来 并且 这些文字 逐渐从书上飞丝的下来 一串串地跃入林南的眼中 林南也惊喜地发现 凭借着天书通文眼 果然能够读懂 这书上的内容 怀揣着激动的心情 林南开始了翻读 太极初创 二气相机 三才运动 四项生刻 五行相成 路合循环 七星换位 八卦周转 九宫归一 大成至真 这便是八九宣宫 在前部分的口诀要领 而在通读了第一页后 林南不禁心中感念道 果不其然 这本八九宣宫 必须要结合着天书通文眼 方才能理解一二 相比于先前一扫 就能背下来的教材 二者简直是云迷之别 即便开启着神通 林南也发觉 自己查看此书时 极为吃力 哪怕看过一遍 也仅仅是能记住上面的内容 无法像之前那样 做到全面的感悟 而且 林南还清楚地觉察到 若是开着天书通文眼 还会一直耗费法力 倘若 为了看透这本天书 把之前获得的法力 都给消耗完了怎么办 心念至此 林南不禁暗暗想到 既然八九玄公是一本修炼功法 那其中肯定记载着修炼的法门 若是能在法力耗尽之前 获取到修炼 以及积攒法力的门道 那这笔买卖就不算亏 既然拿到了奖励 那不妨就赌一把大的 看看能否在耗尽法力之前 从这本天书中 领悟出修炼的法觉 而一旦赌赢了 自己将来便可以自行修炼 积攒法力 也不用精打细算地 去使用系统奖励的法力了 于是 在天书通文言的神通加持下 灵难屏息宁神 将全部注意力 灌注在了这本天书之上 很快 随着自己心神的逐渐投入 天书上的文字跃入眼底 天德意义日月星辰常青 地德意义诸欲珍常宁 人得意义 神气经常存 这些天书上的文字 在烙印静眼中后 其原本的晦涩难懂 逐渐化为了 自己能够理解的字样 灵难一边在心中默念着 一边领悟着其中玄妙 再看了一会儿后 一行天书文字 引起了灵难的注意 掌以神报于气 气报于神 神气相报 故于气海 造化神归 乃人之命也 当这串文字跃入脑海 起初并未令灵难太过关注 然而 在天书通文言的神通辅助领悟下 灵难发掘了这串文字的特殊 分明就是修炼的具体口诀 觉察到这一点 灵难止不住的欣喜 果然 自己赌对了 这本天书之上 果然有修炼之法 并且 就位于天书的前夜 但在一阵兴奋过后 灵难稳定下心神 由于自己目前的状态上架 灵难也没有急着 先将这些口诀 给深深牢记在心里 而是继续翻动天书 想要借此机会 看看能否领悟更多的内容 又经过一番查看后 天书上记载的内容 令灵难愈发惊诧 八九玄宫 上面讲的 修炼金丹元神之法 在后期能够淬炼肉体 以至肉身成圣 金丹不灭 更是有着无穷妙道 画出72般变化 以及诸般神通法术 真至大成境界 凡天地间飞行走兽 山石草木 阴阳五行之中 万事万物 无不变化 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 难怪书上有云 修成八九玄宗妙 仍而纵横在世间 在快速浏览之下 灵难亲身感受着 其玄妙之处 也不禁对天书的修炼 产生了无比期待 只不过 灵难也知晓 自己所处的境地 正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好比刚刚记住了 九九成法表的学生 瞧见了高数吸体一般 即便想要解出来 也无从下手 因此 若是想诗展出其中法门 还需要一段时间 更何况 在这八九玄宗上面 记载的功法 什么纵地金光 腾云价雾 变化万千 这一朝一世 都需要消耗法力 并且消耗程度还不低 若是没有几百年的法力傍身 随意施展几个变化 恐怕就要耗费自身气血了 想到这里 灵难一边怎舌 一边继续沉心 浏览着天书内容 时间就这样流逝 过去了快一个小时 灵难发觉 这天书阅读起来 果然更加耗费精神 即便有天书通文的神通加持 自己也明显感到了疲惫 于是 灵难有些恋恋不舍地停下阅读 双眼缓缓闭合 先将神通给收了起来 旋即再审视自身 想要看看这一段时间过去 耗费了多少的法力 而这一看不要紧 灵难都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还记得之前背下那本教材 仅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才消耗了将近一年的法力 而方才阅读 这本八九玄弓 就在不知不觉间 五十多分钟的时间过去 竟然消耗了将近一个甲子的法力 看懂天书的法力消耗 几乎是背诵教材的十倍 觉察到这一点 灵难不禁心中感叹道 好家伙 上次觉得时间贵 还是早些年第一次进高端网咖 可那会儿 也不过五块钱一小时 不过 灵难转念一想 好在自己已经记住了修炼的法门 可以尝试着自行修炼 相信这次耗费的法力 很快能够得到补充 而且 这本天书若 放在寻常情况下 普通人哪怕是花费一个甲子的时间 估计也仍旧无法参透一丝一毫 但凡能看懂前面部分 都算是烧了高香了 由此看来 这法力的消耗 不算太过离谱 呼 在结束阅读后 灵难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将视线从书上挪开 入眼便是光亮整洁的图书馆 彭腹一下子就从天书所描绘的 无穷妙道 拉回到了现实当中 让灵难产生一种 恍若隔世的错觉 这天书着实玄妙 耗费了一甲子法力 也才领悟了一小部分 现在时间尚早 要不 找个地方去试试 心念至此 灵难于是将天书收起 准备在校园中 找个僻静之处 尝试下修炼的法门 然而 就在灵难准备动身 离开图书馆之时 却听到 身后传来呼唤的声音 哎 灵难 灵难身形一顿 寻生看去 发现从不远处 正缓缓走来两道歉影 其中一人 灵难对其印象不深 只是觉得眼熟 知道对方是跟自己 同一个班级的同学 好像是叫刘燕 而另外一人 倒是还说过几句话 所以印象比较深 主要还是对方 那一张精致的面孔 以及教好身材 不时还会引来 其他同学的侧目 正是他们三班 评出的班花王月 两人似乎是 一同来图书馆学习 见对方打招呼 灵难也不能视而不见 只能笑着原地 对他们点头示意 来自习 说话的是王月 多少有点没话找话说了 来图书馆不学习 还能吃饭 嗯 确实有点巧 灵难笑着点点头 见王月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怀疑他可能有事 找自己帮忙 实则是打算 邀请灵难一同自习 但灵难自然猜不出来 不过 不管是哪种情况 灵难目前都没有 在这里耽误时间的打算 所以 没等王月纠结多久 灵难便继续到 不过 我已经学完了 正准备出去散散步 啊 刘燕一愣 像是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当即追问道 等等 你刚才学了什么 刘燕狐疑地打量了灵难一番 物字推断道 灵难 你该不会又瞒着所有人 提前备完了哪本教材吧 这 听到对方的询问 灵难一时语色 不知道对方什么脑回落 自己闲着没事呗 那么多教材大马 见灵难没有第一时间做出回应 刘燕还以为是自己说中了 于是紧忙扯了扯王月的胳膊 不行 看来咱们也得抓紧了 说着 刘燕便准备带着王月 往图书馆而去 拉动王月 对方就像是脚下生根似的 仍旧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地 这下可把刘燕弄糊涂了 疑惑道 月月 你怎么了 不是说要来图书馆 被微观经济学吗 文言 灵难也是一正 你们不至于这么刻苦吧 这才刚开学 毕竟他们这才大一啊 课程都没上多少 怎么这就开始来图书馆背书了 刘燕狐像是个深归当中的寡妇 目光中露出幽怨道 还不是因为你 竟然在课上把教材都背了一通 未免太卷了 同学们都知道 崔教授有多严厉 现在有一个被完整本教材的 拔高崔教授的预期 大家生怕会受牵连 现在都想尽快追进度呢 灵难甘大地倾咳了两声 倒是未曾想到 自己在课堂上 随意回答崔教授的问题 还会引起这般连锁反应 不过刚上大学 还有上进心 倒是可以理解 等他们过段时间 除了个别学生外 大部分差不多就彻底摆烂了 不说了 我们也得去抓紧时间了 两句课套过后 刘燕坐视欲走 却不曾想 王月仍旧没有离去的意思 并且 在闺蜜一番眉眼利剑的追问下 王月低声道 要不 你先自己去学吧 啊 怎么了 月月 不是你说要来学习的吗 剑当着灵难的面被戳穿 王月隐晦地撑了她一眼 又扯了个理由 倒 那个 我突然有点不舒服 不想去了 不舒服 哪里 要不要陪你去医务室 刘燕还不依不饶地追问 没 没事 我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就好 等晚上回去给你带饭 这 好吧 有事联系我哈建 王月这么说 刘燕之地自顾自地走了 而随着她的离去 这里便只剩下王月和灵难二人 灵难本想离去 但见王月拦在前方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便出于礼貌 先是开口询问道 啊 你哪里不舒服 王月摇了摇头 脸上露出害羞的浅笑 朝着灵难道 也没什么 就是突然觉得图书馆有点闷你 不是要散步吗 要不 我们一起去湖边走走吧 灵难皱了皱眉 有些犹豫 直接拒绝 多少有点太直难了 不过想来 自己是要去尝试修炼法术 需要找个僻静之地 湖边倒也是一处好地方 行 于是 灵难便也没强行拒绝 嗯嗯 那我们走吧 王月迫不及待地注视着灵难 看得她 有点发毛和不自在 说实话 长着大还没谈过恋爱 被一个漂亮女孩子邀约 灵难本身 也不是道貌岸然的太监 心里自然是不排斥的 很快 灵难便出了图书馆 和王月兼并肩 随意地聊着天 一路朝着校园内的人工湖走去 而王月 也不负斑花之名 这一路上 自然而然地 引来了许多注视和回眸 如果单单只是她一个人 或许还没那么大反应 主要旁边 还跟了一个灵难 而灵难的样貌与气质 又颇为威严 与王月的清纯 形成鲜明对比 不免就让人频频侧目 而这校园 说大也不大 很快 两人一同逛湖边的一幕 便被同班的人有所目睹 家人们 发现一则重磅消息 在班级群内 有人发布了一张照片 而上面的内容 赫然是灵难跟王月 正在湖边散步的情形 刚才买饭的时候 路过湖边 你们看看 这是谁 同学们纷纷点开照片查看 全都化身为吃瓜群众 班级群一下子炸了锅 我去 这不是王月吗 他旁边的这是 灵难 什么情况 他们俩这是谈上了 应该是 否则也不可能 一起在湖边散步 这不妥妥的情侣标配吗 而且你们看 他俩这走在一块 挨得多近啊 凭我多年吃瓜的经验 他俩指定有情况 宿舍里的王成宇 原本正刷视频起见 却听到手机叮咚响个不停 发现是班级群消息后 王成宇顿时纳闷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急忙下拉查看 卧槽 南哥 结果 当看到群里的照片后 王成宇顿时瞪大了眼睛 还不信邪的 将那照片放大 几经确认后 他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然后 他也不禁在群聊里 打起了问号 同时 他也不忘拍了拍 同在宿舍的江涛 连声道 涛子 你快看群消息 我说南哥 怎么突然要去图书馆 合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不过 南哥是什么时候 把咱们班花给勾搭走的 死 其实根本不用他提醒 江涛早就在看群消息了 此刻听着王成宇的激动声音 也是有些惊讶 可以啊 老林 连兄弟都瞒着 等他回来 必须得好好盘问盘问 与此同时 在图书馆内 之前被王月拐来的刘燕 正找了个地方自习 结果 感觉手机一阵震动 才瞧见班群里吃瓜正热闹 而看到林南与王月的照片 刘燕整个人一正 不禁脱口道 好啊 不是说身体不舒服吗 合着是背着我 约会去了 随着班群吃瓜正成 有许多对王月心 有好感的男同学 此刻庞佛听到了心碎的声音 毕竟这班花王月的颜值 跟身材都在线 而瞧见他与林南在湖边 一副甜蜜的模样 自然引来了这些人的羡慕 然而 此时的林南 对于这一切 都并不知情 也不曾想到 随口答应的 带王月散步 竟然会招来妒忌 简直比痘鹅还冤 当然 林南哪怕知道了 现在也没工夫去搭脸 因为满脑子的想法 都是八九玄宫的修炼 当迈步走在湖边 林南觉察到了一些异样 一呼一息之间 隐隐有一丝玄妙之感 这是再读完八九玄宫后 方才注意到的情况 难道 这就是天地灵气 他仔细觉察 能清晰辨别出 空气中弥漫的一股 细微玄妙之气 想来是早已有之 只不过之前 没有获得修炼之法 所以 才不曾注意到而已 林南心念至此 玄境念动起 八九玄宫的修炼口诀 心存正道 气聚丹田 随着林南的沉心静气 将心绪 平复到了一个宁静的状态 也正如他猜测的一般 四周的天地灵气 开始一丝一缕地汇聚而来 如此清醒 令林南心头一喜 成了 已经感受到了天地灵气 林南在欣喜之余 丝毫不敢松懈 准备按照口诀 去汲取天地灵气 结果 还未等心中念动口诀 林南便惊奇地发现 周围的这些天地灵气 正在缓慢地朝着自身汇集而来 并且 这些天地灵气 也正在被自己的身体 自然而然地吸收 内视之下 既然能发现 他们正在齐精八脉上流动行走 俨然呈现出一副 十分有秩序的模样 林南心头一动 隐约有了一个猜想 莫非 这八九玄弓 竟然神妙至此 根本无需自己 时时刻刻地潜心修炼 便能使天地灵气 在体内运转不息 这是什么原因 先前感知到周遭的天地灵气 多半是天书通文言的神通 加强了自身 对周围的事物感知 可是 这些天地灵气 竟然会朝着自己汇集 并且自行在体内运转 莫非 是自己扮演神明 在无形中 获得了什么好处 亦或是自己体内 本就蕴藏过庞大法力 能够自行吸引天地灵气 林南想不出缘由 不过也乐得如此 无需自己去 刻意调度灵气 或是抽出时间去打坐修炼了 这能省下太多的时间和心力 并且 这些天地灵气 在窜入自己身体后 还在不断疏通着体内的经脉 最终逐渐涌入气海 成为自己所积蓄的法力 虽然积蓄得很慢 不知道需要多久 才能拥有一年的法力值 但看着天地灵气 在体内自行运转 这不就是挂机修仙吗 这可太适合我了 林南轻松地吐了口气 嘴角也情不自禁地 扬起一抹笑意 林南同学 你是在笑吗 却不曾想一旁的王月 注意到了林南的变化 忍不住询问 而眼下 只有他们两个人 走在湖边闲庭信部 王月不免自恋猜测 是不是因为 林南和自己一起散步 心情大好 才会露出笑意 林南回过神 个人道 没 别多想 想到一些事情 好吧 王月忧愿地看着林南 见他又一次转头 看向湖边发呆 顿时知道 的确是自己想多了 竟然还有时间发呆 王月心里闷闷地想到 却又不好意思 去打扰林南 殊不知 林南正在感受着天地灵气 一丝一缕地涌入身体 在熟悉了一阵后 林南却发现一件事情 那便是 自己正吸收的天地灵气 似乎相当微弱 从而导致周身经脉的开拓速度 也着实令人着急 林南心中思量 或许是因为 自己正身处在城市当中 四周都是由钢筋水泥浇筑堆砌 即便走在湖边 也只是校园内的人工湖泊 距离真正的自然环境 肯定要相差甚远 若是在山林当中 周围的天地灵气 或许会充裕一些 心念至此 林南的脑海中 不由地浮现出那头黑路 以及他此刻栖身的那片 自然风景保护区 也不知道 悬测现在如何了 林南心随意动 感应其体内种下的雷印 尽管相隔数十公里 还是依稀能体会到黑路的状态 此刻 他似乎正在山林中畅快游玩 那雷印也相当活跃 仍在不断激发着 黑路体内的墨气磷血脉 速速速 茂盛的丛林当中 传来一阵树叶传动之声 一道如黑色闪电般的影子 猛然从灌木丛中窜出 在这道黑影的后方 紧紧跟随着众多野生动物 羽毛斑斓的山鸡 势红的狐猎 灰毛野兔 这些动物 俨然一副根斑的模样 彼此间嬉戏游玩 而奔跑在前方的黑影 身形矫健 轻快地停在草地之上 只见其顶着一对霹雳状的狭长鹿角 一身黑亮的毛发 随风而动 正是被放养在这片 自然风景区的黑路悬侧 短短几日不见 这头黑路的身形 又见瘦了几分 原本在其背部的乌黑毛发 也已经蔓延过了身躯 而变化最为明显的 便是这黑路的四条腿 愈发得粗壮有力 全然不像是寻常鹿腿那般细兽 显然 灵难在其身上种下的雷印 无时无刻 不再激发着其上股血脉 使其已然具备了一丝麒麟之姿 黑路的身姿傲然 周围是走兽 飞禽相随兮兮 快要成为了这方天地的霸主 稀里里 山林的上方 逐渐聚起阴雨 清凉的雨水落下 黑路昂首挺胸 发出一道空灵的鹿鸣 显得无比惬意 四堤踏风 在这斜风细雨之中 愈发欢快地唱完起来 后方的走兽飞擎 也随之在山林中奔跑 轰隆隆 随着一道沉闷的雷声响起 在不远处的一个山洞附近 一只野兔被雷声惊叨 开始匆忙逃窜 它的身影奇快 不断在斑驳的草丛之间跃动 一个不留意间 野兔便来到了这山洞的入口处 在洞檐之下避着雨 而野兔所处的这一洞口 足足有三米多宽 入口呈椭圆形 加之天色阴沉 光线无法照进 只能窥见洞口五米左右的情形 洞穴深处是一片深邃的漆黑 宛如无底的深渊一般 野兔抽动了两下鼻子 似乎嗅到了某种难闻的气味 在这洞穴入口的墙壁之上 有诸多被划过的痕迹 就像是有人用小刻刀 在洞壁之上刻画出了数条狭长的轨迹 就在这时 从洞穴深处隐约传来一阵 稀稀苏苏的摩擦声 待在洞口的野兔 一下子便站立起来 两只耳朵树得老高 又抽动了两下鼻子 便直接准备逃野式地跳走 沙沙沙 然而 未等这只野兔跑出多远 山洞深处的声音陡然加快 伴随着地上碎石被碾磨剑飞的声响 那恐怖的摩擦声 石叫人头皮发麻 漆黑的山洞当中 显出几道星红的光芒 从一开始的茶杯状 迅速变成了圆盘大小 紧接着 就在这只野兔朝着洞外跳远 双腿离地的瞬间 从山洞中猛地探出三张血盆巨口 还未等这只野兔作何反应 便直接就被撕扯成了三段 接着传来几道吞咽之声 随着星红的血液建设在洞口 逐渐被雨水冲刷干净 而山洞内的摩擦声又逐渐变得深邃 一切庞佛从未发生过 另一边 灵南感知着悬侧身上的雷印 发掘其状态上加 而学校这边的灵气稀薄 多半是与环境有关 想来自然风景区的山林茂盛 灵气应该会更充裕 可以抽空过去看看 方才绕着校内人工湖走的两圈 终归有些成效 将周围细微的灵气吸入体内后 发掘他们正不断开拓着自己身上的经脉 灵南能明显感知 体内有一丝暖意流动 身体也在随之变化 就这样 和王月在湖边走了一段时间 灵南发掘灵气汇聚的速度 似乎放缓了一些 难道 是已经达到了第一次修炼的瓶颈 不过一口气吃不成的胖子 也不急于求成 灵南便准备先回宿舍 刚好夕阳夕下 到了晚饭时间 出于礼貌 询问王月要不要一块吃个饭 没想到对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着实出乎灵南预料 原本只是客套一下 现在也不好意思推脱 等到从食堂出来时 天色渐深 灵南又顺路将其送回了宿舍 而这一套标准流程下来 可没少遇见班级里的同学 甚至两人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还有几名同学看到照片 牧民跑过来吃瓜 一时之间 班群里关于灵南跟王月的瓜 越传越热闹 实锤了家人们 我刚才瞧见他们俩 一块在食堂吃饭 何止啊 吃完饭 灵南还送了咱们的班花回寝室呢 天哪 这么快就嗑到了真瓜 这才刚军训完没几天 灵南就把咱们班花给撩走了 郑主呢 还不赶快出来狡辩 at灵南at王月 随着班群里的热议 两人自然也少不了社友的盘问 哦哦男个 我说 你怎么突然要去图书馆 感情是有情况啊 前脚刚迈进宿舍门 灵南就听到了一阵怪叫声 王承宇的大脸 接着凑了上来 吵吵嚷嚷地追问个不停 灵南并未接对方的话茬 淡然落座 转头询问道 先别扯那些 道具都准备得怎么样了 OK了男哥 提到正事 两人不敢耽搁 也不再打去 至于所谓的道具 自然是指二 狼针军的武器 三尖两刃刀 跟金弓银丹 王承宇稍微正色道 说来也巧 男哥 你知道这股市的弹弓术 现在都成了飞翼了吗 原来二郎神郡的金弓银丹 并非是树叉形状的弹弓 而是成弯跃状 可以拉动弓弦的长弓 与寻常弓箭的区别在于 弹弓的弓弦中段 射有皮冻 打出的是 泥制或铜制的弹丸 而弹弓术 便是使用这一武器的技巧法门 我四处打听过了 碰巧咱们烟海市 就有一位飞翼传人 会做这种发射弹丸的弓 听说之前还上过电视呢 已经跟人家约好了 咱明天就去看一看 另外 三尖两刃刀 也按照样式 在网上找人定制了 估计这两天就能出货 哎 等等 就在林南思量之节 一旁的江涛开口道 不就是找人定制的弹弓吗 还用得着咱们三个一块 你自己去不就得了 我 王承宇一时雨色 显然是不想自己一个人行动 于是朝里南投去求助的目光 开口道 南哥 我查过了 那地方可不近呢 都快到悬崂灌了 你舍得 让我自己一个人去吗 嗯 林南沉吟了一声道 涛子说得对 刚好明天上午没课 正好还能直播一场 寻急 也没管王承宇哭丧的表情 林南撑了个懒腰 就这么定了 早点休息吧两位 第二天 按照计划 林南带着江涛 在宿舍照常直播 王承宇则是不情不愿地沿着地址 一路去寻找那位 制作弹弓的飞翼传人 随着出租车的行驶 王承宇来到了市郊的平房区 一路上七拐八绕 最终找到了一处 带着院子的平房 王承宇拿着导航抬眼一看 不确定的南南道 应该 是这儿吧 也不怪他心里犯嘀咕 这平房外 并没有什么亮眼的招牌 只是墙上挂着一块布 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公子 王承宇在门口 瞅出片刻 旋即敲响了门 而院内的巨声停歇 很快走出来一名老师傅 您就是梁师傅是吧 见对方点头 王承宇松了口气 继续道 您好 我们之前在网上联系过的 要定制一套弹弓 嗯 进来吧 梁师傅脾气似乎不太好 一直板着个脸 只是招了招手 便转头 领他往院子里走 在踏入院门后 王承宇瞧见了院子里 正在加工的未完成品 一路被带到院外的 一张石桌前 看着上面摆放的志工零件 回想起这位老师傅的身份 王承宇不禁称赞道 嘿 不愧是上过电视的老师傅 我还没细说要求 您这就已经开始做了 梁师傅明显听到了这句话 却没有正面回答 闷头继续着手头上的工作 头也不抬地说道 咱们还是先谈价 看你年纪不大 应该还是学生吧 像你这种年轻人 对这种股市弹弓感兴趣的 也不容易 找我定制就算了 我这院子里 有几把做完的工 你要是看中了 可以直接拿走 价钱好商量 说到这儿 梁师傅顿了一下道 对了 你知不知道 在我这里定制一把弹弓 得花多少钱 王承宇愣了愣 之前倒还真没太深打听 只知道这位老师傅 是非遗传人 还上过电视节目 想着做一把木工 无非也就小签 跟买把吉他的价格差不多 呵呵 在得知王承宇 如此天真的想法后 梁师傅笑着摇了摇头 抬手比出了个数字 啊 王承宇的眉头一挑 当即转头 看向院落中 已经制成的弹弓 那成 我挑个做好的就行 谢谢师傅了 到了升线 他便来到院子里的弓架前 仔细挑了一把弹弓下来 手中掂量了一番 对这造型相当满意 只不过在细节上 还不符合金弓银坛的说法 毕竟他们买弹弓的用途 是要扮演二郎神军 王承宇想了想 拿着这把弹弓 以及五枚弹丸 回头 朝梁师傅问道 梁师傅 您这儿有没有金漆之类的 我想把这弓图成金色的 另外 这弹弓有没有白铜或者铁的 要是有镀银的 就更好了 然而 随着王承宇提出的两个要求 原本正低头做工的梁师傅 动作却突然一将 他旋即转过身来 有些疑惑的 看向王承宇 皱眉道 金弓银弹 莫非你之前找我 就是想定制这个 对对对 王承宇见对方也知晓 还以为是对方了解样式 能帮他做出来 于是急忙应声 却不曾想 梁师傅将眉头皱得更紧 又重新打亮了他两眼 低声问道 你一个学生 费尽巴力的 非要定制金弓银弹做什么 梁师傅 瞧您这样子 应该也知道二郎神的传说吧 王承宇闻言 有些卖弄得黑黑一笑道 据说 在二郎真军的腰间 就跨着这一把新月状的金弓 随着他的讲述 梁师傅起初还有些欣慰的表情 然而 当他越往下说 梁师傅的神色 就越是不对劲 直到王承宇将他们的情况简单讲述后 梁师傅的眉头都拧紧了 你刚才说什么 王承宇以为是对方没听清楚 继续笑着回应道 我们定制打造金弓银弹 就是为了扮演二郎神啊 随着这句话音落下 梁师傅的脸彻底黑了下来 直接撂下手头工作 做了个请的手势道 抱歉 这单活我不做了 数不远送 说着 便做事 要将王承宇请出院子 态度相当坚决 如此突然的变故 也让王承宇愣在了原地 他一时没搞明白 这梁师傅 非遗传人的身份 究竟是学做弹弓的 还是学穿剧变脸的 态度转变的 竟如此之快 而王承宇 生怕把事情搞砸 于是紧忙开口道 别啊 梁师傅 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 您这是怎么了 钱的问题可以再商量 梁师傅 见他确实疑惑 并且十分着急的模样 便稍微定了定神 叹了口气道 跟我过来 寻急 王承宇在疑惑之下 跟着梁师傅 往那平房里走 当房门一开 王承宇看到里面情形时 不由得微微一正 看看这是什么 随着梁师傅的声音 只见着房屋内 正前方的墙壁上 端端正正地 悬挂着一副二郎神画像 且看其形态动作 赫然是手持金弓 拿着弓弦的模样 在画像之下 还摆着二郎真君的一尊神像 相抬贡品 更是一应俱全 瞧见了吗 梁师傅淡淡说道 二郎真君 在我们做弹弓的手艺员心里 是什么地位 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吧 换而言之 我要是真给你们做了 都怕会遭祖师爷怪罪 这 王承宇一时雨色 怎么也没有想到 会是现在这个结果 何着是他们扮演二郎神的目的 触到了这位师傅的神经 一番恳求之下 梁师傅仍旧不愿松口 只是白手 让他赶快离开 王承宇一时无奈 最终还是哭丧着脸 给林南波去了电话 喂 南哥 你快来吧 我这边真搞不定了 胖子 老林在直播呢 随着王承宇的场外求助 电话那边传来江涛的声音 哎呀 涛子 你先别问那么多了 总之 我这边遇到点麻烦 听罢王承宇的描述 江涛跟林南交换了一下眼神道 行 我们这就过去 而此时的林南 已然是身穿戎装 外批金履仙甲 眉间的天眼熠熠生辉 已经颇有一副 二郎真君显盛的模样 江涛在耳畔低语几句 便面向镜头 跟直播间的观众们道 各位朋友 我们今天的直播 接下来要转到户外进行 说吧 林南便和江涛二人动身 朝着王承宇的所在而去 梁师傅 您就通融一下 咱都可以商量 在院子里 王承宇还朝梁师傅 做着最后努力 而梁师傅 一副无动于衷的模样 白手道 不行不行 这么冒犯的事 我是绝不会做的 今天谁来也不好使 而就在王承宇无奈之时 外面一阵车声响起 正是林南跟江涛赶到 随着两人快步走进院子 江涛看到王承宇 出声唤道 胖子 怎么了 南哥 你们可算是来了 王承宇旁佛看到了救星 松了一口气道 听到脚步声音 梁师傅也寻声望去 结果只是一眼 就瞧见了一身神明伴相的林南 嗯 梁师傅顿时一愣 视线落在林南的身上 无法挪动 而此时 王承宇跟林南等人 讲述了一下发生的事情 直播间的观众们 也目睹了这一切 眼瞧着院落内的场景 以及一身匠人打扮的梁师傅 顿时 有人觉得眼熟 很快将其给认了出来 在评论区刷起弹幕道 哎 这不是之前上过 飞翼栏目的 那位老师傅吗 对对 我说怎么觉得 这场景似曾相识 好像在哪见过 好家伙 感情主播 是找他打造 二郎神的金弓银弹 在几人的一番交谈之下 弄清楚了事情的原委 江涛也是面露难色 不曾想 这二郎真君近视 他们这些弹弓手艺人 供奉的神明 要想劝动他们 着实有些难办啊 江涛这般想着 还是打算努力尝试劝说 然而 还未等他开口 却发现梁师傅的视线 停留在灵男身上 紧接着 就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梁师傅快走两步 静止来到了灵男面前 揉了揉眼间 庞佛不敢相信自己所见 却是半晌 没有说话 梁 梁师傅 在一阵沉默过后 王成宇出身换道 梁师傅这才逐渐回过神来 视线来回在 灵男身上打量 看着他一身戎装 且身披仙甲 眉间天眼栩栩如生 梁师傅双眼瞪大 嘴里含糊不清地南南道 像 真是像 看到这一幕 在场的众人皆是一正 王成宇在诧异之余 也发觉这事情 似乎还有转机 于是紧忙道 老师傅 其实南哥这扮演 是经过了神明允许的 而且 老师傅您不知道 当时的情况有多玄乎 王成宇 露出一副炫耀的表情 言辞稍微有些夸大 将那日灵男在二郎神像前 投掷碑焦的情况 给梁师傅描述了一遍 而听闻当时竟有一条白色细圈 主动上前 替灵男翻了一对圣碑出来 梁师傅的眼神中 闪过一抹惊诧之色 还有这种事 莫非 真是二郎真君贤胜 同意过了 下一秒 梁师傅便朝灵男比了个首饰道 随我来吧 旋即 梁师傅带着众人回到了屋内 看着屋内悬挂的画像 以及那香台上 供奉的二郎神像 梁师傅的目光 在二者之间来回打量 似乎想要 找到一些不同之处 但却迟迟没有看出太多差异 就在此时 王成宇嘴角 扯起一抹微笑 对梁师傅开口道 怎么样 我之前跟您说的 现在亲眼瞧见了吧 嘖嘖 梁师傅闻声 连连点头道 真是没想到 你们要不说是扮演 我刚才当真以为是二郎真君 显胜下凡 紧接着 他将目光停留在灵男的腰间 看那上面空落落的 神像上的二郎真君 腰间赫然夸着一柄 新月状的弹弓 这么一看 腰上还确实少了点东西 随着梁师傅的话音落下 王成宇等人 顿时眼前一亮 互相对视了一眼 朝梁师傅确认道 照您这么说 莫非是同意 帮我们造弹弓了 嗯 在见到灵男之后 梁师傅的态度 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不单是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还主动开口道 既然已经制出过圣杯 得到神明准语 那我能有什么说的 必要尽心竭力 不仅要造 还得造得像模像样 这样才不算辱 没了我们这一传承的名声 你们放心 这金弓银弹 就包在我身上 我会尽我所能 造出一把生平最好的出来 听到梁师傅答应 王成宇等人 心头一喜 不过紧接着 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旋即 走到灵男身边 低声道 南哥 我之前忘了问价格 这定制一套金弓银弹 造价可不低呀 对这个数 看着王成宇比出的数字 灵男心头一紧 脸上并未露出 任何一样的表情 此时 直播间的观众们 也目睹了这一切 在弹幕上刷频道 好家伙 瞧这架势 定制一套弹弓 还得小万出头 倒也值这个架 毕竟这位老先生 是非遗传人 还上过电视 而且像这种纯手工 费时费力 手艺人也总得吃饭不是 只是要打造这一套弹弓 主播的开多少场直播 才能赚回来 咱们今天是要看 主播大放血呀 随着直播间的弹幕滚动 前方却传来梁师傅的 爽朗笑声 似乎瞧出了几人的窘迫 他于是笑着开口道 极为放心 价钱这方面 你们看着来就行 甚至白送 也不是不行啊 听闻此言 在场的众人纷纷一愣 这价值几万的定制弹弓 竟然要白送 竟然还有这种福利 王承宇刚要窃喜 林南也不想多占便宜 开口道 这手工费还是要给 看着打个折就行 没问题 梁师傅点头答应道 没等众人反应 他便从屋子里取出一个木箱 接着便匆匆迈步去到院子 在工作台前忙活起来 众人看着他的举动 从木箱中 取出一柄雕刻精美的工身 以及珍藏保养的工衔 看样子 是这老师傅精心保存的半成品 一直没有等到派上用场 此刻 他却是将这些珍贵的存货掏了出来 并全神贯注地开始了制作 见梁师傅如此认真的模样 林南等人也没有上前打扰 而是耐心地等待着 就这样看着梁师傅 一遍遍地打磨 校准弓弦 做到了细致入微 时间飞逝 呼 成了 直到几个小时过去 终于有梁师傅的声音传来 随着众人期盼的目光 只见梁师傅的手上 多出了一把造型精致的弹弓 弓身上流金花纹 在阳光下闪烁着异议光辉 而几枚银色弹丸 静静躺在皮质弹囊里 犯着悠悠寒忙 梁师傅似乎对这柄弹弓相当满意 在仔细审视了一番后 脸上挂着微笑 将这副弹弓递交给了灵男 灵男也不客气 顺势接过弹弓 装配在了腰间 在场的众人一看 顿时发觉 这灵男的气势又有了变化 与此同时 灵男的耳畔响起系统的提示声音 恭喜主人 达成建议 打造神兵 金弓迎弹 奖励二郎真军3%半眼完成度 获得弹弓术精通 随着系统的声音 灵男发觉 自己脑海中多出了一些东西 而握着弹弓的手 佛已经熟练使用了多年 对弹弓术的运用技巧 了然于心 在这股冲动之下 灵男甚至想要 现在就是一试 这弹弓的威力 梁师傅也看向灵男开口道 这把神弓刚刚制成 其实应该测试一下 看看准度如何 听闻此言 王承宇觉得有些危险 紧忙朝灵男提醒道 南哥 这就别轻易试了吧 这弹弓跟弓箭可不一样 一不留神 手指头都得崩坏 然而 灵男却是胸有成竹 更何况 现在直播还开着 不能错过这个扮演的机会 于是朝王承宇淡淡一笑 便开始做出了架势 灵男将一枚弹丸 捏在弦上皮兜处 步伐扎稳 接着拉开弓箭 开始沉间坠肘 这一连串的动作 也只有内行 才能看出门道 梁师傅的眼中 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 愈发好奇地看着灵男 想看看他接下来的表现 灵男则是已经瞄准了目标 毫不犹豫地撒开弓箭 前臂也顺势往下一撤 咻 一枚亮银色弹丸 带着破空之声 急速飞射了出去 啪 在众人的注视下 那枚银弹精准打在院中的 一颗树前之上 树皮就在众人的眼皮底下崩裂 再细细一打量 发现那弹丸 已经深深嵌入树前之中 顿时 在场的众人 纷纷瞪打双眼 我去 南哥牛啊 这么厉害 王承宇更是惊讶得合不拢嘴 根本没想到 灵南还会来上这么一手 也不单是他 梁师傅的目光也有些复杂 他注视着灵南 不知在想些什么 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下 灵南已然从容地收起弹弓 将其跨在腰间 威力不俗 用着也顺手 得到了这一肯定 梁师傅回过神来 但看向灵南的目光 依旧有些恍惚 这正在给予 他回应的人 彭佛真就是那庙堂里 受万千香火供奉的二郎真君 一般无二 实在太像了 梁师傅不由的心头一颤 紧接着一种 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油然而生 对于大部分 制作兵器的匠人来说 打造出一件绝世神病 便是他们穷极一生 追求的目标 而梁师傅早在数年前 便开始着手准备 制作神功的材料 只是精心收藏了这么久 一直没有真正动手 去打造 也一直没有找到 合适契机 让他迈出这一步 梁师傅原本就打算 守着箱子里 凉木与工钱 全当是给自己留个念想 不过眼下 终于是让他珍藏的材料 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更是借着林南的口 如同得到了 二郎真军的认可 梁师傅顿觉如释重负 整个人神清气爽 尝出了一口气道 此生无憾意 而林南在试着 打出一发弹丸后 便将弹弓收起 稍微定了下心声 朝直播间的粉丝们询问道 各位朋友 这金弓银弹的建议 已经完成 而三尖两刃刀 还在制作当中 还请不要心急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法 尽管可以提出来 听闻此言 直播间的网友们 从方才的一击中 回过神来 纷纷如梦初醒地感慨道 主播 你刚才打出弹弓的那一下 也太帅了 不夸张地说 我一个男的看了 都想给你生猴子 可嗨嗨 楼上的说话 可得注意啊 多少沾点亵渎神灵了 就是就是 像这种话 我都是放在心里偷着说的 则则 光是打个弹弓 都这么帅 我都不敢想象 主播手握三尖两刃刀石 会是何等场面了 不过这三尖两刃刀 有传说是由一头三手恶脚所画 还曾被雷祖师 以雷法淬炼 此等身兵 主播要如何实现 话说 主播的身边 是不是还缺了条狗啊 毕竟在神话传说里 二郎真君坐下的那头笑天犬 都是如影随形的 还有还有 在一些地区的传说当中 二郎神 还有着狩猎之神的身份 好比这金弓银弹 就是专门用来狩猎的武器 而且 笑天犬的原形 也是身为猎犬的细狗 既然如此 主播要不挑个时间 找个地方去狩猎 哎 这意见可不敢瞎提 现在到处都是保护动物 哪还能狩猎啊 随随便便打一只鸡 都可能会被判个几年 我扮演区 可就关注了这么一个主播 别被你们给忽悠进去 采缝刃机 随着直播间弹幕的滚动 网友们七嘴八舌的讨论 林南新念一动 查看起目前收录的建议 检测到多条建议 建议以收录 收录建议 打造三尖两刃刀 以三头胶筋穴胶筑 浮以雷霆翠刃 完成奖励5%半眼完成度 收录建议 天狗随行 神券笑天 完全达成奖励10%半眼完成度 收录建议 二郎显胜 狩猎零剑 完成奖励1%半眼完成度 看着这些被收录的建议 林南暗暗思量起来 首先是这三尖两刃刀 若只是将其打造出来 尚且还算简单 不过 林南也曾翻找资料 对这杆神兵的传说有所了解 相传是二郎真军收服了一头三手恶骄 并将其演化为神兵 这收录的建议 竟然也与三手恶骄有关 这让自己去哪找啊 一时半会儿 还无法断言 这条建议的达成是否有限制 也只能等到先做出来 再看看情况如何了 至于狩猎林间这条建议 开玩笑 现在山林中的 基本都是保护动物 哪里能工人随意狩猎 更何况是直播狩猎 这岂不是把罪证摆在面前 跟投案自首有什么分别 一番审视下来 林南逐一见别其难易程度 眼下也就笑天犬这一项建议 有望完成 一说起笑天犬 林南的脑海中浮现出一道深印 正是当日自己投掷悲角时 在玄岚观遇到的那条纯白细犬 而无论是体型还是毛色 他都与传说中的笑天犬如出一辙 同时 林南还发觉一件事 眼下所处的位置 刚好是在烟海市的是郊区 距离玄岚观并不算远 甚至抬头望一眼远处山头 便能看到 瞧见那山腰上的庙宇楼阁 不如 现在就走上一遭 顺便看看 那头戏犬的情况如何 打定了主意 林南心里发痒 便对王成宇二人开口道 我想再去烫玄岚观 你们两个要是想聚就一起 不勉强 听闻此言 王成宇顿时张大嘴巴 像是个泄了气的皮球 南哥 你怎么突然想去那儿啊 说着 王成宇也抬眼望向那山腰处的道观楼阁 一想到爬山时登台阶的辛苦 他便打心底里发出 况且早上跑过一次操 上午又忙活了半天 就胖子的体型 多少有些撑不住 想去道观 我可以陪你 江涛倒是没什么所谓 拍了拍王成宇的肩膀道 反正也没什么事 你先回学校也成 听闻此言 王成宇顿时如是重负 脸上见笑道 道也不是怕辛苦 主要是这大热天的 不过 既然你们这么说 那我可就先论了 寻急 三人便准备离开 在道别梁师傅 将要踏出攻防之时 梁师傅却出身换住三人 视线锁定在林南身上 递来了一张明信片 开口道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要是有需要 希望还能联系到你 林南接下明片 扫了一眼上面的头衔 而上面一行大字 赫然是烟海市飞夷项目 但公树协会会长 三人在离开工坊后 王成宇先打车回校 林南跟江涛二人 则是一路来到了玄岸关 当沿着绵延的石阶上山 林南便感受到了 这山中气息清新 沁人心脾 周围的天地灵气 也果然 要比城市当中充裕不少 八九玄宫的心法 也开始自行运转 一丝一缕地吸纳着灵气 扣扣扣 随着江涛扣向山门 道观内很快出来一名弟子 这名年轻道士 瞧见外面的林南 顿时愣在原地 用力揉了揉双眼 乍一看 只感觉是道观内 供奉的二郎真君活了 而在确认过两人身份后 这弟子脸上的惊喜之色 却仍未消退 竟然当即转过身去 一边往观内跑 一边招呼道 道玄师兄 邻居士来了 眼见于此 江涛皱了皱眉 疑惑道 奇了怪了 他好像很高兴 老林 咱们上次往攻得向李娟的钱 很多吗 林南摇了摇头 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 在这年轻道士的通传下 先前那位熟悉的王道长 也快不迎来 二者相见 王道长一瞧见林南的扮相 以及那腰间的星月弹弓 眼中不仅闪过一抹一彩 紧接着 王道长面露微笑 迎接道 福生无量天尊 邻居士 您果然有与我悬眉有缘 这次回来 莫非是又想求神问补 不不 林南也不拖踏 开门见山道 上次置杯角时 出现的那条戏犬 还在冠里吗 我想见上一剑 此话一出 却见王道长舒了口气 当即道 实不相瞒 我也正想要说此事 邻居士 且先随我来吧 林南跟着王道长的脚步 一路往那二郎真君殿去 来到偏殿 林南朝着门口看去 上次 自己 便是在这偏殿门口 瞧见的那条白色戏犬 无精打采的 已在门槛上 只是这回再来 并未瞧见 那条白狗的身影 居士 他在罪里面 似乎瞧出了林南的疑惑 王道长指向 偏殿的内部 叹气道 说来也怪 自打居士 上次离去后 这条戏犬 便像是失了魂魄 无论我们如何做 他都是整天 钻到偏殿罪里面 不愿出来 就连饭也不怎么吃 若是再拖上几日 只怕他会 哦 听闻这一情况 林南也是一症 这条白色戏犬 记得在当时极具灵性 还与自己对视过 现在听王道长的描述 怎么像是绝食的模样 林南没有耽搁 当即上前几步 来到了偏殿门口 视线朝里望去 先是看到了 供台前的雕像 只见一条神犬 身形如油龙一般 找下踩着一枚 不完整的圆球 犬的嘴边 还有一块 从圆球上 撕扯下来的形状 似乎是天狗吞跃的场景 而按照王道长所言 这偏殿之内 供奉的正是上古天狗血脉 笑天犬 林南接着在偏殿内巡视 目光最终落在供台下方 并且对视上了一双眼睛 隐隐能瞧出 正是先前那条白色戏犬 不过 此时的她 身形更加细瘦 俨然不似健康戏犬那般 而就在林南出现在门口的一刻 嗯 一道虚弱的犬类 乌叶声响起 这躲在供台下的白色戏犬 竟强撑着站了起来 随着偏殿内 传出的虚弱乌叶声 镜头也清晰地拍摄 到了内部情形 只见一条纯白细犬 躲在供桌下 一副瘦弱不堪的模样 连站立起身都摇摇晃晃 相当费劲 直播间的网友们顿感反差 纷纷刷屏道 死 怪了 这是之前帮主播翻背脚的那条白狗吗 我记得上次瞧见她的时候 还挺活泼的呀 眼神都跟会说话似的 怎么几天不见 现在竟虚弱成这样 难道是因为看不见主播 这条白狗思念成疾 抑郁了 不单是网友们猜测 就连灵男也有些纳闷 他对上次的情况记忆犹新 当时这条细犬 在翻动背脚后 还灵性十足地 跟自己目光对视 犹如笑天犬下凡 来补偏就变 宣告准语 可现如尽 这条纯白细犬 与当日的神采 大相径庭 一副身体虚弱 食欲腿米的样子 都快要瘦成了皮包骨 若是这种状态再持续下去 只怕过不了几天 就会虚弱而死 此时 一旁的王道常叹息道 邻居是 自打你上次离开后 他就一直是这副样子 整天待在这供桌底下 给他准备的食物和水 一口也没动 而且 我们官里的任何人叫他 他都像没听见似的 理都不理 咦 话说一半 王道常突然疑惑出声 也就在他开口 跟灵男介绍情况之时 只见这只纯白细犬 竟颤颤巍巍的动起身来 开始主动往灵男这边走 而且 他分明十分虚弱了 却还是晃晃悠悠地迈开步子 挨到了灵男面前 这 王道常顿时愣在原地 直播间的观众 也与他的反应大同小异 而灵男则是俯下身来 朝这条细犬探出手去 这细犬毫不反抗 任由灵男在其头上抚摸 只是尾巴摇晃得有些无力 伸着舌头 发出呼 吃呼吃的沉重喘息 这条细犬 到底怎么回事 灵男一边摸着狗头 一边在心中疑惑道 他身上的疑点 着实不少 之前就听王道常说过 这条细犬 从小体质较差 整日粘头搭脑 可偏偏在自己投掷悲角 向二郎真君请约那次 这条细犬像 是突然转变了性子似的 变得极其活跃 且具有灵性 甚至被误以为 是笑天犬下凡 然而 当灵男前脚离开道观 他后脚便恢复了 往昔的状态 甚至更为差劲 眼瞧着 就快要把自己给活活饿死了 灵男这识想不通 有意探查一番 因为之前 有过黑鹿的经验 灵男大致知晓方法 于是沉心静气 把手落在细犬的头上 施展竖法 尽可能地去感知 在心神沉静的状态下 一模一样之感 很快便油然而生 随着一股古老幽远的气息 从其身上散发出来 灵男能够确认 在这条纯白细犬身上 的确蕴藏着上古天狗血脉 而且还相当浓郁 可拥有如此血脉 这条细犬 为何打出生气 便体弱多病 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 难道 恰恰是因为血脉纯正 导致其身体无法成灾 灵男心中思量 接着又察觉到一丝异样 这细犬身上的气息 有些反常 像是刚迸发过的火山 似乎在不久之前 其血脉突然被短暂激发过 导致他此刻的状态极其紊乱 如同一口平常的水井 底下却涌动着一条澎湃的地下河 致使其本就雷弱的身体 承载不住血脉搏发出的力量 从而反射自身 如今已经到了强弩之末 在大致理清这条细犬的情况后 灵男陷入了沉思 眼看着这条细犬 垂头搭脑 连站都站不稳的样子 那么 他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让身体焕发生机 尽快强健起来 这么一看 灵男的脑海中 闪过一个念头 归原春雷印 这道雷印 已经在黑鹿身上中过了 成效相当明显 春雷乃是万物之始 蕴含着盎然生机 足以令生灵迸发活力 只是 对于这条血脉纯正的细犬来说 或许有些冒险 若是能让其身体迅速强健 从而承在其体内的上股血脉 无疑是最好 可一旦雷印激发血脉的速度 超过了细犬身体机能的恢复 届时 他的情况 或许会更糟 结果未知 要试一试吗 林南陷入了犹豫当中 无 就在此时 一道虚弱的乌叶 再度响起 只见面前这条细犬 已经抬起头来 眼神无辜地看向自己 更是虚弱地用脑袋 拱了拱林南的手 像是在求救一般 见词轻性 林南的心头一软 算了 倘若什么都不做 就是眼看着他等死 与其这样 还不如搏他的一线生机 想到这里 林南心里打定了主意 视线相对之下 南南道 你愿意相信我吗 无 这条细犬像 是听懂了似的 竟真的发出了声音 林南见状 沉了口气 摸了摸细犬的脑袋 旋即以另一只手 在暗处掐起法绝 三天欲缘 紧消正行 发声号令 上阴烈星 一边施展着 归原春雷印的手绝 林南一边轻声念诵着 秀 很快 一道清风平地而起 在林南的周身环绕开来 使得林南的衣衫摇晃 肩上飘带徐续而动 并且 这道清风 夹带着无穷生计 令在场的几人 顿觉神清气爽 哪里来的风 江涛浑身舒畅地 打了个哆嗦 纳闷地四下打凉道 而一旁的王道长 则是目光一闪 视线落在林南身上 看着林南身上的衣衫 随风清白 一举一栋 尖仙气飘然的模样 俨然似真君显盛 王道长的心中 不禁遗憾 此了 而随着风势欲炼 一道若隐若无的 雷电交织声 自林南手中传出 倘若仔细观瞧 便能发现林南的手指尖 跃动着细微雷光 太夷帝君 照入真灵 雷霆为影 险入真行 随着最后一句法诀 默默念出 林南抚摸着戏犬头颅的手 呈现出一道法印 轻轻地拍在了对方的额头 归原春雷印 落 刺啦啦 随着一阵细微的雷电交织声 这家带着无穷生机的春雷 开始在细犬体内 飞速窜动 使其原本紊乱衰败的身体机能 迅速焕发着生机 逐渐地 其体内的每一个细胞 都在春雷涌动之下 得到了滋养 当真是九汗冯甘霖 一时间 这条细犬身上的每一处血肉 都开始活跃起来 不消几秒钟的时间 只见这条原本气息奄奄 丧头大脑的细犬 浑身打了个机灵 眼中也闪过一道光彩 继而身体不安分地扭动了几下 尾巴开始有力地摆动起来 哇 细犬抬起了脑袋 仰着脖子叫了一声 其状态 已然变得惊声了许多 现此轻性 灵难暗松了口气 成了 这细犬的身体 已然得到了恢复 并且还在愈发强健着 其体内的上骨天狗血脉 也将在雷印的激发之下被唤醒 加之其本就血脉纯正 相信很快就能看到成效 就在灵难心中思量之际 此时在场的几人 也听到声响 于是纷纷朝着这条细犬看了过来 也发现了其身上发生的转变 一切只在转瞬之间 哎 这狗怎么突然活泼起来了 此时 直播间里 有观众诧异 尽管细犬的体型细瘦 但是 也能明显地看出区别 这条白狗 全然不似众人刚看到它时 那般雷若不堪 反而是神采奕奕 死 我刚才好像听到主播念叨了几句 好像是什么法觉 然后 在它脑门上拍了一下 这条狗就突然惊声了 此话一出 对对 我好像也听到了 这也太神奇了 好家伙 念咒就有用吗 主播这纯纯化疗啊 要是有这手艺 兼职前的兽艺也成啊 不仅是念咒 你们刚才没注意到主播的手吗 好像还比了个手势 在这条狗的脑门上拍了一下 真有这么玄乎 你倒不如说是这狗的脑袋 里长什么东西 主播刚才使出一招隔空打牛 把病灶震碎了 伴随着直播间的一轮 更为惊奇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这条戏犬 朝着琳南叫唤了两声 状态相当活跃 旋即应该是感觉到肚子饿了 便跑去一旁的犬舍 而犬舍周围 还有其他的几只戏犬 其中最为年长的纯黑戏犬 俨然是这群狗的头领 可是 当这条戏犬 慢悠悠走向犬舍时 原本守在石喷前的戏犬 一个个都像是 见了猫的老鼠 纷纷垂下脑袋 夹着狗尾巴往后退 一声也不敢知 看看 这狗还知道去吃东西了 难道真是心情使然 因为瞧见了主播 这条戏狗 就一下子食欲大增 连病都好了 然而 直播间的观众 没有关注周围戏犬的反应 可在场的王道长 却看呆了 他在这道观里 待的时间最长 自然知晓 这些戏犬平食状态 这条纯白戏犬 因身体雷若 向来不怎么合去 在狗群里受了不少欺负 可是现在 原本欺负他的戏犬 此刻竟然露出一副 畏惧的模样 着实令人惊奇 王道长看着林南 眼神中闪烁着光芒 也不做犹豫 当即上前开口道 无量受服 邻居士 平道看这条戏犬 与你有缘 也担心 他日后再出差错 依平道之见 居士何不将其带下山去 嗯 林南闻声一愣 那条戏犬 也在吃了些食物后 便迅速回到林南身边 绕着林南 开始不停地游走 情绪异常兴奋 而这一幕 落在旁人眼中 俨然是二郎真君 协作下笑天犬 现身下凡的既视感 林南知晓 这条戏犬身上 蕴含着天狗血脉 再加上自己给他种下的法印 假以时日必然成器 如今道长自己开口了 把便宜送到了自己面前 哪有不减的道理 也好 林南欣然接受 由衷承诺道 也请道长放心 我会好好照看他 那是自然 王道长微笑道 而就在林南映下之后 耳畔玄机响起了一道提示声音 恭喜主人 初步达成建议 天狗随行 神犬笑天 奖励2%扮演完成度 林南闻伤 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始 这戏犬本就血脉纯正 加上体内种下了雷液 成长速度 无疑会相当惊人 而这个建议 显然 也是持续性的 想到这里 林南俯身摸了摸戏犬的脑袋 难难道 你叫小白 未免太大众话了 既然是笑天犬 以后就叫你笑白吧 这条戏犬一听 顿时发出了欢快的叫声 尾巴摇得像电风扇的扇叶 一旁的江涛忍不住问道 老黎 道长这是要把这条狗送给咱 先不说 咱把他带回学校怎么样 这一条戏犬可不便宜吧 林南自然知晓 也已经有了打算 于是转头对王道 常开口道 道长 带我们上几炙箱吧 寻急 两人在道观里上了几炙箱 又去到功德箱前 扫了上面的二维码 捐了些香火钱 玄兰观的名头还算响亮 不时有来往的香客路过 当瞧见一身二郎真君 伴向的林南 站在功德箱前 腰间跨着弹弓 身旁还跟着一条纯白细卷 这些香客可都看傻了眼 更有甚者 原本是想往功德箱里 放上一些灵钱 可是当看到林南 他们便默默地将纸钞放回了钱包里 逃出手机开始扫码 这些香客捐的香火钱有多少 林南并不知道具体 不过 从王道长的反应来看 明显能看出 其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 临别时 还特意送到到关门口 嘴上倒着珍重 可那面部表情 就差对林南直说 欢迎下次再来 打了一样车 林南跟江涛便直接返回了学校 这一路上 戏犬倒也没让他们操心 一直表现得极其乖巧温顺 仅仅是出于对外面世界的好奇 一直隔着车窗往外看 却也并未发出任何叫声 在返回学校后 林南走在回寝室的路上 其一身神明扮相 以及身旁跟着的戏犬 瞬间便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这戏犬似乎很少被如此关注 起初还有些怯生生的 不过随着林南的几下抚摸 他也变得愈发自信 逐渐昂起手来 很快回到宿舍 但刚走到宿舍门口 就听到里头传来王成宇的激情开脉 杨姐 你会不会丢狗啊 对面三个大残 你一个都咬不中 我劝你 还是趁早挂机吧 换个人机上来 都比你强 听到这番对话 比他们早回来的胖子 明显是正在打农药 而随着林南的脚步声 王成宇起初并未抬头 只是嘴上招呼道 哟 回来了 可是下一秒 一抹扎眼的白色 跃入王成宇的余光视野内 他毫无戒备地瞥了一眼 却是目光一致 只见 前方静直愣愣地 站着一条头如梭 腰似弓的白犬 吓得差点 没把手机给瞥出去 我去 这这 哪来的一条狗啊 王成宇差一出声道 接着又定睛观瞧了一番 觉得这条狗 似乎有些眼熟 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回忆了一下 王成宇嘟囔道 哎 这不是道观里的那一群 记性不错呀 江涛打去道 旋即简单对其讲述了事情的来由 这条狗 是王道常送给老林的 随着江涛的讲述 王成宇逐渐露出惊讶的表情 听到这条细犬对林南的反应 王成宇择了择舌 也对这种品种的狗 充满好奇 嘟囔道 难怪道观要往出送呢 你瞧给这条狗兽的 多快成皮包骨头了 看这样是道观里吃的不怎样 要不我给他买点狗粮吧 江涛笑道 得了吧 这狗品种就这样 在位也胖不到哪去 你以为都跟你是的 我 王成宇似乎还想反驳些什么 而就在这时 林南仰头 是以他手中的手机 淡淡道 还不动 要被判定挂机了 啊 王成宇赶忙低头瞄了一眼手机 这才发现 游戏还在进行着对局 哎呦 我去他于是紧忙滑动屏幕 开口道 南哥 还好你提醒我 不过现在这游戏扣分可狠 卡掉重启都算恶意挂机 林南笑了笑 并未搭话 回到自己的书桌前坐下 抚摸着笑白的脑袋 询问两人 下午有什么课 要是结束得早 晚上还能再开一场直播 好像是老罗的课 王成宇一边操作着 一边头 也不抬得回应道 就凭南哥 你在学校领导面前的影响力 就算翘个半节课 老罗也不会说什么 晚上要想直播 我完全OK 而随着王成宇的回应 正在衣柜前翻找的江涛 却是开口道 老林 我今晚得请个假 嗯 有情况 还没等林南询问缘由 王成宇便怪叫出声 接着抬眼一看 见江涛正在衣柜前翻箱倒柜 一副要好好捣持的模样 王成宇立马有精神了 怎么回事 这是要出去约会 喂喂 你不会也跟南哥一样吧 不声不响的 把咱们搬花都给撩走了 这才开学几周啊 你们这就一个个的脱单 别到时候 就留我一个人在寝室里头 独守空房 随着王成宇机关枪式的开口 林南愣是没找到空隙否认 待到他输出完毕 江涛已经从衣柜里 翻出了一套西装 穿在身上设施 稍微有点小 不过也将他身上的肌肉轮廓 勾勒得相当明显 江涛抬起胳膊 显摆了一下自己的二头肌 嘿嘿笑道 之前不是说过 我要进体育部来着 今晚是去面试 听闻此言 王成宇上一秒 还是一副控诉的表情 这下却跟学过变脸一样 表情立马变得殷勤起来 堆满了笑意 毕竟体育部 关乎到早上跑操一事 王成宇就指着江涛荡靠山 也打气道 哦 原来是这样 涛子 啊不 涛哥 那你今晚可得好好发挥 争取通过哈江涛 故意面露男色 叹了口气道 听说这次竞争挺激烈 属实不好进啊 时间非是 大一的生活 总是这么枯燥乏味 却又带着些许新鲜感 事情按照林南的计划进行 下午上了一节课后 回到宿舍便着手准备直播 而今晚的直播 也因为笑白的露面 而平添了一抹亮色 加上其本旧外形 与笑天犬极为相似 伏在林南身边 更是逼真 一时间 直播间的热度越来越盛 网友们的称赞之声 不绝于耳 礼物动画 也是刷得不停 可即便如此 林南却觉察到 王成瑜有些不在状态 不用猜也知道 他八成是在担忧着 江涛的面试情况 时不时的 还会看看表 嘴里嘟嘟囔囔地念叨着什么 而在直播结束后 王成瑜也终于等来了 江涛回寝室 涛子 怎么样 江涛前脚刚迈进宿舍 王成瑜便迫不及待地 询问起结果 谁 江涛仍旧是不紧不慢 淡淡吐出一个字 王成瑜一时雅言 不过还是抽了一瓶矿泉水 贴心地拧开了瓶盖 递给江涛 不过见江涛 卖起关子 王成瑜叹了口气道 哎 现在问你 也得不出个结果 部门面试收录 估计要明天 才出来吧 江涛文言 嘴角却扬起一丝神秘的笑容 摇了摇头道 我已经过面试了 明天就上任 啊 王成瑜顿时诧异 林南意识有些好奇 视线朝着江涛看去 这么快 你都干什么了 也没什么 江涛喝了口水 淡淡道 就是当着体育部部长 跟全体腹部的面 一口气做了五十个单手俯卧撑 王成瑜一正 而后忍不住竖了个大拇指 由衷地感慨道 我靠 牛掰 单手俯卧撑 还能来五十个 我单手撑地两秒钟都费劲 待到第二天一早 新生们按照惯例 集合准备晨跑 不过这回 因为 在体育部有了靠山 王成瑜显得相当有底气 甚至方队还没站好 他就跟站在队队外的江涛 喊起了报告 不出意外 两人开始了一番拙劣的表演 看得林南都替他们尴尬 不过 王成瑜很快便被允许 先回宿舍 可就在他打开宿舍门的一刻 寝室里发生的一幕 令他瞠目结舌 我去 什么情况 南哥 你的狗自杀了 南哥 你的狗要自杀 他他 跳楼了 王成瑜诧一道 方才的一幕 已经深深印在了他的脑海 王成瑜刚打开宿舍门 就瞧见那条戏犬 正站在阳台的护栏上 并且还在轻微摇晃 一副随时都要被风刮下去的模样 王成瑜看着觉得危险 不禁在心里捏了一把冷汗 接着 他就想要巧声走过去 将这戏犬给抱下来 可是还没等他做出行动 下一秒 就见这戏犬一个越深 从楼上跳了下去 看到这一幕 王成瑜瞬间猛了 什么情况 头一次看到狗也会跳楼的 他究竟是受了什么刺激 有必要这么想不开吗 而且 他们宿舍可是在三楼啊 从这高度跳下去 就算是跳狗 也得缺胳膊断腿吧 于是 王成瑜失声叫嚷了几句 猛地觉察到 周围一片安静 这才想起 林南他们还在跑操 压根没人能听得见 于是 王成瑜紧忙迈步 跑到了阳台的栏杆前 还担心一低头 就会看到这条戏犬 摔得血肉模糊的场景 几秒过后 才终于鼓起勇气 心怀忐忑地探出头去 然而 当王成瑜顺着高度 往地上看 却诧异地发现 本应是自由落体的落点处 可是那水泥地面上 竟然空空如也 也压根没有看到任何的血子 王成瑜 还以为是自己眼花了 用力地揉了揉眼睛 这才确认情况 不禁诧异地出声道 我去 狗呢 而就在这时 楼下一阵细微的声音传来 像是有磁水枪在发射的声响 呲呲呲 听到这一声音 王成瑜立即寻声找去 然而 当他看清下方的情形时 他的嘴巴都合不拢了 只见在楼下的草丛里 正是那条从楼上跳下去的细卷 而此时 他正翘着一条后腿在放水 啊 王成瑜愣愣地看着 这什么情况 合着南哥这条狗 从三楼跳下去 静豪发无损 并且还悠哉悠哉地 跑去草丛撒尿 现此情形 王成瑜咽了口唾沫道 我操 简直神了呀 之前光是听说猫跳楼轻易摔不死 合着这狗也行啊 这也太喧呼了 不能真是笑天犬吧 就在王成瑜感叹之间 却见这条细犬 已经解决了问题 似乎这条细犬在倒罐中 也有去户外上厕所的习惯 而他们因为出去跑操 关了宿舍的门 细犬才会干脆从楼上跳下 也因为琳南在其身上种下的雷翼 使其成长迅速 若是昨日 那气息奄奄的模样 只怕这会儿 已经摔得起不来了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雷印滋养 这条细犬的身体素质 已经得到了极其明显的改善 甚至是从三楼的高度跳下来 也能够轻易地落地 彭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这会儿 细犬那如梭子一般的脑袋 抽动了两下鼻子 似乎在甄别 检索着什么气味 嗅了两下后 他很快确认了目标方位 欢快地跃步跑去 而王成瑜 还扒着栏杆 瞧见这条细犬似白色 闪电般 迅速消失在了视野 打量着其离去的方向 王成瑜心道一声不好 旋即 匆匆离开了宿舍 紧忙去找林南 又朝着晨跑的队伍方向 而去 在王成瑜装病离开后 队列也很快跑动起来 在此之前 姜涛还暗中询问过林南 要不也一块请得架散了 林南却摇头拒绝 只因在队列中 发掘清晨的天地灵气 似乎比平时要充裕一些 也难怪公园里总 有大爷大妈们陈列 这效果还真是不太一样 于是 在呼吸之间 林南心中默念起八九玄宫的心法 随着心面转动 四周的天地灵气也在涌动 更为迅速地被林南吸收进身体 使林南整个人都倍感精神 神清气爽 加上昨天才去过山上的道观 也吸收了不少灵气 这些灵气在体内不停流转 不断开拓 并强健着经脉与肌肉 因此 眼下林南一是想跑几圈 发泄一下精力 二 则是想要顺便测验一下 看看自己现如今的体能 有没有变化 随着晨跑的队列开始跑动 在奔跑当中 体会着自己身上的转变 果然十分明显 在绕着学校跑了一圈后 竟没有什么疲乏之感 甚至 就连大气都没有喘 似乎这点运动量 还远远没有达到 足以让自己感到疲惫的程度 就在林南为自己的变化 感到欣喜之际 突然心念闪动 觉察到了一丝异样 林南愣了 还没等她多想 便听后方传来了一阵细犬的吠叫之声 哇 随着这叫声响起 林南回头一瞧 发现正是自己带回来的细犬笑白 正在道路中央飞速奔跑着 其身形如弯弓 跃动式的奔跑速度奇快 而随着这条细犬的举动 周围不少学生还在队列当中 皆是透过眼角余光 隐约瞧见一道白色闪电 自道路的中央飞快闪过 带到细细观桥 他们这才循着视线看清 哪里是什么纯白闪电 那分明是一条身姿如宫的白犬 同时也有学生惊叹这条狗的模样 开始冲着其议论起来 哎 你们快看 这是哪来的狗 它的样子看上去好特别啊 怎么这么细瘦 对啊 从来没见过长成这样的狗 虽然看着是瘦了点 不过跑起来是真快 这会儿 有眼尖的同学便认出品种 开口道 我去 这好像是细犬啊 一条可不便宜呢 随着众人的议论之声 也是都想看看 这条细犬要去往何处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这头细犬竟直奔向了林南 并欢快地摇动其尾巴 见此轻性 周围的同学们也纷纷看了过来 林南 这条狗 好像是来找你的 看着身旁欢快的笑白 林南摸了摸细犬的脑袋 想着昨天给到官捐出去的香火钱 于是开口道 嗯 算是我买的吧 说吧 便以心念尝试沟通 轻声道 乖乖的 跟我跑完 而就在周围同学们的注视之下 只见这细犬真像是听懂了似的 汪汪叫了两声 便跟随在林南的身侧 开始同队列一起跑动起来 同学们都有些差异 一脸惊奇之色 纷纷道 好家伙 这是挂上宠物跟随了 他怎么像是能听懂似的 也太有灵性了吧 别说 这狗看着还挺帅 而且 我总感觉在哪见过 对了 动画片 李二狼神的笑天犬 好像就是长这样 而这条戏犬 为了迎合队列的速度 压低了步伐 一路上不似奔跑 导向 是在往前蹦跋 就在学生们的频频侧目之下 他们也终于绕着学校 跑完了三圈 而返回到各班级的出使位置后 林南打眼一看 只见王成宇气喘吁吁的模样 在跟江涛在说着什么 见他们回来 对方也紧忙朝林南走了过来 胖子 你怎么回来了 呼 王成宇掐着腰喘息 再看到戏犬乖巧地待在林南身边 他松了口气 对林南开口道 南哥 你这条狗有点神啊 我刚才回宿舍 亲眼瞧见 他从三楼阳台往下跳 然后就没影了 我怕他丢了 猜他可能是要过来找你 这才追过来的 王成宇的声音 也传到了周围同学的耳中 当他们听闻林南身边的这条戏犬 竟然是从三楼跳下来的 不禁更加惊讶 可是看其外表 却没有丝毫的异常 着实有些匪夷所思 林南闻言 则是心中了然 想来是这戏犬体内种下的雷印 在激发其身体潜能 无妨 他体质比较好 回去吧 旋即 在林南的带头下 三人便准备往回走 江涛手上拿着本子 对了胖子 告诉你个坏消息 我们监督方队是轮着来的 我明天就得去看别的班姐 你再想找我请假 还得等几天 啊 王成宇呆若木鸡 庞佛一瞬间天都要塌了 别慌 你今天不是逃过一次吗 在江涛的安慰声下 王成宇回想着 方才种种 他担心戏犬跑丢 可是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从宿舍折返回来 再看着戏犬正乖巧的 跟在林南身边 顿觉血亏 哭丧着脸道 可我今天也没轻松多少呀 鉴于早上发生的事 林南他们 也没有再将校白放在宿舍 也是怕这戏犬 有事没事的 从三楼往下跳 会吓到别的同学 所以 白天就让他 在外面自由活动 不曾想 这么做还有一个好处 那便是这校园内的大学生 有许多会主动给校白投喂食物 比起在道观里 清汤寡水的生活 学校里的日子 可要滋润得多 基本上一天五根考场起步 还都是新鲜出炉 而校白 也尤其爱在女生宿舍楼下转悠 什么鸡蛋 包子 女大学生 是变着花样的头味 尽管细犬的体型细瘦 但校白的胃口 却是出奇的大 好在有雷印的激发 其体型变化 没有成长来得快 这会儿 就在几名女大学生围拢 伸手想要抚摸校白之时 虚语 突然 一声嘹亮的哨响 这细犬 原本惬意躺在地上 闻声猛地跳起身来 似闪电一般 朝着声音来出奔去 而吹哨的 自然是鸣男 身上穿着一袭绒装 衣衫裂练 在看到细犬奔来后 鸣男嘴矫浅笑道 走 陪我去取刀 在周围一众女大学生的注视之下 鸣男一声口哨 将校白呼唤过来 带着其一同离去 很快抵达目的地 来到了校内的快递驿站 正式接到消息 先前在网上定制打造的 三间两刃刀到了货 按照编号寻找 鸣男一眼 便在对应的货架处 瞧见了目标 那是足足一人 多高的长方形物体 直愣愣地立在一旁 看上去相当惹眼 也正因此 来来往往不少取快递的同学 都对这份快递感到好奇 紧接着 鸣男将这快递拿到手中 由于这三间两刃刀 是由刚才打造 分量着实不清 快递外面还包着纸壳 也不方便拿着行走 更何况 现在将这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还能尽快测试出来 看看能否达成扮演建议 于是 鸣男也没有等到回寝室 直接在快递驿站动起了手 辞了 随着纸壳被拆开的声响传来 里面的情形也逐渐显露 从被撕开的缝隙当中 在阳光的照耀之下 反射出阵阵寒芒 仅仅看到了其中一角 鸣男便有所感觉 这柄三间两刃刀 完完全全是按照自己的条件所打造 并且 是真材实料 故此 所呈现出来的效果 或许 要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好 将快递完全拆开 把这里面的长柄三间两刃刀 给拿了出来 握在了手中 这柄刀的全貌 顿时显露无遗 按照灵男寻找到的物料记载 此刀是在长柄 按上剑一般的双刃刀 刀刃的部分 比寻常剑宽上许多 并且 前端又尖又宽 呈现出三叉形状 而刀刃 长达75厘米 再加上刀柄的长度 这柄三间两刃刀 全长约2米5 重9公斤左右 尽管这柄刀的分量不轻 但眼下经过修炼八九玄弓 在天地灵气的淬炼之下 灵男的身体 已然变化了不少 故此即便握在手中 也不会觉得丝毫沉重 甚至挥动起来 也十分轻易 格外地得心应手 呼吱 呼吱 灵男握着三尖两刃刀 在身前挥舞了几下 刀刃的破空之声 在耳畔烈烈作响 简单熟悉了一下手感 灵男顿感一阵心情舒畅 毕竟 哪个男生在小的时候 不曾有过这种美梦 少时空有侠义心 拥有一根中植的树枝 便能砍翻一整片油菜花田 而现在 灵男握着如此逼真的神兵 心中自然感慨 又将手伸到刀刃的进前 摸索了一下 刃触并不是什么吹毛断发 恰恰相反 灵男沿着刀刃轻轻易划 手上也并未出现什么伤痕 诚然 这柄刀 虽然是真材实料 但却并没有开刃 在网上购买 或是定制这种冷兵器 大多都可以买得到 也有许多卖刀剑的店家 只是按照规定 都不能开刃罢了 尽管如此 再将这柄三尖两刃刀 握在手中后 此时的灵男 又平添了几分气势 显然 这扮演二郎真君 却是手持着三尖两刃刀 更为逼真 也着实是能体现身份的绝佳兵器 灵男现在的情形 当真是 腰垮弹弓星月样 手持三尖两刃枪 再加上一戏戎装 再随着风势烈烈作响 如此一幕 瞬间便引来了大批学生们的围观 我去 这是 二郎神杨茜 是新出的COS吗 看上去也太逼真了 只是 这个版本的杨茜我 怎么好像没见过 是哪个影视剧里的 顿时有学生觉察出异样 灵男身上的装扮与服饰 都格外考教 皆是按照这仙斑图鉴上的形象所打造 故此 俨然称得上是 最接近二郎真君的形象 和影视剧里的完全不同 所以有学生反应出来 顿时开口道 不过 我看到不像是什么影视作品 我感觉这个形象 就跟真的二郎真君一样 而且你们瞧 这身边跟着的白色戏犬 不就是跟在二郎神身边 形影不离的笑天犬吗 随着周围学生们的一轮之声 灵男在静静地等待着 结果等了几分钟 却迟迟没有听到动静 别无其他 灵男自然是在等待建议达成的提示 可是从目前的情形来看 似乎并未顺利达成这一建议 这三间两刃刀到手 竟不算达成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这丙刀的外观已经是按照原形打造了 灵男心中犯着疑惑 不禁难难道 干脆调出了收录的这条相关建议 仔细观察起来 收录建议 打造三间两刃刀 以三头胶金屑胶柱 服以雷霆翠刃 完成奖励5%半眼完成度 端向着建议的详细内容 灵男心中思量 眉头也随之皱了起来 三头胶金屑 雷霆翠刃 灵男清楚记得 这柄三间两刃刀的传说典故 是由三头鳄胶血肉演化而成 并且由雷祖将下神雷 淬炼此刀 照这么看来 难道想要达成这一建议 自己还真得去找什么三头鳄胶 这种之存在于传说当中的生物 当真存在吗 而即便存在 自己又该上哪儿去找啊 灵男心里琢磨着 也始终想不出个办法 无奈叹了一口气 打算先将这条建议搁置 想着 既然目前的建议 想要实现起来 有些难度 不妨先修炼一下八九玄宫 这个念头刚一生出来 灵男的脑海便浮现出了那片山林 依照自己的推测 那片自然保护区的天地灵气 肯定会相当充裕 与此同时 灵男将视线转向了身侧的笑白 像她这种戏犬 皆是带有猎犬的本性 先前这条戏犬 是因为天狗血脉太过充裕 而无法承载 所以并奄奄地待在道观 尚且无视 可眼下 经过雷印的激发 这戏犬已经愈发活跃 体内属于天狗的本性 也正在逐渐被唤醒 从其自三楼阳台一跃而下的举动 便能看出笑白的需求 俨然有些活动不开了 而让她整天待在校园里 多少有些抑制天性 反正 自己打算上山一趟 不妨也带着她一起 正好能让其在山林中 放肆地玩上一番 想到这些 灵男在心中打定了主意 旋即心念一动 朝着笑白 喃喃道 想不想出去玩玩 带你去看看一个新朋友 黑鹿作为预备一神兽 和笑白属于同缘 理应玩地上来 而随着灵男的话音响起 这条戏犬顿时欢欣雀跃 尾巴摇晃得不停 与此同时 烟海市 警局 在会议室中 一众警员在会议桌旁围坐 刑侦队长梁宇竹 正向张局汇报着近日的一些情况 眼下 刚好说到那起性质恶劣的盗猎案 由于先前那三名盗猎贼 身上都受了些伤 其中 还有一名看似被惦击过的盗猎贼 伤势最为严重 也是这两天时间过去 状态有些好转 他们才彻底完成招供 张局长 这是那火盗猎贼的审讯结果 梁宇竹说着 将手中的一塌笔录递了过去 张局长接过去翻看了两页后 他的表情微变 眉头也皱了起来 似乎是有些看不下去 这笔录上的内容 张局长确认道 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碰上了山神 还被山神的座器给收拾了 正如张局长所言 这三名盗猎贼的笔录上 赫然是当日所发生的情形 言之凿凿地说 他们是遭遇了山神 而那山神骑成这一头黑色神鹿 三两下便将他们 给收拾得体无完肤 即便手持劲弩猎枪 也毫无反抗之力 没错 梁宇竹点了点头 解释道 而且这三名盗猎贼 所谓的山神与黑鹿 确实存在 就是之前跟您提起的林南 一个扮演神明的主播 简单地说明了一下当时情况 紧接着 梁宇竹提醒局长 翻看名字叫做赵大毛 供出的笔录 局长 您再看一下这个 从他招供的情况来看 我觉得 他们上山的目的 有些蹊跷 张局长悬机查看起来 发现这赵大毛的口供 跟其余两人大差不差 只不过 其余两个招供的是 遭遇山神 遭到黑色神鹿撞击之类 而这个赵大毛 供辞却更为悬忽 竟然声称 自己是被黑鹿释放的雷电击中 这才受的电击伤 张局长一时沉默 许久后才开口道 这个赵大毛 是受伤最重的那个 他身上的电击痕迹 查出原因了吗 具体是有什么造成的 不过按照医生给出的判断 在当时的山林环境下 压根不存在 接触到高压电线的可能 这个赵大毛身上的电击伤痕明显 皮肉都被电出了焦糊的纹路 也不像是普通电击器 能达到的效果 说到这里 梁宇竹稍微顿了顿 也不免觉得 死人身上的电击伤痕 有些蹊跷 于是开口道 张局 我认为这个赵大毛身上的伤 更像是自然形成的雷电所造成 可按照时间线分析 我们当时已经在近处形成了包围 却压根没听到 任何打雷的声音 说到这里 梁宇竹陷入了短暂的回忆当中 他无比确信 当时现场不存在任何 能够造成雷电击伤的人为武器 甚至在当时 唯一能跟雷电扯上些关系的 也就只有那个林南所扮演的神明 好像就是雷祖 梁宇竹难难道 按照当时的现场勘察情况 唯一能跟雷电沾上面的 也就只有林南扮演的神明 可是 这跟赵大毛身上的电击伤 能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梁宇竹思绪翻涌之下 也始终没有想出个究竟 总不能是林南 真的是神明 能放电吧 不过借着雷电这一字眼 梁宇竹又将注意力 重新落回到他们的目的 玄机跟局长会报道 张局 这份口供礼 还提到了他们进山的目的 而且涉及到了另外一起案件 就是前些日子发生的那起贩卖人口案 这火刀猎贼之所以进山 跟这起案件还有一些联系 有联系 张局皱了皱眉 自然而然地以为 是这两部罪犯有彼此认识的人 于是开口道 这两伙罪犯的人际关系网 有交集 然而梁宇竹却是缓缓摇头 不是人际关系 而是贩卖人口案件发生那天 从天上披下来的那两道雷 见张局更糊涂了 梁宇竹旋即解释道 他们口口声声地说 要进山找什么 渡雷杰的巨蛇 还声称 有人在背后花了大价钱 只要能找到那条巨蛇 对方承诺 会给他们一笔不菲的报酬 雷杰 据问道 在背后承诺提供资金的 是什么人 我们顺着这条线调查过了 不过这幕后的金主相当隐蔽 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目前还在进一步侦查 随着盗猎贼的供词内容汇报完毕 并且调查情况讲述清楚 张局长沉默了几秒 不过也是见得多了 毕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案件 什么样的犯罪动机都有 之前还有一名纵火犯 到处烧人 还说要练什么仙丹 张局长表情正色 开口道 同志们 这起盗猎案造成的影响相当恶劣 还有一名护灵员 因公负伤 家属等着说法 务必要尽快调查清楚 将情况公之于众 是 随着会议室内 众警员们异口同声地回应 玄机宣布会议结束 梁宇竹整理了笔录 正往会议室外走去 就在这时 身旁警员的几句异论声 传入他的耳中 有没有发现 局长今天突然对那起盗猎案 这么伤心 听说 市里有位企业家 在得知了护灵员被枪击的情况后 不仅给伤着捐了款 还主动成立基金会 要加强护灵员的人员组建 市里领导对这些捐款相当重视 自然是要给压力 让咱们尽快查明此案 这两名警员小声说着 也逐渐走远 而伴随着两名警员的议论声 梁宇竹不禁一愣 嗡嗡 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响起一道震动声音 逃出手机一看 只见那是一条当地媒体推送的新闻 而一条醒目的标题映入眼帘 我是知名企业家的这个操作 让护灵工作彻底变了模样 看到这则标题 显然是跟刚才的事情有关 梁宇竹于是点了进去 查看起新闻内容 这看似带有批判性质的标题 再点进去后 却是另外一幅模样 我是知名的优秀企业家 冯万豪先生 于今日成立基金会 主动为我是护灵工作捐款 并且让旗下安保公司的员工 充当临时志愿者 积极参与到护灵工作当中 解决了燃眉之急 实乃我是优秀典范 本篇报道 由万豪集团赞助发布 看到这篇新闻上的内容 梁宇竹的眉头微微一皱 脑海中似乎有什么东西 一闪即逝 烟海市自然风景区 护灵园值班室 此时 护灵园小马正 看着师父的照片发呆 他也是刚刚从医院 回来不久 而由于师父老颜的腿部受伤 有蛋片嵌入了腿部 目前动过手术取出后 还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可是这护灵的工作 需要每日展开 小马便在老颜的叮嘱下 尽快回到了工作岗位 这值班室 原本是他和师父 现在却只剩下他一个人 难免显得有些空旷 在这股孤寂的氛围之下 小马也怀着担忧 愈发地想念师父 眼下到了正常该寻灵的时间 小马将师徒合照摆回原位 坚定道 放心吧师父 我一定把咱们的林子看好 旋即 他便穿戴好了装备 准备动身 咚咚咚 就在这时 值班室的门突然被敲响 小马闻声 觉得有些奇怪 不知道这山里 会是何人到访 谁啊 他出声朝着门外询问道 然而 门外并未有人开口回应他的 只有持续不断地扣门声 见词清醒 小马也值得纳闷地上前开门 当房门缓缓打开 却见外面 站着将近十来号人 他们身上穿着统一的制服 一个个将双手交叉放在身前 腰板挺得笔直 并且 每个人看上去都相当见说 你们是 小马疑惑道 而其中一名壮汉 开口回应道 我们是万豪集团的志愿者 来协助开展护灵工作 听闻此言 小马这才想起 之前的确是接到了通知 说是会来一些助手 协助自己 开展护灵工作 桥门外这架势 是所谓的助手来了 想到此处 小马在看向面前这群壮汉时 顿觉松了一口气 好你们就是来帮忙的志愿者啊 紧接着 他的心情也有些激动 毕竟自打他成为护灵员后 便一直跟着师父学习 从来都没有带过后背 现在倒好 竟然一口气来了这么多助手 旋即 小马呵呵一笑 拿出了一些前辈的姿态道 好啊 那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负责协助我 寻好林子 不过务必要记住一点 一切行动听我指挥 随着小马的话音落下 这些壮汉并未应声 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嘿嘿嘿 那好 小马并没有要求太多 看了看时间 也不能再耽误 于是匆匆道 既然大家都同意 那咱们就即刻出发 说着 他便准备往林子方向走 结果刚迈出没两步 小马便似乎想到了什么 顿了顿倒 对了 在带你们进林子之前 还得嘱咐你们几句 首先 最重要的就是火种 千万不能带上山 一边说着 小马带着他们 往林子里走去 跟在小马身后的这几名壮汉 互相交换了个眼神 便开始往林子里 四下张望而去 似乎他们来此 还带着什么别的目的 我去 主播 你还敢往这儿来啊 上次咱可刚 在这碰上一伙盗猎贼 我现在回想起来还后怕 多危险啊 此时 网友们正在直播间里 刷着弹幕 林南也俨然是一副 二郎真君的扮相 带着笑白 一路朝着自然风景去而来 先前打定了主意 想要来这山林 看看灵气是否充裕 并且修炼一番 这趟过来 林南身上的装备 倒也齐全 身穿戎装外 披仙甲 腰间跨着星月弹弓 手里还拎着三尖两刃刀 倒是颇有一副 要去狩猎的模样 还引来观众的调侃 你还别说 主播带的东西这么齐全 还真像是要去狩猎 我去 主播 该不会真有这个想法吧 主播 这想法可不新有啊 随着直播间的弹幕滚动 眼瞧着距离 林子越来越近 不远处的葱绿 愈发深邃 林南也明显觉察到 这四周的天地灵气 正在迅速 朝自己涌来 自己的判断果然没错 身处在山林当中 这天地灵气 当真充裕不少 甚至是一呼一吸之间 都与之前有着明显的差别 并且 在这些灵气的流动之下 自己的身体 也在发生着改变 觉察到这一点 林南感到一阵心神舒畅 这一趟 起码没有白来 而就在靠近山林之界 一旁原本欢快不已 正撒野奔跑的孝白 突然表现出异样 只见他的身形僵了一下 然后就这么定在了原地 说起耳朵 仔细聆听 很快 孝白便将注意力集中 锁定在了前方的山林当中 很无 孝白的视线 锁定在丛林前方 身体也紧绷着弓了起来 前身腹下 做出一副随时要攻击的模样 瞧见孝白的反应如此奇怪 直播间的观众们 纷纷一愣 在直播间议论道 诶 他这是怎么了 怎么突然就站在原地 不动地方了 瞧这脚步坚定的 就跟瞧见美女走不动道似的 死 可我怎么感觉 他这是在忌惮着什么 而且还明显做出了攻击的架势 好像前面的树丛里 有什么危险 随着这条评论 直播间的网友们 一下炸了锅 难不成是遇见猛兽了 我操 该不会又是一伙盗猎贼吧 死 我听说 狗的眼睛 能看见人看不到的东西 一时间 网友们的猜测 也逐渐变得离谱 灵难却是一副从容模样 甚至还带着笑意 因为这丛林当中究竟存在着什么 他心里清楚得很 死了 随着耳畔 响起一道细微的雷电胶之声 只听丛林当中 一阵细微的树叶妈撒声 也随之响起 旋即 一道剑朔的黑影 在众多网友的注视下 陡然从林子里窜了出来 随着前方丛林传来的响动之声 一道漆黑的身影猛地窜了出来 刷了 身影迅捷的举动 引动着凌冽的风势 夹带几片树叶散落 旋即 这道身影呈现出了全貌 其剑朔的身姿傲 立在树丛之前 头上顶着一对如雷霆般的鹿角 一举一动 极具威严 宛如丛林之王 而林南与其遥遥相对 视线交汇之下 明显觉察出对方的欢欣雀跃 毫无疑问 这正是黑路悬策 此时 直播间的网友们 也瞧见了这一幕 原本的担心与忧虑 荡然无存 反而一股子安全感 油然而生 纷纷在直播间里评论起来 我去 还以为是遇到什么危险 感情是那头黑路 他这是知道主播来了 所以赶过来见上一面 好家伙 看这样子 黑路在林子里混得不错呀 你们发没发现 他的体型 好像又壮了一圈 不 这不是体型胖的 是他的四肢 明显比上次粗壮了许多 显然 黑路悬策在雷硬的激发之下 其体内的上股血脉 愈发浑厚 四肢的形状 也在逐渐朝着 墨契林的外貌靠拢 不过这还没完 就在黑路窜出之后 便将视线锁定在林南身上 似乎想要 跟林南炫耀些什么 接着仰起头来 发出一道空灵的路鸣 很快 周围的草丛中 再度传来嬉嬉琐索索的声响 近乎是出现在林南的四面八方 现此惊性 倘若是不知小原尾的人 难免会被吓得心惊胆战 林南则是能清晰地觉察到 黑路这有些小孩子般炫耀的心态 于是便手持着三肩两刃 将其尾端处在地上 静静等待着 同时 打量着四周草丛 心中也有些好奇 就在林南这一番注视之下 这些草丛中 很快有了动静 却并未有什么稀奇古怪之物 只是一个个毛茸茸的脑袋 纷纷从灌木丛里露了出来 林南从这些动物脑袋的特征 辨认出了它们的品类 狐猎 野兔 欢子 狸猫 分明是一群丛林当中的野生动物 此刻一个个探着头 好奇地打量着自己 见状 再结合着黑路雀跃的叫声 林南也清除了眼下情况 这些 都是你结交的新伙伴 随着林南的声音响起 黑路顿时雀跃地 用叫声回应 并且 在它的叫声之下 这些从林中出现的动物 也纷纷探出身子 来到黑路身后 俨然是一副跟随于服从的模样 一时间 直播间的观众们 一下炸了锅 什么情况 这头黑路墨 不是在丛林里 收了一堆小低 好家伙 我只以为这头黑路混得不错 合着人家都成老大了 看着架势 一举一动 都有动物随行 这活脱脱是丛林之王啊 在一众观众们的错愕声音下 更是有一位思路轻奇的水游 刷起弹幕道 等等 如果这头黑路 是丛林的王者 那主播算什么 要知道 这头黑路 可明显是听主播的 照这么一算 主播岂不是 王中王 随着这一观点出现 直播间的观众们 不由得忍俊不惊 纷纷打趣起来 好一个王中王 恭喜主播解锁 新外号 哦 难怪这条戏犬 这么喜欢主播 毕竟没有哪条狗 能拒绝王中王的诱惑 对上了 这回全对上了 然而 此时的林南 并没有时间去理会 网友们在说些什么 只因他眼瞧着黑路 正欢快地要挪动脚步 朝自己走来 可就在这时 一道嘹亮的犬吠声 默然响起 王王 林南朝着声音看去 无疑是笑白 正在朝悬侧 发出阵阵吠叫之声 而网友们 也是这才发觉笑白的异动 只见其身躯微微腐着 前掌撑着地面 尾巴似天线般的直立 这举动 俨然是一副 准备狩猎的模样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冲出去 并且 在笑白的这番吠叫 与逼迫之下 跟随在黑路身后的 这些小动物 也纷纷露出胆怯之色 而黑路悬侧见状 似是觉察到 小弟们受到了欺负 顿时 将前提往前一踏 一道清脆声音响起 力道飞溅起几颗碎石 朝着笑白 做出了示威的举动 而笑白 更是呲了呲牙 浑身蓄力 随时待发 煞世间 一黑一白 二者针锋相对 颇有些水火不容的架势 一旁 林南苦笑着摇了摇头 在来之前 自己也幻想过 当二者遇见时 可能会发生什么 眼下的情况 也在预料之中 毕竟 尽管这二者都与自己亲近 但并不代表 他们就能一见如故 更何况他们的身上 种着龟原春雷翼 在时刻激发着 上古神兽之血脉 以至于其血脉之纯正 无疑是世上仅存 麒麟与天狗 都曾是有过 赫赫威名的神兽 如今邪有其血脉的后裔 出此相逢 势必要切磋一番 当然 造成眼下这一局面 也不能排除一个 关键性因素 那就是 笑白身为猎犬的本性使然 若是只看到悬侧还好 可眼下瞧见悬侧身后 围拒着这么多毛茸茸的小动物 笑白的本性被激发 现在 更是蠢蠢欲动 想咬着几个野兔的脖子 将它们拎到林南脚下 可黑鹿显然也觉察到 笑白的意图 自然不会任由他行动 也有些要替这些小弟 找回场面的意思 证明自己的地位 眼瞧着二者摆出架势 随时准备开打 但林南却并没有 第一时间去阻止 因为他有把握掌控局面 这个机会难得 两者都被雷印激发了血脉 倒是不妨 让这两只神兽预备役 在这里撒撒欢 顺便进行一番切磋比试 也好检验一下彼此的成长 哇 随着林南的心念一动 便听得前方 响起一道清脆的吠叫之声 笑白身形一跃 如一道离弦之剑 猛地冲了上去 而悬侧身后的小动物 本应是天性畏惧着猎犬 可是在黑鹿的背后站着 却愣是 未曾有半分挪动 也不见有逃窜的打算 庞佛脚下伸了根一板 紧接着 就在笑白窜上 前去之时 这头黑鹿也踏不上前 其步伐沉稳 隐隐带着亡者之风 对于笑白的来势汹汹 并不慌张 就这样威严地注视着 笑白的一举一动 随时准备做出反应 而两者之间的体型 相差颇大 对于笑白这条细血而言 黑鹿悬侧那壮瘦的体魄 俨然像是一座小山 可即便如此 笑白也不见任何怯懦 朝着悬侧飞速靠近 在电光火石之间 他便已经来到了悬侧的境前 哦呦 悬侧健壮 一声长鸣后 高高抬起鹿角 便坐视欲踏 而笑白的体型偏小 在此刻也彰显出了优势 动作极其迅捷 在悬侧的践踏之下 如闪电一般更改了方向 迅速往悬侧的侧方一闪 一犬一落 在前方开始了一阵交锋 尽管双方的体型差距颇大 但互相之间各有功法 也各优势 竟让战局变化其多 一时叫人眼花缭乱 观众们也纷纷感叹不已 我去 这俩不都是主播的宠物 怎么他们斗上了 还真别说 他们的试探跟动作 还挺精彩 就是太快了 眼睛都快跟不上了 不过 这再让他们斗下去 多少也会有损伤吧 主播还不管管 随着直播间的议论 琳南观察着二者之间的缠斗 也发现了一些端倪 他发现 尽管笑白体内种下的雷印 在时间上不及悬侧 但在二者对峙的过程中 却也很少落得下风 究其原因 想必是雷印所激发的体质不同 笑白的血脉 比悬侧要近上几分 毕竟从外形上看 笑白与神兽笑天犬的相近 便有了七八成 可黑鹿 要想彻底激发血脉 成为莫其林 还有一些差距 照这么看来 说不定二者的速度还会反超 辞了 就在琳南思索之际 却听耳畔 响起一道微弱的雷电之声 听闻此声 琳南的心绪一紧 顿时看向了黑鹿悬侧 只见其 似乎是在缠斗的过程中 身上血脉潜力被激发 竟然与上次一板 那对狭长的鹿角 隐隐地泛起雷光 一副要引动雷霆的模样 看到如此危险的举动 琳南当即就打算叫停 可是 当视线转向笑白 接下来所见的一幕 却让琳南再次微微一正 哇 随着一道嘹亮的吠叫之声 笑白竟然主动迎着黑鹿的双脚上 丝毫不惧怕其上的雷霆之威 并且还张大了嘴巴 想要吞咽些什么 而这一幕 就跟道观片殿中 供奉的天狗吞月像 如出一辙 见此轻幸 琳南也是头皮发麻 毕竟现在还在直播 这种情况 要是被拨出去 恐怕就不好处理了 于是心念一动 及时制止 停 今天到此为止 你们师兄弟两人以后 还有的是机会 文言 玄策不愤地哼了一声 傲娇地仰起头 不去看笑白 而笑白 则也低音了两声 便乖巧地回到了琳南的身边 你们俩 也算认识了 玄策 你是大师兄 这里更是你的地盘 要大舵 更要敬一下地主之意 琳南又安抚了一阵 瞥了一眼山林的方向 感受着体内 汇聚的天地灵气 这里你比较熟悉 带我们进去玩玩 玄策闻声 发出一道欢快的路鸣 更有显白之意 瞥了笑白一眼 示意它好好跟上 不要走丢了 旋即转身 踏入丛林带路 那一群林中动物 也似跟班一般 好奇地绕着琳南跳动 还真有几分 王中之王的架势 刚才我跟你们说的 都是需要多加小心的地方 你们可得注意了 千万不能马虎哈 丛林当中 小马正带着一众助手寻林 一边走 一边跟他们 讲述着各种注意事项 这些随行的壮汉 给予小马的回应 却始终不太积极 大多都是嗯啊的两句 随意应付 不过 他们倒是对寻山颇为重视 一直在朝着山林四处打量 有些时候 甚至还会跑到小马的前面 去查看情形 小马健壮 止不住地叹息摇头 只当是这些志愿者 性格相对 比较木呢 也罢 反正现在没得挑 能有这些人 来帮忙寻山便可 抱着这种想法 小马降低要求后 也顿感轻松 看着前方的 一名壮汉身形的壮硕程度 小马走上前去 捏了捏这名壮汉的胳膊 感觉果然跟自己预想的一样 肌肉十分结实 血 练过 被询问的壮汉 顿时一愣 皱起眉头看向小马 小马则是黑黑一笑 似乎想到了什么 继续在前头带路 打去似的说道 你们就算 把胳膊练得再粗 跟进山的目的 也不挨着呀 随着小马的这一句话 其余的壮汉 也纷纷扭过头来 皆是将视线 落在了前方的小马身上 目光略显诡异 似乎是目的这个字眼 触动了他们的神经 这些人一言不发 互相交换着眼神 已然有一人 悄悄将手伸进了背包当中 而小马对此事 却是浑然不觉 毕竟是刚毕业 没多久的大学生 还当这群壮汉 就是一群安保公司 派来的志愿者 还在以前辈的姿态 对他们指指点点 却不曾想过 他自己 正跟十来个陌生的壮汉身 处在丛林当中 对方人数众多 轻而易举 便能让他永远留在这片林子里 社会经验的不足 让他时刻都能着了道 就比如此时 一名僵手 伸进背包的壮汉 在包里摸索着什么东西 已然走到了小马的身后 小马仍是未曾觉察 怎了怎舍道 子泽 真没啥用这开展护林寻山工作 主要靠的是腿脚 单凭上肢强健 那不成了 林子里拽着藤蔓晃悠的猴子了 呵呵 随着小马的这句话落下 在场的庶民壮汉 微微一正 那正在靠近小马的 更是动作一僵 眼看着就要从包里抽出来的手 又硬生生地缩了回去 殊不知 小马先前讲起这些 师父老爷都恨不得弄死他 不曾想今日 这该死的冷笑话 却救了自己一命 在自以为的幽默当中 小马似乎想到些事情 缓缓转回头来 这时 他看到自己身后的这些志愿者 一个个表情异样 身形也有些僵硬 他先是一愣 便以为是他们走得累了 于是 学着师父老爷的口吻 开口道 怎么 才这点路就走累了 再加把劲 这林子虽然大 可迟早是要寻完的 说到这里 小马抬头看了看天 另外 尽量都快着点 天气预报还说 今天要下雨呢 话落 竟如同乌鸦嘴一般 堪称是言出法随 只见天空中 逐渐堆叠起来乌云 天色也阴沉了下来 远处更是隐隐响起雷声 一场降雨 眼看着 就要落在山林之间 而就在这雷声之下 这些跟随着小马的撞汗 皆是抬眼朝天空看去 互相交换了眼神 明显在等待着什么 丛林的里头 林南跟玄侧 以及一众动物 正在肆意游玩着 并且 早在踏入丛林之后 林南便在玄侧的主动之下 骑在了他的背上 身旁还跟着笑白 这条戏犬在进入山林后 逐渐放开天性 从感应到的情绪来看 他也明显玩得正欢 总归是要比在学校里好上许多 而林南自己 也没闲着 仍在修炼着八九玄弓 心中默念法觉 身体不断地吸收着周围天地灵气 在丛林环境优越 灵气充裕的状态下 林南能够明显发觉 自身的经脉正在被拓宽 身体素质也变化飞速 并且 这些被吸收入体的灵气 逐渐会入气海 隐隐在气海中盘旋聚集 似乎在汇聚着什么 这一点 自是没能逃脱过林南的关注 想着这八九玄弓 乃是二郎神杨茧修炼的功法 而一旦功法的九转完成 真智化境 便可凝炼金丹 成就大道 能以肉身成圣 傲然于世 只是林南也在摸索着修炼 身旁并无任何人能够指导 这距离所谓的凝炼金丹 都还不知需要多久 更别说什么九转之法了 轰隆隆 就在这时 远方天际传来了几道雷声 伴随着一阵凉风吹过 林南感知到周围的灵气 阴冷湿润 俨然一副要下雨的模样 与此同时 直播间的观众们 也听到了这闷雷之声 然而 他们却下意识地 在想着其他的事情 纷纷刷屏道 噓 这怎么 又打雷了 就是啊 记得主播之前扮演雷祖的时候 基本是走哪儿哪儿下雨 现在主播 都扮演少二郎神了 竟然还这么喧呼 合着主播 这扮演雷祖的赵雷体质 还没有编过来 话说 这眼瞧着 可就要掉小雨点了呀 主播是不是偷摸 背着我们求雨了 此话一出 观众们回想起 之前的奇雨震 也全当是玩笑道 楼上的夺损了 可是带到主播 这回没带伞了 这种时候还求雨 不是等着被林城落汤鸡吗 我看他现在巴不得 想要求雨停还差不多 伴随着直播间 观众们的玩笑 这场雨降下来的速度 明显要比林南预想的快了几分 只听周围树丛之间 刚刚响起了 雨滴拍打叶片的声音 起初只是清脆的滴答声响 不过很快 这雨势便逐渐大了起来 声音也愈发嘈杂 哗啦啦啦 感觉到冰冷的雨水落下 已然有几滴雨水拍打在身上 林南的眉头微皱 倒也并非是担心林雨生病 以自己目前的身体素质来看 已经很难会 生出感冒这种类似的病症了 只是 唯一让林南顾虑的 便是自己脸上的妆容 早在进入山林之前 林南还特意去找叶晴 给自己撸了个妆 并且是相当认真 还画了天眼的那种 而且也照例支付了妆造的费用 还想着晚上回去再直播一场 把这一次妆造给利用最大化 可是现在 这雨水一落下 若是打射这妆容 岂不是白白浪费 头疼 出门不顺 林南无奈 抬起手摸了摸自己的额尖 确认了那枚天眼还在 位置也没有异常 这才暂时松了口气 难难道 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 得抓紧时间 找个山洞 先避一避 有了此番对策之后 随着林南的心念一动 拖着她的黑路 悬侧一声长鸣 也加快了速度 而跟在身侧的细犬笑白 似乎有些争宠的意图 脑子里就记住了 抓紧 避雨的字样 便如同一只离弦之箭 急速朝着前方 传射而去 悬侧见状 自然也不甘示弱 低垂了路头 轻哼出一股浊气 四提脉动的速度 也加快了几分 并且 周围的动物们 也在一旁跟随着 一同朝着一个方向去 随着一阵犬吠之声传来 不久后 原本飞速奔跑的笑白 在前方不远处 停下了身形 并且十分活跃地 朝着林南发出叫声 还带着些妖宫的神态 似乎在等待着林南的夸奖 而林南健壮 也看向了笑白身侧的位置 顿时眼睛一亮 有些心血 因为瞧见了一个偌大的洞窟 并且这洞窟的入口 彭佛一张山林显出的巨口 即便相隔百米 也能清晰可见 这儿竟然有个这么大的山洞 看上去倒也宽敞 能暂时避雨 想到这里 林南于是动起心思 对黑鹿道 走 我们也过去 然而 就在林南的话音落下后 这头黑鹿 却先注视了一下 那漆黑的洞口 然后 鹿角朝下垂了几分 喉咙间发出沉闷的嗡鸣声 几乎要做出攻击的架势 也暂且抛去了争宠的心思 衣服严阵以待 保护林南的模样 觉察到玄测的异常 林南有些纳闷 不禁目光锁定在那洞口处 询问道 有什么不对 要不再换一处地方避雨 可眼下雨水不断 雨势欲裂 黑鹿似乎知晓 林南正在淋雨 这会儿也做出决定 不再纠结 仅仅是耽搁了几秒的功夫 便带着林南 如一阵黑色疾风板 快速来到了洞口处 在进入山洞后 这外面的雨声顿时小了许多 林南也并未深入 以免有什么危险 所以就待在了洞口处 雨水刮不进来的位置 并且察觉到 玄测刚才的反应有些异常 林南满心警惕 便回头仔细打量起这洞口 这山洞相当宽敞 洞穴宽度足足有四米左右 且高度也有两米开外 林南骑着黑落 这高度都还没碰到山洞的顶部 不过也离顶部不算远了 于是抬头 观察了一下上方的情形 却发现这山洞的洞壁 一些特殊形状的纹路 就像是被什么东西 给平滑地打磨过许多遍 此刻望着那漆黑如墨的洞窟 如同一处无底深渊 一时间 看着这些石壁上的纹路 林南愈发感到奇怪 不得不更加谨慎起来 大 随着指尖轻点屏幕的声响 林南掏出备用的手机 打开了手电筒 光线朝着漆黑的山洞内部一照 日 却引得林南一声粗口 汗毛倒数 因为入眼望去 眼前情形令人骇然 前方赫然是四处散落的惨白骸骨 如杂草丛生一般 近乎要将整个山洞铺满 眼前所见的一幕 足以令人毛骨悚然 林南的瞳孔不由的一缩 哇 一道嘹亮的犬吠声响起 笑白朝着这洞窟深处叫了一声 声音在洞壁上来回激荡 回响 而身下的黑路悬侧 亦是呈现出戒备的姿势 跟在身后的动物们 尽管未曾四散奔逃 却也一个个勉强撑着勇气 在洞窟外头瑟瑟发抖 甚至还有一些 由于感受到了洞窟内部的异样 即便是淋着雨 也不敢接近洞窟半步 同一时间 由于林南在用手机的手电照明 前方映照出来的画面 也被直播间的观众们 给看了个一清二楚 众多网友们感到后背 振振发亮 我去 这山洞里头 怎么有这么多的骨头啊 主播这是闯到什么东西的洞里去了 天呐 这看着可太甚人了 里头该不会 还有人的吧 就在一些观众恐惧惊叹之际 也有网友通过直播的画面 勉强辨认着画面中的骨骼形状 继而给出了较为专业的判断 这些骨头虽然数量多 但并没有像是人体结构的骨头 基本都是山林中的动物一类 只不过 骨骼碎裂得太分散 从散布位置来看 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撕扯过 伴随着网友们的讨论 这山洞内的气氛 愈发让人觉得鬼祟 不太对劲 林南双目一鸣 心念一动下 对着一犬一鹿道 等雨停了 我们就 然而 未等林南的话音落下 洞穴深处传来一道声音 似乎是有什么东西 摔落在了地面 啪哒 而且 随着这道声音的响起 只见一抹白色的身影 瞬间从林南身边窜了出去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甚至林南都没有来得及反应 当那身影传射出去数米远 这才看得清楚 那细瘦的影子 自然是笑白无疑 也不知他是受到了什么刺激 竟然静止朝着洞口深处跑去 看到这一幕 林南也在心中感知起来 很快他便觉察到 对方体内跃动的情绪 显然是瞧见了 这洞穴内的白骨森森 被激起了狩猎的本性 再加上刚才洞窟深处 那道声音的激发 才使其按捺不住 在手电光芒的映照之下 其一身洁白的身影 在那白骨堆砌而成的 野草丛中灵活地跃动着 彭佛完全没有阻碍一般 越来越远 朝着洞窟深处而去 而此时 直播间的观众们 见此一幕 不禁心惊胆战 有些焦急 我去 这条狗 怎么突然往洞窟里冲 这洞窟里面 可不知道有什么危险啊 而且 能在这洞穴里 弄出来这么多白骨 肯定不是擅长啊 这条戏犬是疯了吗 怎么这也敢往里冲 主播 快叫回来啊 随着直播间 一众观众们的疑惑 到时也有人注意 到了事情的关键 从另一个角度考量 或许 有没有这种可能 这洞窟里面的情况 可能在咱们眼里觉得可怕 但是笑白是这么想的吗 他在惊动的瞬间 就只瞧见了满地的骨头啊 这对一条狗来说 是多大的诱惑 完全是饕贴盛宴啊 这位网友奇葩的角度 顿时引来了一众粉丝的银河 我去 之前还真没往这方面想过 合着在笑白眼里 这山洞一点也不可怕 反倒是一场自助餐啊 好家伙 笑白 感谢大自然的馈赠 随着直播间的议论 此时这洞穴当中 笑白的身影 已然消失在了尽头 那是光线无法照射到的位置 但就在片刻过后 自洞窟深处再度传来一响 先是几道犬肺之声 林南也察觉到 笑白传来的一阵紧张 而紧接着 便是一股腥臭的气味 自洞穴深处传来 这气息阴冷而潮湿 庞佛直接打在脸上一般 灌入鼻腔令人作呕 林南被这气息熏得眉头一皱 可还未等他作何反应 紧接着便听闻洞窟深处 传来一阵响动 咔啦啦 听着这声响 林南猜出了这声音的来由 赫然是无数骨骼的碰撞声 从这道声音判断 似乎是有什么庞然巨物 正从洞窟深处而来 哇 随着一道嘹亮的犬肺 只见笑白的身影 又再度出现在林南的视野当中 见他已经重新返回 林南松了口气 旋即 开始仔细地观察着笑白的后方 说实话 对于位置是存在恐惧的 林南本身也是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但好奇趋势 与各种法术作为底气的情况下 他又选择了留下来 只见其身后的烟尘滚滚 而且骨骼被碾碎的声响 接连不断 在这深邃的洞穴当中 这声音传播的异常广远 林南分明感知到 笑白他似乎正在将什么东西 从洞窟的深处给引出来 于是 林南将手中的三尖两刃刀 别在身后 一把拎过腰间的弹弓 粘起一枚弹丸 夹在了弹弓的皮兜之上 打起了十二分的警惕 观察着前方的情形 片刻过后 笑白的身形灵活藤魔 眼瞧着将要回到近前 而紧随其后扬起的尘埃 也逐渐显露出底下的情形 林南眯起眼睛 死死盯着那动静的来处 而直播间的观众们 此刻 也是大气都不敢喘 感觉这一幕 比看大片还过瘾 主要是直播 在好奇心的趋势下 弹幕都少了很多 不过礼物倒是多了起来 就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那尘埃中的身影 隐约浮现 轮廓硕大 几乎要将这三米宽的洞窟给填满 它正在地上飞快地爬动 其庞大且沉重的身躯 正在碾碎地上的白骨 随着这巨物的靠近 那股刺鼻的腥臭 再度涌来 就在这些惨白的碎骨 不断散落之际 最终 一道恐怖的身影 显露了出来 林南警惕地注视着 那烟尘之中的情形 只瞧见一双新红色眼眸 在尘埃中亮起 那眼眸足有盘子大小 足以窥见其体型之大 可谓等林南岔眼 紧接着又亮起了第二双 然而 这并不是结束 就在众人倒吸凉气的注视中 前方竟然声声亮起了 六道星红的光芒 从位置与距离判断 竟是三双骇人的瞳孔 伴随着尘埃散落 前方的情形又清晰了几分 林南也分明瞧见 这尘埃之内 潜藏的庞然巨物 显露出来蛇灵 并且 正在吐着星红的杏子 感知着林南一行 这洞里的是 蛇 三条吗 林南心中一阵 先前也从未见识过这般情形 林南也没有现在这般感觉 心都悬了起来 毕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三条蛇的体型太大了 而且还紧紧地挨在一起 好像从蛇颈处交织缠绕 彼此间难以分开似的 林南思量至此 却突然觉察到 有些不对劲 又仔细端向着前方的情形 这才发觉 哪里有了差错 这三枚舌头 着实挨得太近了 甚至林南感觉 他们的脑袋 都好似 是从同一个蛇颈上生出来的 就在林南的这个念头生出后 似乎是在印证着他的猜想 前方的尘埃 终于缓缓落定 那潜藏在烟尘与碎骨当中的身影 也终于清晰地浮出了水面 死 这 待看到其全貌 林南的呼吸 也稍微沉重 脸色有些惊愕 前方赫然是一头畸形巨蛇 其庞大的身躯 近乎占据了整个洞窟 并且 在其蛇颈的位置 竟然分裂出来了三个脑袋 正是那六双星红光芒的来由 此刻 若是先前上山的 那伙盗猎贼在此 瞧见这条三头巨蛇 他们断然 会下意识地以为 先前在这边 劈下的两道雷 便是这条三头巨蛇 引动的雷结 与此同时 随着林南的直播 看到这条三头巨蛇 直播间的网友们 也瞠目结蛇 我操 这特么是傻啊 这洞窟里头 竟然有这么大的一条蛇 吓死人了 老子刚才手机都砸脸上了 我还坐在工位上 直接一嗓子喊出声来了 现在老板正往这走呢 我正上课呢 我靠 这蛇也太大了吧 而且 怎么还长三个脑袋 瞧他这体型 莫不是已经要成精了 主播还不趁着 现在赶紧跑啊 就在直播间的观众们 议论之际 笑白已然返回到了林南身边 不断发出废叫 且尾巴直立着 做出了随时准备攻击的架势 至于林南身下的黑鹿 那一双狭长的鹿角 则对准了这条三手巨蛇 与此同时的洞窟之外 那些小动物 尽管胆战心惊 却仍是守在外面 老大没有走 他们也不敢离去 只能壮着胆子 看着老大悬策 希望老大能大显神威 林南沉了口气 心中也有些惊惧 毕竟头一次看到这种怪物 三头蛇他是知道的 以前在网上看到过图片 属于变异的一种蛇类 但体型通常很小 至于具体有没有 还真不好说 却没想到 今天不但见到了 而且还是超大号的 看着前方那三双新红的蛇童 正在注视着自己 那眼神极具灵性 似乎是在 端向着前方情形 或许 他也是瞧见 突然冒出来这么多食物 有些发猛 可是一旦反应过来 便是他毫不犹豫 发起进攻之时 见此情形 林南绷紧了弓弦 沉生道 我记得遭遇野生动物时 不管是保护动物还是什么 只要自身遇到生命威胁 都可以将其击杀 朋友们 我现在算危险吧 随着林南的这句话 直播间的观众皆是一愣 很快有懂法的网友出来解释道 主播说的倒也没错 当野生动物 被人类构成威胁时 可以采取击杀措施 而且 这种情况在法律层面上 一般会被视为紧急避险 哪怕对面是大熊猫 只要伤害到人类 人类都可以无限击杀 因为人命之上是底线 可是 主播现在最要紧的 不是赶紧想办法跑路吗 想那么多干什么 难不成 主播还想要动手反杀他 随着这条弹幕一出 直播间顿时热闹起来 啥玩意儿 主播要反杀这条大蛇 不是吧 疯了吗 瞧这条蛇的体型 主播都不够 给他塞牙缝的吧 大家出来混口饭吃而已 玩什么命啊 是谁给主播的勇气 你该不会以为 这大蛇现在没攻击 是害怕了你吧 我看他分明是 瞧见面前 突然冒出这么多食物 都不知道先吃哪个好了 所以 趁现在他还没反应过来 主播还不赶紧逃命啊 然而 随着直播间的激烈议论之声 这些观众们 却迟迟未见林南 做出什么反应 他们一时提心吊胆 纷纷隔着屏幕呼唤道 我去 主播干啥呢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 这都要成蛇梁了 倒是动一动啊 该不会是被吓傻了吧 伴随着网友们的万分交集 再瞧着前方的 这条三头巨蛇 已然是急不可耐 并且 他明显 是从最初的诧异当中 逐渐反应了过来 嘶嘶 那三颗畸形脑袋 正齐刷刷地吐出杏子 而泛着红光的树桐 也逐渐锁定在林南的身上 不错 尽管这条三头巨蛇是追着细犬出来 可眼下的情形却是不同 巨蛇见洞口处 竟围惧了一堆的猎物 在一番比较之下 这巨蛇自然觉得 细犬的体型太小 并且方才追逐时 见识过其速度 难以轻松地将其捉到不说 即便费力带住 也不足以填饱肚子 消耗的 恐怕还没有补充的能量多 相比之下 面前这头硕大的黑鹿 显然更符合巨蛇的胃口 于是 这三头巨蛇 已然是调转了目标 一边吐着星红的杏子 一边将注意力 全部放在了黑鹿之上 同时也盯着黑鹿背上的灵男 似乎是在思量着 这可是一笔买一送一的买卖 划算 思思思 他似乎终于耐不住了 三头巨蛇 试图展开攻势 而他竟然还懂得 做出个虚晃的动作 先是侧头朝着细犬扑了一下 但下一秒 他便恶狠狠地 直朝着灵男袭来 沙沙沙 伴随着蛇鳞与地面的摩擦声音 以及那些不断被碾碎的骨骼 一时竟再度扬起灰尘 直播间的观众们 看得尤为清晰 也亲眼目睹着 那舌头越来越近 一时艰辛 都提到了嗓子眼 看得手心发汗 但又觉得真他妈刺激 而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灵男终于开口 朝着黑鹿一声大喝 玄策 闪 其实不用等灵男话音落下 两者之间心有感应 灵男念头刚起的时候 玄策便早已经做好准备 四肢皆是提前序列 时刻准备着船尸而出 于是就在灵男喊出指令的瞬间 黑鹿便瞬间四提踏地 直接从原地腾空而起 并且直朝着侧方一处闪避而去 碰 随着一声巨响 这条三头巨蛇的头部 已经砸在了原本灵男所在的位置 地面上赫然呈现出军烈的印记 庞佛 都要砸出一处深坑 666 给玄策打赏一波 牛逼呀 玄策 无关玄策 有神兽之姿 直播间的观众们 看得激动不已 骇然的同时 又惊呼连连 一时间各种礼物 飞满了屏幕 其中甚至有很多 从不打赏的账号 可以看得出 一众观众此刻的澎湃心情 他们方才可是生生地瞧见了 这条巨蛇猛地扑来的全过程 并且 还眼睁睁地目睹了 三枚硕大的舌头逼近 那畸形且猙獰的舌头 在短短几秒之内 在直播摄像头的画面当中 迅速放大 宛若身临其境 瞬间令观众们 心中充满惊恐 这一瞬间的感觉 简直比看了一场恐怖片 还要惊悚刺激 甚至有不少胆小的网友 都捂住了双眼不敢看 在听到直播传来一阵 沉闷响声之时 一些网友都在心中 给着声音填上了字幕 眼前庞佛飘过这样一行字 胜败乃兵家常事 少侠请重新来过 但当他们带着担忧 小心翼翼地 再去观看直播画面 却是惊奇地发现 这画面并没有变成黑白 或者说 并没有被心红的鲜血所浸染 而是在第一视角中 已经变换了位置 来到了这三头巨蛇的侧方 我去 刚才发生了什么 是不是我卡了呀 怎么一个不留神 主播就跑到这边来了 也有刚才将一切 尽收眼底的网友 顿时提醒道 什么啊 分明是主播骑着的这头黑鹿 刚才一个闪身就过来了 就跟按了个闪现似的 啊 这头鹿看着这么壮实 速度竟然这么快的嘛 你们错过了精彩片段 等回头看回放吧 刚才那波 帅的一批 伴随着网友们的诧异 很快 他们便见识到了黑鹿的速度 毕竟是被雷印激发过 已经朝着墨其林 在不断靠近 在此刻 更是展现出了 与其体型十分不符的速度 与敏捷 而眼见方才的攻击 被黑鹿给灵巧地躲了过去 这条三头巨蛇 也很快调整好身躯 继续发动攻势 那三颗同一蛇颈上 延伸出来的蛇头 此刻正成扇面 朝着灵南袭来 其攻击的范围之广 在这洞窟之内 几乎是全方位覆盖 并且 在每一次的冲击当中 这三枚蛇头 都会露出狭长的蛇牙 比匕首还要锋利 蛇牙的末端 还明显能瞧见 上面悬挂着墨绿色的液体 每当这液体滴落 在地上 便会发出丝丝的声响 从其泛出的腥臭气息判断 无疑是剧毒之物 在如此危机的情况之下 灵南却是 骑在黑鹿的背上 仍旧如一道黑色闪电版 不断在狭小的洞窟当中 辗转藤魔 而且 黑鹿的每一次闪躲 都是不紧不慢 看似是即将被攻击到 显之又邪 实则宛如戏耍一般 轻松血液地 避开这条巨蛇的攻势 如此一幕幕 无疑是引得直播间的观众们 惊呼连连 目不转睛地守在手机 或者平板前 见证神兽的成长史 也见证灵南的精彩瞬间 而直播间的热度 更是一涨再涨 从稳定的几千人在线 很快便来到了近十万 就在黑鹿一个闪身 带着灵南 再度躲过三头巨蛇的啃咬石 王承宇正摸着屁股 刚在食堂里 找了个位子坐下 姜涛坐到了他的对面 四下瞧了两眼 发现灵南不在 便朝王承宇询问道 老灵呢 中午不来吃饭了 我母鸡啊 王承宇耸了耸肩 开口道 南哥下了课 就说去取快递 然后人就不见了 说到这里 王承宇嘿嘿一笑 八卦道 不过 据小道消息 南哥貌似是 去找叶琴学姐了 现在还没回来 他俩八成是在一块吧 听闻此言 姜涛也没有多想 但就在两人闷头吃饭之间 周围却不时传出惊呼 我操 这直播也太刺激了吧 二郎神丹挑大蛇丸 太有节目效果了 随着周围的声音不时传来 姜涛忍不住停下扒饭 抬起了头 发现这周围的一些学生 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手机 也不知道在关注着什么内容 叽叽喳喳的不停 胖子 他们刚才说什么 二郎神 被这个字眼触动了神经 姜涛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林南 而王承宇吃得正香 压根都没想那么多 随口道 可能是在说什么游戏吧 死神大战火影之类的 但姜涛却不这么想 心中有些狐疑 而周围的声音却是不停 仍旧在讨论着 不过 这山里针 有这么大的蛇 而且还长了三颗脑袋 这不会是开的什么绿木特效吧 这场景 哪里有特效 能做得出来 抱真的 就在姜涛厅的出神 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之际 姜涛 突然 身旁一道声音响起 转头一看 竟然是王月 一脸焦急地走了过来 带到齐来到身边 还没等开口 对面的王承宇 便倒吸了一口凉气 在桌子底下 踢了踢姜涛 坏了 该不会是来逮男哥的吧 听闻此言 二人交换了一下眼神 旋即 姜涛朝着王月询问道 啊 有事 男哥他 去图书馆了 什么图书馆 别胡说 王月的表情 明显有些着急 对于姜涛的鬼话 则根本不信 就在两人有些头疼 思量着该如何帮林南远晃时 随着啪哒一声 王月已然将手机 给摆在了桌面上 你们该不会不知道吧 自己看 王承宇见状好奇地 撑着脖子 然后屏幕里的画面 刚一入眼 他便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惊奇道 哎 男哥在户外直播呢 今天这人气不错啊 在线人数竟然有这么多 可是没等王承宇 发出什么感慨 伴随着直播画面的 一阵角度变换 镜头中 赫然出现了那条 三头巨蛇的身影 并且距离相当接近 其身上的蛇鳞 都清晰可见 同时 王承宇也看到 地上的森森白骨 刚从食堂 打的糖醋排骨 瞬间就觉得不香了 我靠 这是什么 王承宇瞪大了双眼 惊惧地叫了一声 屁股也像是装了弹簧一般 整个人直接从座位 上弹了起来 死死盯着屏幕 只见直播画面当中 赫然是一条 长着三个 脑袋的巨蛇 此刻正在朝着林南 不断地啃咬而来 而仅仅是瞧见 这巨蛇的样貌 王承宇便吓得心脏紧缩 又忙不迭地往后一缩 险些亮腔着摔倒 这只 哪来的蛇呀 体型还这么大 此时 江涛也早已看清了 屏幕里的内容 反应并不比王承宇好多少 同样满是骇然 怪不得帮话不相信 林南去图书馆 也明白了 这周围的人方 才在议论些什么 感情都是在看直播 现在看到了 王约跺了跺脚 焦急地询问道 林南他人在哪 而王承宇二人 也并搅流着汗 看着直播画面犯了难 这 他也没跟我们说啊 南哥在哪 碰上了这么个大家伙 也太危险了 要不咱们报警吧 或者 我先给梁警官打个电话 此刻 王承宇和江涛两人 也慌了神 深知林南目前所处的环境 有多危险 稍有不慎 就小命不保 在他们的认知里 林南只是个普通人而已 怎么可能对付得了这种大忙 两人想要尽快联系人 去展开救援 然而 就在他们急切地商量之际 却听手机传来一道声音 悬策 守住出口 这自然是直播间里 林南发出的声音 可此话一出 众人却是以为 自己听错了 什么 守住出口 现在林南不应该是想着 怎么才能脱身吗 怎么反而去吩咐 那头黑鹿守住出口 况且 他还骑着黑鹿 难道要自己堵在出口不成 一时间 观看直播的同学们 都安静下来 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屏幕 而此时的直播画面 却让观众们瞠目结舌 林南骑成着黑鹿 在洞窟之内辗转藤魔 感受着耳畔 刮过的凌冽风势 以及偶尔蹦飞的碎石 由于黑鹿躲闪的速度 比巨蛇的攻击速度 快上几分 所以 在摸清了这条 三头巨蛇的攻势后 林南也从一开始 看到这条 畸形巨蛇的金句当中 逐渐变得镇定下来 甚至 开始在脑海中盘算 何不趁着这个机会 事事伸手 不单是身旁的玄策 与孝白 自己修炼的八九玄弓 身体 也一直经受着 天地灵气的洗涤 倘若在学校里 哪里有机会去施展 想到这里 林南心中逐渐打定了主意 于是 沉了口气 也不打算再一味躲闪 孝白 随着林南的心面移动 细犬顿时吠叫出声 也无需林南多言 他便迅捷地朝着巨蛇颈部扑去 而此时 这条三头巨蛇 正准备朝林南发动攻势 由于被三番五次地闪避开 已然有些恼怒 这回也是张着血盆大口 又要朝着林南身上扑 可是随着两道犬吠声音 孝白已然传射出去 飞速扑向巨蛇 给予了他一次非常凌厉的反击 瞬间 那道洁白的身影 便在三头巨蛇的蛇颈处掠过 以至于大蛇都没有反应过来 孝白锋利的爪牙 刮过蛇林 发出了一阵令人牙酸的声响 三头巨蛇嘶鸣一声 注意力似乎被转移 那三双圆盘大小的星红树桶 朝着林南厄狠狠地看了一眼 旋即转过头去 想要先解决掉 这后方的细菌 可是 孝白的速度奇快 且身形较小 宛如油龙一般 屡屡躲避着巨蛇的撕咬 而随着三头巨蛇的目标转变 林南这边的压力骤简 也无需再费功夫躲闪 于是抓住机会 将手上的弹弓拉满 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吐出 欲 下一刻 就在巨蛇准备咬向笑白之间 林南松直 将捏在指尖的弹丸 猛地射出 咻 随着一道破空之声 那枚弹丸 在空中画出一道诡计 肉眼难及 不过瞬间 便是砰的一声闷响 这弹丸竟只打在了巨蛇 最侧边头颅的眼部 看到这一幕 直播间的观众们 顿时惊呼 尽管蛇类 并非是靠着视线搜寻猎物 可是林南的这一击 力道却是相当沉重 明显能看得出来 这一旦玩下去 直接将这巨蛇的头都打扁了 并且 伴随着这一击 巨蛇明显吃痛 行为 也变得愈发疯狂 那一枚鲜血淋漓的眼睛 也再度朝着林南看了过来 嘶嘶 这三头巨蛇 张开了血盆大口 宛如三道血红的深渊 朝着林南嘶吼起来 如此一幕 着实叫人恐惧 眼下正在观看着直播的网友们 无疑不再捏一把汗 然而 要说眼下最为镇定的 却是林南 呼 在方才的一击过后 林南缓缓松了口气 只因这一击的成果 让林南有了底气 注视着这条巨蛇 也变得愈发从容 就这样 又经过了几番试探后 这条三头巨蛇 表现得愈发癫狂 其身上也被林南射中 树莓弹丸 分明能看出树的凹陷 而眼看着自己的公式 压根摸不到面前的人类 就连这路根犬 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如此敏捷 愣是追不上 三头巨蛇明显动了怒 在嘶吼间张大了嘴巴 那星红的杏子后方 隐隐泛出了一缕绿色的气息 看上去赫然与其蛇牙上的毒液 颜色相近 现此情形 直播间的网友们纵使知道 林南此刻 恐怕无暇观看 也纷纷提醒 小心 这条蛇看样子 是要喷出毒液来了 看来是近身不成 改范围伤害了 要放大招了 主播小心啊 蛇一般都是通过身躯 将人得卷起来 活活即死 但奈何这条蛇 根本碰不到主播 现在只能用毒了 而此时 林南也在盯着这条巨蛇的一举一动 不需观众们提醒 他也已然看到巨蛇张开了嘴巴 并且后方显出一抹绿色 庞佛家带着死亡的气息一般 让林南也头皮发麻 虽然不知道 这蛇的毒性如何 但林南也不敢小觑 所以 哪里会等他喷毒 林南直接拉开弹弓 将弹丸放上弓弦 瞄准了巨蛇最中间的脑袋 娴熟地抬弓拉射 朝着其口中打了过去 咻 随着弹丸射出的声响 连一秒钟都不到 便听到了一声闷响 那是弹丸接触到了血肉的声音 瞬间皮开肉绽 要知道 这巨蛇的蛇鳞坚硬 但内部却是弱点 在这一击下 三头巨蛇顿时痛苦地嘶吼 蛇颈从内部遭受了重创 巨蛇之痛 恶狠狠地看了林南一眼 却像是记了仇一般 旋即 也终于像是认清了差距 竟然准备朝着洞窟外面而去 现此轻性 林南哪里肯再将其放走 毕竟养虎为患的道理 谁都懂 更何况 这山林里藏着这么一条巨蛇 若是放走了 难保哪天 就又会突然出现 当然 最主要的目的 还是完成扮演剑意 于是 林南口中低声吩咐 让玄策将其给拦住 黑鹿听闻吩咐 顿时亢奋起来 一道空灵的露鸣声响起 玄策仰头呼唤 似乎是在朝着丛林发出指令 而巨蛇此刻 已然窜爬出洞窟 外面稀稀利利的雨水浇灌 落在其身上 顺着其伤口流淌而过 逐渐化为一滩血水 他仍是悠悠地注视着林南 眼神中庞佛充满着恨意 然而 就在他即将窜入丛林之际 前方却出现了一道低吼之声 只见 那丛林中速速响动 一头斑斓猛虎 从中缓缓踏出 这三头巨蛇顿时身形一致 毕竟方才遭受了重创 如今 又怕那人类追赶过来 不敢过多纠缠 于是 就准备挪动身体 朝着另一侧方向离去 可当这条巨蛇 爬行着变换位置 前方却仍是有动静 随即 一只花豹 亦是从林中缓缓踏步而出 就这样 三头巨蛇 来回逃窜了数个方向 却发现这四周 皆是被林中的动物 给拦了个严严实实 此时 林南也骑乘着黑鹿 从洞窟内出来 只见这山中的动物 皆是响应着黑鹿的号召 并且在其带领下 将四周给包围的严严实实 已然形成了一道 动物组成的墙壁 让这三头巨蛇 没有半点逃窜的余地 这巨蛇健壮 还回头看向林南 那身上被弹丸击中之处 仍是坑坑洼洼在滴着血 模样异常狼狈 而此时的林南 却是早就已经念动法诀 九天普画中 画形十方剑 伴随着林南的念动 这天际的阴云逐渐堆叠 在这三头巨蛇的上方汇聚 轰隆隆 沉闷的雷声响起 犹如肋骨一般 这三头巨蛇健壮 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眼神中竟流露出 浓浓的畏惧之色 他恐惧思明 身躯狂暴 蛇尾不断地拍打着地面 想要朝四周逃窜 却是没有半点余地 而林南这会儿 也已经念法结束 暗中施展出了紫霄神雷诀 反正现在有雨 哪怕落雷 也可以说是巧合 笑风边雷霆 射服朱魔精 朱邪神雷 落 天上的阴云滚动 磅礴的雷霆之威 在其中积蓄 林南扶林心智 缓缓举起手中的三尖两刃刀 天空中 一道水桶粗细的紫色落雷 顷刻间砸下 顺着轨迹 生生地落在了 没开刃的三尖两刃刀之上 此啦啦 伴随着一道道雷电交织的响动 林南感受着手中 三尖两刃刀的颤动 旋即将手中长刀一挥 只见一道寒芒 夹杂着雷霆微光 一闪而过 紧一下 便如吹毛断发一般 扑斥一声 斩断了这三头巨蛇的蛇颈 随着蛇颈的断裂 一股骨心臭血液流淌 顺着雨水 逐渐在草地之上晕染开来 那断成了两截的三头巨蛇 也逐渐没了动静 随着林南引动雷绝 将三尖两刃刀 朝着前方劈砍而出 这三头巨蛇的头身 硬生而断 逐渐没了气息 烟红的鲜血 也沾染在了刀身之上 在雷光闪过后 周围万籁俱寂 庞佛世界都没了声音 沉寂了片刻 四周那稀稀利利的雨声 才再度落入林南的耳中 冰冷的雨水浇灌在身上 令林南清醒了几分 看着躺在地上 已经毫无动静的三头巨蛇 那蛇颈部位分裂开来的三枚脑袋 似乎还在不甘地注视着自己 林南沉了口气 低头瞥向手中的三尖两刃刀 只见刀身之上 沾染着巨蛇的血子 即便雨水打湿 这血子却旁佛 是刻画在刀身之上 没有随着雨水晕染开来 他死了 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林南还有些恍惚 只因刚才的事情 发生得太快 从洞窟躲雨 到遇到这条三头巨蛇 并引动雷法 将其斩杀 几乎都没有 给林南过多反应的时间 而随着林南的思量 耳畔响起的声音 也很快给予了答复 恭喜主人 达成剑影 二郎显胜 狩猎灵剑 获得百分之一 扮演完成度 恭喜主人 初步达成剑影 打造神兵 三尖两刃刀 获得百分之三 扮演完成度 听到系统传来的声音 令林南微微一正 紧接着 心头也不禁一喜 这一番遭遇 竟然误打误撞 同时完成了两个剑影 所谓的林间狩猎 想必是指 自己刚才与三头巨蛇的缠斗 至于这打造神兵的剑影达成 倒是与收录的稍有不同 林南记的原本收录的剑影 是以三手恶交的精血胶注 再得以雷阻的雷电淬炼 铸成三尖两刃刀 之所以达成 或许是方才在 引动雷法斩杀巨蛇时 也碰巧产生了相似的情形 只不过 这柄三尖两刃刀 是短暂地接引了雷厥 并且沾染上了三头巨蛇的血 尽管是初步达成 结果却是不赖 毕竟聊胜于无 林南这般想着 不料 接着又是一道系统提示声 恭喜主人 当前二郎真君扮演完成度 达到15% 奖励100年法力 获得天眼 听到这道声音 林南顿时打起了精神 天眼 这可是二郎真君极具代表性的神通 据说能够看穿一切虚妄 更是有着强大的威力 林南心中想着 同时也感觉额间生起一抹异样之感 原本经过化妆所呈现出的天眼处 显得十分炙热 哪怕是在冰冷的雨水冲刷之下 这一抹温度也不曾下降半分 同时 林南心念一动 聆听着天眼的功能 在开启天眼时 将持续消耗法力 能见平时不可见之物 可以辨明事物本源 看清迷障幻想 若是以法力轻重 可亏千里之远 且凡是天眼所见之处 能开山猎石 随波劈浪 随着天眼的神通解读完毕 林南发觉 方才眉间的那股炙热感觉 已经消失不见 并且 能够清晰地觉察到 自己额间多了什么东西 于是伸手去摸索 发现原本化妆贴上去的天眼 已经在雨水的 冲刷下开了胶 并且偏离了原本的位置 林南顺势将其摘了下来 伸手摸了摸自己额间的皮肤 还是平整光滑的 不由得 让自己松了一口气 呼 还好这天眼的神通 并非是直接在眉间 长得天眼上去 否则卸了装扮后头上 还始终顶个眼睛 多半会被当成怪物吧 稍微放松了下心情 对于这次系统奖励的神通 也已经窒息了个大概 不过 光听肯定是比不过亲自实验 林南在心中琢磨 该如何测试一下 这天眼神通 下意识地 便将目光落在了前方的 这条三头巨蛇之上 这蛇 用天眼看一下 也不怪林南多想 这条蛇 也却有离奇之处 它的头上 竟然长着三枚脑袋 仅仅是天生的畸形吗 还有齐方 才呈现的状态 给林南一种 灵性十足的感觉 甚至还能从其目光中 明显看出恨意 在选择离开之时 也大有一副要 跟自己秋后算账的意思 这条蛇 究竟是什么来头 要不 干脆用天眼看看它 林南心中思量了片刻 旋即打定了主意 于是 看着前方的巨蛇尸体 回想着法诀 试着念诵道 阴阳成青 混沌险形 繁无所见 三界通明 伴随着林南的念动 在最后一句 咒语念出的同时 双指成剑绝 在鹅间扫了一下 那道炙热的感觉 顿时再度传来 庞佛是有什么东西 正从自己的鹅间显露出来 很快 一道金光 自林南的眉间射出 将这一方天地 照应的透亮 不过 这也仅仅是瞬间发生 在金光闪过后 一切宛如最初 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一般 然而 此刻若是有人能看到 林南的神态 断然会惊诧出声 只因为林南开启天眼后 那鹅间 的的确确多出了一道树桶 并且 这枚树桶神威赫赫 瞳孔中是璀璨的金丝 随着神通的开启 林南也明显觉察到异样 首先是视野变得辽阔许多 能看到更多高处的情形 其次是这个视野的角度 现在的视角 就像是自己平时的视野 一下子长高了几公分 除此之外 倒是也没有其他任何不适应之处 同时 林南也知晓 在神通开启之后 自己的鹅间 当真生出了一眉天眼 若是在日后 用这般模样直播 可是任何化妆 都无法达到的效果 只不过 在开启了天眼后 林南觉察到 这体内法力的消耗 即便这又获得了百年法力 还有八九玄公十颗的补充 但是 这法力 还是要节省消耗 且不说平时会遇到 些什么突发状况 就像是方才引雷法斩蛇一般 其次 林南还不曾忘记 雷祖的一条建议 引动天雷 提臣倒锅 这建议一听就知道 所耗费的法力 断然不会少 现在不积攒 那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实现 同时 林南也不禁心道一句 先前的天书通文眼 在阅读之时 便要不停消耗法力 现在 这天眼也同样如此 看来这法力是如何积攒 也不嫌多的 还有八九玄公的修炼 还得加快进城 林南也不磨蹭 趁着天眼开启 朝着那条三头巨蛇看去 这一看 倒是还真让林南 瞧见了一些特殊之处 看到了寻常之时 无从得见的东西 只见这条三头巨蛇的尸体 已经从当中被劈成两半 并且其身上明显带着 些许焦糊的痕迹 那是被紫霄神雷绝所引动的 神雷击中后形成的 除此之外 林南看到这条巨蛇的身上 还散发着丝丝缕缕的绿色气息 林南能够清晰地判断 这绿色气息 是寻常所看不到的 因为 在自己的肉眼观察之下 只能够看见 这条巨蛇 由于被神雷劈过 尸体承受过高温 还在冰冷雨水中 散发着热气 至于这淡绿色的气息 却是从巨蛇的另一处位置 一散开来 两道生疼的气息 就这样在林南的视线中交织 倒还有几分梦幻 这事 林南心中疑惑 旋即迈不上前 想要去这巨蛇的境前 一探究竟 哇 这时 身侧传来一道犬肺 只见一道洁白的身影 迅速地窜到了自己身前 在拦住了自己的前路后 还不停朝着地上的巨蛇肺叫着 见此轻行 林南也反应过来 这是笑白 还不确定这条巨蛇的生死 担心 他还会突然做出什么 放心吧 他已经死透了 林南安抚了两下 迈步走到巨蛇的尸体跟前 不得不说 这条三头巨蛇的模样害人 即便是已经死了 其尸体猙獰的面孔 人会叫人觉得恐惧 辞了 林南在进前之后 二话不说 便将手中三尖两刃刀 朝着巨蛇的头部一滑 伴随着刀身与蛇灵的接触 只听了一道鳞片撕裂的声响 这原本坚硬的蛇皮 竟然如豆腐一般被直接划开了口子 看到这一幕 林南也有些诧异 原本只是想要测试一下 这柄三尖两刃刀 不曾想 这柄刀在经过雷霆淬炼后 竟然如此锋利 同时 在观察着地上的巨蛇尸体时 看着其蛇灵之上的坑洼 皆是自己用弹弓声声打出来的 而现在 那些弹丸 还有许多嵌在蛇皮之上 这些弹丸 也是能够循环利用的东西 没必要丢弃 林南于是俯下身去 三下五除二 便将这蛇皮上嵌着的弹丸 给回收了起来 而在天眼的注视之下 这巨蛇身上散发的绿色气息 愈发接近 寻着这股气息的源头找去 最终 在这条巨蛇的腹部 找到了这源头 扑刺 林南将手中的三尖两刃刀一次 轻轻一提 这条三头巨蛇的腹部 顺势便被剖开 而随着伤口的出现 只听啪哒一声 一块沾着蛇血的不规则物体 从巨蛇腹部滑出 掉进了雨水积蓄的小水坑中 并且 在雨水的冲刷之下 逐渐显现出了全貌 林南双目凝视 发现那赫然是一枚形状扭曲的石头 随着林南在巨蛇尸体上的一番探查 只见一枚形状特殊的石头 从蛇腹中滑落出来 并且 在天眼的观察之下 这枚石头上面 还泛着盈盈的绿色微光 现此轻性 林南也有些疑惑 心中好奇 这枚石头的来历 便想要上前将其食剪起来 而随着他正遇上前的举动 一旁的笑白 这次没有任何试图阻拦的意思 并且还抽动了两下鼻子 似乎也对着小水坑里的石头 感到十分好奇 甚至就连黑鹿也凑上前来 至此 林南确定 这石头没有什么危险 于是小心翼翼地将其拾起 借着略显阴沉的光线 仔细地打亮了一番 仅凭肉眼观瞧 这似乎就是一枚大拇指大小的青绿石头 甚至都没有一枚金弓银弹的弹丸大 只不过是表面格外光滑 形状也不规则 打亮了两眼后 再联想到将其翻找出来的位置 难难道 这难道是一枚结石 只是被蛇的胆汁给染绿了 自顾自地嘟囔了一句 可是接下来感知到的 却让林南有些惊奇 咦 由于八九玄宫的特殊 林南时刻都在挂机修行 积攒法力 所以周围的天地灵气 也在不断地被吸入自己身体 而就在刚才 当林南手握着这枚石头时 竟发觉周遭的灵气涌动 似乎都加快了几分 并且 这石头上 同样在散发着一股气息 在吸纳入体后 林南觉察到 这似乎比天地灵气 还要充裕几分 沿着体内经脉游走 最终 汇入气海之石 化作的法力 也比寻常要充实一些 竟然还有这般妙用 觉察到这些 林南不禁有些惊讶 也开始重新打量起这枚石头 更是使用着天眼 想要试着 能否看出什么 只不过 林南刚动起这个念头 在注视的过程中 便发觉法力的消耗 陡然加快 显然是天眼神通的符号 现此清醒 林南不禁醒悟过来 尽管这天眼神通 能够见平时不可见 便明事物本源 但自己想要驱使 如此逆天的神通 代价便是要耗费更多法力 甚至可以用燃烧来形容 因此 在觉察到这一点后 林南想了想 便索性停下了神通的审视 毕竟 眼下已经得以窥见 这蛇丹的妙处 也没必要耗费多余法力 去细探究竟 等日后法力积攒得多一些 再好好研究 寻急 林南将这枚蛇丹给收入囊中 转头看向周围 这雨水仍在稀里里地下着 四周动物也没散去 依旧围在四周 充当保安的角色 嗯 要不让他们先散了 在林南的指引下 黑鹿发出一道空灵的吼声 周围那些丛林中的大型猛兽 也纷纷四散而去 在雨幕当中 逐渐消失在了丛林之中 带到他们走后 林南端向着四周 最后将视线 落在了那有黑的洞穴 望着前方 那四无底洞一般的洞窟 林南视线一宁 脑海中 回忆着这条巨蛇的古怪之处 其所居住的洞窟里 是否还有什么秘密 这个念头一戳 便无法遏制 小白 去 看看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哇 随着林南的指令 戏犬顿时窜了出去 一道雪白的身影 飞速朝着那洞窟而去 吠叫声有规律地响起 身影逐渐消失在了黑暗当中 与此同时 在这洞窟的东南方位 护林员小马 正带着那群助手 躲在一处岩壁下避雨 爱仙在这歇歇脚 小马一边说着 一边朝着周围的助手们 开口道 这也就是带着你们 看在是头一次进山的份上 才停下来歇歇 要像平时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都是继续寻山的 哪怕冒着雨 也得把该做的任务做完 随着小马的讲述 在场的这些助手们 却是看向其他位置 皆是一副流星观察的模样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轰隆隆 就在他们审视之际 只听着远处响起一道雷声 这些壮汉 瞬间像是触动了某根神经 齐刷刷地朝着雷声 来处看去 就在他们的注视之下 只见不远处 一道水桶粗细的紫色巨雷 竟然从空中劈了下来 并且似乎还是朝着地上砸来 眼瞧着这一幕 这群壮汉 一个个凝视起来 其中一人 更是抬手指着那方向 朝着周围人提醒道 看 那边打来了 护林员小马亦是惊讶 他也亲眼目睹了 天空中降下的那道硕大的紫色落雷 就生生地砸在了丛林当中 于是 听到周围的这群壮汉发出声音 小马也当即道 没错 你们关注的方向 很对 这下雨天也不能放松警惕 很多时候 哪怕是雨天 地上有个小火苗 或者是雷击中树林 也很容易引起山火 但根本没人愿意 听他多嗶嗶 身旁的这群助手 率先有人醒过神来 十分主动地开口道 快 过去看看 剑助手如此主动 小马愣了愣 接着也畜生银河道 嗯 对 你们的反应很敏锐吗 这林子里打雷的地方 的确需要注意 哎哎 周围的数名壮汉 已经齐刷刷地 朝着那落雷方向去 唯独却留下了两个人 肩并肩地站成一排 拦在了小马的面前 你 你们这是 那两名壮汉文盛 并未理会小马 只是挡着去路 洞窟之外 林南还在等待着进去的笑白 通过心念感应 林南大致能够知晓 他似乎是将林南的命令 给当成了一个寻宝游戏 一直处在较为亢奋的情绪当中 并且 也能从笑白的反应中窥见 这洞窟当中 没有其他危险 在笑白进去了几分钟后 林南突然心念一动 突然感应到了一股兴奋 似乎他是找到了什么 旋即 只听洞窟内 传来几道犬吠之声 接着没有了动静 很快 笑白急速跑了回来 林南看着其身影 一路飞快地来到镜前 见其口中叼回来一个木盒子 倒也难怪方才没有发出叫声 辛苦了 林南斧伸下去 摸了摸笑白的头 接着将这木盒子给拿到手中 仔细地观瞧了一番 发现这木盒的文饰 看着并不像本国的物件 上面的一些图样与风格 倒有点东南亚风情 这是什么 这三头蛇 死了还掉装备 林南经一不定 尝试着去感知 这木盒中的东西 应该没有机关 于是 缓缓将其给打开 咔哒 随着木盒的开合处 发出一道清脆响动 并且清晰地看到 一股黑烟 自木盒的开口处 速速散落 看样子是许久没有开启过了 林南用手扇动了 两下散落的黑烟 错眉关桥 竟发现这木盒的内衬 是一块烤焦的红绸 而木盒当中 竟是一个一二的小手 林南目光一宁 也瞧见这只手虽然很小 但五指 都已经清晰可见 并且还泛着一层金光 整个小手看上去是金灿灿的 纯金 重量倒是不像 该不会是什么 需要上交国家的古董吧 林南心中思量着 也不清楚 这只小人金手究竟何物 想着或许可以用天眼关桥 但眼下还有所忌惮 毕竟 方才还在直播 想了一下 林南先将手中的 三尖两刃刀 给收回到背上 因为最开始下雨 林南便觉得 这刀柄有些滑 于是 将用来背负刀身的橡胶绳 给一层层地缠在了手握处 简易地制成了一个 足以让自己双手持握的把手 这样一来 挥舞此刀时的手感 也紧实一些 眼下 林南又将先前一层层 缠在刀柄处的绳子 给简单解开了几圈 延长了橡胶绳的长度 使其重新能够附在后背 做完这一切后 林南掏出胸前口袋中的手机 解开了锁屏 却发现 屏幕上是一片灰色 显然是山中的信号卡顿 直播在此之前 就直接卡掉了 此时 燕海大学的食堂之内 王成宇等人 正坐在原地 看着手机上的灰色屏幕 一个个的脸上 写满了惊诧 刚才发生的一幕 还烙印在他们的眼中和脑海里 在林南与那巨蛇对峙之际 他们只看到 一道刺眼的亮光 从林南附近迸发 并伴随着雷电交织的 噼啪作响 一道雷霆骤然落下 就在他们担忧着林南的情况时 却发现下一秒 在直播画面当中 随着一抹寒光的闪过 长刀横斩下 那条三头巨蛇 已然倒在了地上 不过 还没等众人做出反应 直播间的信号 已然断开 南哥他 没事吧 看着屏幕上 直播信号断开的提醒 王承宇仍是惊魂未定 表情诧异的南南道 一旁的江涛跟王岳 也同样没缓过神来 不 不知道啊 江涛开口道 刚才屏幕一闪 就看到一道雷光 从老林这边劈下来 再然后 这直播画面就断了呀 他该不会真出了什么意外吧 赶紧给他打电话 王岳焦急地说着 王承宇二人 也紧忙掏出手机 开始尝试着联系林南 与此同时 在丛林的那处洞窟外 落下的雨水 逐渐变得稀薄 原本在洞外 聚集的动物们 早已经不知所踪 仅剩下雨滴 拍打在树叶草丛当中的声响 地上那条三头巨蛇 冰冷的尸体 正在任由着雨水冲刷 踏踏踏 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只见一伙撞汗 迅速从草丛里窜了出来 他们一个个身穿制服 正是先前跟着 小马进山的所谓助手 就在刚刚 他们亲眼目睹这边有雷电劈下后 也不在小马面前 假装什么志愿者 立即循着雷声赶到现场 并且十分有目的性地搜索着什么 而就在他们踏出丛林的瞬间 便一眼瞧见了 地上那三头巨蛇的尸首 找到了 随着其中一名壮汉的低鹤声 周围的几人齐刷刷看去 看着这条巨蛇的尸首 他们的表情也写满了错愕 当他们小跑着靠近 来到了那巨蛇的近前 顿时吓了一大跳 这巨蛇竟从蛇颈部位开始 足足分裂出三个独立的头颅 尽管带着任务进山 可面对如此清醒时 这些壮汉的心里 多少也有些发出 哎 你们看地上 又是一道提醒的声音 这几名壮汉纷纷低头 泥泥的地面上 留下了各种动物的脚印 其中 还明显有老虎的足迹 似乎就在不久之前 这些动物还围惧在这里 都面朝着巨蛇尸体的方向 现此清醒 这帮壮汉 一时间面面相去 不禁议论到 感情这片林子里 还真有在渡雷洁的蛇仙啊 而且 你们看着地上的脚印 好像当才山林里的动物 都过来朝拜过他 难道是知道 他渡过雷洁 就能化为蛟龙 只不过 从其身上焦黑的痕迹来看 眼下这条三头巨蛇 无疑是已经凉透了 再结合着当下情形 这群壮汉 反倒是心中还原 萌生出了一个猜测 莫非是这三头巨蛇 方才没有渡过雷洁 竟直接被雷给劈死了 在这般环境下 或许只有这个解释 能够说得通吗 其中一名壮汉 更是小声道 我之前看过一本小说 貌似这种长着三个头颅的 还有一种说法 叫三花巨顶 是靠修炼出来的 一番嘀咕后 这群壮汉 也没有耽误太久 当即站出来一人 开口命令道 行了 都别瞎琢磨了 老板吩咐过 无论有什么发现 都必须全须全已地给送过去 紧接着 那人又将视线 转向不远处的洞窟 看着那深邃的洞窟 想必是这三头巨蛇的容身之所 于是抬手一指 继续开口道 去 进去几个人好好搜搜 随着此人的命令发出 这些壮汉也行动起来 开始有计划的分工 由两人攻下身子 开始往洞窟的深处爬 姿态倒是跟笑白极为相似 不过 在经过他们一番的搜索后 却在洞窟当中一无所获 紧接着 众人便着手 要将这巨蛇的尸身抬走 瞧这巨蛇体型 就知道 其重量断然不清 这十名壮汉 也是勉勉强强 将这巨蛇的尸体 暗中抬出山林 并且 在搬动的时候 还有人摸索到蛇皮上的异常 那无疑是林南用功射出的凹痕 那门开口道 这蛇长的三个脑袋就算了 怎么皮肤还妈妈赖了 身上凸一块凹一块的 就在他们从林中 往出搬运巨蛇之际 在不远处 护林员小马 仍是被两人给阻拦着 见面前这两个壮汉 死死拦住去路 小马 也是愈发气恼 不是 你们到底要干嘛 近来之前不是说过 一切行动 要听我指挥吗 然而 这两名壮汉 文生 却是无动于衷 没有任何避让的意思 经过一番努力后 小马仍旧无法 从这两人之间挤过去 无可奈何之际 小马看着那群壮汉方 才离去的方向 以及面前 两人的严防死守 纵使他的神经大条 这会儿 也难免觉察出一丝不对劲来 再回忆起这些人 从一开始呈现出来的种种反常 小马皱眉道 你们近林子 究竟想做什么 随着小马的这句话 似乎总算抓住了软肋 只见他面前的两名壮汉 终于给出了一丝反应 微微捶着脑袋 朝着小马回道 不该问的 别问 小马健壮 在原地愣了半天 似乎在琢磨这群人的真实目的 旋即开始撸胳膊挽袖子 指着对方的鼻子 没好气地开口道 好啊 想找麻烦是吧 我可警告你们 你们一个个都逃不了 听闻此言 这两名壮汉 却是对视一眼 不知在想着什么 而很快 当一阵通讯声音响起 这两人接到了提醒 便也不再理会小马 跟着大部队一同离开 小马健壮 眉头皱得像麻花一般 口中喃喃道 这帮人什么毛病 旋即转头看向远处 也不敢耽搁 迅速朝着落雷处跑去 然而 带到小马赶至现场 却已经人去楼空 那条三头巨蛇的尸体 早就已经被抬走 小马看着地上的各种古怪 且纷乱的脚印与痕迹 一时间愣在了原地 这十几名安保公司的员工 将巨蛇的尸体 自从林中搬出后 便迅速将其送上车 一路运送到了一家水产公司的冷库 不出半个小时 两辆低调的黑色轿车 从市区方向驶来 开进了水产公司 咔哒 随着手下将第一辆车的车门打开 只见一名身穿西装的中年男子 从车后座走了下来 头发微微泛白 相比于中年发福 他的身材保持得相当不错 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 看上去一副斯文的模样 只不过 这中年男子的面色 比寻常要稍微苍白一些 随着这男子下车 其身后的车上也下来一人 并且跟在了男子身后 试着脸上遮着杀金的老态 身形有些勾搂 露出的眉眼见 隐隐透着一抹阴影 哗啦啦 随着水产公司的卷帘门被拉开 这中年男子刚一露面 两侧那些壮汉 便齐刷刷公身问好 冯总好 听到这些手下人的声音 中年男子却是没有动静 而是脚步未停 静止朝着冷酷走去 提到这中年男子的身份 若是有烟海市的记者在此 肯定一眼 就能将其给认出来 原因无他 只因这中年男子 正是烟海市赫赫有名的 万豪集团董事长 而论起万豪集团 在烟海市的影响力 从地产 餐饮再到娱乐 近乎覆盖了各行各业 这位冯总 身为万豪集团董事长 在烟海 自然是响当当的人物 不仅集团经营得好 还经常搞慈善 出钱出力 因此 没少在本市的新闻里露脸 然而此时 冯万豪的脸上 丝毫没有平日 面对镜头时的笑容 他的表情有些古怪 脚步声也带着些许急切 一路来到了水产公司的冷酷 前方站着几名壮汉 再见到冯总后 紧忙躬身行礼 冯万豪只摆了白手 这两人让开身体 便露出了后方的情形 巨蛇赫然正躺在地上 看到这条巨蛇 以及那岔开的三枚猙獰头 冯万豪深吸了一口气 上前两步 仔细瞧了瞧 冯总 按照您的吩咐 此时 一名壮汉表现出与其体型 截然相反的态度 唯唯诺诺道 我们只是发现 并把它捡回来 除此之外 再也没有任何人动过 冯万豪为言 点了点头 旋即一个眼神示意 这些手下便失去地退开 接着 冯万豪带着那老玉 在这巨蛇失手前查看了一番 他身上这伤 不像是被雷劈开的 倒像是用刀 观察着蛇颈处 那整齐的伤痕 上面 还带着些交呼痕迹 冯万豪心里做出了判断 那老玉则是俯下身去 伸出苍老 且遍不皱纹的手 在巨蛇的身上 反复骂撒了一番 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最终仍是无功而返 这才缓缓站起身来 朝着冯万豪摇头示意 迈撸 随着老玉的声音响起 其发音的特殊 似乎不是什么方言 冯万豪闻声 沉默了片刻 朝手下吩咐道 去调查一下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片林子 都有谁进去过 明白 冯总 手下应声去查探 冯万豪注视着 三头巨蛇的尸体 眼底闪过一抹异彩 林南骑着黑路 自山林中出来 来到了靠近市区 比较方便打车的地方 在安抚了一番后 悬侧便先返回了山林 林南则带校白一路返回学校 刚一踏进宿舍 便迎面撞上了 王承宇和江涛的目光 互相对视之下 对方两人似乎愣了半场 一副没反应过来的模样 我抄 南哥 终于 几秒钟过后 王承宇才诧异地嘟囔了一句 庞佛被打穿了人都二脉 两人当即就从座椅上跳了起来 凑上前来道 南哥 你可算回来了 我们看着直播都担心死了 还以为 要出什么事呢 随着王承宇的声音 江涛也罕见地着急道 就是啊 给你打电话 也不见 还有那条蛇 到底什么情况 林南闻声 刚想要开口解释 却发现江涛的最后一句话 明显有些欲言又止的感觉 这种反常 让如今感官愈发敏锐的林南遗症 江涛想问的 不就是直播的时候 碰到的那条巨蛇吗 为什么还遮遮掩掩 这宿舍又没外人 难道还能被什么人监听 安了摄像头不成 怎么了小雨 是不是南南回来了 就在林南疑惑之际 突然一道声音传入耳畔 顿时 宛如身上被人点了血一板 愣在了原地 这道声音 自己再熟悉不过 妈 林南下意识换道 接着看了看 腰间沾着血的弹丸 以及背负的三肩两刃刀 却是莫名打从心底 里生出一种感觉 怎么有种小时候逃课 或者钱架 被家长抓包的急事感 林南不用猜 也知道是谁 转头朝王承宇瞥了一眼 不怪我南哥 他让我给阿姨打的 王承宇迅速抬手 指了指姜涛 脸上露出一副无辜的表情 姜涛文胜 一下瞪大了眼睛 低声道 我 刚才不是你 先管老罗要的号码吗 随着二人的说话声 林南也已经弄清了的大概 不过 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 便听桌面上传来声音 正是王承宇的电话 摆在支架上 电话那头的母亲 这会儿继续问道 南南 你这臭小子 刚才跑哪儿去了 小宇刚才可都跟我说了 说是你直播的时候 遇到了点情况 人家记得都快报警了 说 你是不是让人得打了 随着母亲的声音 林南快步来到了手机进前 不过 被打了 刚才的确是打了一架 只不过 那个想要吃了自己的 已经被反杀了 而若是跟母亲提及那条巨蛇 怕是 会让对方担心 于是 林南开口道 没有妈 没跟人打架 文言 电话那头的母亲 似乎松了口气 也是听到了林南的声音 将原本的担忧 给放下了许多 那就好 你也别嫌骂唠叨 我看快脚上面那些大网红 成天约架 一连线说 要去真实 你可不能跟着瞎掺和啊 听闻此言 林南有些无奈道 妈 你放心吧 我们走的不是一个赛道 顿了一下 林南补充道 我们这也算得上是 弘扬传统文化吧 似乎这次事件 让母亲有了什么想法 没出两句 电话那头的母亲 便打定主意道 行了 正好最近没事 过两天妈带着你爸 去学校看看你 啊 林南愣了愣 啊什么啊 哦 还有 刚才在打电话的时候 我还瞧见一个小姑娘 长得挺不赖的 看样子 她好像还挺关心你 哎 你们俩 好 cima儿 嗯